小石鼓走后 甄子齐向我提议 留手 咱们俩今天晚上出去吃吧 我想吃烤肉 最近一直吃泡面 我都吃恶心了 也行 光咱们俩去也没意思 你去对门叫上你何师伯 咱们三个一起去 好 我这就去叫我何师伯 甄子齐从沙发上站起来 蹦蹦哒哒的 就向对面的红扇堂抛起 晚上我们三个 在烧烤店吃烤肉 何师叔没再谈起 小僵尸的事 何师叔啊 就是这样的人 是在哪儿玩就在哪儿了 从来不翻小场 何师叔打开一瓶啤酒 吃烤肉不能不喝酒 刘师储 你陪我喝点 行 那我就陪您喝点 我接过何师叔手里的啤酒 笑着回道 一杯啤酒下肚后 我一脸微笑 何师叔 还有不到十天 就是您和王妮的大喜日子了 你们俩准备的怎么样了 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 您就尽管说 都准备的差不多了 也不需要你们帮什么 我结婚那天呢 也不大操大办 你们人来就行了 一提起结婚的事 何师叔他笑得有点合不拢嘴 那您和王妮结完婚后 有没有打算出去度个蜜月呀 你小子 可别多管闲事了 喝酒 喝酒 何师叔说完这话 就又给我打了一瓶啤酒 今天晚上我超常发挥 陪着何师叔喝了七八瓶啤酒 喝得我有些晕乎乎的 最后我是怎么回的一道堂 我都不知道 回到一道堂 真子其指着二楼 留守 你去上楼睡吧 今天晚上我睡沙发 还是你上去睡吧 我已经习惯睡沙发了 我躺在沙发上 对真子其回答 真子其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 给我倒了一杯茶水 哦 那我陪你说会儿话吧 这时间也不早了 你明天还要上学呢 你上去睡觉吧 我也困了 我对真子其说完这话后 就闭上眼睛 睡着了 不能喝酒 还硬逞能喝那么多 真子其他望着我说完这话 就往楼上走去 过了没一会儿 真子其从楼上抱下了一床被子 他将被子盖在我的身上后 这才回二楼睡觉 真子其这小子 有时候挺让人心疼的 但是他任性的时候 也挺招人恨的 我心里是挺在乎这小子的 只要我活着一天 我就会管他一天 睡到半夜一点多钟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周围有些冷 我将被子紧紧地裹在身上 即便这样 我还是有点冷 熟睡中的我能感受到一只冰冷的手 在抚摸我的脸 我朦胧地睁开眼睛 我看到一张惨白色的脸出现在我的面前 哎 我的妈呀 夏婉婷 你要吓死我呀 我拍着胸口 此时看到夏婉婷 我真是又惊又喜 夏婉婷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 一脸微笑地对我打气 虽然我的年龄比你大 但你叫我妈 我可承受不起 你叫我婉婷姐姐就行 夏婉婷 你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来找我了 我对夏婉婷说这话的时候 语气中还有一丝埋怨之意 我和夏婉婷之间的关系很微妙 我知道人鬼殊途的道理 可是长时间看不见夏婉婷 我这心里还是有些想念的 最近我闲下来的时候 总会想起她 其实前段时间 我来一道堂找过你的 前段时间是什么时候 你未将到长守灵那天晚上 我有来过 我看你哭得那么伤心 就没有打扰你 你现在好点了吗 哦 虽然心里还有点难过 不过我已经好多了 我对夏婉婷点着头 对了夏婉婷 你妈妈还有不到十天 就跟我和师叔结婚了 结婚那天你来吗 不去了 毕竟我是鬼 别冲了我妈妈和和叔叔的喜气 夏婉婷对我摇着头 听到她说的这番话 我心里还有点失望 夏婉婷 你还跟那个吕方在一起吗 我还和吕大哥在一起 吕大哥他对我很好 我们俩在一起互相照顾着 听到夏婉婷说的这番话 我这心里是特别的酸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夏婉婷 我要是想找你的话 我去哪里能找到你 我和吕大哥 现在呆在市里南郊区的一个废弃医院 那个废弃医院西面有个地下室 以前是医院停尸间 我和吕大哥就呆在停尸间里 等我想你了 我就去找你 我跟夏婉婷聊到了凌晨三点多钟 夏婉婷就离开了 我独自一个人躺在沙发上 还有点睡不着 只要我一闭上眼睛 夏婉婷的身影 就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就在我刚要睡着的时候 放在茶几上的电话 突然响了起来 给我打电话的是姜薇薇 现在是凌晨四点 她这个时间段给我打电话 一定是有什么急事 我滑开电话 就向姜薇薇问了过去 喂 姜薇薇 你有事吗 有事 咱见她不见了 我昨天放学回来的时候 就没见到她 我还以为她出去玩了 等我睡醒一觉 去她卧室看了一眼 她还不在 给她打电话 也没有人接 姜薇薇 带着哭音 在电话里对我说 你等着我 我马上就过去找你 我挂断姜薇薇的电话 穿上外套 就像一道堂走起 昨天去找小僵尸 今天又要找凡青 我现在真的是身心疲惫 凡青丢了 我倒不是很紧张 跟僵尸比起来 凡青是一个有人性的药 我相信她是不会做出残害百姓的事的 九月末的弟弟 虽然天气还有点热 但早晚两头已经变冷了 即便是穿着外套 我还是感到有些冷 走出八十八号湖头 我四处张望了一下 宽敞的马路上 没有一台车 于是我迈着大步 就向市区的方向跑去 虽然我奔跑起来的速度很快 可是比起烧油的汽车呢 还差得很远 我也不知道自己跑了有多久 当我按响姜薇薇家门铃的时候 已经是早上四点三十了 我气喘吁吁的站在别墅门口 等着姜薇薇为我开门 留手 姜薇薇给我开门的那一刻 她扑到我怀里 就呜呜呜的哭了起来 我拍着姜薇薇的肩膀 姜薇薇 你先别哭 你告诉我樊青 她是什么时候不见的 昨天早上 我连上学的时候 还看到她在客厅里 一边吃着零食 一边看电视 我昨天晚上放学回来以后 就没看到她在家 我以为她出去玩了 当时也没在意 就在客厅的沙发上 一边看电视一边等她 等着等着 我就睡着了 直到早上四点 我睡醒之后 跑到她卧室里找她 依然没有发现她在卧室里 姜薇薇一脸担忧 哎呀 樊青这个姑娘 比较贪玩 你不用为她担心 我觉得 她是不会有事的 自从樊青住到我家后 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她肯定是遇见坏人了 留手 咱们赶紧去公安局报案吧 姜薇薇一脸紧张 当姜薇薇说到这儿的时候 别墅的门铃突然被暗响了 门外传来梵青的声音 姜薇薇 我回来了 姜薇薇一听是梵青的声音 她擦干眼泪停止抽气 然后跑了过去 给梵青 姜薇薇打开门的时候 梵青灰头土脸地站在门前 此时的梵青看起来是非常的狼狈 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 头发也是十分的凌乱 姜薇薇一边流着眼泪 一边埋怨梵青 梵青 你去哪儿了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 我跑出去玩 然后就迷路了 直到现在才找到家 梵青对姜薇薇一脸抱歉 梵青对姜薇薇说的这番话 肯定不会是真的 我猜想梵青一定是遇到什么事了 梵青看到我站在姜薇薇的身后 她微笑望着我 梵青你也在呀 梵青你先上楼洗个澡吧 我皱着眉头指着浑身是你的梵青 嗯我先上楼洗澡 你们两个聊吧 梵青点着头对我应了一声 就往楼上抛去 我随手拿出一包纸巾 就递给了姜薇薇 哎呀好了梵青都回来了 你也别哭了 赶紧把眼泪擦擦 谢谢你梵青 姜薇薇接过我的纸巾 就开始擦眼泪 早上姜薇薇给我开门的时候 我就看到她眼睛有些红肿 我没来之前她就哭过 都说呀 女人是水做的 我现在是相信了 过了十多分钟 梵青洗完澡换了一身衣服 从楼上走了下来 梵青坐在我的身边 望着我 想要说些什么 可是看到姜薇薇在我旁边 她又没办法开口 我摸着肚子 哎呀 姜薇薇 我有点饿了 你到厨房给我做点吃的吧 我这是有意要将姜薇薇支开 六手 你想吃什么 姜薇薇瞪着大眼睛向我问了过来 我笑着望向姜薇薇 随便 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 我这个人呢 不挑剔 好 我这就学给你做吃的 姜薇薇说完这话 就从沙发上站起来 向厨房走去 姜薇薇走进厨房后 我转过头 向我身边的梵青问道 好了 你说吧梵青 你怎么一晚上都没回来 你遇到什么事了 昨天我在客厅里看电视 然后就觉得窗户外面 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看 当我望向窗户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黑影 于是我就追了出去 我看到一个人 穿着一身黑衣 从这个小区的墙上翻了出去 于是我也跟着翻了过去 他在前面跑 我在后面追 就在我要追上他的时候 他的速度突然加快 最后 他把我引到一个偏僻的小河边 那个黑衣人突然停下身子 回过头就给了我一剑 我没有闪躲开 被他一剑刺在肚子上 当梵青说到这儿的时候 他把身上的衣服掀开 让我看他的肚子 我看到梵青的肚子上有个血洞 梵青脑洞大开的 用了一个卫生巾 贴在伤口处止血 我望着梵青肚子上的伤口 咬着牙 一脸气愤 这个人还真是很多 接着 那个黑衣人一脚 将我踢飞出去 当他提着剑 向我冲过来的时候 我从地上爬起来 跳进了河里 那个黑衣人守在河边 等了我将近七八个小时 见我没从河里出来 他就离开了 等他离开后 我又在水里待了两个小时 才上的岸 梵青说这话的时候 身上还带着一丝杀气 你看清楚那人 长什么样子了吗 没有 那个人戴了一个面具 我看不到他的长相 梵青对我摇着头 这个人 他应该知道你的身份 而故意针对你的 梵青 你还是搬到一道堂处吧 你待在这里 有点太危险了 梵青挤出一丝微笑 不了 刘少 将江薇薇自己留在这 我心里还是有点不放心 我会加倍小心的 你不用为我担心 毕竟我活了近千年了 一会儿 我和江薇薇回学校的时候 你也跟我回去一趟 我给你换两张治疗符 你现在这个样子 伤口恢复得很慢 好 梵青点头答应 江薇薇做了三份早餐 梵青有伤吃不下去 我一个人吃了两份 吃完饭后 我们三个人坐着出租车 一起向学校赶去 下了出租车后 我回过身看着江薇薇 江薇薇 我先带梵青回一趟我们寝室 好 江薇薇冲我点了点头 虽然她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带梵青回我寝室 但是她也没有多问 我和梵青刚走进男生宿舍 就被王叔看到了 哎呦 刘少 这个漂亮姑娘是你女朋友吗 是啊 我是刘少的女朋友 梵青主动的挽着我的胳膊 调皮的看向王叔 姑娘 你找到刘少当男朋友 也是你的福气 这孩子很不错 王叔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的 他是我的好朋友 不是我女朋友 我一脸尴尬的摇着头 王叔看向我 刘少 你问我信吗 王叔 您相信吗 我实实在在的向王叔问了过去 我不信 王叔摇着头 听到这三个字的时候 我内心是崩溃的 王叔 我先带我朋友上去了 我对王叔说完这话 就带着梵青向我的寝室走去 王叔好心的看着我 刘少 我一会儿去食堂吃饭 今天白天也不在 你带着你女朋友 去我的寝室比较方便 王叔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也知道 谢谢您的好意 不要那么麻烦 我红着脸 对王叔说完这话 就拉着梵青的手向二楼启室跑去 这小子 还有点羞死 王叔笑着 望着我的背影嘟囊 当我退开寝室门的时候 寝室那三个兄弟 四仰八叉的 躺在床上睡觉 油脂培那呼噜声啊 是一声比一声大 樊青 他一脸坏笑的走到了油脂培的床边 他俯下身子 伸出右手 就将油脂培的鼻子捏住 哎呀 别闹了 我让我再睡会儿 油脂培转过身 又睡了起来 好玩 樊青说完这两个字 又开始捉弄起油脂培 他跑到我的书桌上 拿起一支水性笔后 他又跑到了油脂培的身边 对着油脂培的脸就画了起来 樊青给油脂培画了一张熊猫脸 我将两张符咒递给樊青 樊青 一共两张符咒 一张是止血符 一张是治疗外伤的符咒 你赶紧贴在伤口中 谢谢你 刘士尔 樊青对我道了一声谢 他掀开衣服 就将堵在伤口处的卫生巾撕了下来 然后将我给他的那两张符咒 贴在了伤口处 当止血符贴在樊青的肚子上时 樊青肚子上那个血洞 一下子就止住血了 随后樊青又将治疗外伤的符咒 贴在了肚子上 樊青 樊青往自己身上贴符咒的时候 我则是向油脂培看了过去 看着油脂培被樊青画成的熊猫脸 我有点忍不住想笑 刘士尔 那我先走了 樊青将衣服拉了下来 樊青之所以急着离开 是因为他把油脂培醒来发现他的恶作剧 我一脸慎重的对樊青再次嘱咐 有什么事 记得给我打电话 你一定要小心 好 我会小心的 樊青他微笑的对我摆了一下手 就向我们寝室外走去 此时是早上七点十分 我突然感到一阵困意向我洗了过来 我跑到卫生间用凉水洗了一把脸 让自己保持清醒状态 噗嘶一声 我听到黄涛他哈哈的笑了起来 我洗完脸从卫生间里走了出来 老大 你笑什么呢 老二啊 你小子还真够缺德的 你看你给老四脸画的 黄涛指着油脂培的脸对我哈哈笑道 我对黄涛摆着手 他的脸可不是我画的 啊不是你画的 难道是鬼画的 黄涛根本就不相信我的话 曾路从床上爬起来揉着轻松的双眼 哎 哎呦老大呀 你这一大早怎么笑得那么淫大 老三你看老四那脸 黄涛指着油脂培的脸 噗嘶一声 曾路看到油脂培的熊猫脸也忍不住的笑了起来 二哥这一定是你干的吧 你和老四这是多深的仇啊 曾路望着我笑着说 他也怀疑是我干的 哎 这可不是我干的 我赶紧对曾路说 曾路跟黄涛一样 他根本就不相信我的话 油脂培从床上爬起来打了一个哈去 哎呦 你们三个笑啥呢 看着油脂培那一脸蒙圈的表情 我们哥仨忍不住的捂着肚子便爆笑起来 油脂培被我们哥仨笑得有些发懵 油脂培莫名其妙的看着我们三个 你们三个有病了 这大早上有什么可笑的 黄涛指着卫生间 嘿嘿嘿 老四 你到卫生间 去照照镜子 油脂培听了黄涛的话后 他迈着大步就向卫生间里走了进去 哎 谁干的 油脂培在卫生间里发出了杀猪般的吼叫 听到油脂培这声吼 我们哥仨笑得是前仰后合的 油脂培从卫生间里跑了出来 哎 这到底是谁干的 当油脂培说完这话后 黄涛和曾璐一同向我看了过来 二哥 你为啥要给我脸画成这样 我惹你了吗 老四 你先别生气 你的脸真的不是我画的 我对天发誓 我要是给你画个熊猫脸 我是乌龟儿子王八蛋 我竖起三根手指 一脸认真的对天发誓 油脂培望着曾璐 曾璐 一定是你这臭小子画的 昨天晚上 你跟我要猪蹄吃 我没给你 你小子报复我 老四 真不是我画的 我早上醒来的时候 就看见你的脸 曾璐一边笑着 一边对油脂培解释 当曾璐解释完后 油脂培又向黄涛看了过来 黄涛也模仿着 我竖起三根手指对天发誓 老四 你别看我 不是我画的 我也发誓 如果是我画的话 我也是乌龟儿子王八蛋 不是你们三个画的 难道是鬼画的 油脂培随口嘟呢 我一脸认真的 对油脂培点着头 老四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或许啊 真是鬼画的 我心想这个樊涛还真是调皮 他搞的恶作剧啊 我还差点给他背了黑锅 曾璐指着地上 一个带血的卫生巾 诶 罗四 有重要线索 不是鬼干的 一定是人干的 而且还是个女人 鬼怎么可能来打姨妈呀 咱们寝室 来过女人 油脂培看着地上那片卫生巾 一脸愤怒 这个烦情也真是的 怎么可以将这个东西随手扔到我们宿舍里啊 此时我心里有点埋怨烦情 油脂培在卫生间里啊 洗了二十多分钟的脸 才把脸洗干净 油脂培洗完脸后 连声招呼都不打 就往楼下跑去 我和黄涛还有增路 则是面面相去 不知道油脂培这是要干什么去 当我和黄涛还有增路 我们三个从二楼走下来的时候 油脂培黑着脸子 从王叔的寝室走了出来 油脂培走到我的面前 二哥 我刚刚跑到王叔的寝室看了一眼监控 我看到你带着樊青进了咱们男生宿舍 我的脸是不是樊青画的 没错 是他画的 我红着脸点着头 油脂培他已经发现了这件事 我再袒护樊青也没用了 这个樊青简直太过分了 我和他无怨无仇的 他为什么要这样整我 我们哥仨则是站在一旁捂着嘴 有些忍不住要笑 油脂培一脸埋怨的看着我 二哥你也真是的 你看到樊青在我脸上画画 你为什么不阻止他 这事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老四 你这就冤枉我了 樊青他受了点轻伤 他跟我要治疗外伤的符咒 于是我就带他回宿舍了 当时我正集中精神画幅 可当我画完后我就看到你的脸被画成了熊猫脸 这个你真不能责怪我 我极力的对油脂培解释 气死我了 下次见到樊青 我一定要好好的说说他 油脂培从男生宿舍一直嘟弄到教室门口才闭嘴 这件事油脂培也嘱咐了我们哥仨不能跟班级里的同学说 他怕丢人 当我们哥仨回到班级后 班级里的同学已经都来得差不多了 班里男生与男生聊的话题永远只有两个 一个是漂亮女人 一个是游戏 班级里女生聊的话题呢 也永远是两个 一个是穿衣戴帽 一个是化妆品 我们班的同学没一个愿意理会谢峰 谢峰则是一个人坐在凳子上摆弄着电话 当他看到我们哥四个走进教室的时候 他抬起头露出一副挑衅的表情看着我们 我们呢则是懒得理会他 曾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就骂骂咧咧的 看到谢峰的一脸欠揍的表情 我的手就痒痒 哎老三 狗咬人一口 人不能反过去咬狗一口吧 随他吧 黄涛拍着曾璐的肩膀 曾璐一脸认真的望向黄涛 老大 你无论如何 也要从谢峰的手里 把二哥的妹妹解救出来 绝不能让谢峰这个王八蛋祸活了二哥的妹妹 而我则是对黄涛重重的点了两下头 哎哎这个 哎这个这个哎呀 我尽力吧 黄涛一脸为难 这件事也确实有点难为黄涛了 但黄涛无疑是最佳人选 晚上放学后啊 我打算到女生宿舍门口 读你妹妹 黄涛对我说这番话的意思 是在征求我的意见 我看行 老大 你平时怎么勾搭女生 你就怎么去勾搭我妹子 只要你不骗我妹子去开房就行 我人品再差 我也不能骗我兄弟妹妹去开房啊 你们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黄涛一脸无奈的望向我 游职培望着黄涛 哎老大 晚上放学 我陪你一起去躲二哥的亲妹妹吧 游职培 这是要准备去凑热闹 行 多一个人在我身边呢 我就多一份底气 黄涛点头答应 上午上课的时候 我有些心不在焉的在想事 我在想金钟县过生日 我给他带点什么礼物 虽然他不在乎我给他买的礼物 但是让我空两手 我还真不好意思 下午放学的时候 我向黄涛问了过去 老大 我高中一个同学 这个星期天过生日 你说我应该买点什么礼物送给他 哎呀 老二 你就别浪费钱买了 我过生日的时候 我爸的朋友送给我不少礼物 有包啊 有裤腰带 还有手表 明天我回家 随便拿几个给你就行了 黄涛大大大咧咧的对我说 老大 这怎么可以啊 反正那些东西放在那也没用 增露凑到黄涛面前 哎 老大 你能不能给我一块手表 哎 老大 你给我条裤腰带行吗 油脂培也凑到黄涛的面前 妥 明天我回家 给你们拿啊 黄涛点头答应 对于钱财 黄涛从来没有跟我们三个吝嗣过 这些年 我们寝室三个兄弟 也没少占黄涛的便宜 黄涛一脸尴尬的向我问了过来 哎 我和老四去女生宿舍了啊 老二 你还有没有什么话交代给我 老大 我妹妹就交给你了 我一脸认真地望着黄涛嘱咐 哎呀 这个担子还真是有点重啊 黄涛随口对我说完这话 就带着油脂培向女生宿舍门口走去 增露望向我 二哥 咱们俩去食堂吃饭吧 好 我对增露应了一声吼 我们俩就向学校食堂走去 吃完晚饭 增露去打球了 我则是跑到闸串店帮忙 我刚到闸串店没一会儿 周嘉嘉就来了 哎 周嘉嘉 你这提前半个小时来 我可不给你工资啊 我指着墙上的挂钟 对周嘉嘉笑着打去 此时是无点整 你这个老板还真是有点苛刻啊 周嘉嘉笑着回我 小华看到我和周嘉嘉在说小 他心里有种酸酸的感觉 这一切也被二叔看在了眼里 二叔叹了一口粗气啊 则是什么都没说 晚上忙到八点半 闸串店已经没有多少客人了 周嘉嘉在按着计算机算账 二叔跟小华还有柳慧阿姨 正在收拾扎串店的卫生 我洗完手 走到周嘉嘉的身边 来 周嘉嘉 时候不早了 咱们俩走吧 再等我五分钟 我马上就把账算完了 周嘉嘉抬起头 对我说完这话后 他又低下头 开始认真的算账 我感觉女人认真做事的时候啊 很美 二叔指着正在算账的周嘉嘉 嘿 平日里啊 我要算一个多小时的账 这周嘉嘉 都用十分钟就算完了 这个姑娘很聪明 嗯 周嘉嘉上高中的时候 李克很厉害 我对二叔点着头 周嘉嘉将账本和钱放好后 他走到我的面前 称了一个懒腰 好了六少 账已经算完了 咱们俩走吧 二叔 我们俩回学校了 我回过身 对二叔打了一声招呼 二叔点着头 嗯 你们回去吧 六少跟周嘉嘉这个姑娘 还是挺般配的 柳慧阿姨望着我和周嘉嘉 远去的背影 笑呵呵的 对二叔和小华说 哎呀 我侄子这个人哪 聪明 就是情商有点低 二叔望着我的背影 叹息道 小华则是勉强地挤出一丝微笑 然后什么都没说 周嘉嘉 这段时间真是太谢谢你了 有你来杂串店帮忙啊 我二叔 他们轻快了不少 六少 你已经跟我说了很多遍 谢谢了 你就不要这么客气了 你说过 同学要互相帮助 再说了 我来杂串店干活 你还给我工资呢 周嘉嘉 对我笑着说 周嘉嘉 一脸疑惑地望着我 对了 我今天晚上 从女生宿舍走出来的时候 看到黄涛 还有游之培 站在女生宿舍门口 我问他们俩干什么 他俩支支吾吾 谁也不肯说 你一定知道 他们俩要干嘛 周嘉嘉 想从我这里找到答案 我让黄涛去勾搭我妹妹 将我妹妹 从谢峰的手里抢过来 这是唯一解救她的办法 这件事 你也要替我保密 我如实地对周嘉嘉说 跟周嘉嘉 我觉得 没必要藏着掖着 周嘉嘉皱着眉头 这个办法倒是不错 但这样做 是不是有点欠妥 你妹妹要是知道的话 她一定会恨你的 这样做 确实有点欠妥 但这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我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你也知道谢峰的为人 我宁可我妹妹恨我 也不能让谢峰 把她给惑惑了 你说的没错 谢峰那个人 就太不是个东西了 勤受不如 周嘉嘉说这话的时候 身子都在颤抖着 此时 周嘉嘉想起了谢峰 当初让那两个日本人 强奸她的事 与周嘉嘉分开后 我迈着大步 就向我们男生宿舍走起 推开寝室的门 我直奔着黄涛 就走了过去 老大 你今天在女生宿舍门口 堵到我妹妹了吗 堵到了 你们俩是怎么谈的 我不客气的 坐在了黄涛的床上 游职陪放下手里的电话 咧着大嘴 嘿嘿嘿 应该有戏 应该有戏是什么意思啊 我一脸不解的问向黄涛 找到你妹妹 我直截了当的 跟你妹妹说我喜欢她 我想要追她 你妹妹刚开始的时候啊 也不买我的账 还骂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黄涛说这话的时候 表情是要多难堪 就有多难堪 啵嗣一声 我和曾璐就忍不住的笑了起来 老大 你接着往下说 我来说 还是我来说吧 游职陪咧着大嘴 抢着要说 那你说吧 老子 我是懒得再继续说了 黄涛他说完这话后 就掏出手机玩了起来 哎呀 当时我就跟你妹妹说 咱们老大的爸爸 是本市最大的房地产商人 家里豪车别墅有的事 但我说完这话后 你妹妹瞪大眼 就使劲的打量了老大一番 她还有些怀疑我说的话 最后啊 你妹妹跟老大约好 这个星期天去老大家玩 二哥 你妹妹应该是想去探探 老大家的底 曾璐也在一旁插了一句 我对曾璐点着头 我心里也是这样想的 哎呀 说实在的 老二 你妹妹的心眼 可比你小子多得多了 黄涛放下手里的电话 对我说 哎 现在的女人 有几个没心眼的 说这话的是曾璐 黄涛点着头 嗯 我赞成老三说的这句话 二哥 你那妹妹其实挺庸俗的 她要是不改变一下自己啊 她早晚会被人耍的 说这话的是游之培 游之培这话说的虽然难听了点 但也是实话 现在的留言就跟当初的周家家 是一样的 值得庆幸的是 周家家经过流产事件后 她改变了不少 而刘月 她现在没有吃到大亏 她是很难改变的 我跟寝室的哥仨聊了 大约半个小时 就有点困得受不了 从昨天晚上凌晨一点到现在 我就没合过眼 我到卫生间里冲了一个澡 然后就躺在床上睡着了 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师父坐在一道堂里玩着斗地主 我则是躺在沙发上看着道德经 当我睁开眼睛 我的眼泪刷的一下就流了下来 这是师父死后 我第一次梦见他 师父 我想你了 我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 每次想到师父 我的心就像针扎一样 认识我师父一年多了 他不但教会了我许多本事 他还教会了我许多做人的道理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师父也给予了我很多的帮助 本来我想着 等师父他老后 我一定要守在他的身边 伺候他 可没想到师父他 今天我们班就半天的课程 中午放学 黄涛跟我们哥仨打了一声招呼后 就回家去了 中午吃完饭后没什么事 我们哥仨都回到了寝室 曾璐他要拖着油脂培玩英雄联盟 最后被油脂培给拒绝了 油脂培安静地坐在自己的书桌前 练习着画幅 我呢则是躺在床上 看着道德经 原本我打算下午去医道堂的 最后被我的懒惰打败了 下午四点多 黄涛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风尘仆仆地赶了回来 看到黄涛回来 我们哥仨放下手里的东西 一起看向黄涛 黄涛从兜里掏出一个精美的包装盒子 扔给了曾璐 老三 这是你的手表 谢谢老大 曾璐接过盒子 对黄涛一脸感激 接着黄涛又从手里的塑料袋子里掏出一个盒子 扔给了油脂培 老三 这是你的裤腰带 LV的 哎 谢谢老大 油脂培接过黄涛扔过来的盒子 就一脸着急的把盒子拆开了 黄涛随手扔给我一个黑色的皮钱包 老三 这钱包给你 你拿去给你同学当生日礼物 谢谢老大 我接过黄涛扔过来的钱包 对黄涛道了声谢 虽然我不知道黄涛给我的这个钱包是什么牌子的 但是我知道黄涛送出手的东西绝对不是便宜货 时间过得还是蛮快的 转眼就是一个星期过去了 星期六的晚上 我在闸串店帮忙 金中县这个家伙又把电话打了拐 老刘啊 我明天过生日 你小子可别忘记了 明天啊 一定要来 金中县在电话里又对我嘱咐了一遍 你放心吧 我是不会忘记的 明天早上 我去哪找你啊 明天早上你来我学校找我就可以了 行 明天早上 我到了你的学校后 我就给你打电话 嗯 那你忙吧 我去接咱们一个老同学 明天见面聊啊 金中县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挂断了 挂断金中县的电话后 我在想着我们高中同学谁能去给金中县过生日 我们班除了我没有被金中县得罪过 其他的人都被金中县得罪的差不多了 毕业的时候 大家也都跟金中县打了招呼 以后不必再联系 可想而知 这个金中县有多么的讨厌 我想了很久也没想出来那个人是谁 最后我干脆也不再想了 等我明天去了 这段时间我几乎天天都在杂串店里忙活着 我的任务就是收拾桌子刷盘子 再就是往学校的男生女生宿舍送外卖 杂串店多了我和周家家来帮忙 让二叔柳慧还有小华他们轻松了不少 今天晚上我们班一个送外卖的男生向我请了个假 于是我担起了送外卖的活 晚上我往学校送了十多趟外卖 累得是满头大汗 送外卖这活啊 还真是不轻快 星期天早上起床后 我先是到卫生间里冲了一个澡 然后又换了一身衣服 今天金中县过生日 穿得太随便 有点不太好 曾璐从床上爬起来 二哥 你今天收拾这么帅 可不像是去给你同学过生日 都像是去跟女孩子约会 你是不是去找姜薇薇约会啊 懒得搭理你 我走了 我对曾璐说完这话后 就向寝室外走去 出了我们学校大门 我随手拦了一辆出租车 便向积淀学院赶去 积淀学院是一所老学校 创建到现在 已经有着五十多年的历史了 积淀学院不是很大 毕竟是个专科学校 比起我们师范大学 差得很远很远 过了半个多小时 出租车停在了积淀学院的门口 我下了出租车 就掏出兜里的电话 打给了金中县 结果电话响了很多遍 也没有人接听 喂 老刘啊 直到我不耐烦的给他打了第五遍电话 金中县才接听 你小子怎么才接电话 你干嘛呢 我在电话里 没好气的对金中县埋怨 昨天晚上睡得有点晚 我才听到你给我打电话 你现在在哪呢 老刘 我已经到你们学校大门口了 你快点出来接我吧 好嘞 你在学校门口等我十分钟啊 我马上就出来接你 金中县对我说完这话 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这次来找金中县 我不但给他准备了一个钱包当礼物 我还在市里一家不错的蛋糕店 花了二百块钱给他订了个蛋糕 并告诉蛋糕店的老板 中午将蛋糕送过来 金中县这小子上高中的时候 对我很照顾 这份情谊 我一直都没有忘记过 我留守不是一个忘本的人 过了大约二十多分钟 金中县从他们学校对面的一个宾馆里走了出来 跟在金中县后面的还有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看起来特别面熟 诶 陈果果 当金中县带着那个女人走到我面前的时候 我才看清楚这个女人是谁 刘守 你好 陈果果 低着头有些不好意思 此时 她的脸色有些发红 哎 刘守 陈果果 她现在是我的女朋友 金中县对我笑着 即便金中县不跟我说这话 我也已经猜到了 他们俩大早上能从宾馆里一起走出来 就说明他们俩一定有事 陈果果跟金中县处对象 这打死我也想不到 要说我们班最看不上金中县的女生是谁 那一定是陈果果 平日里啊 她对金中县是百般刁难 金中县还不敢惹陈果果 她要是敢招惹陈果果的话 陈果果呀 能收拾她八个来回 陈果果呢 这个女生长得还可以 就是性格有点彪悍 上高中的时候 我们班男生啊都不敢招惹她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 是金中县跟隔壁班的一个男生吵了起来 陈果果路过金中县的身边 她二话没说 就给隔壁班那个跟金中县吵起来的男生 两个大嘴巴子 因此陈果果也背上了一个大过处分 高中时 我们学校的纪律是很严格的 打架还有谈恋爱 这绝对不能在学校发生 一旦被老师发现 情节严重的 直接开除回家 情节轻的 是既打过处分 我一脸疑惑的 向金中县含有陈果果问道 哎 你们俩怎么会在一起 你们俩 谁追的谁啊 哎 老刘 我想这个你应该能看得出来 我在高中的时候 算是一个风流倜傥的任务 当然是陈果果追的我呀 金中县一脸自豪的对我吹牛 哎呀 金中县刚吹完这个牛啊 陈果果就在他的腰上使劲的扭力下 疼得金中县是呲牙咧嘴的 陈果果瞪着两个大眼珠子 咱们两个到底谁追的谁 你给我说清楚金中县 今天你要是不说清楚的话 咱们俩没完 是我死皮赖脸追的你 是我金中县死皮赖脸追的你 这样可以了吧 金中县一脸惊恐的望着陈果果 金中县在陈果果的面前不敢嘴硬 我能看得出来金中县是真怕陈果果 你以后说话注意点 别说些我不爱听的 陈果果见金中县这样说 他没再计较什么 陈果果 我很纳闷啊 你怎么会看上这个金中县呢 唉 我是一个庸俗的女人 我是被金中县这个家伙的花言巧语给欺骗了 陈果果她一脸深情的看了金中县 哎呀 你得了吧 陈果果 你这个女人可精明的很 我怎么可能欺骗到你啊 哎呀 好了好了 咱们别探讨这个问题了啊 咱们还是去找个地方 先叙叙旧吧 金中县对我说完这话后 就带着我和陈果果向他们学校附近的咖啡屋走去 我将黄涛给我的钱包随手扔到了金中县的面前 老金 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 礼清情义重 希望你不要嫌弃 卧槽 你小子也真是够大夫的啊 居然送我这么贵的钱包 Prada 我靠最便宜的钱包也要四千多 这个钱包怎么也得小一万吧 刘少 我记得你上高中时候是穷小子一个啊 你这钱包不会是偷来的吧 金中县说完这话后 我的脸色瞬间黑了下来 我是真想狠狠地抽这小子两个大嘴巴子 陈果果美好气地瞪了一眼金中县 金中县 你要是不会说人话 就先把你的臭嘴给我闭上 刘少他是什么人 你也不是不知道 你就算打死他 他也不会去偷人家东西的 老金 你要是不喜欢 你把钱包还给我 哎 喜欢 喜欢 当然喜欢了 送出去的东西 你怎么还好意思往回腰了呢 金中县紧紧紧地捏着我送给他的钱包 对我笑着 他生怕我将这钱包再要回去 陈果果笑着打量我 刘少 从高中毕业后 我就没有再见过你 到现在也有两年多了 我觉得你改变了很多 人帅气了 而且性格也开朗了 我记得咱们上高中的时候 你很少跟同学们讲话 你除了学习好点 就没什么地方能引起大家注意了 变帅了这个问题 我还真没发现 不过 我的性格确实改变了不少 上高中的时候 我很少说话 主要是因为压力大 当时我就觉得家里条件不好 跟同学们说话也说不到一起去 所以很少说话 上高中的时候 我的自卑心很重 一是因为家里的生活条件不好 再就是因为我缺少父爱和母爱 我总觉得自己在别的同学面前低人一等 不仅仅是我这个样子 我们班几个单亲家的孩子 也都是这个样子 陈果果望着金钟县 昨天晚上金钟县到车站接我的时候 跟我说你明天会来给他过生日 我跟他说 咱们班的男生只有你才会搭理他 其余的男生 早上那小子给得罪光了 你这人品简直太差了 哎呀 我这人平时比较爱开玩笑 我也没想到咱们班男生都开不起玩笑 这也不怪我呀 金钟县红着脸对陈果果狡辩 哎 陈果果 我记得你上学的时候学习不错 你考在哪个大学 我现在在SY工业大学年说 金钟县家是开塑料厂的 你毕业以后啊 正好可以到他们家厂子上班 哎 可得了吧 我们家塑料厂妙小 哪能顾得起陈果果这尊大佛呀 金钟县一本正经的望着陈果果打去 行 行 我毕业以后就去南方工作 我让你看不到我 陈果果一脸气愤 我心想这小子嘴还真不是一般的钱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呀 等你毕业了以后 来我家当少奶奶就行 干什么活儿啊 你这话我还是比较爱听的 陈果果笑了起来 我一脸认真的对金钟县劝说 金钟县 你小子以后真的要好好改改你那嘴欠的毛病 你这人是不错没坏心眼就是嘴欠容易得罪人 两手丁话说的没错 你再这么嘴欠下去的话 你以后是不会有朋友的 你得改改 陈果果也跟着我附和 哎呀 我也知道我嘴欠 我也想改 我改不了啊 我这人没脑子 我拿起话就说 金钟县则是一脸无奈 对此我和陈果果都是很无奈 金钟县我是一年多没见了 陈果果我是两年多没见 今天见到他们俩 我心里也挺高兴的 我们三个在一起说话也都很聊得来 中午金钟县在学校附近一家中档饭店 请的我和陈果果吃饭 当我订的蛋糕送过来的时候 金钟县热泪盈眶 一脸感动的抱着我的脸就亲了一口 当时我也是醉了 中午这顿饭 我们吃了三个多小时 我被金钟县这家伙灌了七八瓶啤酒 被他灌得我是脑袋瓜枝迷惑 看人都是双眼 走出饭店后 陈果果笑着对我摆了摆手 我先回家了 等咱们有时间再聚 留手 拜拜 陈果果 拜拜 我也对他摆了摆手 金钟县 你好好照顾一下留手啊 陈果果指着我对金钟县 嘱咐完这句话 他就踏车离开了 哎 金钟县 这时候不早了 我 我也得回去了 我对金钟县说这话的时候 嘴都有点发飘了 哎 刘主 你现在这个样子回去 我还真是不放心啊 你还是回我宿舍躺一会儿吧 等你就醒了 再回去 金钟县一片好意的对我商议 我对金钟县点着头 也行 那就去你宿舍躺一会儿 金钟县这小子跟我喝的一样多 可他是一点事都没有 最后我被他搀扶到他们的宿舍里 金钟县他们学校的教学楼都是新盖的 而他们住的宿舍则是有些年头了 每间寝室都是八张床 寝室里除了一张书桌 再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们这个学校的住宿条件 跟我们学校寝室比起来 则是差天差地 当我来到金钟县的寝室时 我看到寝室里的八张床都是空的 寝室里一个人都没有 哎 你们寝室的室友呢 今天是星期天 我那些室友啊 都出去吃饭上网了 啊 他们有的今天晚上能回来 有的明天早上能回来 金钟县给我倒了一杯水 啊 谢谢 我接过金钟县手里的水 喝到肚子里以后 便躺在金钟县的床上 就睡着了 其实我一直搞不明白 饮料喝多了的下场 也就是上个厕所 这酒喝多了 为什么就犯迷糊 想睡觉呢 当我一觉睡醒后 我透过金钟县寝室的窗户 向外望 我看到外面是风雨交加 电闪雷鸣的 此时啊 是下午五点半 金钟县指着外面的大县 留守啊 今天晚上 你别走了 就在我们这寝室 凑合一晚上啊 外面这雨下的 实在是太大了 嗯 也只能这样了 我从床上爬起来 对了老建 厕所在哪 出门走拐 往前走上十米 门上有标注 好 我知道了 我站起身子 就走出了金钟县的寝室 然后向厕所走去 我站在厕所尿尿的时候 我感到我背后有些冷嗖嗖的 我不由的打了一个冷战 我总觉得这栋老宿舍楼有点阴森森的感觉 我也没太在意 在中国呀 十所老学校 能有八所学校 都是建在老坟上 或者乱葬岗上 一般坟地阴气太重 而建了学校 人多了 阳气就旺盛了 可以压抑阴气 而且学校中的学生 比起其他团体 更有正气 正气呢 可以辟邪 最后 也是和学校的土地面积 土地价格有关 学校占地面积较大 而且这些地方 土地价格较低 适合学校 那些开发房地产的开发商 可不会去选坟地 开发房地产 我提升裤子 就向金中县的寝室走起 此时我还发现 这栋老宿舍楼里 弥漫着一股怨气 而且这股怨气 好像是从楼上散发下来的 当我推开金中县宿舍门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披着长发 身材苗条光着膀子的人 背对着我站在宿舍门口处 他的身上只穿了一件 黑色蕾丝的三角内裤 要不是金中县坐在寝室的床上 我还以为我走错寝室了 金中县从床上站起来 指着我面前那个苗条的身影 对我介绍 哎 留守啊 我来跟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室友邓大鹏 大鹏 这是我的高中同学 留守 随后金中县又指着我 对邓大鹏介绍 你好 站在我面前 那个人转过身身出右手 先是对我很妩媚的笑了一下 然后跟我热情的打了一声招呼 他说话有些柔声细语的 听得我浑身直冒鸡皮疙瘩 你好 邓大鹏 我伸出右手 很有礼貌的跟邓大鹏握了一下 这个邓大鹏身高跟我差不多 留着一头披肩长发 还烫了个大波浪 光是看他的背影 我以为他是个女的 邓大鹏眼睛不大 满脸的雀斑 上下两片嘴唇子特别的厚 而且他长了一个酷死刘德华的阴沟鼻子 我个人认为啊 这鼻子长在他的脸上 真是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 金中县的室友邓大鹏 紧紧的握着我的右手不放 然后一脸深情的看着我 我被他看到后背汗毛都竖起来了 我赶紧将自己的右手从邓大鹏的手里冲出来 我去睡房洗个头 你们俩继续聊着 邓大鹏端着一个绿色的脸盆就走出了寝室 临走的时候他还给了我一个飞眼 我差点将中午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全都吐出来 我转过头 金中县 你这个室友怎么阴阳怪气的 哎 邓大鹏啊 这个人不错 可惜是个同性恋 他平时比较喜欢穿中性的衣服 刚开始跟他一个寝室的时候 我觉得挺别扭的 时间长了呢 也就没觉得怎么样了 听了金中县的话后 我点点头 没再继续说什么 对于同性恋 我的立场是不赞同 但也不反对 正所谓自由恋爱 大家都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 啊 就在我和金中县坐在寝室里聊天的时候 走廊里传来了一阵刺耳的尖叫声 我和金中县被这声尖叫吓得差点从床上坐到了地上 出去看看 我对金中县说完这话后 我就从床上站起来向寝室外走去 我刚走出去 邓大鹏他一脸惊恐的扑到我的怀里 哎呦 我差点被邓大鹏扑倒在地上 邓大鹏紧紧的搂着我惊慌失措的喊道 有鬼 有鬼 一个红衣女鬼 邓大鹏 你先冷静点 你先冷静点 我试图将抱紧我的邓大鹏推开 可是我试了好几次都没成功 这个邓大鹏的双臂 就像虎钱一般紧紧的抱着我不放手 就在这个时候 我看到一个披头散发 穿着红色衣服的女鬼 从水房里走了出来 由于我与那个女鬼的距离有十多米远 我根本无法看到她的正脸 我眼睁睁的看着那个红衣女鬼 向三楼走去 通一声 金中县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 金中县伸出右手 指着那个身穿红衣的女鬼 吓得是浑身颤抖 金中县 你看到了 我回过头 看向坐在地上面色惨白的金中县 金中县则是对我点点头 他被吓得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过了大约一个多小时 邓大鹏才将紧紧抱着我的双臂松开 我能闻到 邓大鹏的身上有一股浓浓的尿骚味 我指着邓大鹏湿漉漉的裤裆 哎 邓大鹏 你尿裤子了 邓大鹏望向自己裤裆湿漉漉的一片 他红着脸就往寝室里跑去 吓尿裤子的 不只是邓大鹏一个人 还有金中县 回到寝室 金中县将尿湿的裤子脱了下来 我刚上学的时候 我就听我们学校自动画一个师兄说 这栋宿舍闹鬼 他说 我们这宿舍 女鬼怨气冲天 而且还挺凶的 当时我以为他在骗我 但没想到这都是真的 说说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一脸好奇 三十年前的时候 积淀学院没有现在的规模的 这栋宿舍不仅住着男生 同样还住着女生 男生住在一二楼 女生住在三四楼 听说当时的积淀学院 有个女生长得很漂亮 大家公认 她是积淀学院的笑话 很多男生都压恋她 那个年代 人都很羞泽 大家喜欢那个女生呢 但是又不好意思 跟那个女生表白 当时积淀学院 有个无赖学生 外号叫老虎 老虎呢 对那个笑话是死缠烂的 最后将那个笑话 泡到了手里 那女生还挺贤晦的 经常到二楼水房 给老虎洗衣服 所有人呢 都为这笑话鸣不平 大家都觉得 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份上 出乎意料的是 老虎啊 将那笑话 泡到手里没多久 就将那笑话 屎乱中起了 当时那年代 人都死心眼 那笑话哭着跪着 求老虎回席转意 可惜遭到了拒绝 有一个大下雨天 积淀学院开大会 全体积淀学院的学生 到礼堂开会 然后让各个班点名 积淀学院呢 当时就有点万人空向的感觉了 整个校园都安静一场 散会以后 由于是下雨 大家都往自己的宿舍狂奔 当时奔往宿舍的一群人 被一道闪电惊在了宿舍楼下 借着那闪电的光啊 大家看到三楼有个女生 皮头散发的掉在窗户外面 风一吹 扬起她照在外面的白裙子 露出里面鲜红的衣裤 当时啊 这胆小的人吓得是爆头数寸 胆大的人仔细一看 便拉着老虎就说 你看 这不是你女朋友吗 老虎这么一看啊 脑袋里就闪过 她女朋友说过的话 午夜时分 穿着大红衣服上吊死去的鬼是厉鬼 怨气最重 永世不得超生 当时啊 那老虎就下风了 据说住在三楼的寝室的学上 总是爱生病 而且是莫名其妙的发烧 金钟县说到这儿的时候 她的身子不由地打着一个冷战 同时我能感受到 一股怨气正在向我们这间寝室靠近 我随手从兜里掏出一张降妖虫魔符咒 便贴在了门上 当降妖虫魔符咒贴在门上的那一刻 降妖虫魔符咒突然闪出一道黄光 我能听到寝室门后面传来呃的一声声音声 随后寝室门后那股怨气突然消失不见了 金钟县和邓大鹏看到宿舍门上贴的香妖虫魔符咒 闪出黄光 他们俩瞬间愣住了 我指着门上的符咒 对金钟县还有邓大鹏解释 这是一个高人送给我的符咒 开过光的 能避邪保平安 我要是跟他们俩说 刚刚有鬼正靠近我们的这间寝室 他们俩肯定还能下牛骨子 只嘎一声就在这个时候金钟县寝室的门被推开了 我的妈呀 金钟县和邓大鹏紧紧的抱在一起吓得眼泪都掉出来了 我站在门口也是被吓得一大跳 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生望着紧紧抱在一起的金钟县还有邓大鹏 我回来的是不是有点不是时候啊 金钟县和邓大鹏看到是自己的室友回来了 他们悬着的心又放了下来 刚进门这个男生露出一脸色眯眯的表情 刚刚我回来的时候啊 经过咱们二楼水房 我看到一个身穿红衣服的漂亮小妞正在洗衣服呢 我没好意思上前搭上 一会儿我得过去跟那小妞聊聊 当金钟县和邓大鹏听到这个男生说的话后 他们俩瞬间不自然了 郭世冰啊 你不知道咱们这栋宿舍闹鬼事件吗 金钟县向浑身湿漉漉的事就问 郭世冰一脸疑惑 哎 不知道 什么闹闹闹鬼事件呢 于是金钟县就将刚才说给我听的那个故事 重新讲了一遍给郭世冰听 郭世冰听了金钟县的讲述后 他吓得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 同时他的脸上露出一副惊恐的表情 一想到自己刚刚见到的那个穿红衣服的女生 郭世冰整个身子都颤抖了起来 老金 你们三个待在寝室里 不要出去 我到水房看看去 我说完这话 就要往外走 金钟县一脸担忧的望着我 老刘啊 你还是别去了 没事 我这个人呢 胆子大 不怕鬼 我对金钟县说完这话后 我就将寝室的门拉开 向外走去 郭世冰哭丧个脸 此时郭世冰显得有些狼狈 金钟县啊 你快过来扶我一把 双腿发软 我站不起来了 金钟县对着郭世冰点点头 然后他从床上爬起来 就将郭世冰扶了起来 郭世冰 金钟县 邓大鹏 他们三个人 一脸紧张的靠在了一起 直勾勾的盯着寝室门看 他们生怕 那个穿红衣服的女鬼 走进来 走出金钟县的寝室 我从兜里掏出一张 降妖除魔符咒紧紧的攥在手里 我缓缓的向走廊前面的水房走去 越靠近那个水房 我越是觉得空气中 弥漫的怨气就越重 当我走到水房门口的时候 我没有在水房里发现那个女鬼的身影 此时我听到三楼隐隐约约 传来女人的歌声 于是我顺着楼梯就向三楼走去 越是往三楼走 我就越紧张 今天出门 我兜里只揣了五张香妖除魔符咒 这五张符咒 我是用来防身的 自从上次 我在步行街被人暗算以后 我无时无刻都在提防着 当我走到三楼时 我听到女子的歌声 是从最前面的一间寝室里飘出来的 我能从女子的歌声里听到悲伤之音 我在三楼的寝室里没有发现一个学生 今天是星期天 住在寝室里的这些学生应该都出去玩了 三楼有一半寝室是住之人的 里面都是有行李的 而另一半宿舍都是荒废的 宿舍里只有八张空窗 而且寝室的门还都上了锁 当我走到跳出歌声的寝室前时 我看到寝室里有一个怨气极深的女鬼 背对着我 坐在书桌前正有梳子梳头发 她一边梳头发一边唱着歌 女鬼身上散发的怨气压得我胸口有些发闷 我连呼吸都变得有些困难了 好重的怨气 我随口嘟囔了一句 当我说完这句话后 我面前的寝室门突然自己打开了 刚刚我分明看到这间寝室的门上了一把锁 此时门上的锁已经消失不见了 当我抬起头望向那个红衣女鬼的时候 红衣女鬼突然转过头冲着我笑了起来 此时我看到的是一张扭曲的脸 这个红衣女鬼的脸是黑紫色 长长的舌头从嘴里伸了出来 搭了在胸前 她的两只眼睛为纯红色的眼眸 头发则是无风自动 嘴里还有四颗长长的獠牙 延伸出来 红衣女鬼从凳子上站起来 你是来陪我的吗 你是来陪我的吗 此时的我竟然鬼使神差的对她点了点头 那你就跳下去 只要你跳下去 就可以天天陪在我身边了 我一个人好寂寞 好冷 好无助啊 红衣女鬼指着这间寝室打开的窗户 好 我眼睛无神地对红衣女鬼应了一声 便往寝室的窗户前走起 此时的我更像是一个 失去了精神支配的行尸走肉 当我的身子错过那个红衣女鬼身边时 她在我的耳边轻声地嘟囊 跳下去 跳下去 你就解脱了 你就没有痛苦了 我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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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点着头 嘴里不断地重复着这两个字 留手 你醒醒 你快醒醒 你不能跳下去 我的双手搭在窗框上 想要往下跳的时候 我的脑海里突然传来了师父的声音 我这是在做什么 当我恢复了意识后 我为自己的举动 下出了一身冷汗 只有死才是最好的解脱 你现在可以解脱了 此时我耳边又传来了那个红衣女鬼的声音 我还没来得及转身 我就觉得有一双冰冷的手 用力地推着我的后背 我的身子一下子从窗户飞了出去 噗通一声 我掉在楼下的花坛里 瞬间失去了知觉 当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我发现我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黄涛 游直培 曾璐 还有我高中同学金钟县 坐在我的床边 一脸担忧地望着我 当我醒来的时候 黄涛赶紧向我问了过来 哎 老二 你行了 你感觉怎么样了 我感觉不怎么样 我现在除了头发不疼 浑身就没有不疼的地方 二哥 你现在这小日子过得不是挺好的吗 你为啥要想不开跳楼自杀呀 曾璐一脸疑惑地望着我 我妄想曾璐 谁说我想不开要跳楼自杀的 你高中同学说的 曾璐指着坐在一旁的金钟心 当时我们学校里有个学生看到你趴在三楼侵蚀一个窗户口前 然后你就从三楼跳了下来 幸亏我们宿舍下面是花坛里面都是泥土 你跳下来没什么大事 如果你跳在了水泥地面上的话 你小子不辞也得断腿断胳膊 金钟心说完这话就招来黄涛还有曾璐的大白眼 游直陪望着金钟心小声的笑道 这小子比我还不会说话 医生说你没什么大碍 只是皮外伤而已 老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有点不相信你会跳楼自杀 黄涛疑惑地问我 我是被一个女鬼从三楼推下来的 当我说完这话后 黄涛他们都惊呆了 老金听了我这话后 更是吓得魂不守舍 曾璐不敢置信地向我问了过来 奥尔哥 你不会是跟我们开玩笑吧 我没有开玩笑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一脸慎重地对金钟心嘱咐 老金 你们那个宿舍确实犯毛病 我劝你还是搬出去住吧 好 我明天就从寝室里搬出来 金钟心对我点着头 就算我不嘱咐金钟心嘱咐 他也不会再回宿舍了 尤之陪天不怕地不怕地对我说 二哥 那女鬼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对你出手 二哥 你放心啊 我会帮你报仇的 他真是不知道 马王爷长了几只眼 居然敢招惹你 就算十个你绑在一起 也未必是那个女鬼的对手 你还是消停地待着吧 我对尤之陪拉着个脸子 我从金钟县那得知 我被女鬼从三楼推下来 当场就摔晕过去了 是金钟县和他们班的邓大鹏 还有那个叫郭世斌的 他们三个抬着 给我送到了医院 后来正好赶上黄涛给我打电话 金钟县接了 告诉我的黄涛实情 黄涛他们哥仨 就从学校赶了过来 我妄想金钟县笑着道歉 老金 谢谢你给我送到医院 哎呀 留守 你说这话就客气了啊 今天这事主要怪我 要不是我挽留你在我那 你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事啊 金钟县一脸自责 我又没出什么事 你不用自责 哎 老金 这时间也不早了 你赶紧回去吧 哎 留守啊 我还是留下来照顾你吧 我指着黄涛他们几个人 不用你了 我有这几个兄弟待在这照顾我就行了 你还是回去吧 啊 那好吧 那我就先回去了 你要有什么事的话 就给我打电话 好 有事啊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啊 金钟县他对我应了一声 就向病房外走去 金钟县前脚刚走 曾禄便凑到我的耳边 嘿 二哥 我以前啊 总认为油脂培这小子嘴欠不会说话 哎呦 我没想到 你这高中同学比油脂培还要嘴欠 还不会说话 哎 曾禄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怎么就嘴欠不会说话了 油脂培瞪着两个小眼睛 很生气的质问曾禄 哎 这里是医院 你们俩想吵 回寝室吵去 黄涛黑着脸子 对曾禄和油脂培数落 黄涛这句话说完好 曾禄和油脂培 他们俩乖乖的把嘴闭上了 黄涛在我们寝室里是挺有威严的一个人 他说的话 曾禄和油脂培是言听计从 最主要的是 黄涛他做到了一个当老大的榜样 我伸出右手 老大 你扶我下床 我想会寝室 哎呀 你小子 还是老实的躺在床上休息吧 医生嘱咐过我们 虽然你身上的骨头没什么大碍 但也不能随意走动 要休养两天 既然我没什么事 那你们三个就赶紧回去吧 别留在医院陪我了 这里不是什么好地方 我实在是不好意思 留他们哥仨在医院陪着我 他们越是这样对我 我越是觉得自己亏欠他们 哎呀 把你自己留在这儿 我们哥仨也不放心 我们还是留下来 陪你吧 哎 是啊 二哥 我们留下来陪你 省着你自己待在这里孤单 增禄也跟着附和 我则是一脸感动的望着这哥仨 点了点头 油脂培出去买了一副扑克回来 他们哥仨坐在隔壁的床上 一边喝着啤酒 一边逗起了地主 我则是躺在一边呢 看着他们三个玩 他们三个一直玩到凌晨一点多 才睡觉 我这间病房里还有两个空床位 增禄和黄涛挤在一张床上 游职陪自己一张床 此时的我有些睡不着觉 我脑子里在想着今天在金钟县宿舍楼发生的事情 那个女鬼的故事虽然有些可悲 但是她的做法就有点可恨了 我心里在想着要不要将她给收了 一年以后她还会残害别人 如果我自己出马的话 未必会是她的对手 这件事我得找小石姑和何石叔商量一下 第二天早上我还在睡觉的时候 放在我床头柜子上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给我打电话的是金钟县 金钟县在电话里带着哭音 刘少王 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 什么事 我们班邓大鹏上吊自杀了 就在你昨天出事那个寝室里上吊自杀的 肯定是女鬼找上邓大鹏的 你说那女鬼都会不会找上我呀 你昨天晚上回寝室了吗 没有 昨天晚上我从医院出来后 我随便找一家宾馆就住了下来 我哪敢再回寝室了 我今天早上回到寝室收拾行李 我就没见邓大鹏 我问我寝室室友 我室友说不知道 最后是住在三楼寝室的学生 发现邓大鹏上吊自杀的 而且邓大鹏的身上还穿着一套红色的衣服 金忠宪此时的内心已经接近崩溃 老金 我昨天在你寝室门上贴了一张符罩 你将那张符罩接下来放在兜里 可以保你平安 好 我也跟我们老师请假了 我想回家待一段时间 还有个四五天就是国庆节了 等放完国庆长假 我再回去上学 这样也好 那你就回家待一段时间 好了 我不跟你说了 我得收拾东西回家 有事 打电话吧 金忠宪对我说完这话 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挂断了金忠宪的电话后 我心里有些沉重 金忠宪的宿舍闹鬼倒不是个大事 可是现在既然已经闹出人命了 那就不是一件小事了 这件事如果我不去管的话 以后恐怕还会有人出事 黄涛他们哥仨临走的时候对我嘱咐 老二 你待在医院里好好地养伤啊 老师那边我会给你请假 那谢谢你了 老大 咱们兄弟之间不要这么客气 等下午放学啊 我们三个再过来看你 黄涛对我说完这话好 他就带着曾璐和油脂培向外走去 黄涛他们几个刚走没一会儿 我便咬着牙 艰难地从床上爬了起来 被那个女鬼从三楼推下来 虽然骨头没事 但还是伤到了筋 我完全是忍着痛走出了医院 我拦了一辆出租车坐在了副驾驶上 师傅 山上街 八十八号胡同 好嘞 出租车司机对我应了一声就开着车向山上街拾去 对付那个红衣女鬼光靠我自己有点难度 这件事还得找小师姑和和师叔他们两个帮忙才行 出租车停在八十八号胡同的时候是早上七点半 八十八号胡同跟往常一样 胡同口前停放着十几辆货车 有拉棺材的 有拉纸扎的 地地势不大 每天都有死人 师傅曾经跟我说过 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也注定会有另一个生命逝去 这是天理不变的循环 当我推开一道堂的门的时候 我看到小师姑和朵朵坐在沙发上聊天 六少师兄 好久不见了 朵朵看到我走进来 她主动地跟我打着招呼 好久不见 你又变漂亮了 朵朵 我笑着对朵朵应了一声 朵朵听到我夸她 她美得有些合不拢嘴 小师姑看到我的脸青一块紫一块 还有破皮的地方 六少师子 你出什么事了 脸上都是擦伤 小师姑 这件事说来话长 昨天是星期天 我去给我的高中同学过生日 我将昨晚发生的事 还有今天早上 邓大鹏的死 全都告诉了小师姑 小师姑听了我的话后 她的脸色变得有几分凝重 朵朵坐在一旁有些胆怯 这件事听起来还真是有点吓人 小师姑 这件事如果我们不管的话 恐怕还会有人出事 我自己能力有限 所以我想让您帮我 咱们一起将那个女鬼收了 省着她还会祸害别人 我望向小师姑也是一脸凝重 小师姑摇着头略有所思 你说的那个红衣女鬼恐怕不好对付 叫上何师叔 咱们三个应该能够对付得了那个女鬼 小师姑皱着眉头 还有四天你何师叔就结婚了 我不想在这个时候麻烦她 这件事还是等她结完婚后再说吧 听了小师姑的话后 我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我坐在医道堂还没半个小时 小华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我划开电话 喂小华你有事吗 留手你快来趟医院 封娇姐她会要生了 小华在电话那头焦急的对我说 我现在就过去 你等着我 我对小华回完这句话 就把电话挂断了 我从沙发上站起来 小师姑 我二叔家的姐姐今天生孩子 我得先走了 小师姑站起来 将我送到了医道堂门口 好 我对小师姑应了一声 就迈着大步向八十八号胡同外走去 当我路过纸扎店门口的时候 纸扎店老板客气的 先跟我打了一声招呼 嘿嘿 小伙子 你挺早呀 走 我笑着对老板回了一声 就走出了八十八号胡同 我这早上刚从医院出来没多久 这又得往医院干 这老天哪 还真是会捉弄人 去年我用我的氧气就下婉婷 师傅说我会倒霉一年 而我这一年 确实也挺倒霉的 我走到小华的面前 小华 我冯娇姐呢 冯娇姐她在前面的病房 正在打氧气 医生和护士正在准备 马上就要把她推到手术室了 小华对我指着前面的病房 我见医院里就小华自己一个人在 我二叔他怎么没来啊 我给二叔打电话了 二叔说 扎穿电忙 他现在走不开 等不忙了 他会来医院的 哎呀 我二叔这人也真是的 他现在赚钱都红眼了 哎呀 小华听了我说的这番话 没再说什么 一个护士站在走廊 大声的对我和小华喊道 刘凤娇的家长 过来签一下字 我过去去签字 我对小华应了一声吼 就向医生办公室走起 医生妄想我 签字必须是产妇的直系亲属 或者是产妇丈夫 请问您是 我是产妇的亲弟弟 我姐夫和我爸在外地工作 现在赶不回来 你签字也行 我先跟你说一下 一会儿做手术啊 可能会遇到的突发事件 医生滔滔不绝的跟我说了起来 什么事医生都按最坏的说 出了事是先保大人 还是先保孩子 一旦遇到了大出血 还需要紧急输血等等 医生将几叶纸推到了我的面前 让我签字 一想到医生刚刚说的那些话 我这心里就害怕 我拿笔的手开始颤抖了起来 站在一旁的护士 看到我这样 他忍不住的笑了起来 最终我平复了一下心情 然后在纸上签上了我自己的名字 当我走出医生办公室的时候 我的后背冒出了一层冷汗 在给凤娇姐签字的时候 我仿佛是在做一场重大的抉择 我刚签完字没一会儿 医院的医务人员便将凤娇姐从病房里推了出来 我则是急忙地跑到了凤娇姐的面前 弟爷 我害怕 凤娇姐紧紧握着我的手流着泪 你别害怕 你马上就要做妈妈了 你应该感到幸福 你是不会有事的 我笑着对凤娇姐安慰 我此时的笑看起来有那么点勉强 凤娇姐她现在是害怕 而我心里则是紧张 我是被医生刚刚对我说的那些话吓到了 嗯 那你别走 你在医院陪着我 凤娇姐红着眼睛 你放心吧 我不会走的 我在医院里等着你 我对凤娇姐点着头 凤娇姐听了我这番话 她才把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我一直陪着凤娇姐来到手术室门前 最后被医护人员把我给拦住了 我和小华则是坐在手术室门口的凳子上 焦急地等待着 在手术室外面等了一个半小时 凤娇姐也没有把孩子生出来 此时我急得使头上的汗哗哗地往下躺着 突然我的身边刮了一只轻微的阴风 我看到一个年约七八岁的小女孩 一边唱着歌一边蹦蹦哒哒地向我这边走了过来 小女孩是一个魂魄之躯 她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对我甜甜地笑了一下 然后我看到她穿过手术室的门就走了进去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个小女孩是来投胎的 我望着手术室的门对小华喃喃地说 风娇姐她会生个女孩 我陪风娇姐产检的时候 我问医生是男孩还是女孩 医生只是笑了笑什么话也没说 六首哥你是怎么知道是女孩的 小华一脸疑惑 我瞎猜的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男孩 希望风娇姐能生个大胖小子 小华一脸期望 我和小华闲聊了没几句 只听手术室里传来挖的一声婴儿啼哭声 我和小华一同从凳子上蹦了起来 同时我们俩的脸上也露出了一副喜悦的笑容 没一会儿 护士便抱着孩子先从手术室里走出来 女孩六斤八两 家属过来抱一下 谢谢 我上前一步说着声谢谢 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孩子接了过来 我接过孩子向护士问了过去 护士 孩子的母亲有没有事 大人和孩子都平安无事 孩子的母亲还在手术室里面缝合伤口 过一会儿就出来了 你们放心 护士对我说完这话后 又走进了手术室 哎哟 这刚生出来的孩子还真是丑 看起来像个猴子似的 我看着怀里抱着的孩子 对身边的小华说 此时孩子闭着眼睛 脸上的皮肤有些干吧 而且全是褶子 小华看着我怀里的孩子 刚生出来的孩子都这样 当满月就好了 过了不到半个小时 凤娇姐被医护人员从手术室里推了出来 此时的凤娇姐看起来特别的虚弱 六叔 我想看看我的孩子 当凤娇姐被推到病房后 她无力地望着我怀里的孩子 我对凤娇姐应了一声 然后将怀里抱的孩子送到了凤娇姐的身边 凤娇姐看着自己的孩子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同时我也在想 当初我母亲生我的时候 她是不是也笑得像凤娇姐这样幸福呢 凤娇姐跟我和小华聊了一会儿天 然后她闭上眼睛就睡着了 生孩子这会儿啊 不但累 而且还极其的痛苦 这一点我们做男人的这辈子都体会不到 母亲确实是这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下午两点半左右 二叔提着一箱鲜奶走了进来 我看到二叔他满头大汗 上身的衣服几乎都要被汗水浸透了 我一脸埋怨的看下二叔 二叔 你也真是的 今天凤娇姐生孩子这么大个事 您居然还在闸娇店里忙 您就不能停一天吗 咱们打开店做生意 可不能说停就停了 咱们闸娇店停一天 损失的不仅仅是钱 还有来吃闸娇的客人 再说了 我现在不使劲的赚钱 他们娘俩以后花啥呀 二叔走到凤娇姐面前 一脸微笑的打量着凤娇姐旁边熟睡的孩子 我被二叔这番话说的是哑口无言 二叔前面那句话的语气 特像我小师姑说的 二叔看向躺在床上的凤娇姐 哎 凤娇啊 你没怪我 没来陪你吧 爸 我不怪你 我谢谢你 凤娇姐一脸感动的看着二叔 当凤娇姐说完这话后 她的泪水瞬间从眼角处躺了出来 哎 你现在当妈妈了 就该有个妈妈样 不要像以前那么任性了 你自己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你现在啊 已经不是一个人了 你要学会照顾自己的孩子 保护自己的孩子 更是要为了自己的孩子着想 这孩子可怜呢 一出生 就没有了爸爸 那你就要给他足够的母爱 让孩子快乐 让孩子快乐的成长起来 二叔指着孩子对凤娇姐嘱咐 二叔这个没文化的人能说出这番话还真是不容易 爸 我知道了 我会好好照顾他 保护他的 凤娇姐说这话的时候 眼泪如同断了线的珠子 将她的枕头打湿 嘿 好了 别哭了 你现在是坐月子 别把眼睛哭坏了 哦 二叔用他那满是老茧的双手 擦拭着凤娇姐眼角处的泪水 看到这一画面 我和小华的眼睛都有些湿润了 二叔在医院里待了不到半个小时就离开了 他是赶着下午人少抽出时间来医院看的凤娇姐 我心想 二叔还真是不容易 我和小华则是待在医院里忙活的整整一天 小华负责为凤娇姐饭 还有给孩子喂奶 我则是担起了给孩子换洗尿布的活 弟弟 我才注意到你的脸上还有伤 你这是怎么弄的 哦 我在澡堂洗澡的时候 不小心滑倒帅的 没事 过两天就好了 这么大的人了 怎么一点也不小心 凤娇姐拉着个脸子对我嘟呢 我以后会小心的 我对凤娇姐点着头 凤娇姐见我忙了一天 她一脸心疼的望着我 弟弟 你还是快回去休息吧 小华她自己一个人在这儿照顾我就行了 哎 我啊 还是在这儿再待一会儿吧 反正回去也没什么事 我这话刚说完 我兜里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我划开电话 黄涛在电话里急切的问我 老二 你现在在哪儿 我现在在医院呢 你小子少来忽悠我 我和老三老四就在你的病房里 我问护士你哪儿去了 护士说 从早上就没见到你 黄涛说这话的时候 有点急眼了 封娇姐今天生孩子 我现在在二楼妇产科呢 我知道了 我们马上就过去找你们 黄涛说完这话 就把电话挂断了 我住的病房是四楼 没过一会儿 黄涛他们哥仨就从四楼下到二楼 他们的手里还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我看到油脂培的手里啊 还提着一个电火锅 你们请随便做 黄涛他们哥仨来到凤娇姐的病房 凤娇姐一脸微笑的对他们哥仨招呼道 恭喜你了 凤娇姐 黄涛他们哥仨走到孩子面前 一边打量着孩子 一边对凤娇姐道贺 谢谢你们 凤娇姐客气的对他们哥仨回道 黄涛望着孩子 哎 这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六斤八两的大胖姑娘 哎呀 凤娇姐 来的时候也不知道你今天生孩子 我们什么都没带 哎 这是我给孩子的 黄涛说完这话 就从钱包里掏出两千块钱现金放在了凤娇姐的枕头旁 随后 曾禄和油脂培一同掏出一千块钱放到了凤娇姐的枕头旁 凤娇姐对黄涛摆着手 你们三个快拿回去 你们都是学生也不容易 这钱我不能要 哎呀 这钱不多 是我们一片心意 哎 你就收下吧 凤娇姐 凤娇姐在杂串店帮忙的那段时间 跟我寝室这哥仨相处的不错 我们寝室这三个兄弟也拿凤娇姐当自己的姐姐对待 哎 凤娇姐 我这三个兄弟的一片心意 你就收下吧 凤娇姐则是点点头对黄涛他们说了声谢谢 黄涛指着他们手里提着的东西 哎 来的路上我们买了肉还有蔬菜 晚上咱们几个煎锅吃 哎 咱们现在就在这个屋子里开涮吧 油脂培咽了一口唾沫 极不可耐 曾禄指着床上正熟睡的婴儿 对油脂培美好气的说 哪能在这个屋子开涮呢 这屋子里还有个刚出生的孩子呢 弟弟 我现在也没什么事了 你真的不用留在这里陪我了 你跟黄涛他们三个吃饭去吧 凤娇姐一脸认真的对我嘱咐 小华在一旁插嘴 六手哥 你走吧 我待在这里照顾凤娇姐就行了 你放心吧 行 那我就先走了 要是有什么事啊 你们就给我打电话 我对凤娇姐还有小华打了一声招呼 就向外面走去 哎 走吧老大 咱们回寝室去吧 你不用留在医院里 再观察两天吗 黄涛望向我 哎 不用 我现在已经好多了 没必要把钱浪费在医院里 我对黄涛说完这话后 我们四个迈着大步 就向医院大门口走去 回到南生宿舍 我们哥四个拿着菜还有锅子 来到了王叔的寝室 自从开学到现在 已经有一个月了 我们哥四个也没跟王叔 好好地聚一下 正好就选在今天晚上 跟王叔聚一下 晚上在王叔寝室里吃饭 王叔几乎没怎么搭理我 油脂培还有曾璐他们三个 他一直就问黄涛 跟他女儿相处得怎么样了 进展到什么地步了 面对着王叔的问题啊 黄涛则是很无奈地回答 这顿饭 我们五个人吃到晚上 九点多才散场 黄涛他被王叔 用一斤白酒给灌醉了 回到寝室 他一头栽倒在床上 就睡着了 油脂培一脸兴奋 哎呀 再上两天课 咱们就放假了 我打算 九月三十号晚上出发去DL 然后坐飞机去云南大理 真是爽歪歪 哎 洛四 十月一号那天 你师父结婚 你不去参加 你师父的婚礼了 我疑惑地 向油脂培问了过去 当我说完这话后 油脂培彻底懵了 油脂培一脸懵圈 二哥 要不是你提起这事儿 我还把我师父结婚这事儿给忘了 你师父结婚 你要是不去的话 他能伤心死 啊 那我就不去云南大理了 我还是参加我师父的婚礼重要 油脂培对我点着头 晚上洗澡的时候 我对着镜子照了一下 我发现我身上全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一想到那个红衣女鬼将我从三楼推下去 我这心里就有些气氛 洗完澡后 我坐在书桌前画了一张治疗外伤的符筹 贴在我的胸口处 随后我躺在床上玩了一会儿电话 就睡着了 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我梦见金钟县死去的那个同学邓大鹏 我梦到他穿着一套红色的衣服 对我挥手 他的脸上先是露出一副妩媚的微笑 随后他的脸又变得极其的痛苦 突然他用自己的双手狠狠地掐着自己的脖子 然后对我喊着 救命 当我跑到邓大鹏面前时 红衣女鬼突然出现在邓大鹏的身后 红衣女鬼则是眯着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 脸上露出一丝诡异的微笑 看到那个红衣女鬼的出现 我停住了脚步 不敢再往前走了 邓大鹏将他的右手伸向我 刘首 救我 救我 救救我 我现在好痛苦啊 当我要伸出右手去拉邓大鹏的右手的时候 那个红衣女鬼拽着邓大鹏的头发就向后脱 而我则是站在原地一动也不能动 我现在的情况就像被人用了定身法术将我的身子定住 同时我连话也说不出来 不 不 当我醒来时 我的全身身都布满了汗水 就像刚从洗澡间出来似的 我拿起放在床头上的手机卡的眼 此时是凌晨三点钟 我现在是一点睡意都没有了 我从床上爬起来就像阳台处走去 我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阳台处看着天上的繁星 我仿佛看到师父的脸就挂在天上 师父离开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我的心里总会想起他 人这一辈子总会遇见一个对的人去帮助你 然而我的师父就是那个对的人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对我的好 永远也不会 我一脸叹息望着天上的繁星 师父 你要是活着 那该多好啊 两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我们也终于迎来了十一国庆长假 学校的学生们除了家特别远的没有回去 而大多数的人都回家过节了 闸串店从十月一号那天开始停业 一直到十月六号才开业 二叔和柳慧阿姨忙了一个多月 也该让他们两个休息休息了 放假的早上 我在学校附近的超市里买了一些营养品 然后就向市中心医院赶去 当我来到凤娇姐病房的时候 凤娇姐和小华正躺在床上睡觉 小华和凤娇姐的脸上有些疲惫之色 当我望向躺在凤娇姐旁边的孩子时 那孩子随时瞪着大眼睛 在看着我笑 我放下手里的东西 走到孩子的身边 随手就将他抱了起来 三天没见到这个孩子 我发现这孩子好像变化大了很多 也没有刚生下来那么丑了 孩子看到我抱他 他咯咯的对我就笑了起来 我不是一个太喜欢孩子的人 但是我看到凤娇姐这个女儿 我心里啊 则是非常的喜欢 小家伙 叫舅舅 快叫舅舅 我也不管孩子能不能听懂 我一脸傻笑的对孩子说 凤娇姐睁开眼睛望向我 哎 弟弟 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我刚来没一会儿 看到你和小华啊 睡得那么香 我就没叫醒你们俩 我望着怀里的孩子 这几天小华没日没夜的照顾我 把他累坏了 凤娇姐望着躺在旁边床上的小华 一脸感动 凤娇姐 以后啊 可要好好地对待小华 嗯 我以后一定会拿小华当成自己的亲妹妹对待 凤娇姐点着头对我硬道 过了一个多小时 小华睁开眼睛醒了过来 这几天小华在医院照顾凤娇姐 整个人消瘦了不少 两个眼圈都是黑的 而且脸色还有些发白 看着小华一脸疲惫的样子 我心里也有点不舍 伺候月子这可不是个轻快活 小华 你还是多睡会儿吧 凤娇姐和孩子 有我看着 嗯 我确实有点困 那我就再睡会儿 小华冲着我点点头 他将眼睛闭上 又睡着了 十月一早上 我五点多钟就来到了红扇堂 我以为我是第一个到的 可我到的时候 我看到小石姑 朵朵 甄子齐 油脂培都在一道堂里忙活着 小石姑和朵朵在二楼收拾婚房 油脂培和甄子齐在一楼挂气球 何时书呢 穿着一套黑色的西装 在镜子前照来照去 时不时的摆弄一下自己的发型 又时不时的 整理一下身上的西服 此时的何时书啊 看起来有几分紧张 何时书转过身 向我问了过来 哈哈哈哈 刘手啊 你看我今天 帅不帅啊 帅 我何时书 今天最帅 我笑着 对何时书点头 哈哈哈哈 何时书挠着头 则是不好意思的对我笑了一声 何时书听到我的夸赞声 他也是充满了自信 我走到油脂培的身边 哎 油脂培 你小子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早 我一会儿看看天上的太阳 会不会打西边升起来 哎 我怕我今天早上起不来床 耽误事 我昨天晚上就来我师傅这儿了 刘手 你也别站着闲聊天了 快把地拖一下 真子齐站在一旁对我吩咐 哎 好 我对真子齐应了一声 就拿起拖把 开始拖地干活 当一切准备就绪好 已经是早上七点多了 红扇堂的一楼还有二楼都挂满了气球 昏房的窗帘 还有被褥都被红色所替代 玻璃上也都贴着喜字 此时的红扇堂 看起来充满了喜气 何师叔他准备八点出发去接王尼 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几个人则是坐在沙发上 一边喝着茶水 一边聊着天 今天呢 真是谢谢你们几个了 何师叔一脸感动地望着我们五个人 望着我们大家布置的婚房 何师叔也是很满意 小时姑笑着对何师叔回道 今天是何师叔大喜日子 小时姑他也是十分的高兴 对了四师兄 我有东西要给你 小时姑说完这话 就从他的包里掏出一张银行卡 递给了何师叔 何师叔望着放在茶几上的银行卡 一脸严肃 小师妹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可不要你的钱 这卡里有二十万 是二师兄他生钱交给我的 他说要是亲自给你这个钱 你肯定不要 于是就让我把这个钱转交给你 你娶了媳妇 再要个孩子的话 花销肯定大 男人的手里啊 可不能没钱 小时姑说完这话后 何师叔的眼睛瞬间湿润了 我们大家也都沉默了起来 何师叔摇着头 这钱我不要 给留手 何师叔 您还是收下吧 这是我师父对您的一片心意 如果他在下面知道 您不收这钱的话 他心里会不好受的 我望着何师叔却说道 是啊四师兄 刘士之说的没错 你还是把这二十万收下吧 小师姑也对何师叔劝说 最后何师叔点点头 将茶几上的银行卡 揣进了兜里 到了八点零出发前 何师叔迈着大步 来到了一道堂 何师叔站在师父的黑白相片前 恭敬的给师父上了三炷香 然后又鞠了三宫 二师兄 风风雨雨的 咱们俩在一起走过将近五十年了 虽然咱们做了二十年的冤家 可我何老四的心里 就从来没记恨过你 我也知道 你私下里没少照顾我 也将自己的客户赶到我的红山汤 这些我心里都知道 如果有来世 我希望咱俩可以做七兄弟 我来当哥哥 你来当弟弟 让我来照顾你 当何师叔说完这话的时候 我们所有人的眼睛都湿润了 小师姑望着师父的相片 则是捂着嘴 失声的痛哭了起来 何师叔转过身 红着眼睛 挤出一丝微笑 好了 大家也都别难过了 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 你们应该高兴 我们大家则是默默的 对何师叔点头 小师姑擦干眼角处的泪水 对我 有之陪朵朵 还有真子气吩咐 我开车载着我二师兄 去接新媳妇 你们四个孩子 先到饭店去帮忙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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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四个人 一同对小师姑应了一声 小师姑的卡验是头车 后面跟着酒辆黑色的奔驰轿轿车 十辆车 寓意着十全十美 小师姑想给何师叔多弄点车 摆一个大一点的排名 结果被何师叔拒绝了 何师叔他希望 自己的婚礼能低调一点 再就是能节省一点 油脂培开着他爷爷的车 载着我们来到了一个很不错的饭店 饭店的门口 布置着一个彩虹门 彩虹门上写着何师叔和王妮的名字 走进这家饭店 我看到饭店过道两侧 摆放着何师叔和王妮的婚纱照 从婚纱照上看 王妮他年轻的面貌 根本就不像一个二婚四十多岁的女人 何师叔呢 他也显得年轻很多 也不像一个五十多岁的人 油脂培对我们三个人指着何师叔和王妮的婚纱照 口无遮拦地说 我总觉得啊 王妮找了我师父 就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朵朵听了油脂培的话 则是捂着嘴躲在我身后偷笑 而我则是没好气地 瞪了油脂培一眼 真子齐在一旁对油脂培说 你这话要是让我何师伯听到了 我何师伯肯定会狠狠地收拾你 二哥和朵朵这两个人嘴紧 他们俩是不会告密的 要是我师父知道这件事 肯定是你小子告密的 你小子要是敢告诉我师父 我今天说的话 咱们俩以后从此就恩断义绝 油脂培说这话 有点大义灭亲的味道 真子齐拍着熊脯像个大人似的 且我真子齐可是一个讲义气的人 我从来不会出卖朋友 你小子我喜欢 油脂培笑着拍拍真子齐的肩膀 好了 你们俩别在这先扯乱了 赶紧去宴会大厅帮忙吧 我拉着个脸子 没好气地对油脂培和真子齐 说完这话好 我带着他们三个就向宴会大厅走去 饭店里的烟酒还有饮料都是我们自己带的 我们四个人则是挨个桌子发烟发酒发饮料 忙的呀是不亦乐乎 我看着油脂培偷偷偷地往自己兜里塞烟 我走到他面前一脸严肃地说 油脂培 你现在这个样子是坚守自盗 你还要不要脸呢 我试两盒烟回去 给老大和老三抄 这都是咱自己家的东西 你怎么能说我坚守自盗呢 你这话说的有点严重了 油脂培对我嬉皮笑脸的 听到油脂培说这话 我有点苦笑不得 哎 你小子就顺了两盒 我说完这话 就去搜油脂培的衣服兜 还有裤兜 我一共在他兜里翻出了六盒烟 真子齐走到油脂培的面前 油脂培 你这样实在是有点过分了 我还以为我就揣了两盒 我忘记我兜里还有四盒烟了 油脂培说这话的时候 露出一副赖皮笑 我们三个望着油脂培 是倍感无奈 当我们四个忙完以后 已经是早上九点半了 还有半个小时 师叔就会把王妮接到这个宴会大厅 举行婚礼仪式 到了九点四十分左右 来参加婚礼的人 陆陆续续的走进宴会大厅 八十八号活动开店的那些老板 是一起来的 一共有八个人 各位老板 欢迎大家来捧场 来参加我赫实书的婚礼 我热情的迎上前 跟八十八号胡同那些老板打着招呼 嘿嘿 刘仲啊 跟我们你就不要这么客气了 咱们又不是认识一天两天 你快去接待别人 我们随便找个位置坐下就行了 说这话的是纸扎店那个诸如老板 他说话的时候 脸上永远挂着一丝微笑 那你们请随便坐 有事 老江这个徒弟真是懂事 老江那人就不错 他叫出来的徒弟也不会差到哪去 八十八号胡同那些老板 看着我夸奖着 我被他们夸的 则是有些飘飘然了 今天来参加宴席的人不爽 何师叔的朋友只坐了五桌 何师叔这边来的人啊 大多都是弟弟 是各个道教人士 王妮那边的亲戚朋友 还有同事来了十四五桌 我和真子奇朵朵 还有油脂培 则是忙前忙后的招待这些人 待到十点十分左右 王妮挽着何师叔的胳膊来到了宴会大厅 何师叔和王妮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今天王妮穿上洁白的婚纱是十分的漂亮 也博得了在场所有人的眼球 大家不停的夸奖着王妮漂亮 此时我也觉得王妮是一朵鲜花插在油分上的 油脂培望着王妮喃喃的说 哎呀 我师父能娶到这么漂亮的媳妇 也是他修来的夫妻啊 油脂培 你说这话的时候 就像你师父有多差劲似的 而我师父可不差劲 他在我心里是最优秀的 油脂培一脸认真的望着何师叔 油脂培这话是发自内心说的 我心想这小子还算是有点良心 今天是我和王妮的大喜日子 我感谢在场所有的人 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的婚礼 我们俩之前商议好了 不需要请司仪来主持我们俩的婚礼 华纳冤枉钱根本就没用 今天有我这个新郎 见着司仪的活 我自己来主持我自己的婚礼 当何师叔说完这话后 在场的人鼓起掌大声的很 好 好 哎呀 我能跟王妮在一起啊 我特别要感谢一个人 那就是我的师侄留守 如果不是他给我和王妮搭的线呢 我们俩也不会走在一起 刘师侄 谢谢你 何师叔说完这话后 他和王妮一起恭敬的对我拘了一躲 他们俩这样让我有点不知所措 师侄啊 你上来 跟大家说两句吧 何师叔一脸微笑的对我招呼了一声 我站在原地有些发梦 我 我 我不知道说啥呀 哎呀 二哥 我师父让你上去说两句 那你这上去说两句呗 游职培连拉带拽的将我拉到了前面的台子上 我上了台后 何师叔一脸微笑的将手里的话筒塞到了我的手里 首先 我祝福我何师叔和王妮他们俩 哎哎 拜托到了 哎 其三 我希望在座的大家 今天周五 吃好喝好 哎 我的话说完了 我说完这话就将手里的话筒递给了何师叔 然后啊 红着脸就跑到了台下 我是一个内向的人 面对着台下将近二百多好人说话 我的心里是十分的紧张 虽然我说的不是很好 但是台下依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何师叔他幽默的语言 引来了台下参加婚礼的人热烈的掌声 还有笑声 我呢 是万万没想到何师叔居然这般幽默 何师叔的这场婚礼 只是一场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婚礼 没有豪华的车队 也没有请婚请公司 更是没有请那些著名的婚姓司仪 然而就是这场普通的婚礼 却给我们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午吃完饭后 何师叔没有着急带王妮回家入洞房 何师叔则是带着王妮 还有我们几个人 跑到市里的百度KTV唱歌 我们大家一直玩到晚上六点多才回家 何师叔带着王妮往洪扇堂走的时候 尤之培这傻小子也跟在何师叔的身后 准备向洪扇堂走 我伸手抓住尤之培的胳膊 就往一道堂拽 尤之培一边挣脱我拽着他的胳膊 一边对我说 哎呀 二哥 你松手 你拽着我干嘛呀 老三 你去洪扇堂干嘛 我望着尤之培 尤之培指着洪扇堂二楼 哎呀 早上我不到五点就起床 开始帮我师父忙我 我现在困了 我要上二楼睡觉 何师叔和王妮到洪扇堂入洞房 你小子跟着去凑什么热闹 你要睡觉的话 取一道堂睡 我拉着个脸子 没好气的说 哎呀 二哥你说的对啊 我师父和我师娘入洞房 我可不能去当地能泡啊 尤之培拍着脑袋恍然大悟 我心想尤之培这小子 有时候饭上还真不是装的 我转过头督促小师姑和朵朵 小师姑啊 这时间也不早了 你和朵朵也忙了一整天了 你们俩就赶紧回去休息吧 嗯 今儿忙了一天 确实有点累了 那我们俩回去了 小师姑点着头 朵朵对我说完这话 就上了自己的车 朵朵师兄 朵师兄 朵子齐 拜拜 朵朵一脸微笑地 对我们三个挥着手道别 再见 朵朵 我们三个一同挥着手 对朵朵道别 尤之培望着小师姑的车 驶出了八十八号胡同后 他转过头一脸认真的说 二哥 这朵朵师越长越漂亮了 我能看出来 朵朵看你的眼神充满了深情 要不你们在一起吧 带着朵朵这个大美女出门 一点也不掉价 小子 别胡说八道了 我瞪了油脂培议 哼 留守 你要是不要朵朵的话 等我长大了 我把朵朵给娶了 听了朵紫棋的这番话 我有点哭笑不得 刘之培对朵紫棋的后脑勺拍了一下 你才多大的屁孩子 就学大人娶媳妇 我劝你啊 你还是好好地念书吧 我今年已经十一岁了 我不是屁孩子 等我十八岁成年了 我就可以娶朵朵了 朵紫棋红着脸扯着嗓子 对油脂培喊 哎呀 咱们中国的婚姻法 男的必须要满二十二周岁才能娶媳妇 十八岁你就想娶媳妇 你小子真是白日做梦 油脂培一脸嘲笑地 对真子棋说完这话后 他转过身 就想一道堂里走去 真子棋指着油脂培一脸气愤 你你你真气死我了 朵紫棋 我今天晚上就不再一道堂睡了 我还有点事要去做 我先走了啊 你有什么事要做 需要我帮忙吗 朵紫棋望向我 虽然朵紫棋年纪多大 但这小子还是很讲义气的 不需要 我自己就可以 你要是有什么事 就给我打电话 我对真子棋说完这话 就想八十八号胡同外走去 真子棋则是站在原地 目送着我离开 其实真子棋很希望 我能留在一道堂里 在他的心里 他认为 我是他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一个亲人 有时候真子棋许久不见我 他对我还有些期盼 我转过头 看到真子棋站在原地 还在看着我 我笑着 看着真子棋说 快回去休息吧 留守 你明天还来一道堂吗 真子棋一脸欺望地向我问了过来 我明天还过来 我对真子棋点着头 真子棋听到我这番话后 他这才面露笑容地 回到了一道堂 我走出88号胡同 就遇到了一辆 石宝我家小区门口的公交车 我暗叹 我今天运气还真是不错 这可能是借了 何师叔今天结婚的喜气 今天不但是十月一国情节 也是农历的九月初一 我得赶回去家给黄三太奶 还有黄三太爷上香 回想起来 我已经很久没给两位老仙家上香了 坐在公交车上 我在想一件事情 以前当我出现性命危险的时候 出马仙会在第一时间上我的身解救我 而上次在鸡店学院 女鬼将我从三楼退下来的时候 出马仙却没有管我 我估计 这跟我平时不上香有关系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 我发现家里冷冷清清的一个人都没有 这让我有些不习惯 二叔和小华应该是在医院里陪着凤娇姐 走进客厅 我静止的将红色的石木柜子走进 我把红色的石木柜子的柜门打开 将我在路上买的烧鸡 还有两样水果摆放在里面 我又拿起放在石木柜子下面的酒瓶子 给黄三太奶 还有黄三太爷倒忙三杯酒 接着 我抽出三炷香点燃 插在了香炉上 最后 我恭恭敬敬的 对着黄三太奶 还有黄三太爷的石医香 磕了三个香头 两位老仙家 弟子最近实在是很忙 没有及时的给两位老仙家上香 希望两位老仙家不要怪罪弟子 当我说完这话的时候 我看到黄三太奶还有黄三太爷的脸上 只一丝笑容都没有 取而代之的是一副生气的表情 弟子在这里跟两位老仙家认个错 是弟子不对 希望两位老仙家 别跟弟子一般见识 我双手合十 对黄三太奶 还有黄三太爷 鞠了一躬 并道歉 当我说完这句话后 两位老仙家 脸上升起的表情不见了 看来他们俩 应该是原谅我了 安抚好两位老仙家 我坐在沙发上 随手打开电视 便看起了新闻联播 我刚看了还没五分钟 电视突然黑屏了 我心想我这是什么命啊 想好好看个电视 电视居然还坏了 当我站起身子 要到卧室休息的时候 电视机突然又亮了起来 当我回过头 看向电视机的时候 我的身上洗满了鸡皮疙瘩 头皮也有些发麻 我在电视机里 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 邓大鹏 他露出一脸痛苦的表情 在看着我 他背后的画面 是三楼那间空旷的寝室 寝室的一张床上 顶着两只白蜡烛 看到这儿的时候 我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我随手拿起放在茶器上的遥控器 关电视机 无论我怎么按关机见牛 都不好使 电视依然是亮着的 牛手 救我 快来救我呀 我受不了了 邓大鹏的手 突然从电视机里伸了出来 我则是被邓大鹏 吓得向后退了一大步 同时我将手放进兜里 把降妖虫无符咒掏出来 紧紧地攥在手里 没有的 谁都救不了 就在这个时候 那个红衣女鬼也出现在电视机里 他伸出双手狠狠地掐着邓大鹏的脖子 不缩 邓大鹏悲痛地哭了进来 他那哭声显得无比凄凉 望着眼前这一幕 我是心有余 而力不足 过了十多分钟 电视机 忽然又黑平了 当电视机再次亮起来的时候 我之前看的新闻连播 已经结束了 此时我双腿一软 无力地坐在了沙发上 头上的冷汗 滑滑地往下躺着 刚刚看电视的时候 我还有点犯困 我原本打算 看完新闻连播 就回卧室躺着睡觉 可我现在 是一点睡意都没有了 一想到刚才发生的事 我这心里还是有点害怕 待到晚上十一点多的时候 二叔他一脸疲惫地 推翻你转进来 我从沙发上站起来 二叔 你回来了 我刚从你凤娇姐那儿回来 今天我在医院抱了一天的孩子 我那两个胳膊都酸了 哄孩子这会儿 可比扎串的也多了 自己当老爷了 啥感觉 是不是很幸福 其实也没啥感觉 就是觉得肩上的担子重了 以前光为你凤娇姐就挺累的 现在又要为这个孩子想 凤娇姐 她还算是幸福的 起码 还有你这个爸爸管着她 自从我奶奶死了以后 我就成了一个没人管的孩子了 有时候啊 你现在还有二叔 等你将来有了孩子 二叔要是还活着的话 二叔帮你带孩子 二叔笑着拍拍我的肩膀 我笑望向二叔 那就辛苦你了 二叔 我们俩聊到晚上十二点多 才回卧室睡觉 二叔他躺在床上就睡着了 而我躺在床上是一点睡意都没有 只要我一闭上眼睛 邓大鹏的脸 就会印在我的脑海里 挥之不去 外面的天开始逐渐的亮了起来 虽然我很困 但是我还一点都睡不着 待到早上六点左右 我从床上爬起来 简单的洗漱了一番 然后就走了出去 今天弟弟式的交通格外的拥堵 马路上行驶的车辆 几乎都是外地车 弟弟是个很不错的旅游城市 每到十月一黄金周的时候 弟弟式便会拥入大量的外地游客 前来游玩 很多一部分人则是选择开私家车来 走出小区门口 看着拥挤的马路 我没有选择坐车去山上街八十八号胡同 平时坐公交车二十分钟能到的地方 今天坐车一个小时也未必能到 我还是选择小跑过去 就当做是锻炼身体了 当我跑到八十八号胡同的时候 八十八号胡同依然是停满了货车 即便是国庆假期 胡同里那些店铺的买卖 也是跟平时一样的货宝 当我来到一道堂的时候 只有真子齐一个人坐在沙发上 认真地写着作业 哎 小师姑他还没来吗 没有 小师姑刚给我打电话 他告诉我路上堵车 他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过来 真子齐抬起头对我回了一句 哎 有着陪那小子起床了吗 没有 那个胖子还在楼上的卧室睡觉呢 听了真子齐这话 我迈着大步就向二楼卧室走去 当我推翻我室门的时候 我看到油脂培 他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 正在呼呼打睡 他嘴里流出来的口水 将半个枕头都浸湿了 看到这一幕 我没有觉得恶心 跟他在一起两年多了 我呀 也都习惯了 我用手推了一把油脂培 哎 老四 醒醒了 太阳都快晒屁股了 哎 二哥 今天放假 夜不上学 你让我再睡会儿 你别打扰我了啊 油脂培对我回了一句 然后转过身继续睡觉 看到他睡得那么香 我再没忍心打扰他睡觉 我退出二楼卧室 又拿出钥匙 将仓库门打开 我进去跟那些怨鬼聊了半个小时的天后 我才从仓库里退了出来 田田现在跟仓库里那些怨魂相处得很是和谐 大家对这个新鬼也是很照顾 田田他也很满意待在这个仓库里 这让我感到一丝欣慰 等我有时间了 我想再去看看田田的母亲 小石姑推开一道堂的门 像个小孕妇似的嘟嘟囊囊的 明天我宁愿走走也不开车了 这一路真是太堵了 一个红灯我能等上十多分钟 我早上是跑不过来的 昨天你和师叔结婚的时候还没这么多 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 突然多了这么多外地车 小石姑坐在凳子上疑惑地说 我坐在沙发上 昨天是国庆节 大家几乎都待在家里过节 这过完节了 大家也都开着车开始出来玩了 嗯 好像是这么个事 小石姑点着头 小石姑看我眼圈发黑 便向我问了过来 刘诗之 你眼圈这么黑 昨天晚上一定没有睡好吧 是没睡好 我昨天晚上回家 打开电视看新闻联播 看了五分钟 电视就突然黑屏了 当电视在亮起来的时候 我看到 我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 讲给小石姑听 小石姑听完我的话后 她忍不住地打了一个冷战 甄子齐则是露出一脸惊恐的表情 望着我 然后 我这一晚上就没怎么睡 只要我一闭上眼睛 我的脑海里 就能出现那个邓大鹏惨白的脸 我说这话的时候 身上的鸡皮疙瘩的抖起来了 小石姑一脸慎重地看着我 看起来 你跟这件事结上因果关系了 那个邓大鹏的魂魄 认为只有你才能救他 小石姑 您说我该怎么做 我一脸疑惑地望向小石姑 等你和师叔来了 咱们三个人好好商量一下吧 小石姑望向对面的洪扇堂对我说 而我则是点点头 什么都没说 中午十点左右 邓直培打着哈欠 从二楼走了下来 甄子齐对邓直培竖起大拇指 邓直培 你可真能睡 从昨天晚上六点半 一直睡到现在 我是真佩服你 哎 甄子齐 你应该佩服我师父 我师父 他到现在还没醒呢 我估计他昨天晚上洞房的时候 一定是累到了 邓直培只是对面锁着门的洪扇堂 对甄子齐怀笑 邓直培说这话的意思啊 甄子齐根本就听不懂 小石姑美好气地瞪了邓直培也 邓直培也说话注意点 甄子齐他只是个孩子 好的小石姑 我下次一定注意啊 邓直培不好意思地挠着头 待到十点半的时候 何师叔推开红扇堂的门 静直地向一道堂走了过来 邓直培望着走进来的何师叔 哎呀 师父 您今天气色还真是不错 看来我师娘挺会照顾人的 哎 你小子别嘴欠 小心我收拾你 何师叔对邓直培瞪着两个眼珠子 邓直培话里的意思 何师叔心里清楚 邓直培露出一脸的可怜 哎 师父 您这真是有了媳妇 又忘了徒弟 何师叔没大理邓直培 坐到沙发上 哎 朵朵今天怎么没来啊 朵朵今天倒是想过来 我没让他来 我让他陪着他爸爸妈妈身边过节 小师姑对何师叔说 哎呀 朵朵那孩子是真懂事 你我这徒弟强多了 何师叔拉着个脸子指着邓直培 邓直培拍着自己的胸脯 哎 师父 我也是有优点的好不好 老二 你的优点呢 就是好吃懒做 而且还能睡 其余的优点 我还真不知道 当我说完这话后 大家一同点着头 笑了起来 邓直培装作一脸痛苦的样子望着我 留守 我跟你这以后 是真没爱了 小师姑一脸严肃的望向何师叔 二师兄 我有件事要跟你说 啊 小师妹 你说吧 什么事 何师叔见小师姑一脸严肃的表情 他心里认为这件事不能小了 小师姑望着我 刘师直 还是你来将这件事跟你何师叔说吧 啊 好的 小师姑 我点着头对小师姑用了一声 事情是这样的 何师叔 国庆节前夕 我去了一趟咱们积淀学院 为我的高中同学过生日 结果 我在那个学校里 发现了一个怨气极重的红衣女鬼 我将那天发生的事 以及这几天发生的事 还有金钟县跟我说的那个故事 一同叙述给何师叔听 何师叔听完我的话后 他低着头沉默了起来 我看到何师叔脸上的表情 有几分凝重 过了十多分钟 何师叔才对我们几个人沉重的开口 这个红衣女鬼 不会太好对付了 二师兄 这件事我们得管 我们要是不管的话 肯定还会有人被那个红衣女鬼害死 小师姑眯着眼睛 望着何师叔 游职陪在一旁插嘴 既然那个女鬼那么厉害 我们还是别去了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咱们管好自己就得了 我觉得游职陪说的这句话很有道理 这件事我们还是别管了 真子齐点头赞同游职陪的意见 师父的死对真子齐打击很大 他可不想我们在座的这几个人 再出现点别的意外 这一点我们大家心里都清楚 除魔伟道 乃是我们道家人的责任 我们既然知道了这件事 就不能放任那个女鬼的作为不管 大家下午准备一下 晚上我们去会会那个女鬼 何师叔说完这话 转过身就向对面的红扇堂走去 此时我发现何师叔的性格 跟我师父的性格有点像 我望着站在一旁的游职陪 我不想让他插手这件事 老四 这里也没你什么事了 你快回家吧 你这都出来两天了 你爷爷奶奶肯定不放心你 我不走 晚上对付女鬼算我一个 我也要跟你们去 老四 你自身实力有限 对付女鬼 我和何师叔小师姑 我们三个人就够了 你就别去涉险了 二哥 你也别说那么多了 让你们三个去 我还不放心呢 我一定要跟着你们一起去 既然有师之想去 就让他去吧 我会保护他的 小师姑在一旁对我点着头 小师姑他都发话了 我也不好意思再多说什么 真子齐坐在小师姑的身边 小师姑 我也想跟你们一起去 你不行 你老实地待在一道堂里看家 真子齐听了小师姑的话后 他一脸不高兴地将头低了下来 其实论实力 真子齐的实力要在油脂培脂上 小师姑之所以让油脂培去 其实是想锻炼一下油脂培 如果真子齐再跟着去的话 小师姑和何师叔 无法分心再照顾真子齐 而我现在完全能自己照顾自己 所以他们俩只能去一个 而油脂培是最佳人选 最重要的是 小师姑不想真子齐跟我们去涉险 毕竟她的年龄太小了 我不行了 我实在是太困了 我得上楼睡会儿觉 我打了一个哈欠 就往二楼卧室走去 真子齐则是紧紧地跟在我的身后 向二楼走 走到二楼卧室 我回过身向真子齐问了过去 哎 真子齐 你跟着我上来干嘛 留手 你商量一下小师姑和何师叔 晚上也带我去吧 我自己一个人留在一道堂里 太没意思了 真子齐 这件事没得商量 你就老实地待在一道堂里吧 我对真子齐说完这话后 我一头栽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昨天晚上我是一夜都没睡呀 哎哟 真子齐望着我叹了一口粗气 随后就走了出去 我这一觉 一睡一直到下午五点多才醒 这还是油脂培把我给叫醒的 他要是不叫我的话 我这一觉 不知道能睡到什么时候才能醒 小师姑从沙发上站起来 时候不早了 咱们出发吧 好 我对小师姑应了一声后 我先是将师父的道袍穿在身上 随后 我又将墙上挂的那把铜钱剑 拿了下来别在腰间 油脂培打量了我一番 二哥呀 看着你这身打扮 还真有点像僵尸坡 我则是对油脂培笑了笑 什么话都没说 油脂培提到我师父的时候 我这心里呀 还是有些难受 当我们三个从一道堂走出来的时候 何师叔也从对面的红扇堂走了出来 与我们三个会合 王妮从红扇堂里追出来 老何 你晚上早点回来 我在家里等你吃饭 何师叔听到王妮说的这番话 心里是无比的幸福 何师叔回过头 对王妮一脸微笑 王妮啊 我今天晚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你就别等我吃饭了啊 你自己先吃吧 我等你回来 王妮对何师叔淡淡的笑 那我尽快早点回来 何师叔一脸不舍的对王妮摆了摆手 就迈着大步向八十八号胡同外走去 王妮则是站在原地目送着何师叔离开 走出八十八号胡同后 我们四个人直接上了小石窟的车 何师叔透过车窗玻璃 眼睛直勾勾的盯着王妮看 何师叔的脸上始终挂着一副微笑的表情 哎呀 说出来啊 我怕你们三个笑话 以前一个人的时候 我也是无拘生死 和王妮结婚后啊 我现在有点怕死了 何师叔一脸自嘲 听了何师叔这番话 我们大家都没有取笑何师叔 小石窟笑着对何师叔说 那是因为你以前心中无牵挂 而如今王妮嫂子已经变成了你的牵挂 所以你会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 嗯 没错 现在王妮呀 就是我的牵挂 我答应过他 要照顾他一辈子 大男人 不能食言啊 何师叔微笑着点头 看到何师叔现在这么幸福 我们大家也都为他感到高兴 当我们四个赶到积淀学院的时候 是下午六点多钟 天已经开始放灰了 原本半个小时的路程 我们用了一个多小时 我们在市里啊 还堵了四十分钟的车 我和油脂培 我们俩趁着堵车的时候 又睡了一觉 车停到积淀学院大门口的时候 还没等我们下车 我们就看到收发势力 走出来两个人 一个年纪在六十多岁 一个年纪在四十多岁 他们应该是学校打经的 那个年纪在六十多岁的老人 走到小时过的车旁 你们是谁啊 来这里做什么 是这样的 我们四个人呢 是毛山道士 听说你们这个学校里 有不干净的东西 我们想进去看看 何师叔推开门 走下了车 对那两个人说完这话后 就将自己的道士证拿出来 递给打经的两个人看 随后我和小石姑 还有油脂培 也从车上走了下来 那个六十多岁的老人 望着我们四个人 一脸质疑 我说你们四个 不会是打着道士的幌子 来我们学校偷东西吧 听到这个老人说的话 我们四个人 有些苦笑不得 站在一旁四十多岁的男人 对那个六十多岁的老人 笑着指了指我们几个 我说 他们几个人 看起来可不像小偷啊 哪有小偷出来偷东西 还一百多万的保时捷卡验车呀 再说了 咱们这学校 哪有值钱东西 让人家偷啊 老人家 我们不是小偷 我们真是毛山道士 那好吧 那我就相信你们 我们这学校啊 还真是有点犯邪呢 老头对我点着头 哎 我得跟你们说件事啊 前几天 我们学校南生宿舍三楼的一间寝室里 吊死了一个人呢 这两天学生放假 学校里一个学生都没有 只要一到晚上七点半左右 哎 那吊死人寝室的灯就会亮 即便是我们拉了电闸也不好使 这灯啊 还是一样会亮 说这话的 是那个四十多岁的男子 他说这话的时候 身子还有些颤抖 那个六十多岁的老大爷 表现得倒是很淡定 好了 那你们几个赶紧进去吧 老大爷将学校的电动大门 打开一个缺口 放我们四个人进去 谢谢您了 我们对那个老大爷说了声谢谢 便向南生宿舍走去 在这个积淀学院里上学的 几乎都是本省学生 很少有外地学生在这里上学 这赶上十月一七天国庆长假 学校里的学生也几乎全都回家了 男女宿舍没有一个人 这个积淀学院呢 安静的有点吓人 游志培躲在何师叔的背后 望着学校周围 哎呀 这学校还真是有点破 比起咱们学校可差远了 何师叔眯着眼睛 望着周围的环境 对我们四个人悠悠开口 这个学校的阴气很重啊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个学校应该是建在一个大型坟地的上面 利用学生们的阳气来压制地表下面 散发出来的阴气 让这个区域保持阴阳平衡的一个状态 何师叔 小师姑 出事的男生宿舍就在前面 我指着前方不远处的男生宿舍 我们过去看看吧 小师姑说完这话后 就迈着大步向前方的男生宿舍走去 积淀学院的男生宿舍是一栋四层的老楼 宿舍的后面有个约有三层楼的小山坡 小山坡的上面种了不少松树 我还看到小山坡上面有不少毅力的石碑 快看 油纸培指着前面的男生宿舍对我们三个人惊呼道 我随着油纸培指的方向便看了过去 我看到三楼的一间寝室的灯突然亮了起来 这一间寝室就是我被女鬼推下楼的那间寝室 也是邓大鹏上吊的那间寝室 同时我们四个人也都看到了三楼寝室的窗户前 站着两个红色的人影 看到这儿的时候 我的身子震了一下 虽然我见过不少鬼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到那个红衣女鬼心里是格外的害怕 还有一丝的恐惧 我们四个上去看看 大家小心点 何师叔说完这话 就将背上背的桃木剑摘了下来 然后往男生宿舍的正门跑去 小石姑 我还有尤之培 则是紧跟在何师叔的身后 尤之培指着我手里的铜钱剑一脸凝肿 二哥 你把你手里铜钱剑给我用用 我没带家伙 我想也没想的 就将手里的铜钱剑递给了尤之培 对尤之培我从来不曾吝啬过 二哥 你真是个讲究人 少说没用的 我则是一脸无奈的回了尤之培一局 何师叔他走到男生宿舍正门口停了下来 男生宿舍的正门上缠着一条铁链 我看到一个大号的锁头锁在铁链子的上面 这个交给我 小石姑随手将头上的玉簪子拿了下来 然后他将体内的道家蒸气输入到玉簪子上 只见玉簪子变成了一把闪着绿光的碧玉长剑 小石姑挥起手里的碧玉长剑 对着男生宿舍正门上的铁链便砍了下去 只听胖的一声响 缠着门上的铁链被小石姑一箭砍断 我上前一步将铁链从门上摘下来 然后推开男生宿舍的正门便走了进去 接着何师叔小石姑还有油脂陪他们三个一同走了进来 我前脚刚迈进这个男生宿舍 就发现整个男生宿舍被一股浓浓的怨气笼罩着 小石姑一脸慎重的对我们几个人再次祝福 这男生宿舍的怨气很重 看来那个女鬼比我想象中还要厉害得多 大家一定要小心 师傅 小石姑既然这里这么危险 咱们还是回去吧 油脂陪咽了一口唾沫 何师叔也能感受到男生宿舍里浓浓的怨气 我在一旁美好气的对油脂陪说 我让你今天别跟着来 你偏要跟着来 要走 你自己走吧 你刘少师兄说的对 你害怕 就自己走吧 何师叔说这话没有嘲笑油脂陪的意思 我才不害怕呢 不就是一个女鬼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今天就把这女鬼给收了 而我们三个人则是摇摇头笑了笑 什么话都没说 何师叔和小石姑带头走在最前面 我和油脂陪则是一脸紧张的跟在小石姑和何师叔的身后 越是靠近三楼宿舍 我这心越是挑的厉害 而且空气中的怨气也变得越来越重 我指着油脂陪握着铜钱剑的手 油脂陪 你的手怎么还发抖了 二哥 我有那么点紧张 油脂陪说这话的时候 他伸出左手擦了一下额头处流出来的冷汗 刚刚你小子还信誓旦旦的说要收拾那个女鬼 现在怎么还紧张了 我刚刚说那番话也是给我自己打打气 你就当我刚才是放屁了 油脂陪说完这话 小石姑和何师叔忍不住的笑了起来 刚刚的气氛还有些紧张 油脂陪说完这话后 紧张的气氛也瞬间减轻了许多 越是靠近三楼把头的那间亮灯的寝室 我们周围的怨气就越重 当我们离开那间寝室 只有五米远距离的时候 寝室里的灯突然灭了 油脂陪的吓得上前一步 就将何师叔紧紧的抱住 何师叔回过头 看着抱紧他的油脂陪 哎呀 臭小子 你吓我一跳 刘少 救我 救救我 我就在你们前面的寝室里 我好痛苦 我好痛苦啊 此时邓大鹏的声音从前面那间寝室里传了出来 我们四个听到邓大鹏的话后 内心又变得是十分的紧张 小师姑和何师叔肩并着肩慢慢地向前面那间寝室走去 当我们四个人走到那间寝室门前的时候 透过寝室玻璃我们向里面望了过去 寝室里面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我推了一下寝室门 结果没推开 这间寝室门没有上锁 门是从里面反锁的 我们四个人往寝室里看的时候 一阵阴冷的寒风从我的背后吹了过来 当我回身往后看的时候 我什么都没发现 就在我转过头那一瞬间 我看到游直培的脸色变成了铁青色 他的身上散发着一股强大的怨气 他举起手里的铜钱剑 便向何师叔的脑袋劈了过去 何师叔他也感受到了背后的威胁 可是何师叔他根本就来不及躲闪 就在游直培手里的铜钱剑 即将要劈到何师叔脑袋上的时候 说是迟哪是快 我由自己的身子狠狠地 向游直培的身上撞了过去 游直培身子一拼 手里的铜钱剑劈了一个空 没有劈到何师叔 此时我何师叔小师姑的身上 冷汗瞬间就冒了出来 小师姑和何师叔一同转过身 向游直培看了过去 当他们俩看到游直培现在的状况 心里也明白 游直培这是被鬼上身了 游直培将手里的铜钱剑扔在地上就要跑 我一个剑步冲上前就将游直培扑倒在地 游直培的头狠狠地撞在水泥地面上 脑门处都磕出血了 被我压在身下的游直培 突然发出了一阵死耳的笑声 听到游直培的笑声 我是浑身发冷 我回过头 何师叔游直培可能是被鬼上身了 快过来帮忙 当我说完这句话时 游直培突然从地上趴了起来 并且把我甩在了地上 此时的游直培是力大无穷 游直培从地上爬起来后 他抬起右脚 对着我的胸口就狠狠地踩了过来 此时我想要躲闪已经来不及了 我只能将双臂横在胸口处 来抵挡游直培踩过来的这一脚 砰的声 还没等游直培的脚踩到我的身上 何师叔先是一个飞脚 将游直培踹飞了出去 何师叔这一脚啊 只用了三成的力道 他不敢使出全力 他怕自己使出全力 会将自己的徒弟踹坏了 何师叔将游直培踹倒在地上 他一个箭步冲上去 便骑在了游直培的身上 何师叔先是撕开游直培胸口处的衣服 接着何师叔咬破食指 挤出一丝鲜血 在游直培的胸口处开始画幅 何师叔画的是护身驱模糊 我从地上爬起来 和小石工一同跑到了游直培的身边 我们俩一脸担忧地 望着被鬼附身的游直培 何师叔在游直培的胸口处画完符 他从游直培的身上站起来 把这小子拖起来 别让他跑了 是 我和小石工一同对何师叔应了一声 然后我们俩俯下身子 一人抓着游直培一条胳膊 便将他从地上拉了起来 放开我 放开我 游直培用力地挣扎着 嘴里发出女人尖锐刺耳的叫喊声 他想要挣脱开我们的束缚 林 兵 道折 劫阵列在前 何师叔嘴里念着我们道家的九字真言 同时 他的双手还捏了九个不同的大手印 最后何师叔伸出双掌以五成的力道 激在了游直培的胸口处 游直培张开嘴喷出一道黑血 只见那红衣女鬼的身影 突然从游直培的身上分离了出来 太少老君 急急如雷亮 是 我松开游直培的胳膊 对着那个女鬼便甩出一张 前腰竹模糊 哼的一声响 还没等那个红衣女鬼站稳身子 我甩出的降妖除魔符咒 化为脸盆大小的火球 狠狠地积在红衣女鬼的胸口处 红衣女鬼先是发出一声惨叫 然后她的身子向后倒退了十几步 小石姑趁那个女鬼没站稳身子 她挥起手里的碧玉长剑 就向那个女鬼追了过去 还没等小石姑冲到那个红衣女鬼的身边 红衣女鬼的身子穿过墙壁 躲到了右边的寝室里 当小石姑一脚将那个寝室门踹开的时候 那个红衣女鬼已经消失不见了 小石姑从寝室里退出来 看着躺在何师叔怀里的油脂培 油脂培他怎么样了 这小子没事 只是晕过去了 何师叔望着自己怀里的油脂培 看到油脂培头上的伤口还在流着血 我们三个很是心疼 小石姑擦了一把头上的冷汗 他没事就好 何师叔 小石姑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望着何师叔还有小石姑 先将油脂培送到车上 然后咱们三个继续找那个红衣女鬼 何师叔咬着牙露出一脸愤恨的表情 我和小石姑点点头则是什么都没说 就这样 何师叔背着油脂培走出了男生宿舍 我和小石姑 我们俩一左一右的互在何师叔的身边 当我们三个退出男生宿舍的时候 那间饭鞋的寝室灯又亮了起来 我们不由的回过头 向那间寝室看了过去 我看到红衣女鬼站在那间寝室的窗前 瞪着一双血红色的眼睛 在看着我们四个人 她的头发无风自动 看起来特别的诡异 何师叔背着油脂培来到学校大门口的时候 学校里打经的那两个人 一同从收发室里走了出来 那个六十多岁的老人 指着何师叔背上昏迷中的油脂培 哎哟 哎哟 这小伙子刚刚还好好的 他这是怎么了 啊 天太黑 这孩子不小心撞到墙上晕过去了 何师叔挤出一丝微笑 对那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敷衍 那六十多岁的老人叹了一口粗气 哎呀 现在这年轻人就是太莽撞了 将油脂培放到了小师姑的车里后 我们三个人又向男生宿舍返了回去 刚刚我们离开的时候 三楼那间饭鞋的启示灯还是亮着的 现在居然又灭了 何师叔转过身 小师妹 六十只 你们俩先别动 我和小师姑听了何师叔的话 则是站在原地 一动也不动 何师叔伸出右手食指 挤出一滴鲜血 在我和小师姑的额头按了一下 然后又在自己的额头处咽了一下 何师叔这样做 是防止那个红衣女鬼上我们的身 这个红衣女鬼 比我想象中还要不好对付 你们俩一定要小心点 何师叔一脸慎重的 对我和小师姑不耐其烦的嘱咐 这已经不知道是何师叔 第几次嘱咐我们 小心了 我和小师姑对何师叔点了点头 小师姑指着三楼那间寝室 二师兄 我觉得问题还是出在那间寝室里 咱们进去看看吧 我心里也是这样想的 咱们三个上去看看 何师叔他对小师姑应了一声吼 就迈着大步向男生宿舍的三楼走去 我和小师姑则是紧紧的跟在何师叔的身后 我也时不时的观察着我的身后 生怕那个红衣女鬼在背后投袭我们三个 来到了那间饭鞋的寝室门口 何师叔抬起右腿 一脚就将寝室门给踹开了 何师叔他踹开门后第一个走了进去 我和小师姑紧随其后 我发现这间寝室里根本就没有灯 棚顶处只有一个灯座 而且这间寝室的温度很低 即便是我穿着长袖衣服 我还是忍不住的打了一个冷战 这间寝室里除了有八张空床 再就是一张书桌 我随手打开了书桌的抽屉 我在抽屉里发现了一把木质的梳子 这把梳子的梳尺已经掉的不剩几个了 何师叔从随身携带的垮包里 拿出了十几张降妖除魔符咒 然后一一贴在了墙上 当何师叔将十几张符咒全部贴在墙上后 我们三个人一同从寝室里退了出来 我站在男生宿舍的走廊里 透过走廊窗户便向后面的小山坡看了过去 我看到红衣女鬼站在林子里 一脸幽远地看着我 邓大鹏的魂魄低着头 战战兢兢地站在那个红衣女鬼的身后 我指着男生宿舍后面的小山坡 何师叔 小师姑 你们快看 当何师叔和小师姑转过头望向后面的小山坡时 红衣女鬼和邓大鹏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了 什么都没有啊 小师姑一脸疑惑地望着男生宿舍后面的小山坡 我刚刚看到了那个红衣女鬼 就出现在那个小山坡的林子里 我们到后面的小山坡看看 何师叔说完这话 就迈着大步向一楼走去 我和小师姑一脸谨慎地跟在何师叔的身后 我跟何师叔向前走的时候 我时不时地向我的身后看去 生怕那个红衣女鬼突然从我们的背后出现 然后袭击我们 出了男生宿舍正门 我才放松警惕 我们三个绕了一个小圈 就来到了男生宿舍后面的小山坡的松树林子里 小山坡不是很大 占地大约有七八百平米 我们三个在小山坡上看到了三十多座 长满杂草的老坟 其中只有一小半老坟的前面树立着石碑 剩下的都没有 那些老坟前面的石碑 经历了多年的风吹大雨 已经石化了 石碑上刻的字早已经看不清了 小石碑一脸凝重地打亮着周围 这个小山坡的阴气还真是重 这小山坡以前应该是个乱葬岗 光是只有这三十多座坟的话 阴气不会这么重 嗯 我也觉得这个小山坡 以前是个乱葬岗 何师叔点点头 哎呀 哥们 你让开一下 你踩到我的手了 就在我一脸紧张 望着小山坡四周的时候 我的脚下面突然传来了一个人说话声 听到这番话后 我赶紧向后倒退了两步 我盯着我刚刚踩的地方看了一眼 我看到了一只白色手骨露在外面 我右手持着铜钱键 左手从兜里掏出一张降妖除魔符咒 一脸顾忌地盯着那个白色手骨看 哗啦啦 哗啦啦 那个白色手骨将周围的泥土扒开后 我看到一具完整的骷髅从泥土里钻了出来 此时小事故和何师叔则是一脸惊讶地 看着这具完整的骷髅 我用手里的铜钱键指着我面前那具白骨骷髅 你是谁 我是谁 我也不记得了 我只知道 我躺在这里睡了两百多年 白色骷髅对我说完这话后 他弹腿坐在了地上 然后向天上的月亮望去 哗啦啦 哗啦啦 紧接着 我又看到了两三个骷髅 从小山坡的泥土中爬了出来 没过五分钟 我看到超过三十具白骨骷髅 从小山坡的泥土中爬出来 我一脸疑惑地指着那些刚从泥土中爬出来的白骨骷髅 小事故 何师叔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小事故和何师叔望着周围那些骷髅对我摇了摇头 他们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没一会儿 整个小山坡上聚满了一百多具白骨骷髅 有七八个身高不足一米的小骷髅们 在小山坡的林子里乱跑乱叫 其余的那些骷髅则是安静地坐在地上 看着天上的月亮 从小山坡里爬出来的那些骷髅 虽然没有攻击性 但一个个看起来却十分的恐怖 望着那些骷髅 我打了一个冷战 何师叔 咱们还是退出去吧 看着这些骷髅 我头皮都有些发麻 咱们退出去吧 何师叔点着头对我回头 于是我们三个转过身 就向小山坡下面走去 下了小山坡 小事故一脸不紧 那些骷髅沉睡在地下面 不应该爬上来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应该是某种东西 影响的那些骷髅 让它们变得有灵质 暂时看来 这些骷髅没有攻击性 我怕时间长了 这些骷髅会变得有攻击性 何师叔一脸担忧地望着小山坡上的那些骷髅 望着小山坡上那一百多具骷髅 我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 我觉得何师叔后面的话可能会应验 我们三个绕着男生宿舍走了两大圈 再没有发现红衣女鬼 还有邓大鹏魂魄魄的身影 哥呀 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这都快九点了 王妮在电话里向何师叔询问 何师叔笑呵呵的 王妮啊 我一会儿就回去 嗯 那我等你回来 王妮说完这话 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何师叔放下手里的电话 今天晚上 那个红衣女鬼恐怕不会再出现了 咱们先回去吧 等明天晚上 咱们再过来看看 嗯 那咱们就回去吧 小师姑点着头对何师叔应道 我们三个向学校大门口早去的时候 我时不时的回过头 往男生宿舍三楼的那间饭鞋的寝室看去 虽然那间寝室的灯已经不再亮了 可我好像还是看到了两个人影 就站在窗户前在盯着我们三个人看 望着那两个人影 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 哎呀 哎呀 当我拉开车门的时候 我看到油脂培捂着头 露出一副痛苦的表情正在深吟着 我望着躺在车后座上的油脂培 油脂培 你之前还信誓旦旦的跟我们说 要将那个女鬼收了 你现在怎么走了 哎 二哥 你就别打去我了 二哥 我这头怎么出血了 哎呦 疼死我了 油脂培从后座上爬起来 油脂培被鬼附身后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 他是一点都不知道 咱们刚才靠近那间寝室的时候 咱们四个的后面挂起了一阵阴风 然后你就被那个红衣女鬼上身了 接下来 我钻进车里 为油脂培讲述这刚才发生的事 给学校打经的那两个人 走到我们的面前 哎 几位道士师傅 你们在学校里 发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吗 多余的话 我就不跟你们俩说了 你们两个 今天晚上就待在这个收发室里 哪都不要去 还有这两张护身符 你们俩拿着 何师叔对打经的两个人说完这话后 他从兜里掏出两张护身符递了过去 那两个打经的人伸手 就将何师叔递过去的护身符积了过去 然后他们俩认真的打量了一番手里的护身符 何师叔一脸慎重 你们俩一会儿回屋子了以后 把我给你们的这两张护身符 一张贴在窗户上 一张贴在门上就可以了 记住我说的话 晚上外面发生了什么 有什么动静 你们两个都不要出来 好 好的 那两个打经的人点着头 对何师叔回头 这两个打经的人 对何师叔说的这番话 则是深信不疑 何师叔上了车 小师妹 我们回去吧 嗯 小石姑对何师叔应了一声 就开着车向视力的方向干去 何师叔坐在车上一声也不吭 何师叔人在车上 但是他的心早就飞到了王妮的身边 看着充满幸福的何师叔 我是从心里为他感到高兴 小石姑将我 由之陪何师叔我们三个送到了八十八号胡同后 他就开着车离开了 这一路接个小姑父 可没少给小师姑打电话 一遍接着一遍问小师姑什么时候回家 我心想这外国男人还挺粘人的 当我们三个走到红扇堂门口的时候 甄子齐推开一道堂的门就跑到了我们的身边 怎么样了 你们捉到那个红衣女鬼了吗 甄子齐向我们三个人问了过来 由之陪捂着自己的脑门子一脸痛苦 哎呀 出师不利啊 红衣女鬼没捉到 我还弄了一身的伤 在车上 何师叔给由之陪画了一张止血符 还有一张治疗外伤的符筹贴在了由之陪的脑门上 由之陪脑门上的伤口早就已经止血了 伤口也在慢慢的愈合着 你们四个进屋说吧 别在门口呆着了 这天都凉 别再感冒了 王妮推开红扇堂的门招呼我们四个人 好的 何师叔回过头一脸微笑的对王妮应了一声 对于王妮说的话 何师叔是言听计从 徐瓦那儿 你们三个小子不要跟王妮说今天发生的事情 他要问我们去哪儿了 你们三个小子就说我去给人家看风水了 何师叔一脸严肃的对我们三个嘱咐 他不想让王妮知道今天晚上发生的事 最主要的是怕王妮他担心 毕竟跟鬼打交道不是一件好事 何师叔 我知道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我就怕有些人嘴大 把这件事说漏了 我说这话的时候 是看着尤之培说的 尤之培呢 拍着自己的胸脯对我一睁辞眼 二哥 你看着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嘴可没那么大 要是把我放在抗日时期 就算敌人言行逼供我 我也不会出卖组织 我也不会出卖人民 得了吧尤之培 给你个猪蹄 你都能把自己出卖了 更别说是出卖组织和人民了 我对尤之培说完这话 就推开红扇堂的门走了进去 今天晚上 我打算在何师叔家里蹭炖饭吃 尤之培一脸气愤的指着我的背影 师父 我二哥他说的就不是人话 我会为了一个猪蹄 出卖我自己 我是那样的人吗 我觉得刘师直说的有道理 何师叔对尤之培点点头 说完这话后 就向红扇堂走去 尤之培 你也就是一个猪蹄的价值了 真紫棋笑着 对尤之培说完这话后 也跟着何师叔向红扇堂走去 小兔崽子 你说谁就一个猪蹄的价值 你给我站出来啊 咱们俩好好的谈谈 尤之培撸起袖子 便跟在真紫棋的身后 走进了红扇堂 尤之培刚走进红扇堂 就被满桌子可口的饭菜吸引住了 他忍不住的咽了一口唾沫 然后就向饭桌前走去 王妮一脸微笑的对我们几个人嘱咐 你们几个先上楼洗下手 洗完手的下来吃饭 好的师娘 尤之培高兴的应了一声 就向二楼卫生间跑去 何师叔望着跑到二楼的尤之培 哎呀 这小子一看到好吃的 就两只眼睛放蓝光 自从夏晚婷死了以后 王妮就变成了一个郁郁寡欢的女人 在她的脸上几乎看不到任何笑容 自从她跟我何师叔在一起后 整个人改变了不少 脸上也变得有笑容了 吃饭的时候 尤之培嫌弃贴在脑门上的两张符咒碍事 他把两张符咒接下来放在一旁 然后捧起饭碗就狼屯虎咽地吃了起来 王妮知道尤之培喜欢吃肉 就往尤之培的碗里夹肉 尤之培 你头上的伤是怎么弄的 王妮指着尤之培额头处的伤 跟着我师父上山给人家看风水的时候 我不小心被一大石头绊倒了 然后就把头磕破了 小伤而已 没多大事 尤之培一边吃饭一边对王妮回答 这个尤之培撒起晃来 真是面不改色 心不挑 王妮呢 则是没好气地数落着何师叔 老何 你也真是的 就不能好好照顾这些孩子 这件事怪我 怪我没照顾好他们 何师叔对王妮点着头 王妮见何师叔态度这么好 再就没多说什么 你们先吃着我上楼给尤之培找点衣服去 王妮看到尤之培胸口上的衣服全是血 她对我们嘱咐了一声就往楼上走去 我对何师叔笑着 何师叔您这媳妇心珍惜 只要感谢你啊 要不是你小子牵线搭绳 我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媳妇 何师叔一脸满足 何师叔 您当初好像有点看不上离婚的女人呢 我跟何师叔翻起了以前的事 以前的事啊就不要再提了 要是让你师婶知道了 你师婶肯定不会给我好果子吃 何师叔说这话的时候 眼睛偷偷地往二楼瞄去 何师叔刚才还在担忧尤之培 会不会跟王妮说漏嘴了 看来他的担忧是多余的 其实啊 尤之培的心思都在肉上 他没道出来嘴说别的 吃完饭后 我们三个人在何师叔的红扇堂 悠闲地喝着茶聊着天 对于今天晚上发生在积淀学院的事 我们几个人是闭口不谈 在红扇堂待到晚上十点半左右 何师叔和王妮也要休息了 我知趣地带着尤之培 还有真子齐回到了一道堂 哎 尤之培 你今天晚上不回家了 回到一道堂 我向尤之培问了过去 尤之培指着自己脑门上的伤口 哎呦 我现在这样子也没法回去 我要是回去的话 我爷爷奶奶看到我受伤 心里会难受的 尤之培脑门上的伤口啊 说大不大 说小呢 也不小 伤口长度在五厘米左右 虽然贴了治疗外伤的符咒 但愈合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等尤之培头上的伤口彻底愈合上 最少需要两天时间 哎 哎呀 我得上楼睡觉了 你们俩在楼下慢慢聊吧 哎呦 我早都困了 尤之培对我说完这话 就向二楼卧室走去 哎 留守 你快跟我讲讲 今天晚上都发生了什么事 那个红衣女鬼 是不是很厉害呀 真子齐凑到我的面前 一脸好奇 真子齐 我一会儿再跟你说 我先出去打个电话 我对真子齐说完这话后 我从兜里掏出电话 就向一道堂外面走去 我走到外面 找到了张老师的电话 便拨了过去 我很好奇 今天晚上林子里出现了 那一百多具骷髅 是怎么一回事 我觉得这件事 张老师能给我一个满意的解释 张老师接通我的电话后 向我问了过来 喂 你小子这么晚 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 张老师 我遇到一件棘手的事 我想要请教你 你说吧 什么棘手的事 事情是这样的 国庆节前夕 我到咱们市里的积电学院 给我一个高中同学过生日 我将发生的事 全都跟张老师叙述了一点 包括林子里 有一百多具骷髅的事 也都跟张老师说了 这件事我也没有碰到过 你给我一晚上时间 让我想想 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明天早上给你答复 好的 张老师 这么晚打扰您休息 真是不好意思 别说没用的 先就这样了 张老师说完这话 就把电话挂断了 回到医道堂里 我跟真子齐简单的诉说了一遍 今天晚上发生的事 当真子齐听到小山坡上 有一百多具骷髅从地面下爬出来 他忍不住的打了一个寒枕 晚上我躺在一楼沙发上 我总是不经意的回想起这些日子发生的事 邓大鹏的身影总是清晰的在我的脑海里出现着 一直到下半夜凌晨三点 我才睡着 早上我还在熟睡中 张老师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我迷迷糊糊的就接听了张老师的电话 我打了一个哈欠 喂 张老师 你想出什么了吗 我猜想 是泥鬼的怨气 影响到了那个乱脏岗下面的地气 使得那些骷髅 有了自己的灵质从泥土下面钻了出来 对于这个说法 我也不是很肯定 我现在在AS市参加一个道教文化节 我下午坐车回地地 到时候你带我亲自去看一下 张老师觉得这件事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 他想要亲自出面处理这件事 好的 张老师 等您下午回来 我带您去看看是怎么一回事 嗯 那就这样了 我这边还有事 就先挂了 张老师对我说完这话后 就把电话挂断了 放下张老师的电话 我的脸上露出了一副笑容 张老师的实力我也见识过 他亲自出马 应该会很轻松的将那个红衣女鬼拿下 早上七点左右 王妮推开一道堂的门招呼我和甄子奇 你们俩赶紧过去吃早饭吧 好的 好的 我和甄子奇从沙发上站起来点头答应 游志陪他人呢 王妮向我们俩问了过来 甄子奇指着二楼 哎 游志陪那头懒猪啊 还在楼上睡觉呢 你们上楼叫他一起去吃早饭 王妮对我们俩嘱咐完这句话 就向对门的红扇堂走去 我上去叫游志陪下来吃饭 甄子奇对我说完这话 就向二楼卧室走去 甄子奇 你不用去叫游志陪吃早饭了 那小子是不会起床的 咱俩去和时书那吃饭吧 我对甄子奇说完这话 就向对门的红扇堂走去 我太了解游志陪 我认识这小子两年多了 这小子就跟我吃过两次早饭 还是我和黄涛硬拉着他去的 他已经习惯不吃早饭了 好吧 甄子奇应了一声 就跟着我的身后 向红扇堂走去 王妮这个人长得不仅是年轻漂亮 还特别的贤惠 今天的早餐也都是他亲手做的 我都有些羡慕何时书 能找到这么好的媳妇 王妮微笑的站起身子 我吃完了 得去上班了 你们三个慢慢吃 王妮 我们结婚前不是说好了吗 等结婚后啊 你就不要去上班了 你那个工作就太辛苦了 何时书放下手里的筷子 有些不高兴 可是我仔细想了想 只有两个人在一起努力 才能把日子过得更好 有些时候 女人也不能全指着你们男人 况且我现在还年轻 你让我在家待着 我还有点不习惯 王妮对何时书说完这话后 他便拿着包上班去了 我疑惑的看向何时书 哎 今天是十月三号 全国人民都放假七天 我是婶 他们公司不放假吗 哎呀 你事婶在公司里是搞销售的 别人都有假期 就他没有假期 昨天周五 他老板还给他打电话 催着他今天去上班呢 哎呀 由于市里的交通拥挤 小石姑本来打算 今天不开车来一道堂的 可是他想了想 晚上有可能还要去几点学院 于是他又开着车来了 他是早上七点从家走的 直到九点多才开着车来到一道堂 路上堵了将近两个小时的车 坐在一道堂的沙发上 我对小石姑和何时书说 小石姑 何时书 我将昨天发生的事 告诉了前任道教协会的会长 张会长觉得这件事不容小可 他打算晚上跟咱们三个去一趟积淀学院 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有那个张会长亲自出马 这件事就好办多了 因为这件事我昨天晚上都没怎么睡觉 何时书 书展开眉头 小石姑点着头跟着何时书附和 是啊 我昨天晚上回到家也没怎么睡好 脑子里也想着昨天晚上发生的事 小石姑在一道堂里 没有发现油脂培的身影 便向我问了过来 对了 油脂培那小子呢 啊 那头猪啊 还在楼上睡觉呢 我指着二楼卧室 小石姑和何时书 听我说油脂培在楼上睡觉 他们俩是羡慕不已 油脂培这个家伙 睡到中午十点多钟才从床上爬起来 对此 我也是醉了 我也相信了那句话 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确实高 中午吃完饭后 小石姑跑到二楼卧室休息去了 真子齐坐在沙发上画幅 油脂培头上有伤不敢回家 她坐在沙发上跟着陈婷婷视频聊天 听着他们俩那些暧昧的话 我是有些受不了 你们俩在这待着啊 我回去看看我封娇姐 我对真子齐和油脂培打了一声招呼 就走出了一道堂 这几天我被红衣女鬼和邓大鹏的事 压得胸口有些发闷 这可能跟我内向的性格有关系 性格内向的人有事只会挂在心里 一般不会轻易跟任何人说 自从认识师父小石姑和石叔以后 我觉得我内向的性格改变了不少 当我来到凤娇姐病房的时候 我看到凤娇姐抱着孩子 在病房里走来走去 二叔跟小华他们俩正在收拾东西 二叔抬起头看下我 哎呀 侄子 你来得正好 你要是不来的话 我还要给你打电话 你凤娇姐今天出院 我们出院手续都办完了 一会儿收拾好东西 咱们就回家 哎 这么快就出院了 不用再多住两天吗 我一脸疑惑地望向凤娇姐 凤娇姐对我笑着 我是顺生的孩子 按理说住四天院就可以回家了 我爸偏让我在医院里再得住两天 这段时间也是辛苦小华了 凤娇姐一脸感激地望着小华 凤娇姐 你这话都说了多少遍了 咱们是一家人 我辛苦也是值得的 小华说的这番话很实在 听着也很暖心 现在像小华这样心眼少的女孩 已经没有多少了 我是真希望小华以后能找一个对他好的男人 小华望向我 刘首哥 我妈昨天给我打电话了 她让我问问你市里有没有合适的房子 真是对不起小华 这段时间瞎忙活 我把这件事给忘记了 等我上学后 我问问我的同学 不着急 你什么时候问都可以的 小华对我点着头 小华 你要是买了新房子搬出去的话 我想你了怎么办呀 凤娇姐撅着嘴露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 他们俩住在一起的这一个多月都已经有感情 听到小华要买房子 凤娇姐有点舍不得小华 凤娇姐 就算我搬出去 我也会经常去留首歌那看你的 小华对凤娇姐微笑着 凤娇姐听了小华这番话满意的点点头 等小华和二叔收拾完东西后 我们三个人提着东西 凤娇姐她抱着孩子 我们五个人坐着出租车 便往家里赶去 坐在车上的时候 二叔皱着眉头 露出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看着我 我看得出来 他想要跟我说什么 我一脸疑惑地妄想二叔 二叔 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呀 今天上午 你爸妈给你打电话没打通 他们俩给我打电话了 他们俩昨天晚上坐飞机来的弟弟 他们俩今天晚上想要跟你一起吃顿饭 你有时间吗 听了二叔对我说的这番话 我低着头开始沉默了起来 此时我心里十分的纠结 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该不该见他们俩 弟弟 我觉得你还是别去了 这些年你过得不容易 他们俩心里知道 却是对你不问不问 那我这样的父母 我是打心里看不起我大白猴大娘 两个自私的人 听到凤娇姐说的这番话 我心里有点隐隐作痛 二叔美好气地瞪了凤娇姐一眼 凤娇 人自家的事 你还是少掺和两句吧 你就管不好你那张惹事的嘴 凤娇姐听了二叔的话后 他只好乖乖地把嘴给闭上了 二叔心里也恨我爸妈 恨他们俩将我生下来后 就不管不问 他更是恨我爸 将我奶奶留给我的房子 私子做主给卖了 但他心里还是希望我们一家四口 不要闹得那么僵 我沉默了十几分钟后 抬起头一脸冷酷 二叔 麻烦你 转告他们俩 我晚上还有事要去做 我没时间跟他们吃饭 好吧 那我一会儿打电话转告一下你爸妈 二叔叹了一口粗气对我说 这个结果不是二叔想看的 但是他又不能说什么 虽然我的父母对我不好 也没尽到做父母的责任 但是我挺想念他们两个的 同时我也怕面对他们俩 也能想到我们见面的时候会有多尴尬 所以我还是觉得不见面最后 回到家里后 凤娇姐满心喜悦 还是在家的感觉好 在医院待的这两天 我都快要憋死了 凤娇 你能有今天 你得感谢你弟弟留守 要不是他收留你的话 你现在和你的孩子都将是无家可归 二叔 您说这些就严重了 咱们可都是一家人 我对凤娇姐好也是应该的 我放下手里的东西望向二叔 我是让你凤娇姐记住 做人要有一颗感恩的心 不要把别人对他的好当成是理所应当 因为谁都不欠他 也包括我这个当父亲的 也不亏欠他 人要没有一颗感恩的心 那跟畜生 没什么两样 二叔这句话 要是放在一年前跟凤娇姐说的话 凤娇姐不但听不进去 她还会反驳我二叔 如今的凤娇姐 已经彻底的转变了 凤娇姐点着头一脸认真 爸 我记住你的话了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给黄三太奶 还有黄三太爷上了三炷香后 便跑到凤娇姐的卧室里 逗我的小外甥女玩 这几天不见 我这个外甥女又变了一个模样 越看越可爱 我望着抱在我怀里的孩子 二叔 凤娇姐 你们俩什么时候打算 把这孩子的事 跟我二婶说 等过一段时间再说 暂时我还不想告诉我妈 凤娇姐说这句话的时候 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 这件事 不着急跟你二婶说 她要是知道你凤娇姐生孩子了 一定会闹翻天 你凤娇姐还在月子中 也别让她添堵了 这件事 也不能瞒我二婶一辈子 作为孩子的亲姥姥 她有权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 我望着凤娇姐 还有二叔 凤娇姐望着我怀里的孩子 我弟弟说的没错 我妈再怎么不好 她也有权利知道 孩子的存在 嗯 那就等孩子满月的时候 跟你妈说一声 让她过来看看孩子 虽然二叔 对二婶心里有气 但她不是无理取闹之人 她觉得我说的话 她很有道理 下午四点多钟 我放在兜里的电话 突然响了起来 打电话给我的是张老师 我接通张老师的电话 便迫不及待地问 喂 张老师 您现在在哪儿了 我刚从IS回来 我现在在教师宿舍了 张老师 那我现在就过去找您 您在宿舍等着我 我对张老师说完这话 就将手里的电话挂断 我将电话揣进兜里 二叔 凤娇姐 小华 我还有事要去忙 我先走了 嗯 好吧 既然你有事 就去忙你的吧 二叔认为年轻人 就应该忙点 做点有意义的事 凤娇姐一脸期望地看着我 弟弟 那你晚上还回来吗 今天晚上应该不回来了 我明天白天会回来 我笑着对凤娇姐说完这话 就向外走去 离开家后 我坐着车向学校的方向赶去 同时我给小师姑打了一个电话 让小师姑开着车 载着和石书到学校门口 接张老师去积淀学院 走到老师的宿舍门口 我伸出手轻轻地敲了两架 进来吧 门没锁 张老师在寝室里对我招呼了一声 于是我轻轻地推开寝室的门 就走了进去 走进张老师的寝室 我看到张老师坐在自己的书桌前 正在画符 张老师提笔画符的速度十分的快 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 张老师就画成功一张符招 而且还是高级符招 以我的能力 就算是我在修炼上三四十年 我也无法超越张老师 我师父虽然厉害 但比起张老师可就差得太远了 我对张老师竖起大拇指 张老师 您绝对是我看到画符最快的人 其实啊 这没什么 要想做好一件事 你必须要全身心地投入在其中 只要你每天抽出两个小时练习画符 你也会变成我这样的 张老师放下手里的毛笔 张老师 这时候也不早了 一会儿我小师姑 他会开车到学校门口接咱们俩 咱们俩到学校门口等着吧 好 咱们走吧 张老师随手拿起桌子上画好的符筹 又对墙上挂的那把桃木剑招了一下手 那把桃木剑自己从墙上飞下来 落入到张老师的手中 我心想师父留给我的那把铜钱剑 要是像张老师这把桃木剑这么听话 就好了 张老师他一脸淡定地走在前面 我则是紧紧地跟在张老师的身后 我伸手将我挂在脖子上的三足巨羊鸟 拿出来看了一眼 每次看到他的时候 我都会想到我当时拜师的场景 我和张老师站在学校大门口 等了有十分钟左右 小师姑开着车载着何师叔就过来了 小师姑和何师叔从车上走下来 一脸恭敬地对张老师拘了一躬 你好前辈 好了 别整这些没用的了 咱们还是去办正事吧 张老师面无表情地对小师姑还有何师叔 说完这话就钻到了车里 张老师对何师叔和小师姑的态度 有点像领导 在车上我没发现油脂培的身影 哎 何师叔 油脂培他怎么没跟着你们俩来啊 我们俩出来的时候 我问他来不来 他说呀 怕自己连累我们就不跟着来了 我心想油脂培呀 不跟着来挺好 毕竟那个红衣女鬼不是好惹的 张老师上了小师姑的车后 他闭着眼睛和我坐在车后座上 何师叔和小师姑时不时地透过道车镜 打亮着张老师 在小师姑和何师叔的眼里 他们俩觉得张老师是一个很神秘的道家高手 张老师身上散发出来的威严 也让他们俩从心里去尊敬张老师 砰的一声响 车子刚驶出市区没多远 车轮突然爆了 我和小师姑还有何师叔吓了一大跳 而张老师则是表现得很淡定 这真是泰山压顶而面不改色 小师姑他皱着眉头 有些暴躁 真是倒霉 怎么选这个时候保胎 小师姑 您这车有备胎吗 我妄想小师姑 有是有 但是我不会装啊 我会啊 我在高中放暑假的时候 在修车厂打过一个月的零工 只要您车上有工具就行 工具都有 都在后面了 小师姑说完这话 就从主驾驶走了下来 随后我们几个人都下了车 小师姑带着我 在车后面找到了工具 还有备胎 我先是用千斤顶将抱胎的那面顶了起来 然后我拿起班子就开始卸胎 何师叔则是蹲在旁边 给我打下手 张老师站在路边伸出右手 他用大拇指不停地点着其余的四根手指 好像在掐算什么 张老师放下右手 对我们三个人一脸慎重 丁有月 四未日 五星天上火开直尾 冲牛煞熙 今天日子不是很好 今天咱们四个出行 恐怕会有血光之灾 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 张老师加入到我们三个之中 让我们三个感觉到放松了不少 毕竟张老师是高人一个 但我们三个听了张老师这番话 原本放松的心又开始紧张了起来 啪 我一个不留神 不小心将手里的班子掉在了地上 何师叔和小师姑则是一脸茫然的 看着张老师 虽然我在修车厂干过一段时间 但我换胎的手法还是有些生疏 别人十几分钟的活 我干了大约半个多小时 才把胎换上 换完胎后 我们四个人坐在车上 继续往积淀学院出发 小师姑脑子里一直想着 张老师刚才说的那番话 他握着方向盘的两只手 心里布满了汗水 此时我和小师姑还有核实书 我们三个人的心里都有些担忧和害怕 等我们几个人到了积淀学院门口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六点多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今天的天黑得特别早 平时六点左右的时候 天还是有点灰蒙蒙的 现在的天已经彻底的变黑了 下了车后 我和小师姑还有核实书我们三个 不约而同的向南生宿舍后面的 那个小山坡望去 我看到小山坡的上空 凝聚着一团黑色的乌云 那团乌云应该是由怨气转换而成的 哎呦 道士师傅 你们可总算来了 哎呦 昨天晚上我们在收发室里啊 看到有两具白色的骷髅 在院子里追跑 哎呦 可吓死我了 我那个同伴吓得今天都没来上班 说这话的 是昨天晚上打经的 那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家 此时他的脸上的表情充满了惊恐之色 手也跟着颤抖了起来 走吧 我们进去看看 张老师一脸冷静的 对我们几个人说完这话 就向学校里面走去 何师叔拍拍老人家的肩膀 啊 你放心吧 老哥哥 我们会处理好这件事的 您呐 就待在这个收发室里 不要出来就可以了 无论你听到什么 看到什么 你都不用害怕 好 我听你们的 老人家对何师叔点了点头 老人家也是从心里相信何师叔 张老师走在最前面 我们三个则是跟在他的身后 张老师也早就发现了男生宿舍后面的那个小山坡有些不对 所以他进了学校就朝着那个小山坡的方向走去 而我则是时不时的 我总是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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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的看到两个身影站在窗户前盯着我们四个人看 看到那两个身影就让我有些毛骨悚然 当我们四个人走到那个小山坡的时候 我们正好赶上了那群骷髅 从小山坡的泥土中又爬了出来 他们从泥土中爬出来的时候 关节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 听得我有些头疲乏吗 张老师先是看了一眼那些从泥土里爬出来的窟窿 然后又开始打亮着我们周围 张老师指着山坡上那些刚爬出来的窟窿 这个学校里的阴气很重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阴气很重的女鬼 学校里的阴气加上女鬼身上的怨气 把这里的地气给改变了 使得这些窟窿有了灵质 张老师 人要是没了魂魄和熊石走肉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这些窟窿我有思想还会说话 我一脸不解 这个问题也困惑了我很久了 你说的没错 咱们人的身体是靠三魂七魄支配的 没了三魂七魄支配的人会变成行尸走肉 这些窟窿的灵魂早就不在了 但是他们的身上还保留了一些生前的记忆 所以他们会说话也有自己的思想 像咱们现在看到这个情况是很少见的 我豁了这么大岁数也是第一次见过 当那一百多具骷髅全部爬出来的时候 我看到红衣女和邓大鹏的魂魄就站在小山坡中间 那一百多具骷髅将红衣女鬼围的是严严实实的 看到那个红衣女鬼的时候 我和何师叔还有小师姑都有些不自然 同时我们三个将随身携带的武器还有符咒紧紧的捏在手中 我眯着眼睛望着那个红衣女鬼 张老师就是那个红衣女鬼 当初把我从三楼推了下来 而且他还害了他旁边那个人上吊自杀了 我要让你们陪着我 陪着我 永世不得超生 红衣女鬼指着我们四个人一脸邪笑的说完这话后 只见周围那些骷髅呼拉一下 全都向我们跑了过来 小师姑望着那些向我们奔过来的骷髅 对着何师叔哭着脸子 四师兄 你昨天晚上说的话应验了 现在这些骷髅开始变得有攻击性了 哎呀 真是被我这个乌鸦嘴给说中了 何师叔望着那些狂奔向我们的一百多具骷髅 一脸无奈的自嘲 张老师笑着退到我们三个的身后 你们三个别傻站着了 赶紧对付这些骷髅 张老师现在的样子是准备袖手旁观 这有点出乎我们三个的预料 我们搞不懂这个张老师在搞什么 太师老君 积极如律令 是 我和小师姑还有何师叔一同念起咒语 然后同时将手里的降妖除魔符咒 向那些奔向我们的一百多具骷髅 就甩了过去 小师姑他一下子能甩出十多张符咒 何师叔一下子能甩出七八张 而我的实力能差点 最多也能甩出去五张 呼呼呼 降妖除魔符咒化为红色火球 就向那些骷髅的身上撞了过去 啪啪啪 降妖除魔符咒化为红色的火球 连续不断地积在了那些骷髅的身上 那些骷髅虽然来势汹汹 但却不堪一击 火球积在他们的身上 瞬间将他们积成一地的骨头 张老师背着手站在我们三个的身后 看着我们出手 同时他还在紧紧地盯着 站在小山坡上的那个红衣女鬼 当红衣女鬼看到我们身后的张老师时 让他感到有些不自然 而且他心里还生出了一丝恐惧 由于我们是奔着对付那个红衣女鬼来的 何时说我还有小石骨 我们三个人身上也没带多少符咒 没用多久 我们就将身上带的符咒全部甩光了 我们三个只清除了一小半骷髅 还有一多半骷髅迈着大步的向我们几个冲了过来 有手 我和你小石骨顶在前面 你自己在后面小心点 何时叔回过头对我说完这话后 他和小石骨挥着手里的长剑 就向前面的那群骷髅冲了过去 望着那些骷髅 我虽然有些头皮发麻 但我还是义无反顾的举起手里的铜钱剑 跟在小石骨和何时叔的后面冲了过去 小石骨和何时叔每一次见起见落 都会击垮一具骷髅 有他们俩顶在最前面 我跟在他们身后感到很轻松 有两三具骷髅绕过何时叔和小石骨向我冲了过来 我迈着天罡北斗骑星部主动的向那几个骷髅迎了过去 那些骷髅用着他们锋利的手指骨就向我的胸口抓了过来 然而这些骷髅的速度跟我比起来就差得太远了 还没等他们贴近我 我挥起手里的铜钱剑 便对着他们的头盖骨狠狠的劈了过去 咔嚓咔嚓 冲向我的那几个骷髅被我用铜钱剑直接将头盖骨劈碎 然后他们身上的骨头哗啦啦的掉在了地上 我见这些骷髅很好对付 于是向前冲了两步 一起和小石骨还有何时叔定在最前面 何时叔在挥剑的时候 他转过头一脸凝重的向我嘱咐 刘世纸你小心一点 我知道了何时叔 我对何时叔点着头 我冲到何时叔和小石骨他们俩的身边 他们俩的压力瞬间减轻了不少 同时我的压力增大了不少 摔伏消耗的只是体内的道家争气 而近身攻击那些骷髅不但消耗体内道家争气 同时还很消耗体力 没过一会儿我们三个人便是满头大汗 连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水浸湿了 何时叔一边对付眼前冲过来的骷髅 一边对我和小石骨嘟呢 这个张老会咋怎么不过来帮忙啊 不知道 不知道 我和小石骨对何时叔简单的回答 说来也奇怪 像我们冲过来的这群骷髅 只是围着我们三个人攻击 他们也不去找张老师的麻烦 张老师一脸悠闲的背着手 站在我们三个的身后七八米远的地方 看着热闹 十分钟过去了 山上冲下来的一百多具骷髅 已经被我们全部消灭干净了 看着满地的白色骨头 我和何时叔不顾自己的形象 一屁股坐在地上 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 头上的汗水也是哗哗的往下躺着 小石骨弯着腰 双手住在膝盖上 也是大口大口的喘着气 红衣女鬼对着我们轻轻的挥了一下手 我感受到一股阴冷的寒气 带着浓浓的怨气 向我们三个压了过来 直接散落在地上的那些白骨 吱嘎吱嘎的发出响动 我和何时叔吓得立即从地上爬了起来 那些散落在地上的白骨 重新组合在一起 又站了起来 这次围着我们的骷髅 大约有八十多句 望着这些骷髅 我和小石骨还有何时叔 是倍感无力 赏吧 何时叔一脸无奈地说完这话后 他拖着自己沉重的身子 就想围着我们的那些骷髅 冲了过去 刘世纸 你自己小心点 打得过就打 打不过就逃 保住自己的性命 才是最重要的 小石骨对我嘱咐完这句话后 他一个箭步冲到了何时叔的身边 和何时叔肩并肩地对付那些骷髅 张老师 过来帮下忙吧 我们都要坚持不住了 我挥起手里的铜钱剑 将一具骷髅批翻在地后 我回过头 向张老师喊了过去 我相信你们三个 应该能对付得了这些骷髅 有时候 不能太依赖别人 得靠你们自己 如果我今天晚上不来的话 你们三个 还不是一样要面对这些骷髅吗 听了张老师的话 我重重地叹了一口粗气 然后奋力地 向那些骷髅冲杀过去 张老师他说的话也没有错 如果今天他不跟着我们来的话 我们三个依然是要面对这些骷髅的攻击 我是不再奢望张老师出手帮我了 刚开始的时候 我和小石谷还有何师叔冲得很是凶猛 把我们面前的骷髅 激得向后不停地倒退 可过了没一会儿 我们三个人的体力消耗过度 就被那些骷髅逼得向后退着 虽然我们三个不是凡人 但我们也不是神 我们也有精疲力竭的时候 我一箭披散一具骷髅的时候 旁边的骷髅伸出双手就向我的胸口处抓了过来 我收回手里的铜钱剑就对着伸向我胸口处的两只骷髅的手便砍了过去 就在这时我身后的一具骷髅伸出右手骨狠狠地向我的后心抛了过去 当我感到一丝疼痛时 何师叔回神一键砍在了那具骷髅的身上 瞬间将那只伤了我的骷髅披散在地 我的后背被那具骷髅的手骨戳破一个小拇指大的洞 流了不少鲜血 当我们三个人再次将那些骷髅积成满地骨头的时候 我和何师叔还有小拾姑的身上都挂了一些轻伤 我和小拾姑还能好点 何师叔身上的衣服被划出无数道小口子 此时的何师叔显得是格外的狼狈 累死我了 累死我了 何师叔躺在地上闭着眼睛嘟囊 我则是躺在何师叔的身边 累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小拾姑也不顾及自己的形象了 他也是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我们三个躺在地上 手里依然紧紧地握着武器 张老师也不看躺在地上的我们 而是直勾勾地盯着那个小山坡上的红衣女鬼看 留手 救我 快救救我 邓大鹏的魂魄一声一声地对我呼喊着 而我现在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咕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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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噜� 何师叔望着那个巨大的骷髅也是惊呼了一声 小石姑望着那个巨大的骷髅 惊得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那只巨大的骷髅伸出两只巨大的骷髅手掌 抓着小山坡上的两棵松树 便用力的拔了起来 结果那两棵松树连根带土的 被巨大的骷髅拔了起来 巨大的骷髅仰着头冲着月亮大好了一声 便冲着我们三个人冲了过来 踏着一步能迈出七八迷远 斩 小石姑从地上跳起来 将手里的碧玉长剑 对着那个巨大的骷髅就甩了出去 嗖 碧玉长剑划出一道绿光 对着那具巨大的骷髅头快速的击了过去 还没等碧玉长剑靠近那具巨大的骷髅 巨大骷髅挥起手里的松树便向碧玉长剑击了过去 嗖 的一声 小石姑的碧玉长剑被巨大骷髅手里的松树远远的击飞出去 小石姑用手捂着胸口忍不住的喷出一口鲜血 碧玉长剑上有小石姑的神石在里面 碧玉长剑受到重创的时候 小石姑本体也会受到连累 我回过头对张老师生死礼节的喊道 张老师您快出手吧 我们是真挺不住了 要是张老师还是选择站在一旁不出手的话 我们面前那个巨大骷髅一定会用手里那两棵松树 将我们三个人砸成一滩肉腻 张老师对我点了点头 然后从兜里掏出一张符咒 并对着那个巨大的骷髅头顶甩了过去 当那张符咒停在巨大骷髅头顶二十米处的时候 我感受到周围的灵气迅速地向那张符咒聚集着 那张符咒将灵气吸入体内后 它突然变成了一块厚厚的乌云 一阵形成的乌云中 瞬间劈下了一道惊雷打在了那具骷髅的左手臂上 并将它的手臂击断 巨大的骷髅左手臂连带着手里那棵松树 瞬间掉在了地上 那个巨大的骷髅挥起右手中的松树 对着自己头顶那片乌云便积了过去 还没等那棵松树击中头顶的那片乌云 接着又是一道惊雷从乌云中劈了下来 这一次惊雷又将他的右手劈断 张老师望着那具巨大的骷髅一脸轻视 英竹之光 岂敢与日月争辉 真是不自量力 呼呼呼 接下来从那片乌云中一连又劈出了四十七道惊雷 每道惊雷都有手万促 四十九道惊雷将巨大的骷髅劈成了一地骨灰 这还是人吗 这也太强大了吧 何师叔回过头瞪着他那双小眼睛 惊讶地望着张老师 张老师露出的这一手将我们三个人都震到了 小师姑望着张老师的眼神中充满了崇拜之色 张老师灭了那具巨大的骷髅 他买着大步就向小山坡走了过去 红衣女鬼望着张老师一步一步的靠近他 他一脸惊恐的向后退着 当张老师靠近小山坡的时候 那个红衣女鬼还有邓大鹏的魂魄瞬间消失不见 张老师转过头便向男生宿舍望了过去 那个红衣女鬼带着邓大鹏的魂魄出现在男生宿舍三楼的走廊里 张老师从兜里又掏出一张符咒 对着男生宿舍便甩了过去 那红衣女鬼见张老师又甩出一张符咒过来 他赶紧将邓大鹏的魂魄推在了自己的面前 抵挡张老师甩过去的符咒 然而张老师甩过去的这张符咒 只是贴在了男生宿舍的墙上 这张符咒贴在墙上的那一刻 以符咒为中心散出一张巨大的红网 将整个男生宿舍包裹住了 红衣女鬼想要穿过墙壁逃出来 结果被红色的光网反弹了回去 无法逃脱 张老师您这是什么符咒 好厉害呀 我从地上爬起来问向张老师 此时我的体力恢复了一些 张老师一脸凝重的望着男生宿舍走廊里的那两只鬼 这是困鬼咒 需要我体内的道架针起来支撑 混住这么大的一个宿舍 我只能坚持十五分钟 所以你们现在只有十五分钟的时间去收拾那个女鬼 而且我还帮不了你们 事不宜时 咱们快去收了那个红衣女鬼 何师叔说完这话 提着手里的桃木剑迈着大步 就向男生宿舍跑了过去 刘师之 那个红衣女鬼不好对付 你留下来 我和你何师叔去就行了 小师姑对我嘱咐了一声 便拖着疲惫的身子 向男生宿舍走去 同时小师姑将他那把碧玉长剑又招呼了回来 我握着铜钱剑紧紧地跟在小师姑的身后 多一个人就多一份胜利的希望 我必须要跟着你们两个一起去 你现在是越来越像你师父了 我们走吧 小师姑回过头 一脸微笑地对我说完这话后 我们俩肩并着肩向男生宿舍 快步跑去 我能帮你们的就这么多了 有时候不能太依赖别人 这样会给自己养成一个懒惰的习惯 不能让你们身临其境地面对危险 你们是不会成长起来的 张老师望着我们三个人远去的背影 小声地嘀咕 张老师说的这番话 也只有他自己一个人能听见 何师叔推开男生宿舍的大门便走了进去 我和小师姑紧随其后 整个男生宿舍被阴冷的寒气 还有几种的怨气笼罩着 这里的环境让我瞬间联想到 宾仪馆 何师叔 他顺着楼梯就向三楼走起 我们三个人能清楚地感受到 男生宿舍三楼的怨气最重 想必那个红衣女鬼应该是躲在三楼里 即将要面对那个红衣女鬼 我这心里是非常的紧张 我紧握着铜钱键的右手心里全是汗水 何师叔和小师姑跟我一样 也是非常的紧张 何师叔和小师姑额头上的汗水就没消过 当我们三个人走到三楼走廊里的时候 那个红衣女鬼站在那间饭鞋的寝室门前 一脸幽怨地看着我们三个 邓大鹏则是一脸痛苦地站在红衣女鬼的面前 呜呜呜地哭泣着 邓大鹏对我伸出右手 留手快救我快来救我 邓大鹏我们这就过去救你 你不要怕 我对不远处的邓大鹏点着头 何师叔挥起手里的桃木剑指着红衣女鬼一脸严肃 女鬼我劝你还是乖乖地束手就擒 不要逼我们出手将你打得魂飞烟灭 哼你有本事就过来 我等着你将我打得魂飞烟灭 你们这群男人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都该死都该死 红衣女鬼咬着牙愤怒地指着何师叔 还有我 我望着那个红衣女鬼 师兄都过去三十多年了 你这又是何必呀 永远都不会玩 永远都不会玩 红衣女鬼说完这话的时候 周围的怨气还有阴气 迅速地往他身上聚集着 红衣女鬼的脸色突然变得铁青 嘴里向外延伸出两颗长长的撩牙 她的舌头伸长搭了在她的胸口处 展现出一副典型的吊死鬼的样子 看到红衣女鬼现在的这个样子 我先是倒吸了一口冷气 然后不由地向后倒退了两步 躲在了小师姑和何师叔的身后 自从失去师父这个靠山 我心里的底气也少了不少 何师叔和小师姑看着前面那个红衣女鬼 也是不由地咽了一口唾沫 我们三个人心里很清楚 这个红衣女鬼肯定是不好对付 你可以滚了 红衣女鬼对着邓大鹏的屁股踹了一脚 邓大鹏被踹了一个亮枪 然后向我们三个人的身边 快速地跑了过来 直到邓大鹏跑到了我的身后 他才停下了脚步 小师妹我们俩上 张老师只给了我们15分钟时间 现在已经过去七八分钟了 眼看时间就要过去了 何师叔只有硬着头皮 带着小师姑往女鬼身边冲去 好 小师姑对何师叔硬了一声后 他们俩一同向红衣女鬼冲了过去 红衣女鬼则是一脸无惧地 向何师叔和小师姑的身边冲了过来 在他的心里 他只惧怕站在外面的那个人 而何师叔和小师姑 他根本就没放在眼里 就在我也要跟着何师叔 还有小师姑向前冲的时候 站在我身边的邓大鹏 突然伸出右手将我手里的铜钱剑打落在地上 他从我的背后双手紧紧地搂着我的双臂不防 我一边挣扎着一边对邓大鹏喊 邓大鹏你这是要做什么 你快给我松手 那个美女姐姐说了 只有你死了 我才能解脱 刘少 你去死吧 你去死吧 邓大鹏对我说完这话后 他用自己的脑袋狠狠地向我的后脑手撞了过来 我被邓大鹏撞得是头晕目眩 小师姑和何师叔光顾着去对付红衣女鬼了 我这边发生的事情 他们俩是浑然不知 我也不敢喊小师姑和何师叔过来帮忙 我怕他们俩分心 毕竟红衣女鬼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邓大鹏再一次用着他的脑门向我的后脑勺撞了过来 我被这个邓大鹏撞得是眼前直冒金心 前方何师叔和小师姑已经跟那个红衣女鬼交上手了 小师姑和何师叔采取的是 一上一下来攻击那个红衣女鬼 小师姑攻击女鬼的胸口处 何师叔则是选择攻击女鬼的腹部 红衣女鬼面对小师姑和何师叔的攻击有些应接不下 他被小师姑还有何师叔逼的向后慢慢退着 斩 小师姑握着碧玉长剑的手一松 只见碧玉长剑快速的向红衣女鬼的胸口处刺了过去 由于小师姑离红衣女鬼很近 红衣女鬼想要躲闪已经来不及了 只听嗖一声 碧玉长剑从红衣女鬼的胸口处穿了过去 红衣女鬼的身子如同触电一般顿了一下 就在这个时候 何师叔一个剑步冲上前 用着手中的桃木剑又对着红衣女鬼的腹部刺了过去 何师叔的桃木剑闪着淡黄色的光芒 穿透了红衣女鬼的腹部 红衣女鬼发出一声痛苦的声音 随后她的身子瞬间消失在了小师姑和何师叔的眼前 何师叔一脸轻松 这个红衣女鬼还真是不堪一击啊 可是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小师姑这句话刚说完 红衣女鬼的身影再一次的出现在他们俩的面前 这是怎么一回事 何师叔一脸不可思议的望着眼前的红衣女鬼说道 小师姑则是一脸凝重的望着那个红衣女鬼摇了摇头 表示不知道 红衣女鬼一个箭步冲到小师姑和何师叔的面前 她伸出两只手狠狠地掐住小师姑和何师叔的脖子 小师姑和何师叔瞬间感到窒息 小师姑和何师叔用自己的左手 试图用力地拔开红衣女鬼掐着他们脖子的手 右手持剑 不停地对着红衣女鬼的身子 刺了过去 然而小师姑和何师叔的攻击 根本无法对红衣女鬼造成伤害 这 这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 我 我也不知道 小师姑一脸惊恐地望着掐着他们俩脖子的红衣女鬼 小师姑和何师叔的情况我也都看见了 我很想上前帮忙 可是我现在都有些自身难保了 邓大鹏把我的后脑勺撞的是鲜血之流 我将体内的道家珍奇输入到我的右手中 然后我反手一掌 对着邓大鹏的腿便积了过去 我这一掌拍到邓大鹏的腿上 邓大鹏的身子像触电一般 他先是身子颤抖了一下 然后松开了紧紧抱着我的双臂 挣脱了邓大鹏的束缚后 我回过身使出全力 对着邓大鹏的腹部便狠狠地踹了一脚 邓大鹏他被我一脚踹地向后倒飞出去 我来救他 他居然忘恩负义地来对付我 我现在想杀了他的心都有了 我随手从地上捡起铜钱剑 就向那个红衣女鬼的身边冲了过去 我还没冲到红衣女鬼的身边 何师叔和小石姑放弃抵抗 同时将手里的长剑扔在了地上 他们两个脸色发紫 眼球向上翻着 随时都有断气的可能 我冲到那个红衣女鬼的身边 用手里的铜钱剑对着红衣女鬼的胸口便刺了过去 然而我这一剑就好像是刺在了空气之中 无法对红衣女鬼造成任何的伤害 红衣女鬼嘴角上扬露出一丝淡淡的邪小 何时说 激出一丝微弱的声音 没 没 没用的 看到何师叔和小石姑命在担心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着 此时 一股无力感 涌上心头 我对着红衣女鬼又刺了七八戒 红衣女鬼的身上只是散出淡淡的阴气 根本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此时 我感受到了 我脖子处的那个三足巨羊鸟 有些发热 我随手将我脖子上的三足巨羊鸟摘了下来 然后 我对着红衣女鬼的身上就甩了过去 我将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了三足巨羊鸟的身上 如果三足巨羊鸟也对付不了红衣女鬼 那我们三个人今天都要栽在这里 青铜三足巨羊鸟从我的手中飞出去的那一刻 我先是听到一声嘶鸣 随后 我看到青铜的三足巨羊鸟变成一只红色的火焰小鸟 快速地向红衣女鬼的身上撞了过去 红衣女鬼望着飞向她的红色火焰小鸟 心里有一丝惧怕 她被迫无奈 只好松开了 掐着何时叔和小石谷脖子上的手 就在她想要转身逃跑的时候 三足巨羊鸟化为的红色火焰小鸟 撞在了红衣女鬼的身上 将她狠狠地撞飞出去 当红衣女鬼的身子落在地上的时候 她的身子瞬间燃烧了起来 红衣女鬼躺在地上 一边打着滚 一边发出痛哭的声音 同时我看到她身上的阴气向着周围散发出去 鬼是由人的三魂七魄组成的 同时鬼还需要阴气来支撑着自己的魂魄之躯 就像人不能缺少氧气是一样的 当鬼身上的阴气全部散发出去后 他们所面临的便是魂飞魄散 何师叔和小师姑躺在地上 先是干咳了几声 然后他们俩大口大口地吸着气 得到氧气的供应 他们俩发紫的脸 开始慢慢变红 红色的火焰小鸟 在红衣女鬼的身上转了两圈 然后又飞回到我的手中 红色的火焰小鸟飞回到我的手中 又变成了青铜三足巨羊鸟 我暗叹 这个宝贝还真是神奇 同时我也从心里感激我那已经不在世的师父 这个三足巨羊鸟在关键的时候救过我好几次 当红衣女鬼身上的火焰消失后 她虚弱地躺在了地上 而且她身上的阴气已经所剩不多了 只能勉强地支撑她的魂魄之躯 我提着铜钱剑迈着大步 就向那个红衣女鬼的身边走了过去 我举起手里的铜钱剑 无情地对着红衣女鬼的胸口 便刺了过去 像这般狠毒的女鬼 是坚决留不得的 面对着她 我觉得没有必要 属下留情 红衣女鬼面对我的攻击 她没有多善 而是看着我露出一脸邪小 看到她脸上的邪小 让我感到十分的不自然 当我的铜钱剑刺到红衣女鬼的胸口时 没有发生我预想到的结果 红衣女鬼非但没有魂飞魄散 周围的阴气又开始向她的身上聚集着 你杀不死我的 杀不死我的 红衣女鬼躺在地上 对着我大声笑道 听到她的笑声 我是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我无力地将手里的铜钱剑扔在了地上 柳世纸 这个红衣女鬼既然杀不死 趁着她现在还虚弱 你先将她的魂魄收了 小尸姑用着虚弱的声音对我说 我对小尸姑应了一声 就掏出自己身上的收魂葫芦 拔出堵塞 然后用着葫芦口 对着红衣女鬼念起了收魂咒语 躺在地上的红衣女鬼 化为一道红色的雾气 被收到了收魂葫芦中 带我出来之日 就是你们受死之时 你们等着我 我要让你们永世不能超胜 红衣女鬼 被我收到收魂葫芦的那一刻 空气中飘荡着女鬼 愤怒的声音 何时叔和小尸姑见我成功地 将那个女鬼收到葫芦中 他们俩是长输了一口粗气 当我抬起头望向邓大鹏的魂魄的时候 邓大鹏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他一脸愧疚地看着我 当困着男生宿舍大楼的那张红色光网散去后 邓大鹏从地上快速地爬起来 然后从墙壁窜了出去 消失不见了 吐通一声 我眼前一黑 身子一软就倒在了地上 晕了过去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我发现我躺在一道堂的沙发上 小尸姑 何时叔 真子奇 还有油脂培 都守在我的身边 他们几个人 一脸担忧地望着我 小尸姑见我醒来 他露出一丝欣慰的笑 你醒了 我望着小尸姑应了一声 何时叔一脸关心地向我问了过来 现在感觉怎么样 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啊 后脑少疼 头还有点晕 我如实地对何时叔回头 一想起那个邓大鹏 我这心里还有点气氛 小尸姑用他温暖的手 轻轻地抚摸着我的额头 那你闭上眼睛 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这次你们要带上我去的话 肯定不会有这样的结果 我的实力虽然不强 但我也会为你们独挡一面 油脂培在一旁咧着大嘴 自吹自擂 油脂培 你能不能别朗朗吹牛逼了 我不耐烦地对油脂培回了一句 哼 你小子要是跟着我们去的话 我们都能让你给坑死 之前你差点一键给我劈了 何时叔拉着个脸子 没好气地对油脂培数落 油脂培呢 挠着头一脸尴尬 那只是个意外 谁能想到那个红衣女鬼 会上我的身呢 他这是不按套路出牌 对了 张老会长临走的时候 跟我和你和师叔说 那个女鬼之所以不死 问题可能出在她的尸身上 小尸姑在一旁插了一句 油脂培在一旁问了一句 人死了三十多年了 估计骨头都烂成渣了 怎么去找那个女鬼的尸身呢 嗯 张老会长他能这么说 肯定有他的道理 这件事我们还是查一下比较好 何时叔在一旁说 我想了一会儿 看来这件事 还得从学校那头开始查 嗯 我之前也是这么跟你何时叔说的 先从学校那头开始查 而且事情不能耽搁 小尸姑对我点着头 我们这些人一直聊到凌晨三点钟才结束 小尸姑没有回家 她在二楼卫生间洗了一个澡 便到二楼卧室休息去了 真子齐则是躺在我对面的沙发上睡觉 何时叔则是带着油脂培回红扇堂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多钟的时候 小尸姑带着疲惫的红眼睛从二楼走了下来 看来小尸姑昨天晚上应该是没怎么睡好 我坐在沙发上望着小尸姑 小尸姑 您脸色难看 您还是多休息一会儿 小尸姑打了一个哈欠走到我的身边 今天咱们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处理 得赶紧查出那个女鬼的尸身在那儿 我怕时间耽搁长了 会声变故 听了小尸姑的话后 我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就在我和小尸姑想要去对门找何时叔时 何时叔他推开红扇堂的门 直奔着我们一道堂走了过来 何时叔一脸疑惑的看着我和小尸姑 你们俩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想尽快找到那个红衣女鬼的尸身 今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 发现刘诗之那个收魂葫芦散发着一股怨气 如果让那个女鬼恢复他自身实力的话 这葫芦恐怕是捆不住他呀 要让他再跑了 那就糟了 嗯 那咱们事不宜迟 赶紧去查吧 何时叔对小尸姑点了一下头 我们三个人一同向八十八号胡同外走去 我们三个人走的时候 游直培和真子齐他们两个还没醒 我心想这两个家伙真是太幸福了 今天是十月五号 市里的交通还是非常的拥堵 对此小尸姑是非常的无奈 过了大约半个多小时 小尸姑才开着车驶去了市区 当我们三个人来到积淀学院时 已经快到中午十点了 学生们是十月七号开始返校 而今天已经有学生提前返校了 但人数不是很多 我们三个走到积淀学院的收发事情 打惊的那个老人家 一脸热情的从屋子里迎了出来 何时叔走到老人家的身边 哎呀 老哥哥 这次我们过来 是向你打听一件事 哦 你说吧 道士师傅 只要是我知道的 我一定会全部告诉你们 老人家对何时叔点着头 何时叔眯着眼睛 三十年前 这个学校 有一个女孩上吊自杀了 你知道这件事吗 哎哟 这件事我当然知道了 那时候 我还是这个学校的老师 那个女孩啊 长得很漂亮 学校很多男生都喜欢她 可她最后啊 为了一个叫虎子的无赖 上吊自杀了 哎呀 真是太可惜了 那姑娘就太死心眼了 老人家一脸惋惜 啊 老哥哥 那你知不知道 那个女孩子的家长 把女孩子的尸体 埋在哪了 老人家妄想 何时说 哎 你问我这个做什么 啊 因为女孩子死的时候 怨气大 我们得找到她的尸骨 为她超度一下 来消除她身上的怨气 老人家指着学校后面的小山坡 哎呀 当时女孩子的家长来到学校的时候啊 并没有将那个女孩子的尸体接走 那你们也应该知道 在咱们这儿啊 横死的人 是不允许埋到自家祖坟地里的 最后啊 那个家长和学校商量了一下 就把女孩子的尸体 埋在了男生宿舍后面的小山坡上 毕竟这件事 学校也有责任 听到老人家的这番话 我们三个人的心里有些高兴 起码我们三个不用在东奔西跑的 寻找红衣女鬼的尸身了 老哥哥 那你能不能带我们 去小山坡看看 那个女孩子的坟在哪里 可以 我现在就带你们过去看看 跟我走吧 老人家对和师叔点了一下头 就带着我们三个人 向男生宿舍后面的小山坡走去 我们四个人还没走到小山坡 就看到地面上堆着一层厚厚的骨灰 还有那两棵被连根拔起的松树 老人家指着地上的那两棵松树 哎 哎 对了 我还想问你们 这两棵松树是怎么一回事啊 嗯 不知道 我和师叔小石姑一同摇着头对老人家回了一句 哎呀 这还真是奇怪了啊 昨天晚上这应该没刮风啊 这两棵松树怎么就被连根拔起来了呢 老人家放着那两棵松树嘟囔了一句 他更好奇地上那层白色的骨灰是什么东西 昨天晚上张老师在老人的身上偷偷的贴了一张昏睡符 当老人家回到收发室的时候 他躺在床上就睡着了 然而昨天晚上发生的事 他是一点都不知道 张老师什么时候在老人家身上贴的符 我们三个也不知道 老人家指着一处长满杂草的小坟包 这座坟就是那个上吊女生的坟 死了三十年了 谢谢你了老哥 我们要在这里啊 做场超度法事 您哪可以离开了 好 那我要走了 老人家对何师叔应了一声 就向学校收发室走去 待那个老人走远后 何师叔指着我们面前长满杂草的小坟包 怎么 开始挖坟吧 何师叔 咱们什么工具都没带 怎么挖呀 我在一旁皱着眉头插了一句 哎呀 你小子还真是笨 这么大一个学校 你觉得会没有铁锹稿头吗 咱们三个分头去找 找到后电话联系 何师叔对我说完这话 就往小山坡下面走去 于是我们三个人分头就去寻找铁锹和稿头 走到男生宿舍门口 我遇见了两个结伴而行的女同学 同学 你们学校的锅炉房在哪 你是故意来跟我们两个搭讪的吗 两个女生其中一个笑嘻嘻地问我 我摆着手红着脸对这两个女生解释 不不不 我不是故意找你们搭讪的 我家是开煤厂的 我爸让我来你们学校送煤 我不知道锅炉房在哪 前面那个带烟通的三层小栏楼 就是我们学校的锅炉房 刚才说话的那个女生指着东面的一个三层小栏楼 谢谢你了 我对那个女生说了声谢谢就向锅炉房跑了过去 在我的印象中 锅炉房里应该会有铁锹搞头之类的东西 刚刚那个跟我说话的女孩望着我的背影 红着脸对自己身边那个女孩说 这小伙子长得还蛮帅的呀 好了别在这饭花吃了 咱们赶紧走吧 另一个女孩将望着我背影的那个女孩给拖走了 跑到锅炉房里 我开始四处寻找工具 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后我在锅炉房后面的仓库里找到了一把铁锹 还有一个稿头 喂 何师叔 我找到一把铁锹 还有一个稿头 我扛着铁锹和稿头走出锅炉房后 给何师叔打了个电话 同时我眼睛不停地打亮着周围的情况 没经人家同意 我就把铁锹还有稿头拿出来 我总是有点做贼唏嘘的感觉 我这边只找到了一把铁锹 你给你小师姑打个电话 让他不要找了 咱们的工具够了 何师叔对我说完这话 就把电话挂断了 给小师姑打完电话后 我扛着铁锹还有稿头 就向男生宿舍后面的小山坡看了过去 当我爬到小山坡上时 何师叔已经开始用铁锹挖坟了 何师叔站到一旁 指着小坟包 这你也太硬了 有手 你用稿头刨两下 好的 何师叔 我对何师叔点了一下头 就挥起手里的稿头 对着小坟包刨了起来 我和何师叔相互配合着 我用稿头刨土 何师叔就用铁锹挖 小师姑赶过来 也要动手一起挖 最后让我和何师叔给拒绝了 因为我们俩觉得 这活是男人干的 不能让女人插手 我和何师叔不停歇地挖了不到一个小时 我们俩先是挖到了一个棺材盖 此时我们俩的头上都是汗水 小师姑则是从兜里掏出纸巾 走到我们俩的面前 给我们俩擦着汗 这棺材的质量还真是不错 经过三十年都不烂 小师姑在一旁望着棺材 咱们还是赶紧把棺材盖打开看看吧 嗯 好 何师叔对小师姑应了一声 就向前走了一步 何师叔捡起我扔在地上的稿头 憋在了棺材的一侧 使劲地将棺材盖子撬了起来 棺材上钉着七颗钉子 不是很好撬 当何师叔将棺材盖撬开后 他扔掉手里的稿头 留手 过来大把手 咱们俩把棺材盖抬起来 我走到棺材前弯下腰 和何师叔一同将棺材盖子 抬起来扔到了一边 当我和何师叔回过头 向棺材里面望去的时候 我们俩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这时候小师姑的脸色 也不是很好看 棺材里躺着一个身穿白色 脸色连衣裙的年轻美貌女子 三十年过去了 这个女子的尸体一点都没有腐烂 就像刚死的人 而且她身上的衣服也没有腐烂 白色连衣裙的里面套着一套红衣服 这个女子的嘴巴大张 长长的舌头从嘴里伸了出来 同时她的双眼圆正 脸上露出的表情充满了愤怒 这具尸体的身上凝聚着一股浓浓的怨气 哎呀 死不明目 哎呀 何师叔望着棺材里的女尸 叹了一口粗气 我妄想站在棺材旁的小石姑 还有何师叔 小石姑 何师叔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这个红衣女鬼的怨魂 与她这具尸体紧密相连着 只要尸身不被破坏 她的魂魄永远不会消散 也就是不死不灭 这种事 我年轻的时候听我的师父说过 小石姑望着棺材里的那具女尸 何师叔一脸慎重的指着棺材里的女尸 只有将这具尸体烧了 那个红衣女鬼的魂魄才能消散 将这个女尸 抬到火葬场火化是不太可能了 我们只能就地火化 小石妹 你开车到附近的加油站 买些汽油回来 咱们把这具尸体烧了 好 我现在就去买 小石姑点着头 对何师叔应了一声 就退出了小山坡 小石姑走后 何师叔他席地而坐 然后闭上眼睛 嘴里默念起了我们道家的超度法经 何师叔念道家超度经文时 女尸身体上凝聚的怨气 正在慢慢地向周围散去 当何师叔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 女尸圆正的双眼已经合上了 脸上愤怒的表情也都消失了 何师叔望着那句女尸 无良天尊 我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 值得庆幸的是 今天返校的学生不是很多 也没人注意到男生宿舍后面 小山坡里发生的事 毕竟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当然是越少人知道越好 过了半个小时左右 小石姑提着一桶汽油 气喘吁吁地跑到了我和何师叔的身边 小石姑将手里的汽油递给何师叔 四师兄 这些汽油应该够了吧 嗯 何师叔点着头 接过小石姑手里那桶汽油 便往女尸的身上倒 一桶汽油倒在了棺材里后 何师叔先是从兜里掏出一根烟 点燃抽了两口 然后他将燃烧的烟头扔在了棺材 哭着一下 棺材里的女尸瞬间燃烧了起来 啊 棺材里的那具女尸突然发出一声凄惨的尖叫 他发出这声尖叫 把我和小石姑还有何师叔吓了一大跳 我们三个人也不敢离开 因为周围都是松树木 我们怕棺材里的火着出来 将周围的林子给烧了 一旦发生了大火灾 我们三个人的责任难逃 过了大约不到一个小时 女尸连同这棺材全都化为了灰烬 我和何师叔拿起铁锹 将周围的泥土填在了坑里后 我们三个才退出小山坡 向积淀学院的大门口走去 走到学校大门口处 跟收发室那个打惊的老人家打了一声招呼后 小石姑开着车载着我和何师叔便往市里看去 坐在车上 我们三个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不少 早上小石姑临走的时候 将我的收魂葫芦放到了三清祖师爷的画像前面 并用了十几张收魂符咒贴在了葫芦上 用来镇压那个红衣女鬼 以防她从收魂葫芦里逃出来 推开一道堂的门 小石姑他静止地向祖师爷的画像前走去 我和何师叔紧跟在小石姑的身后 小石姑将我那个收魂葫芦拿在手中 仔细地打量了一番 葫芦里的怨气已经消散了 看来这个女鬼已经魂飞魄散了 小石姑说完这话后 他随手将收魂葫芦上的十几道符咒接下来 然后将葫芦的堵塞拔掉 我和何师叔看到一股红色的烟雾从收魂葫芦里飘出来 然后画为点点星光消失在我们的面前 看到这儿的时候 我们三个人的心情放松了不少 这个红衣女鬼已经彻底的魂飞破灭了 游职培和甄子齐看到我们三个回来 也没吱声 他们俩坐在沙发上捧着手机玩着王者荣耀 而且玩的是不亦乐乎 我妄想正在玩游戏的甄子齐 甄子齐 再有两天就开学了 你的作业都写完了吗 我早就写完了 甄子齐他随口对我回了一句 听到甄子齐这么说 我再没说什么 游职培抬起头 师父 我师娘他哪儿去了 这两天怎么没见到他呀 你师娘他出差了 我说我养着他 他就是不同意 偏要去上班 对此我也是没办法 哎呀 何师叔叹了一口粗气 四师兄 我嫂子想工作 你就让他去吧 女人要是待在家里 哪也不去 容易老得快 其实两个人 各有各的事挺好的 成天腻外在一起 也不见得是件好事 时间长了 就会挑各自的毛病 小师姑在一旁插了一句 我觉得小师姑这番话 说的是很有道理 何师叔对小师姑点着头 啊 随他去吧 哎 小师姑 一道堂我看着 您今天早点回去 陪我接个小姑父吧 我望着小师姑 何师叔也跟着我附和 啊 是啊 小师妹 昨天晚上 你就没回去 杰克 他不放心 打了好几遍电话给你 那你现在就回去吧 一道堂 我会帮你看着他 唉 吵 正好我也累了 我想回去好好地休息休息 这个一道堂 就交给你们了 小师姑打了一个哈欠 然后就向外走去 何师叔望着正在玩游戏的游直培 哎 你小子在这里待了好几天了 现在你头上的伤已经好了 赶紧回家去吧 哎 好的师傅 我玩完这局游戏就回家 游直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电话 对何师叔回了一句 何师叔指着红扇堂 游手啊 我回红扇堂了 有事 你到对门去找我 哎 好的何师叔 您回去看着红扇堂吧 啊 何师叔点了一下头 就向对门的红扇堂走去 游直培和真子奇打完一局游戏后 他将手机放到了兜里 然后站起身子 走到了我的面前 二哥 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学校啊 今天是五号 我准备七号晚上回学校 哦 好吧 我也七号晚上回学校 那我先回家了二哥 你赶紧回去吧 真子奇见游直培要走 他有些舍不得 哎 游直培 你着什么急走 再玩一会吧 哎 不玩了 你自己玩吧 我要回家去了 游直培对真子奇说完这话就走出了一道堂 游直培走后 真子奇安静的坐在沙发上又玩起了王者荣耀 自从游直培送了真子奇这个手机后啊 真子奇只要一有时间就摆弄着电话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就坐在了真子奇的身边 看着他玩游戏 真子奇见我在一旁看他玩游戏 他玩的更是卖力了 当真子奇玩完一局游戏后 我望着真子奇 来 真子奇 你先别玩了 我想跟你谈谈 啊 留手 你要跟我谈什么呀 真子奇将手里的电话放到茶几上 我发现你自从有了这个电话后 你就变得有些颓废了 以前你一有时间就会练习画幅 捧着道德金砍 而现在你只要一有时间就捧着电话玩 你觉得自己这个样子真的好吗 我看向真子奇一脸慎重 真子奇听了我这番话后 他没有狡辩什么 而是将头埋在怀里 他也知道自己这样做有些不对 真子奇 我也不是不让你玩游戏 我希望你能克制住自己 每天写完老师刘的作业后 你抽出一点的时间练习画幅 还有看看道德金 你可别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你是一个道家弟子 真子奇抬起头望着我 嗯 留手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点着头 对真子奇的肩膀拍了拍 就向二楼走去 有些话 没必要说的太多 只要点透 就可以了 真子奇 将茶几上的手机收了起来 然后拿出毛笔 还有黄符纸 便开始认真的 练习画幅 我走到二楼 掏出钥匙 将茶几打开 便走了进去 虽然这些日子 我几乎天天都待在一道堂里 但是我很少上二楼仓库 来看这些怨魂 哎呦 小伙子 你怎么有时间来看我们了 仓库里那些怨魂将我走进来 他们乐呵呵的向我问了过来 我反手关上门 挺长时间 没来看你们了 有点想你们 哎 最近大家可好啊 哎 挺好的 自从你说过那个真子奇后啊 他每天早上 几乎都按时给我们上香 哎 我们大家都很满意 这也得感激你呀 哎 小伙子 我身上的怨气 已经全部散去了 你是不是该放我出来了 靠在右面墙第二排架子 最后一个酒坛子里的怨魂对我说 我对那个怨气消散的怨魂点着头 嗯 可以是可以 但是现在不行 因为现在是白天 我要是将你放出来的话 外面的太阳会灼伤你的魂魄 你再忍忍吧 啊 等到了晚上 我再将你放出来 啊 我不急 二十年我都等了 我也不差这半天时间 那个怨魂很乐观 我蹲下身子 向封印田田的那个酒坛子问道 哎 田田 你待在这里还习惯吗 早都习惯了 待在这间仓库里的怨魂们 虽然嘴贫 但大家对我都很照顾 听到田田说的这番话 我也安心了很多 你身上的怨气啊 已经潇洒了不少 在有不到半年的时间 你身上的怨气 就能全部潇洒 到时候 我放你去地府淘汰 谢谢你了刘少 如果不是遇见你 我 田田说到这儿的时候 声音有些哽咽 好了 过去的事 咱们就不要再提了 我对田田说完这话后 就走出了二楼仓库 当我走到一楼 看到真子齐坐在沙发上 拿着毛笔 认真的练习画幅 我的心很是欣慰 我没有打扰真子齐画幅 我出了一道堂 直奔八十八号胡同口处的 纸扎店走去 我走进纸扎店 老板 我需要四捆纸钱 一包金元宝 一包银元宝 晚上七点用 您给我算一下 多少钱 四捆纸钱六十 金元宝加银元宝二十四十 一共一百块钱 你给我个八十块就行了 我先把钱给你 等晚上七点的时候 我过来拿东西 我从兜里掏出一百块钱 递给了纸扎店老板 纸扎店老板 找给我二十块钱 七点 我已经回家休息了 到时候 我嘱咐一下我的店员 你过来拿就可以了 好的 麻烦你了 我接过纸扎店老板 手里的二十块钱 就向一道堂 又走了过去 喂 封教授 我今天有点忙 可能回不去了 等我明天回去 看你和我外甥女 你也跟我二叔和小花说一声啊 我回到一道堂 打了个电话给凤娇姐 毕竟我昨天下午走的时候 答应过凤娇姐 今天回家 凤娇姐在电话里失望的说 那好吧 你注意身体啊 嗯 那就这样了 我对凤娇姐说完这话 就把电话挂断了 今天晚上 我和真子齐 在和师叔那里蹭了一顿晚饭吃 真子齐回到一道堂里 我允许她玩手机到晚上八点 然后让她到处一个小时 看道德经 九点按时睡觉 真子齐则是点头答应了我的话 我坐在真子齐对面的沙发上 哎 真子齐 你兜里还有钱吗 嗯 没有了 真子齐对我摇着头 这是两千块钱 你拿着 我从兜里掏出早就已经准备好的两千块钱 扔到了茶几上 真子齐抬起头 一脸不解的看向我 哎 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多钱呢 我望着真子齐 国庆长假后开学 你得交伙食费 还有坐车费 这些就要五百多块钱 剩下的钱呢 给你买文具 还有零花 哎 你小子 省着点花啊 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 兜里没有多少钱 我一天只吃两顿饭 而且一顿只吃一个馒头 我常常饿得是头发晕 我可不想真子齐吃我以前的苦 如果我今天不问真子齐 兜里有没有钱 以她倔强的小脾气 她是不会主动跟我要钱的 谢谢你了 谢谢你了 留守 真子齐红着眼睛 对我说了声谢谢 我走到真子齐的身边 摸着她的头 哎呀 你师父不在了 我师父也不在了 以后咱们俩相依为命 你要是有什么困难 就跟我说 千万不要瞒着我 我们俩是一家人 嗯 我会的留守 到了晚上七点多 外面的天已经彻底放黑了 我打着仓库的门 就像那个运气已经散去的鬼魂走了过去 我先是将酒坛子上面贴的符咒接掉 随后将酒坛子的盖子掀开 直接一股阴冷的白色雾气 从酒坛子里飘了出来 白色雾气化为一个三十五六岁的中年男子鬼魂 站在了我的面前 中年男子鬼魂对我身居了一躬 哎 谢谢你了小伙子 你客气了 老罗啊 我们大家都会想你的 屋子里那些怨魂依依不舍的对我身边的中年男子 鬼魂说我身边这个叫老罗的鬼魂听到大家的话心里很不是个滋味 人在一起时间长了都会有感情更何况是鬼 我我希望你们身上的怨气早日散去早点去地府投胎 咱们哪下辈子见我身边的男子魂魄对仓库里那些怨魂说完这话后就跟着我退了出去 我带着中年男子的魂魄从二楼下来然后和坐在沙发上的真子奇说 真子奇你先自己一个人在一道堂里待着我要把他送到城隍庙那儿 哎 留守我陪着你一起去吧 真子奇从沙发上站起来 不用 你还是待在一道堂看家吧 我去去就回 我对真子奇说完这话就带着中年男子的魂魄向一道堂外走去 我回过头像中年男子的魂魄问了过去 哎 你叫什么名字 哎 我叫罗志军 如果你家里还有什么亲人的话 你现在可以回去看看 我给你两个小时的时间 哎 没有了 我的家人哪 二十年前就死了 罗志军说到这儿的时候 露出一脸悲伤的表情 哎 你等一下 我去给你拿买路线 我走到纸扎店门口 我对罗志军说了一声 就钻进了纸扎店里 纸扎店的老板已经回家了 帮他看着纸扎店的 是由金铜玉女两个纸人变成的服务员 我走进纸扎店里还没有开口 店里的女服务员指着门口处的纸钱 还有纸叠的金银元宝 你的东西就在那儿 谢谢了 我客气的对女服务员说了声谢谢 就将我买的东西提了出去 从八十八号胡同口走到城隍庙门口 还有一段距离 我和罗志军便闲聊了起来 诶 罗志军 你是怎么死的 又是怎么被我师父抓的 我好奇的问向罗志军 我发现我这以后啊 是变得越来越八卦了 哎呀 这件事啊 要从借钱说起 在二十年前 我在市里啊 做了点小买卖 手里攒了不到一百万块钱 哎 那时候一百万也能当钱花 有个跟我关系挺不错的兄弟 要跟我借二十万做生意 我当时什么都没想啊 就拿出二十万借给我那个兄弟了 那 然而我借出这二十万块钱 就像石沉大海一般啊 一点回音都没有 哎呀 我那个兄弟自从借完我的钱后 也不给我打电话 也不去找我 直到一年后 我着急用钱进货 就去他家 给他要着二十万块钱 当时他借钱的时候 是告诉我半年后还 然而呢 他却拖了我整整一年 我找到他的时候 他告诉我 那二十万做生意赔了 哎 一分也拿不出来 一听他说这话 我就有点来急 他跟我借钱的时候 我也让他给我打了张欠条 啊 我当时就跟他撕破了你 我说你要是不还钱 那我就去法院告你 我扔下这句话就走了 其实啊 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他 没想着去法院告他 当天晚上 他就去我家了 我还以为他去我家 是去还钱的 可谁曾想啊 他是带着刀去的 他进了我们家的屋子 先是捅了我两刀 随后啊 他又对我的儿子媳妇 我的两个老人下了狠手 最后我一家五口人全都被他给杀死了 我死的时候 有一口怨气卡在了喉咙中 让我变成了一个怨气冲天的恶鬼 第二天晚上十二点钟 我便到了我那个兄弟家 我将正在淑水中的我兄弟 还要他媳妇给活活掐死了 原本我想留他女儿一条性命 可我一想到我那可怜的儿子 我便狠下心 将他女儿也给掐死了 再后来啊 就是你师父给我抓了 事后啊 我也有些自责 杀我全家的是我那个兄弟 跟他妻子女儿无关 我不应该将他的妻子 还有女儿掐死他 罗志军一脸自责 这真是 云云相报何时了啊 我对罗军感叹了一声 我个人认为 欠钱还钱是天经地义之事 借人家一分钱 那你就得还人家一分钱 如今这个社会 有很多人借完钱以后 不能按时还钱 借钱的时候呢 是第三下字的 当你催他还钱的时候 他寻找各种理由搪塞你 即便是有钱 他们也不会还 做人可不能失了自己的诚信 一旦失去了诚信 那他便会慢慢的失去所有 包括亲戚 还有朋友 平日里 看守城隍庙的地府鬼差 是两个 而今天 看守城隍庙的鬼差 是四个 有两个鬼差 在城隍庙门口缩小 另外两个鬼差 则是坐在一张桌子前 在一个厚厚的本子上 记录着去地府报到的鬼魂 四位差 我乃是毛山道士留守 我这次来城隍庙 是送我这个朋友到地府报到的 还请各位行个方便 我对那四个鬼差 说完这话后 我将手里的纸钱 还有金元宝 摊开给他们四个看 哎呀 小伙子 你带的这点东西 是不是有点少了 站在城隍庙门口 说笑的那两个鬼差 其中一个鬼差 阴着脸子 他看不起我手里拿的这点东西 罗志军看到守在城隍庙门口的四个鬼差 心里则是有些害怕 罗志军躲在我的身后 偷偷地瞄着这四个鬼差 一句话也不敢多说 以前我来这的时候 都是两位差爷守在这个城隍庙门口 我今天也没想到会有四位差爷在这了 我带的这些东西啊 确实有点拿不出手 我看你小子挺有诚心的 那我也不为难你了 你到一边 把你手里的东西烧了吧 下次来的时候 记得多带点 说这话的 还是刚刚对我开口的那个鬼差 我对那个鬼差应了一声 就走到一旁 将手里的纸钱 还有纸叠的金银元宝 扔在地上 一把火点招 你过来登记一下 坐在城隍庙门口 登记鬼魂去地府报到的那个鬼差 对罗志军招呼了一声 罗志军点了一下头 便小跑到那个鬼差的面前 鬼差问罗志军 你叫什么名字 哪里人 我叫罗志军 是平安镇 柳家屯人 罗志军 如实的对鬼差 回答 好了 你只要穿过这个城隍庙大门 静止的往前走 就可以去地府报到了 到时候 会有鬼差接待你 我还没把纸钱烧完 罗志军 已经登记完事了 差月 我想跟那小兄弟 说上两句话再走 行不行 罗志军指着正在烧纸钱的我 鬼差没有说话 而是对罗志军点了点头 罗志军走到我的身边 对我深深地举了一躬 小伙子 今天晚上真是麻烦你了 罗大哥 您说这话就客气了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抬起头 笑着望向罗志军 小伙子 你是个好人 我相信 你也会有好报的 那我走了 如果有缘 我们下辈子再见 罗志军对我说完这话 就向城隍庙大门口走起 罗志军每走个四五步 便会回过头看我一眼 我则是站起身子 对着罗志军 微笑着挥了挥手 将纸钱烧完 我跟着看守城隍庙 那四个鬼差道的声信 便向八十八号胡同走起 今天晚上 天空中乌云密布 连一颗星星都看不见 我前脚刚迈进一道堂 外面就下起了青盆大雨 我心想这老天还真是 幼着我 没让我淋到雨 我坐在一道堂的沙发上 看了不到十分钟的道德经 一阵困意向我袭来 这段时间 一直被红衣女鬼的事压着 突然放松下来后 让我感到浑身疲惫 这几天晚上 我都没怎么睡好 我鞋也没脱 头一歪 躺在沙发上就睡着了 真子齐见我睡着了 她放下手里的电话 先是将我的鞋脱掉 然后她跑到二楼 给我拿了一床被子 盖在了身上 睡到半夜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的头顶处有些阴冷 当我睁开眼睛时 我看到邓大鹏 身穿一身红色衣服 站在我的头顶处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 我掀开被子 从沙发上蹦起来 一脸愤怒地指着邓大鹏 邓大鹏 你他妈吓我一跳 留守 我这次来找你 是要跟你说声对不起的 是我错了 一切都是那个女鬼 她指使我做的 我要是不按照她说的做 她就让我魂飞烟灭 是我对不起你 是我 万恩负义了 邓大鹏一边哭泣着 一边和我解释 好了 事情已经过去了 你也不用再解释了 你快走吧 我现在不想看到你 我说这话的时候 看都不看邓大鹏一意 要说我不生这个邓大鹏的气 那都是假的 我后脑勺现在还有些疼 我真想狠狠地揍他一顿 那我走了 留守 你保重 邓大鹏一脸抱歉地对我说完这话后 他的身子穿过一道堂的门就向外飘去 待邓大鹏走后 我躺在沙发上是一点睡意都没有了 我为我刚才对邓大鹏说的那番话有些后悔 当初我被那个红衣女鬼从三楼寝室推下去 是邓大鹏和金中县抬着我给我送到医院的 我从沙发上站起来就向一道堂的门口跑去 我推开门望向八十八号胡同 此时邓大鹏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了 我现在很想跟邓大鹏说声 我已经原谅他了 第二天早上 真子齐六点钟就醒了 他先是下楼给三清祖师爷上了三炷香 接着又跑到了二楼仓库里给那些怨魂赏香 然后他就开始轻手轻脚的收拾着一道堂 楼上楼下的卫生 早上七点 我刚从沙发上爬起来 小石姑便推开一道堂的门走了进来 经过一天晚上的休息 小石姑的脸色也已经好很多了 这刚下完雨天也冷了 你们俩出去给自己买几身厚点的衣服穿 小石姑说完这话 就从包里掏出一打钱扔到了茶几上 小石姑 买衣服的钱我有 我们不要你的钱 这些钱都是我接手一道堂赚的 你们俩拿着这钱买点好衣服 我也不差这点钱 而且国庆长假这段时间 你们俩也没有出去玩 今天我来看这一道堂 你们俩出去转转吧 小石姑坐在椅子上笑着看着我和真子奇 好的小石姑 我点着头对小石姑应了一声 我欠小石姑的就够多了 原本我不想拿她给我和真子奇的钱 可是小石姑硬是将茶几上的钱塞到了我的兜里 并将我和真子奇推出了一道堂 我和真子奇走出八十八号胡同 真子奇笑着对我说 小石姑他人真好 他确实很好 我点着头附和着 我是真希望自己有一个像小石姑这样的母亲 一场秋雨 一场寒 今天的弟弟是显得格外的冷 昨天还有很多人穿着薄T恤 甚至是短袖 而今天就有不少人套上了小棉袄 我先是带着真子奇去早餐店吃饭 随后我们俩又打了一辆车向锦江山公园赶去 我今天打算带着真子奇啊 到公园里转转 他来弟弟也有一段时间了 也从来没去过公园 我觉得我们弟弟公园还是很不错的 由于天冷的缘故 今天到公园玩的本地人不是很多 大多数都是外地人 而且今天市里的外地车辆也少了一大半 十一长假快结束了 大家也都在往自己的城市看 儿子 我带着真子奇在猴山看猴子的时候 我的身后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当我回过头时 我看到我那陌生的父母带着刘月 就站在我的身后 刘月他用眼睛瞥了我一眼 然后不屑一顾地向别处看去 我心情复杂地望着我那父母 挤出一丝尴尬的微笑 此时我的胸口发门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刘少 你还好吗 说这话的是我的母亲 我对我那陌生的母亲点点头 还是一句话都没说 我那陌生的母亲 眼圈含着眼泪 这些年 我和你父亲没有照顾到你 你是不是生我们俩的气了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咱们就不要再提了 我和你爸订了明天中午飞往广州的机票 今天中午 咱们一家四口吃顿团圆饭 我那陌生的母亲 一脸奢望地看着我 而我则是低着头 什么话都没说 对于中午的这顿饭 我是一点都不感兴趣 因为我觉得 我和他们三个不是一家人 这时我那陌生的父亲也开口了 中午啊 一起吃顿饭吧儿子 好吧 那咱们就一起吃个饭 留守 你要是觉得很勉强 那你就不要去了 真是矫情 刘月 贴了我一眼 我则是望着刘月 什么话都没说 我觉得自己 没必要跟刘月一般见识 我那陌生的母亲 拉着个脸子 刘月 你说话注意点自己的语气 不要那么过分 这可是你亲哥哥 我可不承认 自己有这样的亲哥哥 刘月一脸不在乎 我那陌生的父亲望着我 刘月这孩子 从小就任性 比如说 你这个当哥哥的 别计较他说的话 我只是对我的父亲 挤出一丝微笑 什么话都没说 这位是 我父亲指着我身边的真子奇 我搂着真子奇的肩膀 这是我弟弟 他的名字叫真子奇 叔叔好 阿姨好 真子奇很有礼貌地 对我的父亲 还有母亲打着招呼 我母亲望着真子奇 疑惑地问我 刘月一声 你什么时候多了个弟弟 你们俩能多个女儿 我多个弟弟不正常吗 我笑着对我母亲讥讽了一句 我母亲还有我的父亲 听了我这句话 他们俩羞得是满脸通红 他们俩也明白 我这是在讥讽他们 刘月黑着个脸子指着我的鼻子 刘少 你说这话有意思吗 我看着刘月笑了笑 什么话都没说 刘月 你这样真的太过分了 我的母亲 站在我的面前 没好气地指着刘月大声地喝倒 此时周围的人 全部向我们几个看了过来 甚至还有一些看热闹 不怕乱子大的人 拿出手机 对着我们五个人便拍了起来 好了 都不要吵了 这已经到中午了 咱们下山去吃饭吧 我父亲站出来 打了一个园长 甄子齐 先是一脸疑惑地望了我一眼 然后又疑惑地看向我的父母 还有我那个任性的妹妹 她不知道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事 也从来没跟甄子齐说过 所以她不知道 我们五个人往山下走的时候 他们一家三口走在前头 我和甄子齐 则是跟在他们三个的后面 我看到我的母亲 在刘月的耳边怯怯私语着 我姑娘 她是在教育刘月 不要再跟我大呼小叫 甄子齐指着我的父母 刘少 前面那两个人 是你的亲生父母 我则是对甄子齐点点头 什么话都没说 那那个任性的女孩 是你的亲妹妹 我还是对甄子齐点了点头 什么话都没说 你和你的家人 关系好像不是很好吧 甄子齐在我耳边 没完没了地问 我转过头 没好气地望着甄子齐 甄子齐 你今天的问题特别多 我就是好奇而已 甄子齐不好意思地 挠了挠后挠手 你小子 能不能别问了 好吧 那我不问就是了 走出公园门口 甄子齐站住身子 留手 你和你爸 妈 还有你妹妹去吃饭 我就不跟着掺和了 我还是回一道堂了 我对甄子齐 激出一丝微笑 你还是陪陪我吧 等中午吃完饭 咱俩一起走 你们一家四口 吃团圆饭 我跟着去真的好吗 甄子齐一脸纠结地望着我 你就按我说的做就行了 别再说那么多废话了 此时我被甄子齐磨得 是一点耐性都没有了 甄子齐对我点点头 没再继续说什么 我们五个人在公园附近 找了家中档餐厅坐了下来 当服务员拿着菜单 走到我们五个人面前的时候 刘悦从服务员的手里 抢过菜单就点了起来 五个人吃饭 他自己不客气地点了12道菜 也都是他自己喜欢吃的菜 以此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刘悦是一个很自私的人 他这么没礼貌 也是跟我父母的教育有关系 当刘悦点完菜后 我母亲将菜单递给了我 刘悦你喜欢吃什么菜自己点 刘悦点的菜已经够咱们吃的了 我这个人也不挑食 吃什么都可以 我对我母亲笑着 此时我脸上的笑是要多勉强就有多勉强 刘悦你和你男朋友处得还好吗 我现在有两个男朋友 一个是大学校长的儿子 一个是房地产商的儿子 刘悦一脸自豪 听到刘悦这番话 我很想笑 想笑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个刘悦太无知了 谢峰追求刘悦 只是想要玩弄他 而黄涛追求刘悦 则是冲着我的面子 想要将他从谢峰的手里搭救出来 这两个人谁都不是真心的喜欢他 我的母亲一脸疑惑 怎么又多了一个房地产商的儿子 不是就一个大学校长的儿子吗 嗯 那个房地产商的儿子 对我是一见钟情 然后一开始猛烈的追求我 你们的女儿还是很有魅力的 刘悦对他母亲摇头晃脑的回答 刘悦啊 这年头有很多骗子 装成富二代 骗去少女的感情 你小心 自己别被骗了 我父亲一脸严肃的嘱咐刘悦 刘悦一脸向往 你女儿我又不是傻子 我跟着那个房地产商的儿子 回过他家 他家住的是豪华别墅 而且有很多豪车 我要是嫁给他的话 这辈子吃穿就不用愁了 刘悦说完这话 我的父母都没有再说什么 而我则是打心眼里瞧不起刘悦 这个贤贫爱妇的样子 就连我旁边的真子棋 也很是看不上刘悦 当然了 像刘悦这样的姑娘 我也见过很多 我的父亲眯着眼睛看向我 对了儿子 听你二叔说 你在市里买房子了 买了一个一百多平的房子 我对我的父亲点着头 我的父亲继续向我刨根问底 在地地市买个那么大的房子 带着装修要六十多万吧 你是哪来的那么多钱 这两年我一边打工一边上学 我用打工赚来的钱 跟着我们班同学炒股 然后又赚了不少钱 就在市里买了一套房子 给自己一个落脚的地方 当我说完这话后 他看着我的眼神中 充满了羡慕之色 房子是我小师姑给我买的 这一件事 我没有必要如实地跟他们说 也没必要跟他们说的那么多 我的父亲眼露金光地继续问我 我还听你二叔说呀 你跟他合伙 在你们学校门口开了个闸串店 生意非常的红火 还行吧 一个月能赚个两三万块 不错不错 那还真是不错呀 我和你妈在南方 我们俩一个月只能赚个两三万 还房贷 还车贷 再供你妹妹念书 就没剩下多少钱了 我的父亲在我的面前开始哭穷 我之所以在我父母的身边 这么高调地炫耀着这些 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 即便是没有他们在我的身边 我活得一样美好 哎呀 儿子 当年我和你妈出去打工 也是因为家里条件困难 后来有了你妹妹后啊 我们俩过得也不是很好 在南方打工虽然转得多 但花销也很大 我们俩没照顾到你 是我们俩的不对 我希望啊 你不要责怪我们 而我 只是笑了笑 什么都没说 饭吃到一半 我借着上厕所为由 去吧台把饭账给算了 我可不想因为这顿饭 而亏欠他们的 我自己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 中午这顿饭我也没吃上几口 虽然我有点饿 但是我根本就吃不下去 看着他们一家三口 我心里有点发毒 对于我的父母 我还是有些心存怨恨 我的父亲放下筷子 诶 别说凤娇生了个女儿 你下午带着我和你妈 还有你妹妹去看看吧 可以 我点着头对她应了一声 刘月摇着头一脸任性 我就不去了 你们俩去吧 我下午还要跟着我的男朋友 逛街买衣服 月月你还是跟着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凤娇是你亲耳书家的女儿 也是你姐姐 我的母亲向刘月劝说 你们两个想去看 你们俩去看 我不想去 就是不想去 你们两个能不能不要这么逼我 刘月将手里的筷子摔到桌子上 红着脸 对我的母亲大声嚷嚷 好好好 你不想去 那就不去吧 吃个饭也不让人吃消停了 跟你给我钱 我要去买衣服 我都没衣服穿了 刘月站起身子 对她的母亲伸出右手 我的母亲皱着眉头 开学的时候 我和你爸给了你八千块零花钱 你 你这一个月就全花光了 哪来那么多废话 你就说 你给不给我钱 刘月瞪着眼睛 对我的母亲说 只见我的母亲掏出钱包 拿出了两千块钱 递给了刘月 你能不能大方点 我可是你亲姑娘 你给我的这些钱 也不够买衣服的好不好 刘月嫌弃我的母亲 给她的钱少 于是我的母亲 又从钱包里掏出一千块钱 递给了刘月 我吃饱了 你们继续吃吧 我走了 刘月拿着三千块钱 蹦蹦哒哒的就向饭店外走去 望着刘月 我心里真的是很羡慕 同样是我们俩的爹妈 刘月没钱的时候 可以伸手去跟他们俩要 而我没钱的时候 只能自己努力去赚 此时我的心 真的很痛 我的父亲走到我的面前 儿子 把台服务员说 饭钱已经算完了 是你算的吧 我只是对他笑了笑 没说什么 走出饭店 我随手拦了一辆出租车 就带着我的父母去我家 路上 他们俩主动的跟我套近乎 我则是恩恩啊啊的敷衍着 回他们俩的话 我带着父母推开门 回到我的家时 凤娇姐正抱着孩子 在客厅溜达 他看到我的父母有些惊讶 哎 大呗大牛 你们俩怎么来了 我和你大娘啊 听说你生孩子了 来看你和孩子的 我爸笑着走到凤娇姐的面前 凤娇姐 他看到我爸妈 可是一点笑脸都没有 你们俩随便坐吧 我对我父母说完这话 我就去给他们俩倒水 我的父亲里屋外屋的打量了一番 哎 儿子 这就是你家吧 啊 我点着头 对他回了一声 你这房子还真大 我和你妈 在南方贷款买的房子才七十多平 我的父亲一脸羡慕地看着我 我仍然是笑了笑 什么都没说 凤娇姐 你爸他哪儿去了 我爸去拆穿地儿干活去了 凤娇姐一边哄着孩子 一边对我的父亲回答 我看得出来 凤娇姐是一点都不欢迎我爸妈来我这儿 凤娇姐走进他的卧室 对我招呼了一声 弟弟我有话要跟你说 你过来一下 啊 好 我对凤娇姐应了一声 就向他的卧室走去 凤娇姐将卧室的门关上 然后小声地问我 你怎么把他们俩带这儿来了 他们俩听二叔说啊 你生孩子了 想要来看看你 我正好把他们俩带来了 我对凤娇姐一脸无奈 凤娇姐拉着个脸子 这要是我家的话 我现在就赶他们走 什么东西啊 没必要呢 咱们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 我对凤娇姐挤出一丝微笑 凤娇姐听了我的话后点了点头 当我和凤娇姐从卧室里走出来后 我的母亲向凤娇姐问了过去 凤娇姐 你对象是做什么的呀 我没对象 凤娇姐如实地对我母亲说 我的母亲疑惑地指着凤娇姐怀里抱的孩子 那这孩子 这孩子没有爹 他只有吗 凤娇姐望着自己怀里的孩子 我的母亲听了凤娇姐的话后 没有再继续问下去 凤娇姐抬起头望向我的父亲 大伯 赵后你今天在这 我一直有件事想要问你 凤娇 有什么事 你就说吧 我爸一脸微笑地看着凤娇姐 我奶奶临此前曾经说过 她的那个老房子是留给我弟弟留守的 你为什么不经过我弟弟留守的同意 就私自把那个老房子卖了 而且你还把卖房子的钱全都拿走了 一分钱也不给我弟弟留 你们知不知道 我弟弟这些年有多不容易 多么辛苦 凤娇姐红着脸望向我的父亲质问道 他现在已经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这 这 我的父亲不知道该怎么回凤娇姐的这番话 凤娇 这是我们家的私事 跟你好像没有多大关系吧 我的母亲见凤娇咄咄逼人的说话 她在一旁插了一句 为我的父亲解围 凤娇姐一脸嘲笑地望着我的母亲 大娘 留守也是你亲生的 那个刘月也是你亲生的 这些年你们两口子只管你们女儿 你们就没有管过你们儿子 你知道留守这两年受的委屈吗 她不敢说的太大声 因为她怕吓到自己怀里的孩子 我的母亲被凤娇姐说的是满脸通红 哑口无言 好了 凤娇姐 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看着我的父母被凤娇姐说得有些瞎不来台 我插了一句让凤娇姐不要再说了 做父母做成你们俩这样 真失败 你们俩光顾着给自己女儿优越的生活 而不去管自己儿子 让我更生气的是 奶奶把留守抚养大 你们觉得留守能处理赚钱了 就让留守放弃学业去南方打工给你们养女儿 你们是怎么想的 你们俩就不觉得羞愧吗 谢谢你们俩今天来看我 好意我心领了 凤娇姐对我的父母说完这话后 她抱着孩子就回到了自己的卧室 同时有两滴泪从凤娇姐的眼角处滑落下来 她的这两滴泪是为我调出来的 她为我有这样的两个父母而感到不值得 当凤娇姐说完这话后 甄子齐才明白这其中是怎么一回事 甄子齐为我感到不公 但是她一个外人又不能说什么 甄子齐从沙发上站起来摇了摇头 就向另一间卧室走去 我的父亲红着脸对我道歉 儿子 对不起 是 是我们不对 过去的事 已经过去了 不要再提了 我对我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我对我的父亲挤出一丝微笑 刚刚凤娇姐对我父母说的那番话 也是我一直憋在心里的话 只是我没好意思跟我的父母说 就这样 我的父母在我家坐到下午三点才离开 我则是有礼貌的将我的父母送到了楼下 将我的父母送到小区门口后 你们俩明天回去 今天晚上住哪里 我们俩在市里住宾馆 我的父亲转过身对我回了一句 我的母亲抓着我的手 儿子 你妹妹那孩子的脾气是有些忍性 这都是被我和你爸惯的 他今天说的话 你也别记在心上 我则是赶紧将我的手 从他的手里抽了出来 我这个举动让我的母亲感到有些尴尬 我不会记在心上的 他在我眼里啊 就是一个孩子 刘悦和你在一个学校上学 我们俩就把刘悦拜托给你了 刘悦要是有什么难处 我希望你能帮帮他 毕竟你是他的亲哥哥 我的父亲一脸凝重的望着我嘱咐 我没有回复我父亲的话 而是伸手给他们拦了一辆出租车 再见 我对我的父母说了声再见后 我转过身迈着大步就向小区里面走去 我的父母停在出租车旁露出一脸复杂的表情看着我 走着走着 我的眼角处流下了两滴泪水 这两滴眼泪是为我自己掉 对我的父母 我早就已经失望了 今天看到他们两个 我没感到一丝喜悦 更多的 还是难过 当我推开门走进客厅的时候 凤娇姐跟真子奇正在聊着我父母的事 当他们俩看到我回来后 他们俩对我的父母是只字不提 凤娇姐望着我 弟弟 我今天这么说大步和大娘 你是不是生气了 我一脸微笑的坐在凤娇姐的身边 没有 凤娇姐你说的没错 你跟他们俩说的那番话 也是我一直憋在心里 想要说的话 我还以为你会生气 既然你没有生气就好 凤娇姐也是对我一脸微笑 对了 小华他怎么没在家 按理说 他应该在家伺候你 我让小华跟着我爸去扎穿店干活了 我自己一个人在家 能照顾好自己和孩子 厨房里什么都有 我要是饿了 就自己弄点东西吃 你就放心吧 凤娇姐大大咧咧地对我说 自从凤娇姐生完孩子后 我觉得她又变成熟了很多 以前她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 现在凤娇姐做什么事 都会为别人先考虑 看到凤娇姐的成长 我和二叔心里都是很欣慰 一个人变好变坏 完全取决于他接触什么样的人 你成天跟着一群小混混们待在一起 你想学好都很难 如果你跟着一些善良的人待在一起 那你也一定会变成善良的人 因为善良的人所做的事会影响着你的成长 带着真子奇从我的家里离开后 我们俩坐着出租车就向步行街赶去 天冷了 我要给真子奇买两件厚点的衣服 我可不能把这小子给苦了 这次来步行街 我没有给真子奇买廉价的衣服 我都是到儿童专卖店给他挑选的衣服 每件衣服的价格都在三四百以上 真子奇一听买衣服的导购员说 一件棉服的价格在五百多元的时候 他吓得一大跳 刘少 这里的衣服也太贵了 你带着我去买点便宜的吧 你小子还真是贱 给你买什么衣服 你穿什么就是了 我给真子奇买衣服花了三千多块钱 我没有给自己买一件 不是我舍不得花钱 我是觉得自己有衣服穿 就没必要再买了 当我和真子奇从儿童衣服专卖店走出来的时候 我正巧看到了刘月和谢峰手牵着手走在我们俩的前面 真子奇指着刘月惊呼 刘少 你妹妹 别那么大惊小怪的 我已经看到了 我看到刘月的同时 谢峰和刘月看到了我 谢峰望着我则是露出一副邪小 而刘月则是没好气地瞥了我一眼 我们赶紧回一道堂吧 我对真子奇说完这话后 我迈着大步就向前走去 真子奇跟在我的身后 她时不时地回过头 看向谢峰还有刘月 真子奇她走在我的身边 和你妹妹待在一起那个人 有些眼熟 上次咱们俩来步行街的时候看到过她 她是我的同学 我们在学校是死对头 对 上次咱们俩在步行街见过她 我总觉得这个人的身上带着一丝邪气 真子奇说这话的时候 她再次回过头 向谢峰望了过去 我有些不耐烦 好了 别管那么多了 咱们赶紧回去吧 小师姑啊 还在一道堂等着咱们呢 当我和真子奇回到一道堂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五点了 小师姑和何师叔坐在沙发上 一边喝着茶 一边悠闲地聊着天 小师姑见我们俩回来 她微笑地看着我们俩说 看来你们俩今天玩得是很愉快呀 还可以 时间不早了 我也要回家了 小师姑从沙发上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 何师叔对小师姑挽留的 哎 找什么急走啊 一会儿我回去做好吃的 晚上在我那吃完饭再走吧 不了 我和杰克今天晚上约好了出去吃西餐 我可不能施约 这些日子忙着你结婚的事 还有那个红衣女鬼的事 我都没怎么陪他 提起杰克 小师姑是满脸的幸福 啊 既然你约了杰克 那我们就不挽留你了 你赶紧走吧 嗯 那我走了 小师姑说完这话 就像一道堂外走去 何师叔望着我和真自己打去 哈哈 你们俩今天晚上是去我那吃 还是在一道堂里吃方便面啊 当然是去您那吃了 想去我那吃也行 啊 你们俩把一道堂的门锁上 过去给我打下手 你们俩要记住 只要有付出才会有回报 我不能让你两个臭小子白吃 何师叔说完这话 就像对门的红扇堂走去 我将一道堂的门锁上后 便和真子齐跑到了何师叔的红扇堂 我在厨房里帮着何师叔洗菜 切菜 真子齐则是被何师叔派到一楼收拾卫生 我一边切着菜 一边问何师叔 哎 我师婶怎么还没回来啊 她好像走了三天了 啊 她去SD上了 要在那儿 待上一个星期才能回来 哎 对了 你还跟你师婶的女儿夏婉婷有联系吗 啊 哟 呃 但是好几个月都不见一次面 谈起夏婉婷 我这心里还有些不得劲 我决定这两天呢 抽出时间去看看她 晚上吃完饭后 我和真子齐在红扇堂里 陪着何师叔喝了一壶茶 然后聊了一会儿天才返回一道堂 我坐在一道堂的沙发上 想着今天发生的事 今天见到我的父母 我没有半顶高兴 虽然他们俩在我面前表示很愧疚 也说过道歉的话 但是我无法原谅他们的所作所为 我觉得我和刘月上辈子就是冤家 这一辈子见面就不对付 我对他是一点怨恨都没有 而他对我的怨恨是挺深的 这也让我十分的不理解 按理说 哥哥和妹妹的关系是很亲密的 可是我们俩现在的关系实在是让人头疼 真子齐这个家伙还算是听话 他从何师叔那儿回到一道堂 没有急着玩电话 而是拿出毛笔开始练习画幅 我躺在沙发上想了一会儿试 然后拿起道德经典看了起来 想要成长起来 不努力是肯定不行的 到了晚上九点多 真子齐指着二楼 刘少 这段时间你一直睡沙发 今天晚上你上二楼睡觉吧 不了 我睡沙发啊 已经睡习惯了 还是你到二楼去睡吧 哦 好吧 时间也不早了 那我上去睡觉了 真子齐对我点了点头 就往二楼走去 过了没一会儿 真子齐又从二楼走了下来 她将怀里抱的被子 扔在了我的身上后 再次向二楼走去 我回过头望向真子齐微笑的道谢 真子齐 谢谢你 你说这话就客气了 你别忘记了 咱们俩现在是一家人 真子齐回过头 一脸微笑的对我说完这话后 她就往二楼卧室走去 真子齐刚来一道堂的时候 还是有些不成熟 自从我师父过世后 真子齐也变得懂事了很多 平时小师姑还有何师叔 也在时刻的叮嘱着真子齐 这就是跟着好人可以学到好 我们大家都不想看到这个孩子 自暴自弃 凌晨一点左右 我躺在沙发上正在熟睡 我总觉得一道堂的窗户上 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看 当我睁开眼睛望向窗户的时候 我看到是邓大鹏 他在盯着我 邓大鹏见我掀开被子 从沙发上站起来 他快速的向八十八号胡同口退去 我连鞋都来不及穿 就向一道堂外冲了出去 我冲出一道堂时 邓大鹏他还没有走出八十八号胡同 邓大鹏 邓大鹏 你站住 邓大鹏听到我的声音后 他停下身子 转过头向我看了过来 我则是快步的 向邓大鹏的身边走了过去 留手 我走到邓大鹏的身边 邓大鹏喊了一声我的名字 然后他一脸自责的 将头低了下来 我走到邓大鹏的身边 笑着拍了拍邓大鹏的肩膀 邓大鹏 那件事我知道 你也是迫不得已的 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 你不要再自责了 我原谅你了 谢谢你留手 谢谢你 邓大鹏对我说完这话后 他扑到我的怀里 双手紧紧地抱着我 就开始哭了起来 要是别的鬼 这么抱着我哭的话 我可能不觉得怎么样 邓大鹏这个同性恋抱着我 让我感到浑身不自在 而我还没有办法将它给推开 我现在的感觉 就像是吞了一只苍蝇 吐不出来 也咽不下去 哎呦 邓大鹏抱着我哭了半个多小时 他才松开手 留手 那我走了 你自己保重 好好地照顾自己 他对我说完这话 就像八十八号胡同外走去 我妄想邓大鹏 哎 邓大鹏 你准备去哪 我想去看看我的父母 再见了 邓大鹏对我说完这话后 他的身影化为一道清风 消散不见了 回到一道堂 我躺在沙发上 有些睡不着了 邓大鹏 他本来是无辜的一个人 却被那个红衣女鬼给害死了 我真的挺为邓大鹏惋惜的 这也是他的命运 时间过得很快 一转眼 已经是十月七号了 明天就是我们学校的开学日 今天晚上 我就得回学校了 我突然有点打触上学了 真子齐坐在沙发上 唉声叹气的 哎呦 这七天长假过得还真是快 真是不知不觉的就过去了 明天我还要上学 真是无聊 唉呦 真子齐 是一点也不想去上学 要不是我和小石谷平时管着他 他早就不去了 这家伙没去学校的时候 是十分向往学校的生活 等他上了学呢 就有点接受不了学校的约束 想要放弃 这我也是能理解 毕竟啊 他以前散漫习惯了 我望着真子齐笑的 我像你这么大的嗜好 我觉得学习是一种很快乐的事情 真子齐 你现在这个心态可真不行啊 真子齐对我摆着手 我就是觉得 我的那些同学虽然跟我的年纪一般大 但是他们看起来真的很幼稚 就在放假的前一天 我的同桌居然尿裤子了 真是让我难以接受 我们班老师要让我当班长 带动班级里的学生学习 我可是一点也不感兴趣 我耐心的对坐在我对面的真子齐说 真子齐 你是比同龄人的心里成熟很多 这也是跟你自身的因素有关系 你没有父母 从小跟着你师父生活 所以你不得不自立起来 而你的那些同学呢 从小就跟着父母 还有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 受到了家人的宠爱 所以他们跟你比起来 会有些不成熟 但是他们也会有成熟的那天 社会啊 就是一个大集体 你得去适应这个社会 而不是让这个社会适应你 你懂我说的这番话吗 真子齐对我点了点头 表示能听懂 真子齐 他是一个明世里的孩子 他明白我说的这话是对 是错 我跟他也没再多说什么 说多了 只会让他感到心烦 毕竟啊 我也是从真子齐那么大过来的 他的心里 我还是知道的 我决定今天和真子齐 好好地收拾一下 一道堂的卫生 他负责一楼 我则是负责二楼 就在我们俩清扫卫生的时候 小师姑的电话打了过来 六少 麻烦你上午帮我来看着一道堂 你小姑父的公司 今天开大会 我得去帮他整理文件 小师姑在电话里对我商求 好的小师姑 您忙您的 一道堂我来看着 您放心就是了 嗯 那就这样 咱们下午见 小师姑说完这话 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师父虽然不在了 但师父的东西 我们一样都没扔 他的衣服还挂在卧室的柜子里 看着师父的衣服 我仿佛看到了 师父就站在我的面前 这可能就是 赌物思人吧 每次想到师父 我这心里就会酸酸的 他为我做的很多 而我却为他做的很少 留守 朵朵来了 我刚把二楼卧室卫生清理干净 甄子齐就在楼下大声的对我喊道 哦 我应了一声就往楼下走去 早上我起床的时候 心里还在念叨着 有一段时间没见到朵朵了 没想到他今天居然来了 这真是想谁来谁 朵朵今天穿得很修行 一双白色的网球鞋 配着一双蓝色的运动装 头上扎着一条长长的马尾辫 显得他这个人十分的清纯 朵朵见小师姑不在意到他 朵朵师兄 我师父人呢 小师姑啊 他今天上午有事不能来 下午能过来 朵朵 你也别站着了 随便坐吧 嗯 朵朵对我笑着应了一声后 就坐在了沙发上 甄子齐 我就差二楼卫生间没搞定了 你去帮忙收拾一下 我跟朵朵聊会天 嗯 好吧 甄子齐不情愿的对我应了一声 就向二楼卫生间走起 我热情的给朵朵倒了一杯茶水 朵朵 你喝茶 谢谢刘少师兄 朵朵 他客气的回了我一句 朵朵以前是个疯疯癫癫的女孩 自从我帮她将丢失的魂魄找回来后 她突然转变成了一个很有气质的女孩子 而且也很聪明 对于所学的本事 几乎是过目不忘 小师姑也常常在我面前夸奖朵 你曾路哥这段时间在家干嘛呀 自从国庆节放假后 我们俩就没联系过 我坐在朵朵对面的沙发上 找过话题 主动的跟朵朵闲聊了起来 朵朵拿起我给他倒的茶水喝了一口 我曾路哥这段时间也没在家待几天 他天天忙着和他高中同学聚会 不过今天我们两个是一起坐车来市里的 他回学校了 听朵朵说曾路回学校了 我这心里还是有些着急 想要回学校看看 这七八天没见到曾路和黄涛 我还真是有点想念 我和朵朵聊了没一会儿 真子奇这小子洗了一大盘水果 又拿了一大堆零食放在了朵朵的面前 让朵朵吃 水果和零食都是小师姑买给真子奇的 在这一些细节上的事啊 小师姑他确实是很细心 我指着真子奇放在朵朵面前的那些水果 还有零食故作生气 嘿 真子奇 你小子真是有点过分了 我来一道堂 你从来没这么对过我 嘿 人家朵朵也不常来咱们这儿 来了就是客 我当然要好吃好喝的招待他 而你又不是客 我不用对你那么客气 真子奇露出一副笑脸看着朵朵 真子奇指着水果还有零食对朵朵很热情 朵朵 你快吃吧 谢谢你了 真子奇 朵朵对真子奇说了声谢谢 便拿起一个苹果吃了起来 我突然想起了一点事 哎 对了 朵朵 我有一件有趣的事要跟你说 朵朵师兄 你说吧 什么有趣的事 朵朵一边吃着苹果 一边向我问了过来 我望着真子奇很认真地对朵朵说 真子奇啊 前段时间跟我说过 等他长大了 他一定要娶你当媳妇 朵朵听到我说的这句话 他将刚吃进嘴里的苹果吐了出来 真子奇则是瞪着一双大眼珠子 满脸通红的用手指着我 说不出一句话来 朵朵笑望着我 零食师兄 可没有你这么开玩笑的 认识朵朵朵 朵朵可是个孩子 我可没跟你开玩笑 你要是不信我的话 你可以问问真子奇 朵朵则是一脸认真的看向真子奇 我望着吃憋的真子奇 诶 真子奇啊 你快把那天的话 再跟朵朵说一遍 大男子汉 一口唾沫一个地儿 我不是大男子汉 我只是个孩子 那个 我要去河石书那里待一会儿 你们俩在这坐着慢慢聊吧 再见 来不及握手 真子奇说完这话后 他转过身就向对面的红扇堂跑去 此时真子奇的脸呢 红的都要滴出血来 朵朵笑着看向真子奇的背影 刚接触真子奇的时候 觉得这个孩子十分讨厌 可是接触时间长了以后 我觉得他还挺有意思的 朵朵说的这话没错 刚接触真子奇的时候 我也很讨厌他 自从他救了我一命后 我就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其实人与人之间相处 不能光看对方的缺点 你得多看对方的优点 尤其是夫妻之间 如果夫妻之间 老是拿着对方的缺点说事 那这场婚姻不会维持多久 中午十一点左右 真子奇从和诗书的红扇堂走了过来 叫我和朵朵过去吃饭 我看真子奇的脸还是有些红 本来啊 还打算打趣他几句 可我怕他会生气 就没再继续打趣的 中午吃完饭后 我们三个人坐在红扇堂 陪着和诗书聊天 我们先是聊了一会儿真子奇 然后又聊了一会儿王妮 当我们提起王妮的时候 和诗书的脸上 总是露出幸福的笑容 聊了没一会儿功夫 小师姑 他就推开红扇堂的门 走了进来 小师姑一脸微笑地望着我们 我看一道堂一个人也没有 就知道你们都在这儿 朵朵 你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小师姑看到朵朵坐在沙发上 问朵朵 朵朵对小师姑微笑着 师父 我是上午过来的 朵朵和小师姑有很多共同点 一是他们俩长得都很漂亮 看得顺眼 二是他们俩的脾气都很好 三是他们俩说话的时候 脸上永远是带着微笑 我特别喜欢跟他们俩待在一起 何师叔向刚进来的小师姑问道 小师妹啊 你吃饭了吗 要是没吃的话 厨房还有些饭菜 吃了中午在杰克公司吃的工作餐 小师姑的脸上显得有些疲惫 最近小师姑也是特别的累 真子奇从沙发上站起来 拿起茶壶给小师姑倒了一杯茶水 小师姑您喝茶 谢谢真师侄 我还真是有点渴了 小师姑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水 小师姑既然您来了 那我就回学校了 我从沙发上站起来 早上听朵朵说 曾禄回学校了 我心里有点着急回去 小师姑对我点着头 嗯 那你就回去吧 一道堂有我来看着 反正也没什么事 嗯 那我就走了 拜拜 我对何师叔他们几个人 打了一声招呼 就向外走去 真子奇则是一脸不舍地看着我 他很希望我能再多坐一会儿 六手师兄 我送你出去 反正也没什么事 朵朵从沙发上站起来 跟在我的身后走出了红扇堂 待我和朵朵走出红扇堂后 小师姑望着我和朵朵远去的背影 其实我挺希望这两个孩子可以走到一起 毕竟他们俩志同道合也最合适 哎呀 可我看得出来呀 刘诗之 只将朵朵当成是自己的妹妹 她的心里 一直喜欢着那个女鬼夏晚婷 这是一个很纠结的事 哎呀 刘诗之他明白人鬼殊途这个道理 他怎么还那么死心眼喜欢那个女鬼呢 真是让人搞不懂啊 小师姑皱着眉头嘟囔 小师妹啊 有时间你劝劝刘诗之 我相信你说的话 他应该会听 好吧 等下次我见到刘首 好好跟他谈谈 小师姑对何师叔点点头 走出红扇堂 我和朵朵也没有说话 就静静地往前走着 朵朵几次想开口和我说话 可又不知道说什么 而我的心里总是想着 昨天和我父母在一起的画面 走出八十八号胡同口 我转过身 好了朵朵 你回去吧 我要坐车 回学校了 嗯 朵朵脸色羞红地 对我点了点头 你要是有什么事的话 可以给我打电话 再见了朵朵 我对朵朵到了一声别 就拦了一辆出租车 坐了上去 朵朵 则是站在八十八号胡同口 目送着 我坐的那辆出租车 远远的离去 直到他看不到我坐的出租车 他才转过身 向红扇堂走去 出租车在学校门口停了下来 我付完车钱就下车 向我那闸串店走了过去 何师叔 小华 还有柳慧他们三个人 在闸串店里忙活着 屋子里有五桌客人 正在吃闸串 今天是学生返校的高峰期 很多同学下了车 就奔着学校周围的小饭店 跑了进去 不光是我们家闸串店 生意红火 各家买卖都不错 我走到闸串店里 二叔 今天的生意怎么样 从早上到现在 就没闲过 人走了一批就来了一批 今天的客流量很大 生意也不错 六叔哥 你吃饭了吗 小华停下手里的活 我吃了 对了 侄子 昨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 我听你凤娇姐说 你昨天把你爸妈带回家了 是他们主动找的你吗 二叔疑惑的向我问了过来 二叔觉得我不可能主动的去找我的父母 昨天我带着郑子齐去公园玩 恰巧碰到了他们一家三口 也在公园里游玩 然后我们几个人 中午一起在饭店吃了点饭 他们俩听说 凤娇姐生孩子了 就让我带着他们俩去看凤娇姐 所以我就把他们带到我家了 哎呀 侄子 不仅你不喜欢你呢 爹妈 就连我也是不喜欢 他们俩来弟弟 就给我打过两次电话 也没说来看看我 真没他们这样的 提起我的爸妈 二叔也有点生气 我觉得我爸妈做事确实有点离谱 按理说 他们俩这次回来陪刘岳过国庆节 应该过来看看二叔 二叔 那咱们就别提他们俩了 省得惹一肚子气 那就不提他们俩 一提他们俩 我心情就不好 我在杂串店里 跟二叔聊了大约十多分钟的天 周佳佳 他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看到周佳佳 我笑着问 周佳佳 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刚回来没一会儿 下车的时候 我看杂串店挺忙的 我先是把从家里带来的换洗衣服 送到寝室里 然后就跑过来了 周佳佳对我说完这话后 他走进杂串店 拿出自己的围裙 就套在了身上 周佳佳 这姑娘是真不错呀 二叔望着周佳佳 很是赞赏 像我二叔这样的农村人 他就喜欢踏实 能干活的姑娘 他也希望我能娶个像小华和周佳佳这样的媳妇 谢谢二叔夸奖 周佳佳微笑着 周佳佳 真是辛苦你了 我一脸感激的望着周佳佳 周佳佳对我开着玩笑 碰上你这么帅手掌柜 我们当员工的再不积极点 这扎串店就得黄了 你要是良心上过意不去 等到年底 你给我们大家都分点奖金 那不就行了 这事我就做主了 等年底啊 二叔给你们发奖金 二叔大方的对周佳佳说 刘老板 二叔都这么说了 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周佳佳笑呵呵的向我问了过来 既然我二叔都说给你们发了 那我必须要给你们发奖金啊 在扎串店 跟大家聊了半个多小时 我就向学校的男生宿舍走去 当我走进我的寝室时 我看到曾璐一脸难受的躺在床上 她脸色有点发青 眼圈发黑 我走到曾璐的身边 曾璐 你这是怎么了 不知道 这几天我就觉得自己浑身无力 还有点浑浑欲睡 曾璐显得有些无理 洛斯 你现在的样子像是惹上不干净的东西了 国庆这七天假期 你有没有参加葬礼 曾璐听了我这话后 她心里是十分的害怕 曾璐对我摇着头 没有啊 我没有参加过葬礼 那你有没有去过坟地 还有火葬场 没有 我没有去过坟地 还有火葬场 曾璐对我继续摇着头 我给你的护身符呢 你有没有经常戴在身上 你给我的护身符 都被我妈要去 送给七大姑八大姨了 我现在身上一张护身符都没有 你先把这个挂在脖子上 我将我脖子上挂的三足巨羊鸟摘下来 递给了曾璐 哦 曾璐应了一声 就从我的手里接过三足巨羊鸟挂在了脖子上 二哥 你的意思是说 有鬼缠着我 曾璐一脸惊恐地向我问了过来 我对曾璐点了点头 你现在脸色发青 眼圈发黑 双肩上的两盏洋火烧得也不是很旺盛 同时你身上的洋气也流失了不少 这是被鬼缠的症状 二哥 那缠着我的 是女鬼还是男鬼啊 曾璐的脸色很难看 我对曾璐笑着 我又不是神仙 我哪知道缠着你的 是女鬼还是男鬼啊 只要等晚上那个鬼出现了 我才能知道 二哥 那你赶紧给我画张护身符啊 曾璐从床上爬起来 对我吩咐 我望着曾璐 有我在你身边 你怕什么呀 有你在我身边我也害怕 我现在这心扑通扑通的跳个不停 你快给我画张护身符吧 二哥 曾璐将我从他的床边 拉到了我的书桌前 让我给他画符 那好吧 我对曾璐应了一声好 就拿出毛笔朱砂黄符纸 给曾璐画护身符 当我将护身符画好后 就递给了曾璐 曾璐接过我手里的护身符 放在了他的上衣兜里 然后用手拍了两下 此时游直培推开门走进来 笑嘻嘻地看着我们两个 哎呀 二哥三哥 你们两个回来的还真早 我刚来没一会儿 我转过头 看向游直培 曾璐走到游直培的身边 紧张嘻嘻的 老四 我他妈被鬼缠身了 游直培打量了曾璐一番 很认真地说 哎 你脸色发青 眼圈发黑 双肩阳火虚弱 确实像是被鬼缠身了 我他妈也没做丧天害礼的事 鬼为什么要缠着我呀 曾璐他一脸痛苦地嘟呢 游直培对曾璐拍着自己的胸脯 哎呀 三哥 有我在你身边 你别害怕 我会将缠着你的鬼 打得魂飞魄散 老四 你小子靠谱我 曾璐有些信不过游直培 毕竟游直培是我们寝室 最能吹牛逼的一个 游直培义正词严地对曾璐说 哎呀 我当然靠谱了 三哥 你要相信我 得了吧老四 就你那两把刷子 自己都保护不了自己 你怎么保护老三 我在一旁一脸严肃地对游直培说 曾璐望着游直培摇着头 算了吧 我还是让二哥保护我 我可信不过你小子 哎 其实啊 二哥只是比我厉害那么一点点而已 游直培一脸唏嘘 我们三个聊了一会儿后 曾璐的脸色由轻变白 肩上虚弱的两盏洋火 也是慢慢变旺 人也不像刚才那样 昏昏欲睡 没有精神了 然而这一切都是三族巨洋鸟将周围的洋气聚集在自己的身上 然后转化给了曾璐 这个三族巨洋鸟也确实是个好宝贝 上次对付那个怨气冲天的红衣女鬼也多亏了她 要不然我和何师叔还有小师姑都得栽栽几点寻衣 下午四点多钟 黄涛推开门 风尘仆仆的赶了回来 我们三个还以为啊 黄涛今天不回来了 我妄想黄涛 老大 你今天回来的有点晚了 哎呀 其实啊 我早上就想回来的 你妹妹她今天约我逛街吃饭看电影 她花了我七八千块钱 黄涛一脸无奈的望着我 听了黄涛这话 我这心里是十分的气愤 昨天下午 刘月跟谢峰在一起逛街 今天她又去找了黄涛 让我气愤的 是她年纪不大 还想着一脚踏两船 同时我也责怪我的父母 当他们俩知道自己的女儿交了两个男朋友 他们的态度居然是默许 这简直是花天下之打击 我望着黄涛认真地说 老大 你放心 这钱呢 我会还给你 哎呀 算了吧老二 这七八千块钱 我也没放在眼里 只要你妹妹能离开谢峰那个王八蛋 我花多少钱都无所费 黄涛走到我身边 拍拍我的肩膀 谢谢你了 老大 我对黄涛一脸感激 我觉得我亏欠黄涛的 这辈子恐怕都还不上 黄涛一脸微笑 哎 客气的话就不用说了 啊 你小子还欠我们哥仨一顿饭 今天晚上 你请我们哥仨吃烧烤 你看这可以吗 没问题 晚上我请你们哥仨吃烧烤 我对黄涛点头 到了下午六点多 天放黑后 我们哥四个离开男生宿舍 就像学校附近的一家烧烤店走去 秦室里的三个兄弟平时没少照顾我 我请他们吃顿饭也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请他们哥仨吃饭 花再多的钱 我也不会心疼 就在我们一边喝着酒 一边烤串聊着天的时候 一个年约六十多岁的男性鬼魂 从玻璃窗户钻进烧烤店 就站在了曾路的身后 这个鬼魂一脸忧愿地看着曾路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段时间缠着曾路的鬼魂 应该就是他 好了 咱们赶紧回寝室吧 我望着站在曾路后面的那个鬼魂 对坐在我对面的曾路 还有尤之培说 由于尤之培是背对着那个鬼魂 所以他没看见曾路身后站着的那个鬼魂 尤之培喝了一口啤酒 对我埋怨 哎呀 二哥 我这还没吃饱喝足呢 找什么机会去 这才七点多钟 你好不容易求我们哥仨吃顿饭 你就让我们吃个半饱 你这样也太小气了点吧 老二 你兜里要是没钱呢 我兜里有 咱们哥四个 好不容易出来聚一职 别这么扫兴 坐在我身边的黄涛望着我 我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曾路身后那个鬼魂 什么话都没说 尤之培 见我盯着曾路的身后看 他不由地转过头向身后望去 当他看到站在曾路后面那个鬼魂时 尤之培吓得差点蹦了出来 尤之培的天眼早就已经打开了 这要是放在平时看到鬼 他倒不会害怕 他这突然一回头 看见身后站个鬼 给他吓了一大跳 尤之培脸色难看的看向黄涛还有曾路 时间不早了 咱们也别吃了 赶紧回寝室吧 老四 你刚才还埋怨二哥小姐 这怎么又要回去了 曾路则是一脸疑惑地看着尤之培 尤之培给曾路使了一个眼色 哎呀 桑哥 你就别问那么多了 曾路看到尤之培给他使了一个眼色 他不由地向身后看了过去 然而他什么都没看见 老二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黄涛一脸不解地看着我 他觉得这里边应该有什么事 老大 这事咱们俩微信说 我对黄涛说完这话后 就将手机掏出来 给黄涛发了一个微信 我给黄涛发的信息是 老三身后跟着一个鬼魂 不要声张 就当做什么事也没发生 也不要告诉老三 黄涛掏出手机打开微信 看了一眼后 他惊得是嘴巴大张 然后他眼睛直高高的向曾路的身后看了过去 黄涛从凳子上站了起来 走吧 我是吃饱喝足了 咱们三个回寝室吧 嗯 我去吧台寸掌 我掏出钱包向吧台的方向走去 曾路望着我们哥三 很是不情愿 我说你们三个怎么奇奇怪怪的 我这还没吃完呢 哎呀 三哥 平时你说我心大 我觉得你心比我还大 别吃了 赶紧回去吧 油脂培也不管曾路同不同意 他伸出他的两只粗胳膊 就将曾路从凳子上拉起来 然后向烧烤店外拖 那个六十多岁的鬼魂 则是紧紧的跟在曾路的身后 这个六十多岁的鬼魂身高跟我差不多 脸色发灰 头发几乎全白 穿着一身黑色的中山装 他的身上一丝怨气都没有 至于他为什么要跟着曾路 我是很费解 走出烧烤店 我对油脂培吩咐 老三 你跟着老大在前面走 我跟着老三在后面走 好的二哥 油脂培应了一声 就和黄涛走在了前面 我和曾路跟在他们俩的身后 到底怎么了二哥 曾路一脸疑惑的向我问了过来 他到现在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话都不要说 跟着我往前走就行了 我小声的对曾路嘀咕道 曾路听了我的话后点了点头 因为曾路身上有我画的护身符咒 诱着他 那个鬼魂最多也只能接近曾路一米 我随手从兜里掏出一张降妖除魔符咒 紧紧地攥在手心里 如果这个鬼魂想要做出伤害曾路的事 我会毫不客气地将手里的符咒拍在他的身上 我们寝室的这三个兄弟是我的底线 伤害我可以 但是伤害他们是绝对不行的 我对走在前面的游职培嘱咐 老子 往宿舍后面走 好的 二哥 游职培他应了一声 就和黄涛绕过我们男生宿舍向后面走去 男生宿舍后面新建的宿舍楼已经快要完工了 就差门窗玻璃没有安上 当我们走到男生宿舍楼后面的时候 曾路一头雾水 二哥 你们三个这是要搞什么呀 好了 你们三个可以回宿舍了 我没有回曾路的话 而是让他们直接回宿舍 曾路则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的看着我 我把跟着曾路那个魂魄引到这里 也是因为这里没有闲杂人的 有些事还是低调点比较好 从学校大门口到男生宿舍 全都是来来往往的大学学生 我可不想让他们知道我在干什么 走了 三哥 咱们回去是吧 游之培回头拉着曾路就往男生宿舍走 我停下身子 转过头就向那个鬼魂看了过去 当曾路被游之培拽走时 那个鬼魂还想要跟在曾路的后面走 我向左面跨了一步 我向左面跨了一步 躺在了鬼魂的前面 鬼魂将我挡在他的前面 他向右要绕过我的身子 继续跟着曾路 我则是继续向左一步 依然是挡着那个鬼魂 不让他跟着 我眼前这个年约六十多岁的鬼魂 抬起头望向我 你能看见我 你为什么要跟着我的同学 我没有回答他的话 而是一脸严肃地望着这个鬼魂 怕是我孙子 当我眼前这个鬼魂说出这句话后 我惊了一下 爷爷 您是鬼 而您孙子只是个凡人 您这样跟着您孙子 您孙子的身体会受不了的 你为什么要跟着他 我一脸疑惑地望着曾路的爷爷 冲着我和曾路是兄弟 我必须得尊称他一生爷爷 曾路的爷爷一脸的伤悲 自从我死后 他们一家三口 也不去给我上坟烧纸了 地幅的物价高 我穷得实在是受不了了 所以才会跟着我孙子 我只是想跟他要点钱 没想伤害我孙子呀 他们一家三口 不给你上坟烧纸 这确实是他们的不对 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你儿子和儿媳婦 偏偏要来找你的孙子呢 前几年 每逢农历的正月十五 七月十五 还有十月初一 我的儿子都会带着我孙子去我的坟地上坟 给我烧纸钱 今年夏天 我那媳妇信奉了基督教 然后他又带着我的儿子 跟他一起信 信奉基督教 是不讲究给老人上坟烧纸一事 往年呢 农历七月十五 我儿子都会带着我孙子去给我上坟烧纸钱 而他今年农历的七月十五啊 却没有带着我孙子给我上坟烧纸 起初 我是想要去找我儿子儿媳妇的 可每次我靠近他们俩的时候 我都会感受到 他们俩的身上 有一股神秘的能量保护着他们 我觉得 应该是他们信奉的主在保护着他们 所以 我被逼无奈的 只好来找我的孙子了 老头一脸委屈 听了老人这话 我这心里还有点酸 我也很久没有给我奶奶烧纸了 我望着曾禄的爷爷认真地说 这样吧爷爷 这事交给我来处理 您先回去吧 明天晚上 我让曾禄到十字路口 给您烧些纸钱 您要是还有什么需求的 可以跟我说 我一会儿回去转告给您的孙子 哎呀 其实我也没什么需求 他们想要信奉什么都无所谓 我一个死去的人 也管不了那么多 我只是希望 他们一家三口 能经常到我的坟头上 烧香烧纸 来看看我就行了 别的 我就没什么需求了 曾禄的爷爷对我说完这话后 他转过身子就向前走去 我则是心酸的望着曾禄爷爷的背影 从我的眼前消失 当我走进寝室的时候 我看到曾禄脸色难看的坐在自己的床上 从他的眼神中 我能看出一丝惊恐之色 他们哥仨回到寝室后 游直培如实地跟他讲述了 在烧烤店里有一个鬼魂就站在他的身后 而且我们回来的时候 那个鬼魂也一直跟在他的后面 二哥 你有没有将那个鬼给收了 曾禄抬起头看到我进来 他一脸急切地向我问了过来 我则是对曾禄摇了摇头 此时我在想着这件事该怎么和他说 二哥 那个鬼是不是太厉害了 你对付不了啊 曾禄哭丧个脸 而我依然是摇着头 那是怎么一回事啊 二哥 你这一直摇头不说话 我是真害怕 曾禄说这话的时候 眼泪都快要掉出来了 这小子 平时天不怕地不怕的 没想到 居然这般怕鬼 游直培望着曾禄打去 还有三哥 我一直认为 你是咱们寝室胆子最大的一个 我没想到你现在居然这么怂 老三 你给我滚犊子 曾禄拉着个脸子 没好气地对游直培大喊 老三 这些日子 缠着你那个鬼魂 是你的亲爷爷 当我说完这话的时候 惊讶得不仅仅只有曾禄 就连黄涛和游直培 也是一脸惊讶的张大嘴巴 游直培有些不相信我的话 二哥 你不会是跟我们哥仨开玩笑吧 怎么可能是他的亲爷爷缠着他呀 老二不可能拿这件事跟老三开玩笑 黄涛插了一句 黄涛 相信我所说的话 二哥 我爷爷他为什么要缠着我 曾禄觉得黄涛说的没错 我不可能拿这件事跟他开玩笑 我坐在曾禄的床边 你爷爷之所以跟着你 是因为你今年的农历七月十五鬼节 没有和你的父亲 去给你的爷爷上坟烧香烧纸 他上来跟你要钱花 每年的鬼节 我都会跟我爸去给我爷爷上坟 今年农历七月十五 我跟我爸提起这件事 我爸说这件事不用我管了 我则是认为我爸今年自己打算去 而不带着我 我没想到 我爸他居然没去给我爷爷上坟 曾禄黑着脸子 我叹了一口粗气 你爷爷说 你爸和你妈现在信奉基督讲 不讲就给老人烧香烧纸 所以你爸今年农历七月十五 没有去给你爷爷烧香烧纸 反正你爷爷是这么跟我说的 这件事得怪我妈 我妈前两年信佛 家里供奉着观音菩萨和大度弥勒佛 今年我妈又开始信耶稣了 她信奉什么就带着我爸信奉什么 我爸要是不听我妈的话 我妈就会天天在我爸耳边磨叽 我爸只能听我妈的 我妈现在早上起床后 先是给观世音菩萨和大度弥勒佛上香 然后捧着基督教经书开始诵经唱歌 这次我也是醉了 曾璐在我面前 没好气地埋怨着她的母亲 其实啊 人有信仰是一件好事 但信仰要有个度 要做到信而不迷 然而现在很多人对自己的信仰 已经迷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 让一个正常人变得疯疯癫癫的 这可不是一件好事 我觉得老三他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一脸凝重地看着曾璐 老三 你也别责怪你妈了 你爸妈 她没愿意信奉什么就信奉什么 明天晚上 你多买点纸钱 还有香 我带你到十字路口 就给你爷爷烧吃 好的二哥 曾璐点头搭晕 当曾璐知道 是他爷爷缠着他要钱 他的紧张心情瞬间放松了不少 但是他这一晚上也没怎么合眼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 我看到曾璐黑着眼圈 坐在床上闷头抽烟 你一晚上都没事 我妄想曾璐 曾璐冲着我点了点头 好了 你也别想那么多 你爷爷就是想跟你要钱 他可没想要害你 你无需担心 我走到曾璐的身边 我走到曾璐的身边拍拍他的肩膀安慰他 曾璐点着头 我知道了二哥 曾璐带了一天我那个三足巨羊鸟 他身上的阳气已经恢复了不少了 肩上的两盏羊火也燃烧得旺盛了 我没有急着跟曾璐要回三足巨羊鸟 而是让他再佩戴一天 早上我和曾璐一同到池塘吃了个饭 然后我们俩就向我们班教室走进 我们俩回到教室的时候是早上七点正 教室里一个人都没有 曾璐回到自己的座位后 他趴在桌子上两眼一闭就睡着了 我随手拿起一本专业书就看了起来 到了七点十分左右 江微微走进教室 此时我们班级里就我们三个人 江微微红着脸走到我的面前 留手 我给你发微信打电话 你怎么不回 啊 我我不知道呀 我装作一脸迷糊的看着江微微 其实啊 江微微给我发微信 还有打电话我都知道 我只是不想回她 她心里喜欢我 我都知道 而我只将她当作是我的同学 还有好朋友 从来就没想过 跟她有更深一步的发展 我要是跟她处对象的话 十个人能有九个人会说 我是看上了江微微家的钱 况且我对江微微也不感冒 江微微有些不相信我的话 你是真不知道 还是假不知道 我是真不知道 放假这些日子我也挺忙的 天天陪着家里的人 我风娇姐刚生完孩子 我怕电话响吓到孩子 我在家里的时候 电话都是打着静音的 那你看到我的未接来电 能不能给我回一个 江微微有些咄咄逼人 看到你的未接来电 我是想回给你的 可是我忙着忙着就忘记了 真是对不起 真是被你气死了 江微微一脸美好气的 对我说完这话后 她从包里掏出一个盒子 扔在了我的桌子上 然后气哄哄的 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我一脸疑惑地看着桌子上的盒子 这是什么呀 江微微 这是我国庆节去香港旅游 给你带回来的 你打开看看吧 哦 我应了一声 就打开我桌子上的盒子 盒子里面装着一块精美的手表 虽然我不懂表 但是我觉得这表肯定不能便宜了 我拿起江微微送我的表 走到江微微的身边 江微微 这表太珍贵了 我不能要 俗话说 无功不守禄 吃人家的嘴短 拿人家的手短 江微微 将我递过去的手表 又推了回来 这表是我在香港免税店买的 没几个钱 咱们班男生都戴手表 对你自己没有 给你买的 你就拿着 以前你没少帮我 就当我还你个人情 这 这 我一脸没难的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江微微 对我露出一脸微笑 别这这的了 我给你 你就拿着吧 好吧 那我就收下了 真是谢谢你了 江微微 我对江微微点着头 道谢 客气了 江微微 见我把表收下来 她心里很高兴 她很怕我会不收 她的这块表 毕竟 我这人很有原则 江微微送我的这块表挺漂亮的 我也很是喜欢 回到座位上 我就将她给我的表 戴在了手腕上 活了二十三年 这还是我第一次戴手表 心里啊 有些美滋滋的 到了七点半左右 我们班级里的同学们几乎都到了 大家坐在一起 分享着这个国庆长假的乐趣 家里条件好的 几乎都出去旅游了 条件一般的 也都待在家里 陪着自己的父母过节 自从黄涛当了我们班的班长以后 班级里的同学们 相处的是格外的和睦 谁要是遇到个难处 大家都会主动的伸出双手帮忙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当游直培走到曾禄的面前 伸手要派曾禄的肩膀叫醒曾禄时 被我伸手给拦住了 我望着熟水中的曾禄 对游直培说 曾禄昨天晚上一宿没睡 还有半个小时才上课 让他再睡会儿吧 哦 游直培应了一声 就没有再打扰曾禄睡觉 今天是长假后第一天上学 大家的情绪都不是很高 也包括我在内 平时我对李老师讲的课很感兴趣 而今天李老师的课 我是一点也没听进去 我们班今天就半天课程 下午放假 中午放学后 曾禄没有跟着我们哥儿仨去食堂吃饭 他无精打采的跟着我们打了一声招呼 就回寝室睡觉了 江薇薇 下午放假 你不赶紧回家去 怎么也来食堂吃饭了 我在食堂里 恰巧碰到了江薇薇 回家还得做饭 在食堂吃完饭后 我就不用回家再做了 江薇薇对我笑着 中午吃饭的时候 江薇薇跟我们三个坐在了一起 吃饭的时候 黄涛在油脂培耳边小声的嘟囔了一句 也不知道黄涛跟油脂培说了些什么 然后我就看见他俩大口大口的吃饭 我和江薇薇 饭没吃上几口 这两个家伙 已经将餐盘里的饭菜啊 都吃光了 啊 那个 你们俩慢慢吃啊 我们走了 黄涛从凳子上站起来 心是对我使了一个眼神 然后他说完这话 就和油脂培 向食堂外走去 黄涛啊 这是给我和江薇薇 制造单独相处的机会 我和江薇薇心里也都清楚 江薇薇望着油脂培和黄涛的背影 他们俩有点奇怪啊 我觉得我们寝室那哥仨 都挺奇怪的 我对江薇薇回完这句话 便开始吃饭 和江薇薇在食堂吃完饭后 我们俩一起向学校大门口走去 我准备去炸串店帮忙 顺便呢 送江薇薇一程 江薇薇 你等一下 我有话要跟你说 我和江薇薇 还没走到学校门口时 谢峰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 然后对江薇薇大声的招呼道 听到谢峰的招呼声 我和江薇薇停下身子 一起转过头看向谢峰 我看到谢峰心里很是反感 我觉得他平日里做的事 就不像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我是从心里瞧不起谢峰 而江薇薇看到谢峰心里全是恨 江薇薇永远忘不了谢峰给他带来的伤害 江薇薇一脸忧怨地望着谢峰 谢峰你有事吗 有事 我有点私事 要跟江薇薇谈 你可以走开吗 谢峰对我冷言冷语的 我刚要转身离开 江薇薇就把我拉住了 江薇薇双手紧紧地挽着我的胳膊 刘手是我的男朋友 没有必要走开 你有什么事就赶紧说 你要是不说的话 我们走了 谢峰听到江薇薇这番话 肺子都要气炸了 他对江薇薇从来就没有死心过 江薇薇对谢峰说 我是他男朋友 我站在一旁也没说什么 现在很多男人都是这样的 越是得不到的东西 就越想得到 越是容易得到的东西 越是不珍惜 而谢峰就是这类人 谢峰压着心里的怒火 对江薇薇寄出一丝微笑 晚上我想请你吃个饭 你有时间吗 对不起谢峰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我是不会随便跟哪个男人 在一起吃饭的 你还是约别的女人吧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缠着我了 江薇薇说完这话 拉着我向前走去 而谢峰则是站在原地 双手攥着拳头 一脸愤怒地看着我和江薇薇 此时谢峰 他很想冲到我的面前 给我两句 当我回过头看向谢峰的时候 谢峰也在盯着我看 从他的眼神中我能看出愤怒之色 此时我心里有些担忧 我所担忧的是刘月 我怕谢峰把他对我的愤怒 发泄在刘月的身上 我跟江薇薇刚走出学校大门口 樊青他笑嘻嘻地向我和江薇薇迎面走了过来 刘月薇我都想死你了 樊青走到我的面前就给了我一个热情的拥抱 我被他抱得都有些喘不过来气 脸憋得通红 我仗红着脸 樊青 你能不能轻点抱我 你现在赶紧松手 我都快喘不上气了 樊青听了我的话后 这才把手松开 樊青每次抱我 都是没情没重的 樊青看到谢峰站在不远处 一脸愤怒地盯着我和江薇薇看 他用手指着谢峰 看什么看 再看我把你眼睛挖掉 咱们走着瞧 谢峰对樊青说完这话后 他转过身就向学校操场方向走去 小王八蛋居然敢这么跟我说话 今天我非给你点颜色看看 樊青迈着大步 就向谢峰走了过去 我转过身 上前一把 就将樊青给拦住了 樊青 你别拉着我 我早就看乖这个小子了 我今天就是要教训他 樊青一边挣脱我拉着他的手 一边对我说 我指着我的闸串垫 好了樊青 跟那种人一般见识不值得 我请你吃闸串 好 那就去吃闸串 我最爱吃闸串的 樊青舔了一下嘴唇 点着头一脸微笑 刚刚还生气的樊青 一听见我请他吃闸串 他瞬间就露出了笑脸 对此啊 我也是醉了 这樊青的脸呢 跟小孩的脸一样 说变就变 这也让我想到了 没有什么事是一顿闸串解决不了的 樊青在闸串店 一口气吃了我近三百多块钱的串 才跟着江薇薇高兴地离开 今天呢 樊青还算是嘴下留情了 他要是敞开肚子吃的话 再有个三百多块钱的闸串 也够呛能填饱樊青的肚子 带樊青走后 二叔向我问了过来 哎 那漂亮姑娘也太能吃了吧 是啊 他确实很能吃 我点着头一脸苦笑 今天下午 我老老实实地待在闸串店 帮着二叔切肉洗盘子 干了一下午 我觉得闸串店这活啊 其实也不轻快 二叔他们一坚持就是一天 我也是真心的佩服他们几个 师父 你一定要帮我杀了那条蛇精 今天那条蛇精 当着众人的面辱骂我 还要抠下我的眼珠子 幸亏我当时跑得快 要不然 要不然我就 谢风 他一脸委屈地 在老吴的面前 添油加醋地 告着翻轻的状 老吴 一脸凝重地 看着谢风 那条蛇精 有着千年的道行 而且还十分地狡猾 上次 我把他引出来 给了他一件 没有除掉他 而是让他逃跑了 想要再将他引出来啊 那有点困难 师父 你一定要帮帮我 要不 我咽不下这口气 谢风说这话的时候 硬是挤出了两滴眼泪 嗯 这件事儿 我尽力吧 老吴点着头 谢风一听老吴这么说 心里很高兴 因为谢风知道 他师父这个人 只要答应他的事 就一定会做到 死蛇精 你就等着去死吧 谢风在心里 默默地念叨着 老吴 收谢风为徒弟 也是冲着利益去的 他并不是心甘情愿 收谢风的 因为谢风的老爸 是大学校长 经常有人去他们家 送烟 送酒 送茶叶等等 谢风就将这些东西 从家里拿出来 孝敬老吴 虽然老吴不是很喜欢谢风 但谢风毕竟是他的徒弟 当他知道蛇精欺负了谢风 心里也是很生气 最后还是决定 为谢风出这个头 我在闸串店忙到下午四点多钟 才闲了下来 此时 我已经是满头大汉 我回头看了一眼 小华 柳慧 还有我二叔 他们也都跟我一样 小华打开一瓶汽水 递给了我 热手哥 来 喝瓶汽水 谢谢你小华 我对小华说了声谢谢 就接过他手里的汽水 咕咚咕咚的喝了起来 到了下午四点半 学校正式放学 只见大量的学生 从学校大门口涌了出来 这些学生 有一部分 直接钻进了网吧里 还有一部分 坐着公交车离开了 其余的那些学生 则是钻进附近的小吃店里 看到四五十号学生 向闸串店涌了过来 我还有点懵 毕竟我很长时间 没在闸串店干活了 二叔和柳慧阿姨负责闸串 我和小华 手忙脚乱的招的那些 来吃闸串的学生 直到周嘉嘉赶过来帮忙 我才感觉轻松了不少 我对走进闸串店的周嘉嘉笑着说 周嘉嘉 你来的真是时候 我忙的是满头大汗 我来给你擦擦吧 周嘉嘉拿起一条干净的毛巾 就给我擦头上的汗 周嘉嘉给我擦汗 我虽然没有拒绝 但心里觉得有些怪怪的 小华在一旁看着周嘉嘉给我擦汗 他的心里是特别的酸 到了六点钟 我见曾禄没有出来找我 心里有些着急了 于是掏出电话 就给曾禄打了过去 打通曾禄的电话后 我在电话里问曾禄 哎 曾禄 你现在在干嘛呢 我在寝室玩英雄联盟呢 你有什么玩个 你小子心可真大 今天晚上要去做什么 你忘了吗 你不怕你爷爷天天缠着你 那你就继续玩 我没好气的对曾禄说完这话 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此时我心里有那么点生气 这个曾禄简直太过分了 过了大约十分钟 曾禄气喘吁吁的跑到了闸串店 二叔好 曾禄跑到闸串店 一脸微笑的跟我二叔打了一声招呼 随后他又跟小华 柳慧 还有周嘉嘉都打了声招呼 二叔抬起头望向曾禄 曾禄啊 你吃饭了吗 没吃的话 二叔给你炸点鸡柳吃 谢谢你了 二叔我已经在学校的食堂里吃过了 我将身上的围裙解下来 洗了把手对二叔说 二叔 我和曾禄有点事要去忙 我就先走了 嗯 既然你们俩有事啊 那就快去忙吧 二叔对我们俩点着头 二叔是个名势力之人 对我们年轻人的事 他从来都不过问 再见二叔 曾禄客气的跟我二叔打了声招呼 就跟着我离开了闸串店 我们寝室的三个兄弟都十分的尊重我二叔 他们每次看见我二叔都是二叔长二叔短的叫着 我二叔也是十分的喜欢他们哥仨 我一边向前走着 一边没好气的对曾禄说 你小子可真行啊 我要是今天晚上不给你打电话 你是不是就把这件事给忘记了 二哥 你要是不给我打电话 我还真把这件事给忘记了 曾禄他一脸抱歉的挠着头 不好意思的说 看着曾禄这个样子 我再没忍心说的 我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 便和曾禄坐了上去 我打算千代曾禄到八十八号胡同的纸扎店买东西 虽然八十八号胡同那个纸扎店卖的东西 要比外面卖的纸扎用品贵很多 但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当我们哥俩从出租车里下来后 曾禄一脸疑惑的向我问了过来 二哥 咱们有必要来这么远 买纸钱吗 你相信我 不会有错 我只是跟曾禄说了这么一句话 而多余的话 我没有再说 走进八十八号胡同 我向里面望了一眼 我看到一道堂还有红扇堂的灯都是亮着的 小石姑每天下午五点从一道堂离开 然后就是真子齐一个人守着一道堂 有时候想起来这个真子齐还真是可怜 她师父死了以后过来投奔我师父 结果我师父也不在了 当我走进纸扎店时 我只看到店里的两个服务员 你们老板呢 我们老板回家吃饭了 女服务员对我露出僵硬的微笑 我需要四十捆纸钱 金银元宝个十的 还有四颗摇钱树 麻烦你 帮我算一下多少钱 女服务员拨打着算盘 嗯 四捆纸钱六百 金银元宝个十袋是八百 摇钱树四颗二百 一共是一千六百元 二哥用得着买这么多吗 曾禄在一旁小声的嘀咕着 这些东西咱们俩一人一半 你烧给你爷爷 我烧给我奶奶 我对曾禄说完这话 就从兜里掏出了八百块钱 曾禄也从包里掏出了八百块钱 加在一起正好是一千六百块钱 这个是赠送给你们的地府文书 还有箱 女服务员将两张地府文书 还有两捆箱 递给了我们俩 谢谢 我说的声谢谢后 就带着曾禄将我们俩买的东西 从纸扎店搬到八十八号胡同口 对面的十字路口处 我和曾禄搬了七八趟 才将我们俩买的东西 全部搬到了十字路口 走出纸扎店后 曾禄回过头看了一眼 店里的那两个服务员 二哥 我怎么觉得 那两个服务员长得特别像 纸扎的同男同女啊 是有点像 我开口对曾禄附和着 我要是跟曾禄实话实说 那两个服务员是指人变的 他肯定会害怕 我不想吓唬他 我将一张地府文书 还有一支水性笔递给曾禄 曾禄 你将你爷爷的姓名 地址写在这个文书上 到时候会有鬼差将你烧的东西 送到你爷爷那里 哎 好的 曾禄接过我手里的水性笔 还有地府文书 便开始写了起来 等曾禄写完后 我接过他手里的水性笔 开始在地府文书上 写上我奶奶的姓名 还有地址 我们俩将买来的纸钱 金银元宝 还有摇钱树 分成了两份 然后点把火就烧了起来 曾禄手里的文书刚点着 一阵阴风 就向我们俩吹了过来 我看到曾禄的爷爷 站在路对面看着曾禄 随后消失不见了 我在给我奶奶烧文书的时候 我不停地向我的周围打量着 我希望能看到奶奶的身影 然而结果却让人感到很失望 我和曾禄将纸钱 金银元宝 还有摇钱树 全部烧完后 一辆平头解放货车 从西面赶了过来 平头解放货车 在我和曾禄的面前停了下来 只见两个鬼差 从车上跳下来 就开始搬运 我们俩烧完的纸钱 两位差爷辛苦了 我上前跟两位鬼差 打了一声招呼 曾禄在一旁 看到我对着空气说话 他的心里突然产生了恐慌 后背也跟着直冒凉风 不辛苦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两位鬼差对我很客气 地府的鬼差很多 我觉得鬼油差是最好说话的 而其余的都是些见利妄议的鬼差 尤其是白无常 你想要求他办点事 不拿出你的诚心来 他是不会帮你的 而且他还比黑无常 富黑 就是一个笑面虎 曾禄一步跨到我的身后 一脸惊恐地打量着周围 二哥 你在跟谁聊天呢 我再跟两位鬼油差打招呼 曾禄听了我这话后 吓得是后背直冒凉风 曾禄再没继续问下去 那些鬼差将我和曾禄烧的纸钱元宝 摇钱树搬到车上后 他们俩就开着平头解放车离开了 我见着时间还早 并带着曾禄就向一道堂走去 我想看看 真紫棋这个家伙 在干什么 当我走到一道堂门口时 我透过门玻璃 看到真紫棋 站在办公桌前 手握毛笔 正在练习画幅 来之前我还在想 这小子会不会是在玩手机呢 看来啊 是我多心了 真紫棋见我推开门走进来 他抬起头 一脸惊讶地望着我 哎 留守 你怎么过来了 我有事路过八十八号胡同 顺道过来看看 你小子在干什么 你是顺道过来看看 我有没有玩手机吧 真紫棋放下手里的毛笔 好吧 我承认我有这个想法 哎 你作业写完了吗 我放学回来就写完了 你们俩也别站在门口了 随便坐吧 真紫棋指着沙发 对我和曾禄招呼 谢谢 曾禄说了声谢谢 就不客气地坐在了沙发上 嘿 我刚泡的茶 味道不错 你们俩尝尝 真紫棋走到我们俩的身边 他拿起茶壶 给我和曾禄一人倒了一杯 真紫棋的代课之道 也都是我师父生前教他的 我和真紫棋说话 曾禄也插不上嘴 他则是坐在沙发上 四处打量着 我和真紫棋 东扯西扯地聊了有半个小时左右 我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 已经快到八点了 我也必须得离开了 我从沙发上站起来 走到师父的黑白照片间 我抽出三根香点燃 插在了照片前的香炉里 然后我跪在地上 恭敬地对着师父的黑白照片 磕了三个头 我从地上爬起来 真紫棋 这时间也不早了 我得回学校了 你要是有什么事的话 可以给我打电话 真紫棋听到我说的这句话 心里有些失望 真紫棋对我挤出一丝微笑嘱咐着 那你赶紧走吧 我就不挽留你了 路上小心 那我走了 我对真紫棋应了一声 就带着曾禄从一道堂走了出来 我们俩走出八十八号胡同后 曾禄停下身子 转过头望着八十八号胡同 二哥 我咋觉得这个八十八号胡同的温度 要比外面低上个四五度啊 你想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 我笑呵呵的问曾禄 曾禄狠狠的点了一下头 想 曾禄这小子的好奇心呢 是我们寝室四个人里最重的一个 那你把眼睛闭上 我让你睁开 你再睁开 我对曾禄吩咐道 曾禄听了我的话后 他很听话的就把眼睛给闭上了 我将左右手放在了曾禄的双肩上 然后对着曾禄的双肩 轻拍了三下 只见曾禄双肩燃烧的阳火 瞬间被我拍灭 曾禄则是不由的打了一个冷战 我身上没有带柳树叶 只能用灭他双肩阳火的方式 来开曾禄的天眼 好了 你现在可以睁开眼睛了 曾禄听了我的这句话后 他把眼睛缓缓地睁开 当他看到八十八号胡同里 挤满了鬼魂时 他双腿发软 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 红润的脸色瞬间变白 这 这 曾禄一脸惊恐地指着八十八号胡同 那群鬼魂吓得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之所以让曾禄看看八十八号胡同的那群鬼魂 其实也是为了给他练胆子 我指着八十八号胡同那些鬼魂对曾禄解释 一到天黑啊 这八十八号胡同便是鬼的聚集地 鬼魂会到八十八号胡同摆摊做交易 就像市里的夜市一条街 我刚对曾禄说完这话 就看到一个鬼走到曾禄的身边蹲了下来 然后他一脸坏笑地打量着曾禄 就在那个鬼魂试图想要上曾禄身的时候 曾禄身上的护身符发出一道淡黄色的光 将曾禄的身子包裹住了 那个鬼魂被这道淡黄色的光向后反弹回去 曾禄看到他身边那个对他图谋不轨的鬼魂时 吓得是连棍带爬的 向我身边冲了过来 我从兜里掏出一张巨阳符咒 嘴里默念着道家咒语 当我念完咒语后 我手里的那张巨阳符咒 呼的一下就燃烧了起来 我用燃烧的巨阳符咒 将曾禄双肩上的两盏阳火点燃 曾禄双肩的阳火被点燃后 他的天眼瞬间关闭 当他再次向八十八号胡同望过去的时候 八十八号胡同里空荡荡的连个鬼影都没有 曾禄都快被吓哭了 太他妈吓人了 其实啊 鬼和人比起来 鬼并不可怕 最可怕的还是人 我对曾禄说这话的时候 我的脑袋里飘过谢峰的身影 谢峰以前就是个小人 现在学了道后变得是更加阴险了 我和曾禄回到男生宿舍已经是晚上八点五十多了 还有不到十分钟男生宿舍的大门就要锁了 我和曾禄在坐出租车回来的路上 曾禄他一句话都不说 他的脑子里总是浮现出之前看到的画面 一想起八十八号胡同里那群鬼魂他的头皮就有些发麻 身上的鸡皮疙瘩也起了一层 当我们俩回到寝室后 我看到游直培坐在电脑前玩着游戏 黄涛则是躺在床上玩着电话 他同时跟两个女孩聊威胁 听其声音 一个应该是刘月 一个是王叔的女儿王柯 三哥 刚好我玩完一局 你打开电脑 咱们俩一起玩 游直培见我和曾禄走进寝室 他转过头吆喝着曾禄陪他玩游戏 你玩吧老四 我现在没兴趣玩 曾禄说完这话就躺在了自己的床上 他眼睛无神的盯着寝室的天棚看 黄涛从床上爬起来望向躺在床上的曾禄 老二 老三这什么情况 跟你出去一趟 就跟双打的茄子似的 彻底的蔫了 老三 只是被吓到了而已 他没事 我笑了笑 哎 老三哪 有你二哥在这 你没必要害怕 曾禄 则是对黄涛点点头 什么都没说 这一晚对曾禄来说 又是一个无眠之意 曾禄瞪着两个眼睛 躺在床上 就是睡不着 他不敢闭眼 他只要一闭眼 就能想起八十八号胡同里的那群鬼 第二天上午九点 我正在上课 真子奇突然打电话给我 因为我在上课 没法接听真子奇的电话 我聚接了电话 然后发了一个短信给真子奇 问他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 真子奇给我回了一条短信 刘少 你现在来一趟我们学校 我们老师找你有点事 你是不是惹什么祸了 你别问那么多了 你赶紧过来一趟 真子奇又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此时我的心有些忐忑不安 老师我肚子疼 我想上厕所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 装作一脸内疾的样子 打断我们任客老师的讲话 任客老师点着头 哦 那你赶紧去吧 谢谢 我说了声谢谢 便从座位上站起来 就向教学楼外跑去 出了我们学校大门口 我拦了一辆出租车 就向真子奇的学校赶去 真子奇在市中心小学上学 市中心小学是地地市最大的一个小学 也是教学质量最好的一个学校 拥有小学生一万多人 然而不是任何人都能把自家的孩子送到这个学校学习的 进这个学校上学也不是很容易 当初我师父将真子奇送到这儿 也是托人找关系才进入了这个学校 到了市中心小学后 我打了一个电话给真子奇 询问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刘少 我在我们老师的办公室里 你从学校大门走进来 静止的往前走 我就在迎着学校大门 教学楼 三楼四年组教室办公室里 好 我马上到 我对真子奇应了一声 就向迎着学校大门的教学楼 三楼跑去 市中心小学 有三栋教学楼 靠在学校大门的左右两侧 还有两栋教学大楼 毕竟这个学校的学生太多了 当我来到三楼四年组办公室的时候 我看到真子奇低着头站在办公室门边 办公室里有五六个老师坐在一起喝着茶水聊着天 办公室的门虽然是开的 但是我没有莽撞的走进去 我站在门口 有礼貌的敲了三下门 当真子奇抬起头看到我的时候 他皱着眉头又把头低了下来 看他现在这个样子 我觉得他肯定是惹祸了 我敲了三下门 办公室里那些老师依然在火热的聊着天 没有理会我 这让我有些不高兴 我心想 现在这些老师的素质还真是不咋地 樊老师 我哥来了 真子奇对着一个三十一二岁的女生大声的喊道 那个女老师听到真子奇的喊声后 才从自己的办公椅子上站了起来 进来吧 真子奇的老师对我招呼了一声 我这才迈着大步向真子奇老师的身边走了过去 真子奇的老师伸出右手 你好 我姓范 是真子奇的班主任老师 你好 范老师 我是真子奇的哥哥 我伸出右手跟范老师握了一下 这个范老师个子不高 也就一米六左右 长得微胖 眼睛不大 戴着一副黑边的近视镜 是一个很一般的女人 看起来不是很出众 范老师指着旁边一个凳子 你先坐一会儿 等一下另一个家长 我应了一声 就坐在了范老师旁边的凳子上 范老师拿起桌子上的水杯 喝了一口茶水 然后继续的跟他办公室里的老师们聊了起来 他们先是聊自家的孩子 然后又聊到网购 我在一旁听的有些心烦意乱的 过了十多分钟 一个将近四十岁的男子 带着一个胖小孩 从外面气势汹汹的走了进来 连门都没有敲一下 那个将近四十岁的男子走进办公室 范老师 谁打我的儿子 到底是谁打我的儿子 罗帆爸爸 你先不要这么激动 我让你过来就是处理这件事的 范老师从他的办公椅子上站起来 对这个刚走进来的男子安分 罗帆的爸爸一脸愤怒 范老师 你看啊 我儿子的脸都被打中了 我在家都舍不得打我儿子一巴掌 别人打我儿子 我当不激动啊 郑子齐 你过来给罗帆 说声对不起 范老师对着站在办公室门口的 郑子齐招呼一声 郑子齐则是站在门口 一动也没动 郑子齐抬起头 一脸忧怨的 看向那个叫罗帆的胖小孩 罗帆的爸爸指着郑子齐 儿子 你上去给他两个耳光 别人打你一巴掌 那你就双倍奉还 我站在一边笑了笑 什么都没说 好 罗帆有他爸爸给他撑腰 他应了一声 就向真子齐的身边走去 真子齐眼露金光 一脸愤怒的盯着罗帆看 罗帆见真子齐 一脸愤怒的看着他 他吓得赶紧向后退了一大步 那个将近四十岁的男子 无理取闹的 对他的儿子大声喊 罗帆 你上去 打他两个耳光 有你爹在 你怕个什么 哦 罗帆应了一声 就走到真子齐的身边 举起右手 就要对着真子齐的脸抽过去 你给我滚 真子齐对着罗帆就大吼了一声 罗帆吓得收回 抽向真子齐的手 然后向他的父亲身边抛去 我从凳子上站起来 走到罗帆爸爸的身边笑着 你好 我是真子齐的哥哥 有什么事啊 咱们可以好好地解决 没必要这么大动干活吧 啊 你弟弟打了我的儿子 你说 这件事该怎么办吧 罗帆的爸爸 趾高气昂地指着我的鼻子 他指着我的鼻子 让我很是反感 真子齐 你来说说 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转过身 向真子齐问了过去 我觉得 真子齐不可能平白无故地打这个孩子 这里面 一定是有什么事 他天天在同学的面前 说我没爸没妈 是一个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野小子 这我都没计较 今天 他当着班级里同学的面 搜我的痘 还给我要钱花 我没给他 他就对着我的胸口打了一拳 然后 我就对着他的脸 扇了一个耳光 真子齐 一五一十地对我讲述 听到真子齐说的这番话 我心里有些窝火 但我一直压着我心里的火 范老师 还有这位家长 我弟弟说的话 你们也都听见了 这件事一个巴掌拍不下 而且这件事也不是很大 就算了吧 我和和气气的对范老师 还有罗帆的爸爸说 放你妈的狗屁 你小子算什么东西 你以为你说算了就算了 你今天拿出一万块钱来 这件事咱们就算了 你要是不拿出一万块钱 这件事咱就没完 你往学校大门口望一下 罗帆的爸爸透过窗户 指着学校大门口三辆轿车 让我看 我今天是带着人来的 你要是不给我个满意的答复 你和你弟弟就别想走出这个学校 罗帆的爸爸威胁我 听了罗帆爸爸的这番话 我心里的怒火瞬间就燃烧了起来 我咬着牙根 双手钻进了拳头 望向罗帆的爸爸 我转个头望向范老师 范老师 这件事您怎么看 这 这 范老师 他一脸为难的说不出话来 听了真子齐刚刚说的那番话 他觉得错不在真子齐的身上 但是他一个女人又惹不起眼前这个气势汹汹的男子 我望着罗帆的爸爸笑着 这件事错不在我弟弟身上 是你儿子 是你儿子主动调试的 你现在无理取闹的跟我要一万块钱来化解这事 我是一分钱都不会给你的 真子齐听了我这番话 心里是很感动 罗帆的爸爸指着我的鼻子一脸愤怒的对我吼着 好好好 你不是嘴硬吗 你要是有种是个男人的话 你就跟我出去 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 你弟弟打在我儿子脸上的巴掌 我会在你的身上逃过来 你以为我怕你吗 出去就出去 我对罗帆的爸爸说完这话 就走出了范老师的办公室 而罗帆的爸爸则是紧跟在我的身后 生怕我半路逃跑了 真子齐见我和罗帆的爸爸走出老师办公室 也怕我会吃亏 真子齐随手拿起放在办公室门口处 一个八十厘米长的木尺子 就跟着我们走了出去 我和罗帆的爸爸走后没多久 范老师还有他办公室里的那几个老师 一同趴在窗户上 要看我们的热闹 今天我就让你小子爬着走出这个学校的大门口 你他妈的有眼无珠 居然敢招惹我 罗帆的爸爸像个娘们儿似的 在我的耳边不停的碎语着 下车收拾这个王八蛋 还有这个小王八蛋 罗帆的爸爸小跑几步 走到学校门口的那辆车前大喊了一声 只见那三辆车门打开 下来了八个大汉 他们的身高都在一米八以上 手里统一拿着三尺多长的钢管 只见那七八个大汉 下了车就向我和真子奇围了过来 他们一脸嘲笑地看着我和真子奇 面对着这八个大汉 我是一点也没有惧怕他们 真子奇 你退后 我挽起衣服袖子 望着围着我们的八个大汉 对真子奇吩咐 我怕他们伤到真子奇 真子奇紧随我的身后 这件事是我惹的 我真子奇不能把你一个人推在前面 你这小子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 我对真子奇刚说完这话 真子奇举起手里的木齿子 就像围着我们的这八个大汉冲了过去 不但我没想到真子奇会主动迎上去 就连那七八个大汉也是没想到 啪的一声响 真子奇纵身跃起 举起手里的木齿子 狠狠地打在了一个大汉的脑袋上 那个大汉眼前一黑 身子一软 直接晕倒在了地上 真子奇在他老师的办公室里 变了一肚子气没处撒 现在看到这么多人围着我们俩 他就将自己的气 撒到了这些人的身上 留守 接着 真子奇捡起那个大汉手里的钢管 就向我扔了过来 我刚接过真子奇扔过来的钢管 周围的那些大汉 一同向我和真子奇冲了过来 当我运用起天罡北斗七星部的时候 那几个大汉根本就捕捉不到我的身影 他们挥起手里的钢管向我的头上砸过来时 最后砸到的只是我的残影 我绕到他们的身后 挥起手里的钢管对着他们的脑袋就砸了过去 我没有对他们下狠手 我的目的就是将他们砸晕 碰碰碰 没用上一分钟 那八个大汉便头破血流的倒在了地上 我砸倒了五个 真子奇他自己砸倒了三个 罗藩的爸爸看到自己带来的这些人 被我和真子奇打倒在地 他则是一脸惊恐的望向我和真子奇 他没想到自己今天居然碰到了硬茬子 提着钢管就向罗藩的爸爸身边走了过去 罗藩的爸爸看我向他靠近 他一脸惊慌失措的向后退着 罗藩的爸爸一边向后退 一边对我摆手 你要干什么 你不要过来 你不要过来 两个孩子争吵 这其实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咱们大人之间 何必闹得这么不愉快呢 我将手里的钢管扔到地上 我不是那种得理不饶人的人 所以我没有对罗藩的爸爸出手 小兄弟 这都是误会 这都是误会 这件事 我有错 罗藩的爸爸已经彻底的服软了 我回过身 看向站在我身后的真子奇 好了 真子奇 你快回去上课吧 这里没你的事了 啊 真子奇对我应了一声 就向教学楼走去 真子奇时不时的回过头 向我看了过来 我则是对他微笑的挥了挥手 我还没离开学校门口 就听到一阵警笛声 我看到两辆警车 有远极近的向中西小学靠近 这应该是有人报警了 我怀疑不是范老师 就是他们办公室里的那几个老师 报的警察 我站在原地 没有选择离开 我要是选择离开逃避的话 那只会让这件事越弄越大 市公安局刑警队的张队长 从车上走下来 哟 小兄弟 你怎么在这儿呢 我弟弟在这个学校上学 惹了点祸 我过来看看 我笑着对张队长说 我没有主动说我打架的事 张队长指着躺在地上满头是写的那八个大汉问我 我接到报案 说这里有人打群架 你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吗 这些人呢 都是我打倒的 我指着地上那八个大汉 张队长听完我说 我说这话 他惊了一下 那你来说说 这是怎么一回事 张队长走到我的身边 罗帆的爸爸则是站在一边一脸胆怯的看着张队长 张队长对我的印象不足 他觉得我不像那种主动挑事的人 我弟弟跟他的儿子在学校发生了点过境 两个孩子你给我一拳我给你一巴掌 然后啊老师就把我们两个家长叫了过来 我跟这位罗先生说两个孩子打架只是件小事就算了 而他偏要讹我一万块钱才可骂笑 我不给他钱 他就找这些人来收拾我 结果全被我给放倒了 我指着倒在地上的那八个大汉 对张队长如实的说 张队长走到罗帆爸爸的身边一脸严肃 有这回事吗 罗帆的爸爸没说话 而是对张队长点了点头 承认有这回事 张队长回过头一脸微笑 小兄弟啊 你属于正当防卫啊 不过是你要有事就去忙吧 这里啊交给我来处理 谢谢您了张队长 我先走了啊 我对张队长道了一声谢就向前走去 罗帆的爸爸眼睛直勾勾的看着我离去 值得庆幸的是 今天我遇见了张队长来处理这件事 我要是遇见别的警察来处理这件事的话 我和这些人肯定都会被带到公安局里做处理 等我回到学校的时候 已经是中午十一点多了 这个时间段 甄子齐也应该放学了 我有些不放心甄子齐 于是掏出兜里的电话 给甄子齐打了过去 喂 甄子齐 你们班主任老师有没有为难你啊 没有 我们班主任老师啊 什么都没说 听到甄子齐这么说 我放心不少 如果甄子齐的班主任老师 针对甄子齐做出什么的话 那我得想办法 给甄子齐转班或者转学 我不能让他受到任何委屈 况且今天发生的事 根本不怪甄子齐 那好 你要是有什么事 就给我打电话 好的 刘少 你就这样吧 我要去食堂吃饭了 去晚了可什么都没有了 甄子齐说完这话 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我将电话揣进兜里 也直接奔着我们学校的食堂 走了过去 我一想到今天发生的事 就觉得十分的可笑 现在谁的家里都是一个孩子 袒护自己的孩子是对的 但也要分事去袒护自己的孩子 如果孩子做的对 当家长的应该去袒护自己的孩子 如果孩子做的不对 当家长的就不能再袒护了 而是对孩子进行正确的教育 当家长必须要以身作则 做出个好榜样给孩子看 而不是树立一个无理取闹的形象 给自己的孩子 并让孩子去模仿 这是错误的 当我走到学校食堂门口的时候 我恰巧看到谢峰和刘月 肩并着肩往食堂走 谢峰看到我站在他们俩身后的不远处 谢峰故意的将自己的右手 搭在了刘月的肩上来气我 谢峰 你不要这个样子 刘月往右面躲了一下 甩掉了谢峰搭在他身上的右手臂 刘月这样做让谢峰感到很迷惑 谢峰一脸不高兴 刘月 我是你的男朋友 我把手搭在你肩膀上 这也没什么呀 公共场合 咱们俩还是注意点比较好 刘月对谢峰说完这话后 就不再理会谢峰了 刘月之所以对谢峰这么的冷淡 最主要的是刘月不想让黄涛看到他和谢峰这么亲密 黄涛走到我身边拍着我的肩膀 哎呦老二 你可真行啊 这趟厕所去了将近两个小时 我还以为你小子掉厕所里了 二哥 你到底干嘛去了 油脂培刨根问底的向我问了过来 哎呀 真子齐那小子 在学校里跟同学打起来了 老师让我们双方家长过去调节一下 哎呀 那调节的怎么样了 调节的不怎么样 我跟那个家长带来的人 动手打了起来 我一脸尴尬 曾禄插了一句 向我问了过来 二哥 动手打仗 这可是个大新闻 最后战果如何 我略上一筹 最后还是警察出面 帮忙调节了这件事情 我笑着对曾禄回答 有些事啊 也不能跟寝室这哥仨说的太多 说多了 只会让他们为我而担忧 我是一个不喜欢给人家招惹麻烦的人 上次去给周家家要姑钱 我麻烦黄涛出面帮忙 也是迫不得已的 游纸陪指着不远处的刘月 还有谢峰 哎 老大你快看 刘月跟谢峰在一桌吃饭呢 现在 我过去会会他们俩 黄涛望着刘月 还有谢峰笑着 黄涛打完饭后 他端着餐盘 直接向刘月的饭桌走去 当刘月看到黄涛端着餐盘走到他面前的时候 刘月当场就愣住了 他刚才吃饭的时候 心里还在嘀咕着 千万不要碰到黄涛 可结果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刘月和谢峰是面对面坐着吃饭的 黄涛端着餐盘二话不说 直接坐到了刘月的身边 然后黄涛将餐盘里的两块糖醋排骨夹到了刘月的餐盘里 谢峰一脸不高兴的望着黄涛 黄涛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跑到我女朋友身边坐着干什么 谢峰啊 我见过不要脸的 可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 你好好问问刘月 他到底是谁的女朋友 黄涛一脸冷笑的望着谢峰 看到谢峰生气啊 黄涛心里是格外的高兴 我们哥儿仨则是在不远处一个饭桌上盯着黄涛还有谢峰看 谢峰望向刘月 刘月 你能告诉我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黄涛跟刘月的关系 谢峰是一点都不知道 我还有事要去忙 你们俩慢慢吃吧 刘月说完这话 就从饭桌上站起来迈着大步就向食堂外走去 对于这件事 刘月选择了逃避 谢峰一脸愤怒地望着黄涛 黄涛 你这是什么意思 谢峰 你小子接触刘月的目的 我心里清楚 你与我们寝食四个人的仇恨 我希望你不要连累到别人身上 黄涛黑着脸子斩钉截铁地对谢峰说 黄涛 你管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 别人的事你就别操心了 咱们冤家路窄 慢慢走着瞧 谢峰对黄涛说完这话后 他站起身子 将手里的筷子甩在地上 就离开了 他妈的 谢峰这小子就是欠揍 曾璐说完这话 就从凳子上站起来 一脸愤怒地想要去收拾谢峰 老子 你可别过去这事了 我站起身子 就将曾璐的胳膊拉住 黄涛将夹给刘月餐盘里的两块排骨 又夹到了自己的餐盘里 他拿起自己的餐盘 就向我们这桌走了过来 脸上还挂着一丝微笑 曾璐一脸气愤 老大 你心可真宽啊 谢峰那样对你你还能笑出来 要不是二哥拉着我 我飞上去给他两个大耳光 哈哈 哎呀 我笑的是谢峰被我给气走了 哈哈 黄涛像个孩子似的 得意地对我们哥仨笑着 我一脸慎重地对曾璐说 曾璐 你以后压着点你的脾气 这里是食堂 是公共场合 你在这个公共场合把谢峰打了 那等待你的将是开除 就算是咱们张老师也保不了你 开除就开除 有什么大不了的 曾璐他一脸不在乎 咱们从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上学 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真的是很不容易 咱们现在已经大三了 到了大四就要下去实习了 如果你现在被开除的话 你干系吗 我说完这话后 曾璐把头低了下来 他觉得我说的话很有道理 如果现在被开除了 不光他不甘心 他的父母也会对他很失望 黄涛一脸认真地对曾璐劝说 老三 你有时间啊 多跟你二哥聊聊 你二哥说的话是不会害你的 你这个人讲义气 心眼实在 这是你的优点 而你的缺点就是性子急 欲视爱冲动 现在这个样子吓到社会 社会吃亏的 三哥 老大和二哥说的有道理 你现在要是不听好人言呢 以后啊 你就等着吃亏吧 游直培在一旁跟着附和着 曾璐坐下来笑着 对我们寝室的三个兄弟说 好了 我知道了 我以后会改掉我这冲动的毛病 咱们吃饭吧 我们寝室的四个兄弟 无论是在学习上 还是在生活上 都是互帮互助的 因为我们四个人觉得 人与人之间相处 就是一种缘分 走到一起特别的不容易 我们也特别的珍惜这份友情 四年的时间呢 说短不短 说长不长 毕业以后 我们四个人就要各奔东西 不会像这样成天待在一起 说笑打闹 一想到这儿 我心里还有些不适滋味 正所谓天下没有不散的演戏 谢峰走出食堂 就向女生宿舍走了过去 此时的谢峰浑身颤抖 这也都是被黄涛给气的 他接触刘月也是为了报复我 虽然自己不是从心里喜欢刘月 谢峰觉得刘月已经是倒嘴的肥肉了 他可不想将这块肥肉让给黄涛 刘月 我在你们女生宿舍楼下 你出来一下 我有话要跟你说 谢峰站在女生宿舍楼下 打了一个电话给刘月 谢峰 我心里有点不舒服 我想休息休息 你别打扰我了 刘月在电话里对谢峰敷衍道 谢峰来找刘月 刘月心里清楚谢峰是想从他这里讨个说法 刘月不知道该怎么跟谢峰说这件事 黄涛和谢峰在刘月的心里有点难以取舍 黄涛家有的事前人也帅气 谢峰家条件也行 爸爸是校长 妈妈还是学校里的教授 这些物质上的东西深深的吸引着刘月 行 既然你不下来 那我就上去找你 气氛中的谢峰挂断电话后 就走进了女生宿舍 向三楼走去 看管女生宿舍的大妈伸手拦住谢峰 小伙子 这是女生宿舍 男生不准进 我爸是谢天华 谢峰对宿舍大妈爆出他爸爸的名字后 就向三楼刘月的寝室走去 原来是谢校长的儿子 品德还真不怎么样 看管女生宿舍的大妈望着谢峰的背影 难难的说 当谢峰推开刘月寝室门的时候 刘月在跟他寝室里的三个女生正在说笑 其中还有两个女生只穿着内衣内裤 躺在床上 那两个女生看到谢峰闯进来 他们先是发出一声尖叫 然后他们俩就将床上的被子盖在了身上 刘月 你出来一下 我要跟你谈谈 谢峰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刘月 刘月没想到 这个谢峰还真来找他了 刘月一脸不高兴的 从床上站起来 就跟着谢峰走了出去 谢峰和刘月 走到女生宿舍前面的小亭子里 谢峰停下身子 刘月 你跟我解释一下 你和黄涛是怎么一回事 我和黄涛只是好朋友而已 你别想多了 刘月说这话的时候 脸通红 他有些不敢正视谢峰 你们俩 不仅仅是好朋友这么简单吧 谢峰 根本就不相信刘月说的话 谢峰 既然你不相信我的话 那我也不想跟你解释那么多了 我要回解释了 有什么话 咱们微信里说吧 刘月 对谢峰说完这话好 他反过身 就向女生宿舍走了进去 谢峰眯着眼睛 望着刘月的背影 双手紧紧地攥着拳头 对了谢峰 以后没有我的允许 请别来我的寝室找我 刘月向前走了不到五步 他又转身 对谢峰嘱咐完这话后 继继继继续向女生宿舍走去 刘月 背叛我的代价是巨大的 你给我等着 瞧 谢峰 一脸邪笑地望着刘月的背影 笑声的嘟嘞 中午吃完饭后 我们哥四个就回到了寝室 由于曾璐昨天晚上没睡好 他回到寝室啊 一头栽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看着曾璐睡觉 我也有点犯困 就在我躺在床上 准备睡觉的时候 黄涛和油脂培的呼噜声啊 同时响了起来 原本我还有点困 听到他们俩这一声 更比一声高的呼噜 我是一点睡意都没有了 原本我想看会儿《道德经》 可是黄涛和油脂培 那呼噜打得让我根本就静不下心来 我从床上爬起来就向寝室外走去 我打算出去散散心 待在寝室里不睡觉 还有点发闷 走出男生宿舍 我莫名其妙地向学校后面那栋废弃的教学楼走了过去 一看到那栋废弃的教学楼 就让我想到了上次发生的那件事 我穿过已经腐烂的大体门 就向那栋废弃的教学楼走去 走进那栋废弃的教学楼 我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恐慌 我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 但是也说不出来 我没有进入这栋废弃的教学楼 只是站在大门口张望了一眼 就反身离开了 我在向前走的时候 时不时地回过头向废弃的教学楼看去 这栋废弃的教学楼 给我的感觉是阴森森的 黄涛与刘月的关系是越来越亲密了 而谢峰与刘月之间的关系 则是越来越冷淡 刘月觉得这年头有钱就等于有了一切 相对比较下来 他还是觉得黄涛比谢峰优秀 黄涛有男子汉味 而谢峰这个人则是有点柔 其实刘月刚开始跟谢峰在一起 也并不是从心里去喜欢 谢峰这个人 他喜欢的是谢峰的家庭条件 六七十年代人的恋爱啊 只要双方看着顺眼 看着舒服 就可以领证在一起过日子 没有谁家嫌弃谁家穷 结了婚以后啊 两个人共同努力赚钱来维持这个家 而如今的社会呢 女的想要找个有钱的老公 男的也想找个有钱的媳妇 人在变得懒惰的同时 也变得越来越物质 大多数女人已经不相信爱情了 在他们的眼里 钱才是最重要的 而刘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往往抱着这个目的结婚的女人 他们婚后也不会很幸福 婚姻来得快 散得也快 我认为女人应该嫁给爱情 而不是金钱 如果有一天我结婚了 那我一定是为了爱情而结婚 我希望我的老婆也是因为爱情而嫁给我 星期天的早上 我还在熟睡中 张局长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这个张局长啊 已经好久没有给我打电话了 他给我打电话 也一定是有事来麻烦我 我划开电话 喂 张局长 你有事吗 小伙子 我真有点事要麻烦你 你现在有时间来我们局里一趟吗 张局长在电话里有些焦急 好 我现在就起床过去 那我在办公室里等你 张局长对我说完这话 就把电话挂断了 我无奈地从床上爬起来 然后到卫生间里简单地洗漱了一番 穿上衣服就向寝室外走去 这半年来 张局长也没少帮我 他这一次有事求到我了 我得尽全力去帮他 其实有时候啊 人与人之间都是互相利用的 人也要变得有利用价值 人要是变得没有利用价值 当你开口想要求别人帮忙的时候 别人呢 是不会帮你的 出了学校大门 我先是走到闸串店看了一眼 我看到二叔一个人在闸串店里忙着搬东西 我随手拿起两桶豆油 走到二叔的身边 哎 二叔 小华他人呢 啊 小华今天上午陪着你凤娇姐和孩子去做复查 中午能过来 哦 我原本打算今天回去看看凤娇姐和孩子 可我还有点事要去处理 我皱着眉头 二叔点着头 咳 既然你有事那你就先忙你的事 年轻人呐 忙点好 我觉得在同龄人中 二叔他是最同情大理的 哦 好 那我走拉说 我对二叔说完这话好 我就坐上了去往市里公安局的公交车 我走到张局长的办公室门前 用手轻轻地敲了三下门 虽然我和张局长已经很熟了 那我也不能不敲门就进去 敲门是一种最简单的礼貌行为 当你不礼貌地对待别人的时候 你也别妄想着别人会礼貌待你 进来吧 门没锁 张局长在办公室里大声地招呼了一声 听了张局长的一声 然后我这才推开门走了进去 张局长见我走进来 他一脸焦急地从凳子上站起来 哎哟 小伙子 你可来了 哎 张局长 您这么早给我叫来 出什么事了 我走到张局长的身边 哎呀 这件事啊 咱们还是路上说吧 我带你去一趟赵家庄 那里可能是闹僵尸的 张局长对我说完这话后 他将放在办公桌上的帽子 拿起来就戴在了自己的头上 一听张局长说闹僵尸这三个字 我这心里就有些恐慌 还有点打出 张局长他走在前面 我则是跟在张局长的身后 我宁愿面对厉鬼 也不愿意面对没人性的僵尸 今天张局长没有开车 而是让一个叫做小李的年轻警察 开着车拉着我们俩向赵家庄赶去 这个赵家庄位于弟弟市的黑沟镇 黑沟镇也是弟弟市最贫穷的一个镇 黑沟镇下属的所有村子都很贫穷 老百姓们靠着种地为生 一年打下来的粮食也卖不了多少钱 人均年收入也就在三四千块钱左右 而且太过贫穷的村子也是养不住人的 有能力的年轻人都跑到城里或者外地打工 他们才不愿意待在家里 炼朝黄土被朝天的种地赚那么点钱 年轻人员的流失 更是导致了一些贫困的农村越来越穷 我坐在张局长的身边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张局长 赵家庄有个村民报讲 说他们家的驴可能是被野兽给咬死了 让我们去处理一下 于是我家六个警察 还有法医老驴就派了过去 我之所以让驴发医去啊 也是让他查看一下 那头驴到底是被什么野兽咬的 如果是国家保护动物咬的 我们就得采取一定的措施去对付 如果不是国家保护动物咬的 是野狗咬的话 我们就会当场击毙它 老驴到了赵家庄 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告诉我那头驴可能是僵尸咬的 他呀 怕自己看走眼了 就嘱咐我带你过去看看 张局长一脸沉重 听了张局长的话后 我点点头 什么话都没说 此时我心里也有些沉重 过了一个半小时左右 小李开着车来到了黑沟镇的赵家庄 赵家庄几乎全都是老式的三间小瓦房 甚至还有几家是黄泥土的小草房 这个赵家庄也就三十多户人家 每家每户都是用木篱把将院子围住 当我们经过一户人家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只皮包骨的大黄狗 眼睛无神的趴在院子里 显得特别的可怜 小李开着车 在一户人家的院子前停了下来 我和张局长下了车后 我看到驴法衣身穿白大褂 戴着一副手套 正在检查躺在地上的一头死驴 看着那头死驴 再看着老驴 我觉得有点好笑 在他身边围着五六个警察 他们一边抽着烟 一边聊着天 当我和张局长走进这户人家的院子里时 那五六个警察看见张局长 他们赶紧将手里的烟头扔在了地上 一个个客气地对张局长打了声招呼 张局长只是对这些属下点点头 没说什么 张局长带着我走到法衣老吕的身边 老吕啊 什么情况 吕的脖子上有八个血洞 这看起来像是野兽咬的 而且血洞的周围已经化浓 散发着一股浓浓的腥臭味 还是让小兄弟过来看看吧 我怀疑是 法衣老吕把话说到一半就没再继续说下去 他想说这驴可能是僵尸咬的 但是这话他无法说出口 毕竟自己是国家公职人员 听了老吕的话后 我走到那头驴的身边 蹲下身子查看这驴的伤口 驴的脖子处一左一右 有八个血洞 这八个血洞大小不一 大的有大拇指盖大小 小的也有小拇指盖那么大 这八个牙洞周围的肉已经腐烂 还散发着一股浓浓的腥臭味 伤口处流出来的血水已经变黑 我站起身子 一脸凝重的指着地上的那头死驴 张局长 这应该是僵尸咬的 张局长一听我说是僵尸咬的 他是倍感头疼 张局长有些发愁 小伙子 你是这方面的行家 你说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咱们得先将这头被僵尸咬死的驴给烧了 然后再挨家挨户的走走 看看有没有人被僵尸咬了 有的话 必须赶紧处理 我望着地上躺着的那头死驴 好的 张局长对我应了一声 就开始对他身边的五六个警察安排工作 张局长对开车的那个警察小李说 小李啊 你去做一下这户人家的工作 这头驴必须马上分烧 好的 张局 小李应了一声 就向这户人家的后院走去 我们三个也跟着去看看 张局长对我和法医说完这话后 他就带着我们俩跟在小李的身边 向这户人家的后院走去 走到这户人家的后院 我看到两个年约五十多岁的两口子 正蹲在地上扒包米 这两口子由于常年在地里干农活 他们的双手都是老箭 脸上的皮肤有黑 而且还布满了皱纹 老汉一边扒包米 一边不停地抽着汗烟 而那个妇女一边扒包米 一边用她满是老箭的双手 擦着眼角处流出来的泪水 那个男的对自己的媳妇一脸埋怨 哎呀 好了 你可别当着外人的面哭了 丢不丢人 咱家就指着那头驴干活 现在驴死了 以后这些活可咋整啊 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老天爷怎么就这么不开眼呢 那个妇女说到这儿的时候 哭得更是悲伤 看着就让人感到心酸 哎呀 那个老汉只是叹了一口粗气 然后什么话都没有说 小李蹲在老汉的身边 大叔 大妈 我要跟你们说件事 你说吧 小伙子 老汉放下手里的活 又掏出一根汗烟 点燃抽了起来 小李还没等说话 他就被老汉嘴里的汗烟 呛的是直咳嗽 指着他们家的前院 是这么一回事 你们家那头驴 恐怕是被带了毒的野兽给咬了 现在必须就地焚烧 哎呀 小伙子 你可别来骗我了啊 这年头除了蛇 哪有带毒的野兽啊 而且我那驴 可不像是被蛇咬的 应该是狼咬的 早上我已经联系了镇子里的一家驴肉馆的老板 他愿意出一千块钱买我的那头死驴 我要是就地焚烧的话 会一分钱都拿不到 那损失就有点大了 我得将损失降到最低 当年买着驴崽子的时候 我可是花了两千多 要是他不死的话 现在起码能买出六千多呢 老汉眼圈含泪的 对小李说 小李皱着眉头 可是你将这头死驴迈出去 让别人吃了的话 会有人中毒的 我的驴就没毒 你可别在这胡说八道的 老汉对小李说这话的时候 就有点鸡眼了 小李则是站起身子 一脸无奈地看向张局长 张局长走到老汉的面前 我今年五十八岁 你多大了 我今年五十二岁 老汉抬起头望向张局长 五十八岁的张局长 跟这个五十二岁的老汉比起来 张局长要显得比这个老汉年轻一些 张局长对老汉微笑着 老弟啊 你看这样行吗 你家院子里那头死驴 我买了 可是我已经答应了驴肉店的老板 卖给他了 做人不能没有诚信呢 老汉望着张局长 他出一千 我给你一千二 你看怎么样 行 老头子 一千二卖给他行 老汉的媳妇将眼角处的泪水擦干 然后迫不及待的对老汉说 哎呀 咱们虽然穷 但也要穷的有骨气 咱们已经答应 一千块钱卖给驴肉店的孔武 就不能再卖给别人了 做人事的成绩 那跟畜生有什么区别 这个老汉一脸倔强 此时我心里倒有点佩服这个老汉的为人 张局长在一旁摇着头苦笑了一下 然后什么话都没说 张局长当警察这么多年 什么样的人都接触过 他觉得自己跟这个老汉 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过了半个多小时 一辆五十龄货车停到了老汉家的院子里 我看到有两个人从五十龄的货车上跳下来 直奔着院子里那头死驴就走了过去 赵老汉 我过来买驴了 驴肉店的老板孔武 站在院子中间大声的对后院喊道 来了来了 孔武 我来了 赵老汉放下手里的活 带着自己的媳妇 就向他们家的前院走去 张局长小李还有我 紧随在他们两口子的身后 向前院走 赵老汉 这是一千块钱 你清点一下对不对 孔武从钱包里掏出一千块钱 递给了赵老汉 赵老汉接过孔武手里的一千块钱 来来回回点了五遍 才将钱递给他媳妇 孔武指着他身后那辆五十龄货车 赵老汉啊 麻烦你到村子里找点人过来帮忙 把这驴给我抬到车上 哎 好的 我现在就去找人 你在这里等一下 赵老汉对孔武应了一声 就和他媳妇出去叫人了 张局长见赵老汉还有他媳妇离开 他快步的向孔武的身边走去 孔武看到穿着一身警服的张局长 愣了一下 这个孔武也就刚三十岁出头 身高一米八左右 长相是仪表堂堂 你好 我是市公安局的张局长 张局长走到孔武的身边 先是表明自己的身份 然后他对孔武有礼貌的伸出了右手 孔武一听走进他身边的是公安局的张局长 他整个人都呆住了 过了大约十秒钟 孔武才伸出手跟张局长握了一下 你好 张局长 我得跟你说一件事啊 赵老汉的这头驴 是被一头带毒的野兽咬的 现在这头驴身上带着病毒 你要是将这头驴拉回去给客人吃 或者转卖给他人 造成百姓食物中毒的话 你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张局长一脸严肃的对孔武说 这不会吧 孔武望着地上那头死驴 一脸质疑的望着张局长 站在我身边穿白大褂的这位 是我们公安局的驴法医 如果你不信我的话 可以问他 张局长对孔武指着身边的驴法医 孔武听了张局长这话后 他转过头将驴法医看了过去 法医老驴指着死驴脖子上的伤 你可以看一下驴脖子上的伤 这现在流出来的血呀 不但发黑还带着一股腥臭味呢 孔武听了法医老驴的话后 他走到了那头死驴的身边 然后蹲下身子盯着死驴脖子上的伤口看 他确实看到死驴脖子上的伤口流着黑色的浓血 而且还附带着一股刺鼻的腥臭味 孔武一脸气氛的肚囊 这个赵老汉分明是要坑我 居然卖给我一头中了毒的死驴 我一会儿就找他退钱 真是太可恨了 做人怎么可以这个样子 小兄弟啊 你也别责怪赵老汉了 他也并不知道 这头驴的身上有毒 他之所以啊 将这头死驴一千块钱卖给你 也是为了降低自己的损失 当农民不容易 哎 你看这样行不行 这头驴 他一千块钱卖给你 我现在给你一千块钱 你把这头死驴啊 让给我 张局长和孔武商议 孔武一脸不解的望着张局长 哎 张局长 既然这头驴身上有毒 那您还花那冤枉钱买这头驴干什么呀 哎 因为我从小就是农民出身 爹妈也当了一辈子的农民 农民种地有多苦 我心里清楚 一千块钱 要是能给赵老汉带来希望 也是值得的 张局长盯着地上那头死驴 孔武听了张局长这番话 感触很深 嗯 哎呀 这样吧张局长 那你就给我五百块钱吧 咱们俩一人出一半钱 买这头死驴 哎呀 就知道他当我是五百块钱 做了一场既得的好事了 哈哈 好 张局长应了一声 就掏出钱包 拿出五百块钱 递给了孔武 那我走了 张局长 孔武接过张局长手里的五百块钱 对张局长打了一声招呼 就上了他身后那辆五十灵车 离开了 孔武与张局长的作为 让我在心里为他们俩点个赞 我相信这个世界 还是好人能多一些 待赵老汉和他媳妇 带着七八个村民 回到他们家的时候 孔武已经离开了 赵老汉看向张局长 哎 你刚刚买驴那两个人呢 哈哈哈哈 他们俩呀 刚走 这这这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给了钱 这驴不要了 赵老汉望着躺在地上的那头死驴 一脸纳闷的多呢 张局长指着村口处的垃圾堆 对赵老汉吩咐 我从孔武的手里将这头驴买了下来 现在这头驴已经是我的了 赵老弟麻烦你 将这头驴给我抬到村口处的垃圾堆里 我要把它烧了 尝 赵老汉应了一声 就带着村民将这头死驴向村口抬了过去 张局长他又花了一百块钱 在赵老汉的家里买了一堆干柴 还有一些晒干的包米杆 我和小李劳吕我们三个帮忙将包米杆 还有干柴铺在下面 然后村民又帮忙将死驴放在了包米杆 还有干柴上面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 张局长掏出打火机上前一步 就将干柴还有包米杆点燃 熊熊的大火瞬间燃烧了起来 村民望着那头死驴被当场焚烧 大家都在暗叹 实在是太可惜了 那头死驴在被焚烧的时候 不但散发出一股烧焦的味道 而且还散发出一股腥臭的味道 这件事幸亏发现得及时 如果这件事发现晚了 一旦人吃了带有尸毒的驴肉 那后果就有点不堪设想了 张局长和我看着那头被火焚烧的死驴 心里安稳了不少 张局 我们在村西头一户人家里 发现了两具尸体 您快过去看看吧 被张局长安排下去的那六个警察 气喘吁吁的跑到张局长的面前 对张局长禀告 让我害怕的事 终于是发生了 小兄弟啊 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张局长皱着眉头 对我说完这话后 就和那些警察 向村西头的那户人家跑去 在场的村民听到村子里有人死了 他们也都跟着跑了过去 看看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所到的这户人家住的是黄泥草房 窗户没有玻璃 只是用一块厚厚的塑料布挡着的 里面是什么情况 我们在外面也看不清楚 当张局长推开门走进去的那一刻 我先是闻到一股发霉的味道 我看到灶台的大铁锅里 有半锅长了毛的苞米粥 同时我还看到有两只大老鼠 在锅里转圈跑 当那两只大老鼠看到 我们几个人走进来 他们俩吓得从锅里跳出来 就逃得无影无踪了 一个年约三十多岁的警察 用手捂着嘴和鼻子 指着礼物 张局长 那两只尸铁 就在礼物的炕上烫着 嗯 你带着兄弟们 先把这间屋子封锁住 不要让赵家庄的村民们进来 张局长对着那个年约三十多岁的警察 说完这话后 就带着我 吕法医 还有警察小李走了进去 里屋的炕上 躺着两位六十多岁的老人 他们身上盖的被子 早已经是破烂不堪 被套破损的地方 露出泛黄的棉花 我见过穷人家 但是我真没见过这么穷的 吕法医戴上口罩 还有白色胶皮手套 就跳到了炕上 查看其尸体 我则是站在地中央 看着那两具尸体 尸体的脸色为铁青色 眼圈发黑 身体早已经僵硬 法医老吕转过头 看下我 哎呀 小伙子 这两具尸体的脖子上 没有牙洞 他们俩应该不是僵尸咬的 像是中毒而死的 听了法医老吕的话后 我也从地上跳到了炕上 查看那两具尸体 在两具尸体的脖子处 我确实没有看到牙洞 当我用手 扒开两具尸体的嘴时 我发现这两具尸体嘴里 已经长出僵尸牙了 僵尸牙最大的特征 就是四颗獠牙发尖 并且带有尸毒 当它们的牙齿 动穿人或动物的大动脉时 牙齿上的尸毒 就可以麻痹人 或者动物的神经 人和动物 便会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的 被僵尸吸尸体内的鲜血 实力越高的僵尸 对血的需求就越多 低级僵尸最多 能吸尸人或动物身上 四分之一 或者三分之一的鲜血 不会当场死亡 而等级高的僵尸 可以将人和动物 瞬间吸尘干尸 当场死亡 给我印象最深的 是张老师斩杀的那具僵尸 那具僵尸 直接将人吸成了干尸 接着我又将两具尸体身上盖的被子掀开 这两具尸体身上穿的衣服打满了布丁 我查看了一下两具尸体的手指甲 这两具僵尸的手指甲长出了两寸长 而且指甲又黑又尖略带锋利 两具尸体的手背上 还长了一层白色的绒毛 我转过头望着站在地上的张局长 一脸慎重 虽然这两具尸体没有被僵尸咬 但是这两具尸体却中了尸毒 现在已经蜕变成了僵尸 这两具尸体必须立即活化 要是不活化的话 这两具尸体今天晚上就能攻击任何畜生了 哎呀 我是真不爱处理这样的事 太麻烦了 张局长摘下头顶的帽子 用手挠着头皱着眉头转过身对小李吩咐 小李啊 你到村子里打听一下 问问他们这两位老人 有没有儿女 要是有的话 让他们立即赶过来 好的张局 小李应了一声就向外跑去 这个小李年纪也就二十三四岁 年轻并充满了活力 过了没有十分钟 小李又跑了进来 他的身后还跟着赵老汉 小李指着身后的赵老汉 张局长 赵说他知道这两位老人 儿子和女儿的联系方式 赵老弟啊 那就麻烦你联系一下这两位老人的儿子和女儿 哎呀 我刚刚啊 已经跟他们俩的儿子 还有女儿打电话了 他们儿子还有女儿啊 正在往这里赶 赵老汉看着躺在床上的那对老人 眼圈含泪的对张局长说 嗯 那谢谢你了 张局长对赵老汉 客气的说了声谢谢 张局长之所以觉得这件事麻烦 是因为他没有权利擅自主张的 将这两具尸体火化 这件事 必须要通过死者的家属 同意才可以 所以张局长得先联系到死者的家属 然后做死者家属的工作 赵老汉指着躺在炕上的两位老人 哎呀 他们啊 他们俩是怎么死的 中毒死的 张局长一脸凝重的对赵老汉回答 赵老汉听张局长说完这话 他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 头上的冷汗 哗哗的往下躺着 此时我和吕法医 张局长还有警察小李 全部向赵老汉看了过去 张局长望着摊坐在地上的赵老汉 赵老弟啊 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 啊 赵老汉对张局长点着头 那你就将你知道的 全部都告诉我们吧 他们家 昨天早上死了两只下蛋母鸡 像是被黄鼠狼咬了脖子致死的 我方哥和我这个嫂子 吭了一辈子的嘴 是不舍得吃不舍得喝也不舍得穿 死了这两只下蛋母鸡啊 他们也都很心疼 最后他们两口子就将那两只下蛋母鸡 给蹲着吃了 当赵老汉说到这儿的时候 我们大家心里也都清楚 是怎么一回事了 将尸咬死了鸡 鸡中了尸毒 那两口子又将中了尸毒的鸡给吃了 结果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赵老汉摊坐在地上 也是被他家那头死驴给吓的 此时他相信了我们之前对他说的话 驴是被带毒的野兽咬死的 如果那头驴被孔武拉走 卖了驴肉 被人吃了中毒的话 他也有很大的责任在里面 赵老汉从地上爬起来 就向外面快步走去 过了没一会儿 赵老汉又走了进来 他将早上卖驴的一千块钱递给了张局长 张局长望着赵老汉手里的钱没有接 他一脸疑惑的看着赵老汉 赵老弟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 警察同志 你们早上跟我说 我们家的驴被带毒的野兽咬死了 当时我还不相信你们的话 现在我我看到我方哥 还有我嫂子吃了那两只被咬死的鸡 变成这样 我也相信了你们之前说的话 也谢谢你们 从孔武的手里 将那头驴买回来 并给烧了 如果那头驴啊 要是被人吃了中毒的话 我 我打上自己的老命都赔不起呀 赵老汉说这话的时候 身子不停的颤抖着 豆大的汗水从额头处掉了下来 赵老汉他现在心里很害怕 张局长对赵老汉笑着 赵老弟啊 这钱你拿着吧 我也不差这一千块钱 驴是我买的 就算有毒 也跟你没关系 这怎么可以呀 赵老汉一脸愧疚 没什么不可以的 赵老弟啊 你先出去吧 我这里啊 还要忙呢 张局长直接将赵老汉打发出去 谢谢你 警察同志 赵老汉临走的时候 对张局长深居了一躬 吕法医从炕上跳下来 对张局长摇着头 哎呀 老张啊 你老伴身子有病 你一个月开的工资 除了交房贷和给你老伴治病 也剩下不多了 哎 你居然还能拿出五百块钱 来救济这个赵老汉 你心可真大 正所谓啊 度人 你得先度己啊 哈哈 虽然呢 我家条件不好 但我也比他强很多 五百块钱 能让你一个老农民不绝望 我觉得 这五百块钱花的值了 张局长笑着 对吕法医回头 待到中午的时候 死者的儿子 儿媳妇 女儿 还有女婿 一同赶了回来 他们跑到屋子里 跪在地上 就痛哭了起来 看着死者的儿子 还有女儿身上的衣着打扮 他们恐怕 过得也不是很好 张局长向一个年约 三十八九岁的男子问道 哎 你是死者的儿子吧 是 我是死者的儿子 我叫方志国 死者的儿子 从地上爬起来 看着自己死去的父亲 对张局长点着头 张局长一脸谨慎地 对死者的儿子 哎呀 经过法医的鉴定 你父母他们俩是中毒身亡的 而且他们身上中的毒 传染性很高 必须拉到火葬场 立即火化 这 这咱们这里的规矩 你们也懂 这人死后必须要放在家里 三天才能火化 现在火化的话 对老人不尊敬 也会让村里的人笑呼我 方志国不是个孝子啊 方志国一脸为难 哎 现在是特殊时期 咱们必须特殊对待 尸体必须立即进行火化 如果让尸体上的病毒传染出去 这个 你负责不起 哥 就听你咱的话吧 先把爹妈的尸体火化 然后再给咱爹妈办丧事 方志国的妹妹一边哭 一边对方志国说 好吧 那只能这样了 方志国这话说的很不情愿 张局长吩咐身边的小李 小李啊 你现在就赶紧联系火葬场那边 让他们派两辆车过来 叫尸体拉走 好的 张局 我现在就联系火葬场那边出车 小李对张局长应了一声 就掏出电话 给火葬场那边打 我转过身对张局长说 张局长 咱们还是出去吧 嗯 咱们出去吧 张局长对我应了一声后 就向外走去 当我们走出这户人家的时候 我看到赵家庄四五十号村民围在院子周围 往屋子里看 张局长把我拉到院子里的一脚 小声地对我说 小伙子 你说这件事 接下来该怎么办 毕竟对付僵尸 还有鬼 你比较在行啊 我对张局长指着赵家庄后面的大山 今天早上 我看那头驴脖子上有八个牙筒大小不一 我觉得至少会有两具僵尸藏在这个赵家庄的后山上 咱们到这么大的山上去搜索两只僵尸 无疑是打海捞针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手术带兔 咱们在这个赵家庄等着那两个僵尸从山上跑下来 嗯 小伙子 那这件事只能交给你了 毕竟我们这些警察呀 不是行家 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处理 我点着头对张局长应诺 你要是有什么需求的话 可以跟我提 我一定会尽量的满足你 张局长 今天来的匆忙 我什么都没带 麻烦您啊 派人送我回一趟市里 我要准备一下对付僵尸的东西 行 这个没问题 我现在就派人送你回市里 张局长很痛快地对我应了一声 就吩咐身边的小李 开车载我回市里 当我离开赵家庄的时候 已经是中午十一点多了 我的肚子也有些饿了 一会儿回到市里 得先找个地方 把饭给吃了 待我回到医道堂时 小师姑和甄子齐坐在沙发上 正在吃着盒饭 看着他们俩吃盒饭 我不由得咽了一口唾沫 小师姑抬起头 向我问了过来 师侄 你吃饭了吗 没吃 我摇着头 如实地对小师姑说 我以为你今天不来了 所以就订了两份盒饭 小师姑一脸抱歉 甄子齐夹了一块红烧肉 送到嘴里 嗯 留守 楼上厨房有方便面 你去泡碗面吃吧 我心想这小子还真不讲究 就没说把自己的盒饭让给我吃 不了 我还有点急事要去忙 我对甄子齐说完这话后 就往二楼泡去 我在二楼的卧室里 先是找到了师父的那口老式皮箱 然后又将师父的盗袍装进了皮箱里 随后我提着老式皮箱就下了楼 并将挂在一楼墙上的铜钱剑取了下来 接着我又将桌子上的毛笔 朱砂以及黄符纸全部装进了老式皮箱里 小师姑见我提着师父的老式皮箱 又拿着铜钱剑 他一脸疑惑 师侄 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我寝室里的兄弟说他们家闹鬼 我去帮忙看看 我没有跟小师姑说实话 我要是跟他说我去对付僵尸 他一定不放心会跟着我一起去 我也不想什么事都麻烦小师姑啊 师父曾经对我说过 如果我太过依赖别人 是永远不会成长的 如果想要成长 那就必须要靠自己来克服一切困难 小师姑放下手里的筷子 需不需要我帮忙 不需要 我自己啊 应该可以搞定 如果你自己搞不定的话 千万别硬撑 一定要给我打电话 小师姑有些不放心地对我嘱咐 好的 小师姑 我要是搞不定的话 一定会给您打电话 那就这样了 你们俩继续吃饭吧 我对小师姑说完这话 就像一道堂外走去 真子齐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对我喊了一声 刘首 要不要我跟你去看看 不用了 又不是多大的事 我回过头对真子齐说完这话 就走出了一道堂 刘首这人是真不错 有担当 很有男人样 难怪朵朵喜欢她 我从一道堂走出去后 真子齐在小师姑的面前嘟囔了一句 小师姑点着头对真子齐回道 真是值 刘诗志的身上有很多优点 值得你去学习 嗯 我是应该多向她学习学习 真子齐点着头对小师姑应道 走出一道堂 我向对门的红扇堂望了过去 我看到红扇堂的门是锁着的 何师叔他可能是出去干活了 警察小李开着车 停在八十八号胡同口等着我 我也不好意思让警察小李久等啊 我拉开车门钻进傅家室 咱们俩先去吃饭吧 我这肚子都快要饿扁了 哈哈 我的肚子也早就已经饿了 咱们市里有家拉面不错 哎 我带你去吃啊 小李说完这话就开着车 载着我向拉面管石去 中午这顿拉面是小李请的 我们俩一人吃了一碗 又吃了点小菜 花了大约五十多块钱 我要掏钱算账 小李他就是不让 坐上车后 我对身边的小李吩咐 哎 小李啊 你拉我到市里的狗肉馆去 我想弄点黑沟鞋 没问题 我这就开车拉你去 小李点着头对我 回完这句话后 开着车就向市里的狗肉馆赶去 由于小李穿着警察制服 我们很轻松的在一家狗肉馆里 弄到一罐新鲜的黑狗鞋 而且没花一分钱 随后我们又到了一家杀牲口的店 搞到了四个黑驴蹄子 这黑狗鞋还有黑驴蹄子 都是对付僵尸的宝贝 小李坐在车里问我 咱们还需要买什么吗 还需要一袋陈年的糯米 这个比较重要 买完糯米 我们就可以回赵家庄了 好 小李痛快地回应了一声 就开着车带着我去粮食店买糯米 对付僵尸 越是陈年的糯米越有效 然而现在的粮食店 却很少卖陈年的糯米 我们俩走了三家粮食店 才买到一袋三十斤装的三年糯米 开车的小李一脸质疑 小师傅 这个世界真的有僵尸吗 当然有了 我还以为电视里演的那些僵尸啊 都是假的呢 电视里演的僵尸 还有剧情虽然是假的 但僵尸确实如同电视里演的那样 会吸食动物的人和血 当一个人身体中了尸毒 而不及时治疗的话 结果就像今天咱们看到的那两具尸体一样 也会转变成僵尸 当我对小李说完这话后 小李他不由地打了一个冷战 我和小李是同龄人 在车上聊得也是十分的投机 小李这个人的性格比我可强多了 性格外向还有些开朗 当我们俩来到赵家庄的时候 张局长还有那些警察站在村口 一边抽着烟一边聊着天 我下了车走到张局长的身边 张局长 那两具尸体拉到火葬场了吗 嗯 那两具尸体啊 在一个小时前就被火葬场来的车拉走了 我给张队长打了个电话 让他赶到火葬场那边 监督火化那两具尸体 张局长对我点着头 听了张局长的这话 我心里安稳了不少 这个张局长做事心还是挺细的 我眯着眼睛望着赵家庄 张局长 现在还有件事要麻烦你 那就是将赵家庄里的村民全部请出去 然后封锁赵家庄 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哎呀 这个工作比较难做呀 我尽最大能力吧 张局长他在回我这话的时候 他说话的语气有些无奈 接下来张局长跟那些在场的警察开了一个小会 讨论着怎么让赵家庄的村民离开 小李在一旁插了一句嘴 对张局长提议 哎 张局长 咱们就跟赵家庄的村民说 有一条带着剧毒的大蛇 盘聚在这后山上 这两天呢 被咬死的鸡还有驴都是那条大蛇所为 我们要在赵家庄里 诱补那条带毒的大蛇 请他们暂时离开赵家庄 投奔亲戚家 如果他们没地方去的话 就将他们带到当地的中小学安置 张局长 您觉得这个办法如何 行 这个主意不错 就按小李说的做 事不宜迟 咱们现在就去做赵家庄村民的工作 张局长应了一声 亲自带头去做百姓的工作 我将手里的老实皮箱放在了地上 然后拿出毛笔 朱砂还有黄符纸 就开始画镇师傅 老吕则是站在我身边 一脸好奇的看着我画符 当我画完一张符号 老吕他突然就提起了我师父 哎 小兄弟 好久没见到你师父了 哎 你师父他人哪去了 我 我师父他去世了 我一脸沉重的 对老吕如实的回答 老吕他一脸惋惜 哎呀 真是可惜了 天度应财呀 老吕虽然之前跟我师父有些过节 但他也是从心里敬佩我师父是个能人 也是我师父让老吕这个无神主义者变成了一个相信鬼神之说的人 我画了大约有二十多张镇石符 其余画的都是降妖除魔符咒 还有五雷咒 以及一张高级符咒 猪邪符 光是画这些符咒 就已经快将我体内的道家真气消耗一空了 我盘腿坐在地上 闭上眼睛 调吸着体内消耗的道家真气 我脖子上挂的三足巨羊鸟将周围的灵气聚集在我的周围 然后转化成道家真气 源源不断的往我的身体里输送 老吕看我坐在地上打坐 他站在一旁一句话都不敢说 怕打扰到我 过了大约三个多小时 张局长带着他的手下从村子里走了出来 此时张局长的脸上挂满了汗水 张局长转过身望着赵家庄对法医老吕说 哎呀 幸亏有那个赵老汉帮忙啊 如果不是他帮忙做村民们的工作 那些倔强的村民们未必会走 哎 那村民怎么不跟着你们出来呀 老吕见只有他们几个人走出来 有些疑惑 张局长先是擦了一把头上的汗 我给了他们一个小时的时间 让他们收拾家里的东西 一个小时后村民全部撤离出这个赵家庄 到了下午四点半左右 赵家庄的村民陆陆续续的从村子里走了出来 有的赶着旅车拉着一家三口人 还有的将自己的猪牵了出来 更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大爷 手里牵着一条皮包骨的老黄狗 他用绳子绑住了两只鸭子的四条腿 然后挂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看到这一幕 我们大家没有笑 而是觉得这个老人实在是太可怜了 村子里走出来的人 大多数都是年过五十岁以上的老人 年龄最大的则是有八十多岁的 张局长望着赵家庄的村民 对小李还有另一个警察小杜吩咐 小李小杜你们俩把年纪大的 腿脚不方便的接到咱们开来的车里 然后啊你们俩开着车 将他们拉到附近的中小学安顿一下 顺便去找一下当地镇政府 让他们解决一下村民的晚餐 以及生活上的一些需求 好的张局 好的张局 小李和小杜应了一声 就去将年纪大的 腿脚不灵活的赵家庄村民 接到了警车里 张局长对着身边五个警察吩咐 你们五个到赵家庄里走一圈 看看还有没有村民没从家离开的 要是还没有离开的 你们多出一下 是 我们这就去 那五个警察对张局长应了一声 就向赵家庄赶去 赵家庄这次发生的僵尸事件 应该是两个实力不是很强的僵尸所为 我所猜测的是黑江 黑江是由白江保湿牛羊精血 数年后浑身脱去白毛 取而代之的是一身几寸长的黑毛 黑江怕阳光和烈火 行动也比较缓慢 但不怕机构 一般来说 黑江见人会回避 也不敢直接和人撕打 往往是在人睡梦中才吸食人血 黑江袭击的目标大多都是家里的牲畜 我自认为对付黑江级别的僵尸 应该不在话下 要是遇到跳尸级别的僵尸 但我只能保命逃跑了 我指着一个中年妇女怀里抱的大公鸡 张局长 我需要一只大公鸡来引诱僵尸 好 这个交给我 张局长对我应了一声 就向那个怀抱大公鸡的中年妇女走去 张局长跟那个中年妇女聊了大约十多分钟后 他用一百五十块钱从那个中年妇女的手里买来了那只大公鸡 张局长今天可是没少破费啊 赵家庄的百姓们彻底撤离赵家庄已经是下午六点多了 此时外面的天已经开始放黑了 张局长带来的人还有法医老吕都没有离开 小李开车回来对张局长回复 张局长 赵家庄的百姓都安排在镇子里的一所中学礼 大家也都吃完晚饭了 正政府那些公务人员都在学校里安抚百姓 为百姓提供生活所需物品 嗯 你做得很好 等这件事完了 我升你的值 张局长点着头对小李赞赏道 小杜从车上跳下来 张局 我买了盒饭 这时间也不早了 咱们大家赶紧吃饭吧 小兄弟啊 咱们赶紧吃饭吧 张局长轻轻地拍了我肩膀一下 我睁开眼睛对张局长应了一声 就从地上站了起来 我们大家捧着盒饭蹲在村口吃 大家吃饭的时候也都不说话 脸上的表情还有些沉重 张局长 今天晚上您跟您的人待在车里就行了 我自己一个人去应付僵尸 我一边吃饭一边对张局长说 张局长望向我 哎呀 小兄弟啊 你自己一个人去 我有些不放心 还是我陪着你一起去吧 您跟我去也帮不了我的忙 只会给我添乱 我自己去啊 心里还能有点说 我笑着对张局长说 此时我的心里有那么点紧张和害怕 张局长用手拍拍我的肩膀 好吧 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如果僵尸太难对付 那你就赶紧撤回来 保住自己的小命才是真的 你要是有个闪失 我对你死去的师父也没法交代呀 我知道该怎么做 我这么年轻啊 还没娶媳妇 可不想应年早逝 如果我对付不了那两个僵尸 我肯定会逃跑的 嗯 张局长一听我这么说 也放心了不少 吃完手里的和饭时 我听到赵家庄的后山 传来了两声狼吼 这两声狼吼 应该是从僵尸嘴里发出来的 从声音上判断 山上应该只有两具僵尸 此时待在我周围的那群警察 都愣住了 张局长听到那两声狼吼 身上瞬间冒出了一层冷汗 我转过头 一脸慎重的对张局长嘱咐 张局长 你现在就带着人 先回车里待着吧 嗯 好的 张局长对我应了一声 就带着那些警察 钻进了一辆警用面包车里 我从兜里掏出四张镇尸符 分别贴在了面包车的四周 接着我又拿出今天下午买的那罐黑狗血 用手指沾了一下 我一个翻身跳到了面包车的车盖上 用黑狗血在车盖上画了一道阵尸符 我从面包车的车盖上跳下来 对张局长继续嘱咐 张局长 无论发生什么事 你们都不要从车上下来 好的 我们一定不会下车的 张局长一脸慎重的对我点着头 就在这个时候 小李举起右手苦着脸子 对张局长禀告 张局 我想尿尿 想尿尿 现在赶紧下车尿 一会儿小兄弟走了 任何人都不许下车 要是有食有尿 就给我拉裤兜子里 尿裤兜子里 张局长黑着脸子 对他身后的那些警察数落头 待车上的那些警察尿完尿后 我背着铜钱剑 左手提着老实皮箱 右手抱着大公鸡 就向赵家庄走去 我在赵家庄的南面 发现了一棵大柳树 这棵大柳树的直径 能达到一米五左右 大柳树在里地一米五高的地方 分了个岔 一个树岔向南长 一个树岔向北长 我决定 就在这棵柳树下面 射陷阱 对付那两具僵尸 我先是将怀里抱的那只大公鸡 扔在了地上 由于大公鸡的两只脚被绳子绑住 他只能在地上撒野的打滚 而无法逃走 张局长花一百五买的这只大公鸡啊 也算是减了便宜了 在城里 这只将近十斤重的大公鸡 起码能卖到二百块以上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只打滚的大公鸡 总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 我想了大约十分钟才想起来 还有那袋陈年糯米没拿 于是我反过身 就向村口处的那两辆警车又跑了过去 当我跑到那两辆警车前 张局长摇下车窗 小兄弟 什么情况 没什么情况 落了点东西在前面的那辆车里 我笑着对张局长应了一声 就将那袋陈年糯米 从小李之前开的那辆车的后备箱里 拿了出来 小兄弟啊 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吗 张局长一脸凝重的问我 我则是对张局长摇了摇头 然后就向赵家庄里抛去 当我跑到大柳树旁边的时候 我有点懵逼了 用来诱捕僵尸的那只大公鸡 一动不动的趴在地上 头与身子已经分了架 当我蹲下身子查看大公鸡时 我发现大公鸡的身上一丝鲜血都没有了 伤口处还散发着一股淡淡的腥臭味 我没想到自己刚走这么一会儿功夫 这只大公鸡就被僵尸给吸了血了 我从地上站起来后 将背上的铜钳剑解下来 握在右手中 左手捏着两张符咒 开始在四周搜索僵尸的下落 我在赵家庄找了整整一圈 也没发现僵尸的身影 此时我心里有那么点小小的落寞 我在赵家庄里继续搜索僵尸的时候 我听到赵家庄后山 这也能吼声 我猜啊 那两只僵尸应该是喝饱了 今天晚上也未必能再下山了 这大晚上的 我也不敢上山去搜索僵尸 我怕进了山以后容易迷了 于是我左手提着师父那口老实皮箱 右手提着的三十斤糯米 就向村口走去 这件事也怪我有些大意了 同时我心里还有些过意不去 张局长花一百五十块钱 买的这只大公鸡还没发挥作用 就死掉了 死的也是太冤枉了 当我返回到那两辆警车旁边的时候 面包车里的那些警察 一脸紧张的向我看了过来 张局长 见我将老实皮箱还有糯米都拿了回来 他一脸不解 小兄弟啊 你这是 刚刚我回来拿糯米的时候 僵尸透透的将那只大公鸡的鞋给吸了 然后就又躲到了山里 我觉得那两具僵尸今天晚上 未必会下山了 哎呦 老张啊 你买的这只大公鸡 死得还真惨 哈哈哈哈 老吕笑着打去张局长 张局长呢 皱着眉头 老吕啊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思跟我开玩笑 哎 小兄弟啊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呀 张局长又向我问了过来 对于这件事 张局长只能依赖我 我也不敢确定 那两具僵尸今天晚上还能不能再下来 咱们大家就在车里守一晚上吧 嗯 好 那我们就在赵家庄守一晚上 当张局长说完这话后 他身后的那些警察的脸上 露出一副痛苦的表情 他们啊 可不喜欢待在这个 鸟不拉屎还闹僵尸的地方 况且这十月份的天气 早晚两头天 已经彻底的变冷了 即便是待在车里 也要受冻 张局长带来的警察是七个 加上我 法医老吕 还有张局长本人 一共是十个人 我们这十个人 待在一辆面包车里 虽然很拥挤 但这样啊 还能暖和些 我坐在车上 跟张局长还有法医老吕聊天的时候 黄涛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我划开电话接听 喂 老大 老二啊 这都八点半了 你今天晚上还回不回来了 今天晚上我要在一道堂里睡 恐怕回不去了 你回来 我知道了 黄涛在电话里应了一声 就把电话挂断了 虽然我跟黄涛之间的感情亲如兄弟 但有些事 还是不能跟他说的太多 小李将我们坐的面包车 开到了赵家庄的村中央就停了下来 车上的十个人瞪着自己的大眼睛 打亮着周围的情况 上半夜还好 大家精神都够用 到了下半夜坐在面包车里的人呢 就有点受不了了 大家头一歪就睡着了 我困的也是两只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我两眼一闭就睡着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啊 已经是早上六点了 张局长和老吕他们俩站在车外 一边抽着烟 一边聊着天 我下车伸了个懒腰 张局长 这僵尸白天不会出现的 咱们还是回市里吧 我今天还要上课呢 嗯 我也是这样想的 那咱们现在就回去吧 这一晚上熬得也挺累的 张局长点着头对我应了一声 张局长叫醒小李 开着车载着我们俩 向市里的方向看去 我们这辆车走在前面 那辆警用面包车则是跟在后面 小兄弟啊 晚上你是不是还要过来一趟啊 张局长说这话的时候有些不好意思 嗯 是的 晚上还要过来一趟 那两句僵尸一天不出 百姓们就一天不能安生 这不是一件小事 嗯 小兄弟啊 这件事真是麻烦你了 张局长一脸尴尬 张局长 您说这话就太客气了 这也是我们道家人应该做的 嗯 你师父那人哪 真是个好人 也是一个嘴硬心软之人 我每次求他办事 他都拿出一副啊 爱搭不理的架势 可结果呢 还是帮了我 我能爬到这个位置上 也跟你师父有很大的关系 这可惜啊 好人不偿命啊 张局长提起我师父的时候 心里有些悲伤 而我则是笑了笑 什么话都没说 我脸上露出的笑 有些勉强 谈起我师父 我这心里更是伤痛 我觉得这辈子 我再也不会遇见 对我这么好的一个人了 过了一个半小时左右 小李开着车 来到了我们学校大门口 我下了车后 张局长向我问了过来 小兄弟啊 下午你几点放学 我让人来接你 嗯 我下午四点半左右放学 嗯 那好 那我就让小李啊 下午四点半 在你们学校门口等着你 张局长点着头对我回答 哦 对了张局长 我的东西都在这辆车的后备箱里放着 千万不要给我弄丢了 我一脸慎重的对张局长嘱咐 张局长拍着胸口对我保证 哎 你放心吧 小兄弟 你的东西绝对不会丢 哦 那拜拜 张局长 我对张局长挥了挥手 就向学校里的教学楼走去 小李望着我的背影 哎 张局长 您这个人平时脾气不太好 可您对这个小伙子说话还真是客气啊 你小子少管闲事的 赶紧开车回局子里 哎呀 我要找个地方睡觉 我都快要困死了 张局长打了个哈欠 对小李吩咐 是 张局 小李一脸微笑的对张局长应了一声 就开着车向市局赶去 当我回到班级的时候 班级里的同学们已经到的差不多了 我们寝室那哥仨也都来到了寝室里 当我走到他们哥仨身边的时候 我看到他们哥仨正在门头一起玩王者荣耀 玩的是不亦乐乎的 真不知道这游戏有什么可玩的 黄涛抬起头随口问我 老二 你昨天晚上到哪去了 你是不是去哪个姑娘家留宿了 我昨天晚上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在一道堂了 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我对黄涛说这话的时候啊 眼睛都不敢盯着他看 游直培在一旁插了一句 你得了吧 二哥 昨天晚上老大给你打完电话后 我就给真子齐打了个电话 真子齐说你昨天晚上根本就没在意到他 我心想这小子还真是闲得蛋疼啊 居然打电话给真子齐证实了一下 我再不在意到他 曾璐露露出一副猥琐的表情望着我 嘿嘿 二哥呀 有句话说得好 坦白从宽 哎 抗拒从严 你呀 还是老是跟我们哥儿仨交代吧 你昨天晚上啊 哎 是不是在江维维家过夜呀 小子别胡说八道啊 我昨天晚上没在江维维家过夜 这件事还是等中午回寝室的时候 我再跟你们哥儿仨说 我见这件事情无法再隐瞒了 只能如实地告诉他们哥儿仨 他们哥儿仨听我说完这话后 就没再继续追问下去 今天上午我们的任客老师讲了些什么课 我是一句都没听进去 我的脑子里一直在想着赵家庄发生的僵尸事件 其实我也不愿意想那么多 这也跟我内向的性格有关 遇见什么事 总是喜欢在心里胡想乱猜 弄得自己心神不宁 中午我们哥儿四个在食堂里吃完饭 回到寝室后 那哥儿仨就把我给围住了 他们仨大眼瞪小眼的望着我 他们三个都很想知道我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我发现曾禄和黄涛啊完全是被油脂配给带坏了 他们俩现在变得是越来越散把了 昨天早上我还没起床的时候 张局长就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黑沟镇的赵家庄闹僵尸 于是啊 我昨天就去了赵家庄查看了一番 赵家庄也确实是闹僵尸 而且还有两个人中了尸毒身亡 我昨天晚上是在赵家庄待了一晚上 就是为了这件事 我之所以撒谎不告诉你们事情的真相 也是怕你们哥儿仨担心我 你们几个也别胡说八道啊 说我在江薇薇家过夜了 毕竟人家还是个姑娘 你们那样说是在诋毁人家江薇薇 我将事情的真相对他们哥儿仨说完后 又嘱咐他们不要再诋毁人家江薇薇了 尤之陪瞪着小眼睛一脸好奇 二哥呀 那你有没有抓到那个僵尸啊 让那个僵尸跑了 那你今天晚上是不是还要去捉僵尸啊 曾璐在一旁插了一句嘴 今天晚上 我还要去找庄 只有把僵尸清除了 我才能安心 曾璐越越欲试的向我商议 二哥 晚上你带我们几个去见识见识吧 鬼我见过 僵尸我还没见过呢 这个不行 僵尸与鬼不同 鬼有人性 有时候你跟鬼可以讲通道理 而僵尸如同畜生一般 残暴不懂人性 你跟僵尸也无道理可讲 你如果不信的话 可以问老四 二哥说的都是真的 僵尸就像一只没人性的野狗 见人就咬 一旦被僵尸咬了 不仅是清理尸毒 很容易转变成僵尸 被僵尸抓伤也很容易感染尸毒 二哥他亲身体会过 油脂培点着头回道 之后望着我 二哥 晚上我陪你去一趟 咱们两个对付僵尸 总比你一个人对付僵尸强 况且 我也有些经验 这个 这个 此时我有些为难 我也不知道 该不该带着这个油脂培去 上次油脂培去 那个牛家村 是何师叔跟着的 何师叔能保证油脂培的安全 而这次 我带着油脂培去 我是保证不了他的安全 那也带我去见识见识吧 我保证 不给你惹麻烦 黄涛在一旁插了一句嘴 他也很好奇 僵尸是什么样子的 我对黄涛苦着脸子 老大 你怎么也要跟着瞎掺谎 老二啊 我就是好奇 你就带我去吧 黄涛露出一副可怜的表情望着我 曾禄也在一旁跟着附和 二哥 我也想去 你也带我去吧 好吧 我带你们俩去 我只好点着头 答应黄涛和曾禄 曾禄笑着对我说 我就知道 二哥这人讲义气 会带我们去 你们去可以啊 但是你们三个 必须要听我的话 不能擅自行动 我一脸慎重 对他们哥仨嘱咐 黄涛点着头 哎 你放心 我们哥仨啊 一定听你的话 今天晚上 你们哥仨跟我去赵家庄 带上几件厚衣服 那里啊 晚上比较冷 最后对他们哥仨嘱咐完这句话后 我躺在自己的床上 眼睛一闭 就睡着了 今天下午 我们班就两节课 到了下午两点半 我们就放学了 放学后 我们哥四个回到寝室 将自己的棉衣找了出来 找出棉衣后 油脂培又拖着曾禄 到学校大门口的超市 去买零食 我买了花生米 鸡爪子 酱猪蹄 还有啤酒等等 今天晚上我们哥四个 一边喝酒 一边等那个僵尸 油脂培提着大包小包的零食 走进寝室 笑着对我说 我对油脂培竖起了大拇指 我哥 老三 你小子心可真大 我也是服了你了 油脂培 则是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 到了四点半 我们哥四个拿着棉衣 就向学校大门口走去 还没走到学校大门口 小李先是按了一声车喇叭 然后他摇下车窗 对我摆了摆手 招呼了一声 我则是带着黄涛他们三个 快步的向小李开的那辆警车 走了过去 小李他是一个人开车过来的 张局长没有在车里 我指着跟在我身后的黄涛增路油脂培 哎 李哥 今天晚上我要带着我这三个兄弟 过去帮我 行 你们赶紧上车吧 小李一脸微笑的对我点了下头 好 我应了一声就带着黄涛他们哥仨上了小李的车 哎 张局长他人呢 张局长今天中午就带着人去赵家庄安排工作了 听了小李的话后我点了点头 小李转过头向我问了过来 哎 刘老弟啊 你还有什么需要买的吗 要是没有的话 我们现在就往赵家庄赶 没有了 咱们现在直接去赵家庄就可以了 我对小李摇着头 好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 小李说完这话 就开着车向赵家庄赶去 油脂培黄涛还有增路他们哥仨 坐在后面 先是聊了一会儿天 聊了大约半个小时后 油脂培从塑料袋里拿出一罐啤酒打开 然后就递给了我 我对油脂培摆着手摇着头 老四 我不喝 小哥 你喝一瓶啤酒吧 油脂培见我不要 他又将手里那罐啤酒递给了正在开车的小李 谢谢你了 小兄弟 我这开着车 没法喝酒 还是你喝吧 小李一脸微笑的对油脂培拒绝 哎呀 三哥 这罐啤酒给你 油脂培又将手里的啤酒递给了增路 增路则是不客气的 结果油脂培手里的啤酒就喝了一口 随后啊 油脂培又打开了两罐啤酒 一罐给了黄涛 一罐给了自己 这哥仨坐在后面 一边喝着啤酒 一边啃着鸡爪 还一边吹着牛逼 他们三个现在的样子 不像是来跟我抓僵尸的 倒像是跟着我出来游玩的 我回头望着他们哥仨 无奈地摇了摇头 当我们来到赵家庄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六点多钟了 此时的天也已经放黑了 后面那哥仨将油脂培买来的将近二十多罐啤酒全都给喝光 一个个呀 喝着是小脸通红 小李将车开到村口时 我看到张局长跟一群警察站在村口抽着烟聊着天 当张局长看到小李开着车来到他身边时 他将手里的烟头扔掉 一脸微笑的向我们走了过来 我从车上走下来 对张局长一脸抱歉 不好意思张局长 让您久等了 小兄弟啊 你说这话就太客气了 你能来这儿就是给足了我面子了 我得谢谢你呀 张局长笑着望着我 张局长看到黄涛增禄还有油脂培从车上下来后 他望着他们哥仨一脸疑惑 他们三个这是 他们三个是过来帮我对付僵尸的 张局长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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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涛带着曾禄还有油脂培他们俩走到张局长的身边 客气地对张局长问了声好 油脂培问完好之后 他忍不住地打了一个酒格 一股浓浓的酒味从油脂培的嘴里飘了出来 你们好 张局长客气地对黄涛他们回了身好后 张局长拽着我的胳膊将我拉到了一旁 张局长一脸质疑地问我 你这哥几个一身的酒气可没少喝呀 他们现在这个样子能帮你对付僵尸吗 听了张局长的话后 我心里是特别的无奈 我对张局长挤出笑容 张局长您就放心吧 他们不会有事的 张局长见我这么说 他再没多说什么 我从警车的后备箱里拿出师傅那个老式皮箱 我打开老式皮箱 然后将师傅的那件盗袍披在了身上 当我穿上师傅的盗袍后 此时我觉得我体内的精力十分的充沛 而且我体内的盗袈真气在体内加速循环着 我刚刚还觉得有些冷 现在完全感受不到了 师傅留下的这件盗袍啊 还真是神奇 当我回过头看向黄涛他们三个的时候 我看到他们哥仨眯着眼睛 身子还有些晃动 这明显啊是喝多的表情 我望着黄涛他们哥仨苦笑 你们三个还是回车里待着休息吧 你们这样跟着我去 容易变成僵尸嘴里的食物 哎 我还确实有点迷糊了啊 我先上车里休息会儿 等我醒了酒再去找你 黄涛对我说完这话就钻进了小李开的那辆警车里 我对站在原地没动的曾璐说 老三 你也别在这傻站着了 你也到车里休息会儿吧 老四就怪你 你小子给我喝什么酒啊 曾璐望着油脂培没好气的满眼 三哥你说这话就没意思了吧 我只给你打了一罐啤酒 你后面喝的那些啤酒 都是你自己打开的好不好啊 油脂培一脸无辜 曾璐被油脂培说的有些哑口无言 哎 我是真他妈没脸 喝酒确实太爱事了 曾璐说完这话后就钻进了警车里 我又对油脂培嘱咐 不算 你也到车里待着吧 我不需要你帮忙 二哥我没事 我的酒量你也不是不知道 油脂培对我说完这话后 他就从车的后备箱里 将我师父留给我的那把铜钱剑拿了出来 憋在了自己的腰间 油脂培不客气的向我伸出手 二哥 你再给我两张符 我从兜里掏出五张降妖除魔符咒递给了油脂培 你那五雷符咒也给我来两张吧 油脂培指着我手里的五雷符咒继续跟我要 五雷咒你还是算了吧 我信不过你小子 我怕你小子用这五雷咒误伤到我 我对油脂培说完这话就将手里的五雷咒揣到了兜里 上次对付那个红衣女鬼的时候 油脂培被红衣女鬼上了身 他差点用我的铜钱剑将何师叔给活劈了 我现在想起那件事 后背都直冒凉风 当我打开昨天买的那罐黑狗血的时候 我发现黑狗血已经彻底的凝固 不能再用了 我暗叹可惜 只能将那罐已经凝固的黑狗血扔在路边 张局长拿了两份盒饭递给我和油脂培 小兄弟 你们还是先吃饭吧 谢谢 谢谢 我和油脂培一同对张局长说了声谢谢 然后从张局长手里将盒饭接了过来 油脂培他打开盒饭就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 我对油脂培瞪着两个眼珠子 老四 你来的时候 在车上又是喝啤酒 又是啃猪蹄 啃鸡爪 你现在还饿呀 这盒饭里的菜都是我爱吃的 我现在是肚饱眼不饱 油脂培说完这话呀 就不再理会我继续大口大口的吃着饭 看到油脂培这个吃货 我真是很无奈 黄涛和曾璐强烈要求我带着他们来看看僵尸长什么样 结果这两个家伙钻进小李的警车里 盖着自己的棉衣就呼呼打碎了起来 当我们吃完饭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 天已经彻底的放黑了 今天白天还是晴空万里 可是到了下午六点多钟 天开始变阴 一团乌云笼罩在赵家庄的上空 而且今天晚上的温度要比昨天晚上低很多 我临走的时候 走到张局长的面前嘱咐他 张局长 我现在就要到村子里去 一会儿我走了以后 你安排你的人宣布回到车里 不管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你都不要出来 直到我回来了 你们才可以出来 哎 小兄弟啊 我知道该怎么做 那你也小心点 张局长拍着我的肩膀对我嘱咐 我对张局长点着头 硬了一声 并扛着三十斤糯米 就向赵家庄走去 游之培提着我的那口老实皮箱 紧紧地跟在我的后头 嘿 大王叫我来寻山 呦 游之培跟在我的后头 心情不错地唱着歌 我回过头 对游之培拉着个脸子 老四 你能不能把嘴闭上安静一会儿 你这鬼哭狼嚎的歌声 容易把僵尸吓到 好吧 那我不唱就是了 游之培听了我的话后 乖乖地把嘴给闭上了 我们俩一直走到赵家庄的那棵大柳树下面 才停下身子 我还是打算在这棵柳树下面设置陷阱 我将肩上扛的那三十斤糯米放在地上 咱们俩得有一个人当僵尸的诱饵 是你来当呢 还是我来当呢 嘿 这个还用问吗 当然是你来当幼儿了 游之培义正言辞地对我说 听了游之培这话 我特想抽他两个大耳光 我对游之培指着身旁的大柳树 我来当幼儿 那就我来当幼儿 你爬到树上躲起来吧 好 游之培应了一声 就开始爬我们身边的那棵大柳树 我将老师皮箱打开 然后将红绳还有三青灵拿了出来 用红绳绑着三青灵拴在了柳树上 僵尸和鬼物都是阴灰之物 当有阴灰之物靠近三青灵的时候 三青灵便会自动发出声音 接着我又将糯米袋打开 掏出一把糯米甩在周围的地上 我把糯米撒成凹子形 到时候我站在中间将僵尸引过来 然后再对付僵尸 等我将一切都布置完的时候 游之培这小子还在气喘吁吁地爬树 游之培跟何师叔不同 何师叔他虽然是个胖子 但也是个灵活的胖子 而游之培这小子则是笨得要命 我回过身看着正在撅着大屁股 努力爬树的游之培 老三 我这都布置完事了 你怎么还没爬到树上 哎呀 二哥呀 这吃是我的强项 但这爬树真不是我的强项 我爬不上去呀 游之培转过身 气喘吁吁 一脸尴尬 既然你爬树不像 那你来当诱饵 我上书啊 埋伏僵尸 可是二哥 我不想当诱饵 游之培他红着脸对我回道 我指着赵家庄村口的那两辆警车 那你就赶紧回车里待着 别再这碍事 哎呀 好吧 那还是我来当诱饵吧 游之培叹了一口粗气 一脸不情愿 现在让游之培回去 他还有点不甘心 我将手伸过去 跟游之培要铜钱剑 来 把你手里铜钱剑给我 哎呀 二哥 你把这铜钱剑要回去了 那我用什么方身呀 游之培对我说完这话 就将手里的铜钱剑放在背后 还不想给我 这铜钱剑是个致阳法器 你拿着它的话 僵尸是不敢靠近你的 我的游之培说完这话 就将他手里的铜钱剑 给夺了过来 你跟我走 夺下游之培手里的铜钱剑后 我就向赵家庄的后山走去 游之培则是一脸不情愿地 跟在我的后头 赵家庄的后山离那棵大柳树 也就四五百米的距离 我走到赵家庄后山的山脚 便停了下来 游之培则是站在我的身边 向后山望去 游之培一脸疑惑地向我问了过来 二哥 你带我来这干嘛呀 你先别问那么多 把你的左手给我 你要我左手干嘛 我说你哪来那么多废话 让你把左手给我就给我 好吧 游之培将他那个胖乎乎的左手 就向我伸了过来 我挥起手里的铜钱剑 对着游之培的左手心就滑了一下 并滑出一道深约半厘米 长约八厘米的口子 只见鲜血 瞬间从游之培左手心的伤口处 躺了出来 铜钱剑是由一百零八枚铜钱编制的 所以铜钱剑根本没有剑刃 当我体内的道家真气 输入到铜钱剑里的时候 铜钱剑的剑刃瞬间变得锋利 这也是铜钱剑的妙处所长 哎 刘少 你大爷的你他妈疯了 是不是 游之培望着自己的手心处 躺出来的鲜血 跟我有点急眼了 我一脸凝重地望着赵家庄的后山 只有鲜血 才能将这山上的僵尸引下来 哎 那你为什么不用你的血 你干嘛用我的血呀 游之培没好气地望着我 此时啊 他想哭的心情都有了 我笑着看着游之培 你是幼儿 当然要用你的血了 游之培他一脸愤怒地望着我 硬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拍着游之培的肩膀 哎 好了 别生气了 等这里的僵尸除掉后啊 我请你吃肉 哎 两顿肉 必须是两顿肉 要不然这件事咱俩没完 游之培一脸坚定地瞪着我 我好笑地望着游之培 行行行 三顿肉都可以 僵尸对血的需求 就像人离不开水和食物一样 而且僵尸的嗅觉比狗还要灵敏 如果你的身上刮破一点皮 渗出一丝鲜血 僵尸在极离远的地方 依然能够嗅到鲜血的味道 当我和游之培回到柳树旁时 游之培的手心里溢出的鲜血 也洒了一路 此时游之培觉得 自己的头有点晕乎乎的 游之培转过身对我说 哎呀二哥呀 我好像有点失血过多了 我什么话都没说 而是随手掏出一张 早已经画好的止血符 贴在了游之培的伤口处 当止血符贴到游之培的左手处时 他左手心处那道伤口 快速地止住了血 就在这个时候 赵家庄的后山处传来两声狼吼 游之培他被这两声狼吼 吓得不由得打了一个机灵 二哥呀 我现在有点紧张 游之培说这话的时候 腿还有点哆嗦 虽然我现在也有些紧张 但也不像游之培这样啊 你就给我老老实实的 蹲在柳树旁就行了 我对游之培说完这话后 我回过身 手脚并用 快速地爬到了柳树上 游之培站在柳树下面 对我打去 二哥 我觉得你爬树啊 可比那猴子快多了 你可给我滚犊子去吧 我趴在树枝上 对游之培美好气地说 趴在柳树的树枝上 这冷风啊 嗖嗖地往我脖子里灌 此时我觉得 有那么一点冷了 游之培则是坐在地上 后背靠着大树 便玩起了电话 过了大约半个小时 我悬挂在柳树上的三清灵 突然降了起来 我对游之培轻声地嘱咐 小时来了 游之培 你快把手里的电话收起来 哦哦 游之培应了一声 就将手里的电话 揣进了兜里 然后他又掏出两张 降妖除魔符咒 紧紧地攥在右手中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看 我隐隐约约地看到 远处有两个黑影 向我们这个方向跳了过来 游之培看到那两个黑影 不由得咽了一口唾沫 那两具僵尸跳到离油脂培 五米远的地方便停了下来 这两具僵尸一大一小 劈头散发地站在原地 打量着油脂培 他们身上穿着一件泛了黄的白色长袍 长袍的胸口处写着一个红色的球子 这两具僵尸一个身高在一米七左右 一个身高在一米二 由于天太黑 我看不清这两具僵尸的模样 只能看到这两具僵尸的眼睛里 散发着油蓝色的光 游之培看着眼前的两具僵尸 他不由地向后退了两步 那两具僵尸从游之培的身上 感受到了油脂培的惊恐 于是他们俩一前一后的 便向油脂培崩了过去 当两具僵尸跳到柳树下的时候 我从兜里掏出一把糯米 便扬在了那两具僵尸的后面 此时这两具僵尸的周围 都洒满了糯米 还没等那两具僵尸 跳到油脂培的身边 他们便先跳在了 我洒在地上的糯米上 这两具僵尸的脚底板 接触到糯米时 一股带有腥臭味的青烟 从那两具僵尸的脚底板散发出来 那两具僵尸同时发出一声怒吼 油脂培闻到僵尸身上 散发的那股腥臭味 他忍不住地弯下腰 将晚上吃的东西 全都吐了出来 我在树上打亮了一番这两具僵尸 他们俩的实力并不高 也只有黑僵级别 此时我紧张的心情也放松了下来 那个个儿高的僵尸 再一次发出一声吼叫 然后哭了过去 我见尸击一刀 我快速地从树上跳下来 举起手里的铜钱剑 并向那具僵尸 劈了过去 咔嚓一声 我手里的铜钱剑 先是劈断了前面的一节柳树枝 柳树枝将我的身子反弹了一下 最后我四仰八叉 狼狈地落在了地上 油脂培见那个僵尸 向他扑过来 他也忘记了 自己的手里有降妖除魔符咒了 于是他转过身 就要向村口处跑去 当我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 听到油脂培的嘴里 发出了一声杀猪般的吼叫声 我看到那具僵尸 将油脂培扑倒在地 一口咬在了油脂培的屁股上 站在一旁的另一个小僵尸 也要往油脂培的身上扑 我先是一脚 将那个小僵尸踹到一边 然后我一个箭步冲到了油脂培的身后 挥起手里的铜钱剑 对着那具僵尸的脑袋 便刺了过去 刺一声 铜钱剑发着淡黄色的光 穿透了那具僵尸的脑袋 只见黑色的血液 瞬间从僵尸的脑袋里 箭射出来 被我踹到一边的小僵尸 看到此情形 他转过身 就向赵家庄的后山逃跑 我快速地掏出兜里的降妖 除魔符咒 就要对那个小僵尸甩过去 此时 我突然犹豫了一下 我有点不忍心 对那具小僵尸下手 小僵尸在往赵家庄后山方向 蹦去的时候 他一不小心踩到了地上的糯米 小僵尸 呲牙咧嘴地仰着头 发出痛苦的吼叫声 此时他站在原地 不敢再向前继续蹦了 太让老君急急如力量 尤之培从地上爬起来 一脸愤怒地 对着那具小僵尸 便甩出了一张 想要除魔符咒 想要除魔符咒 从尤之培的手里飞出来 变成篮球大小的火球 直接撞在了小僵尸的后脑勺上 只见小僵尸的脑袋 如同皮球一般 瞬间炸开 扑通一声 我看到小僵尸的身子 瞬间倒在地上 只见小僵尸的身子 抽搐两下 便不再动了 尤之培捂着屁股 一脸痛苦地走到我的身边 哎呀完了完了 我被僵尸咬了 我这下可死定了 那你快把裤子脱了 我看看你屁股上的伤势 我指着尤之培的裤子 对他吩咐 啊 尤之培对我硬了一声 就将自己的裤子脱了下来 我掏出电话 用电话屏幕的光亮 照着尤之培的屁股 尤之培右面的屁股 被僵尸咬了两个小牙洞 虽然不是很深 但此时伤口处流出的血 已经变成了黑色 尤之培哭三个脸 二哥呀 你说我会不会变成僵尸啊 不会的 我对尤之培咬着头 你可得了吧 我是不相信你的话 你现在撒谎连草稿都不大 如果我变成僵尸的话 你一定不要杀我 你将我脑袋上贴个镇尸符 然后找个地方给我埋了就行了 也不要告诉我的父母 还有爷爷奶奶 我不想让他们伤心 尤之培说完这话便哭了起来 都说胖子胆小 我以前还不信 现在啊是真信了 你小子少说两句废话就不会死啊 我对尤之培说完这话后 我抓起一把糯米 便拍在了尤之培 右面屁股上的伤口中 当陈年糯米接触到尤之培右面屁股上的两个牙洞时 只听自拉一声 尤之培的屁股上冒出一股带着腥臭味的清烟 尤之培 尤之培忍不住的大叫了一声 同时我看到尤之培头上的冷汗 哗哗的往下躺着 此时尤之培是什么感受 我心里很清楚 毕竟我当初亲身经历过 而且我伤的要比尤之培重多了 老四 你现在屁股有什么感觉 我就觉得我的屁股 有胀 有麻 有疼 你小子也真笨 当时你手里有福 你为啥不往僵尸身上扔啊 我当时紧张得要命 光想着逃跑 就忘记自己手里有福了 尤之培队 我说完这话后 就给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 今天对付这两具僵尸 我事前准备好的黑驴蹄子 也没派上用场 在对付僵尸的时候 我和尤之培都显得有些手忙脚乱 在面对小僵尸的时候 我也不该心慈手软 尤之培回过身堆 我默默唧唧的 二哥呀 你实话实说 我到底会不会变成僵尸啊 僵尸咬你的伤口 不是很深 我已经啊 用糯米将你屁股上的尸毒 清理得差不多了 等一会儿我们回去 你再用糯米清洗一下伤口就可以了 放心吧 你是不会变成僵尸的 二哥 你要骗我怎么办 尤之培还是有些不相信我说的话 我对尤之培呀 一脸无奈 我要是骗你的话 我是乌龟儿子王八蛋 那好吧 那我现在相信你的话了 尤之培对我点着头 那你现在赶紧把裤子穿上 我们回学校吧 要是耽误的时间长了 我可不担保 你会不会变成僵尸 我对尤之培说完这话后 就扛着糯米 提着老实皮箱 向村口走去 尤之培穿上裤子 右手捂着屁股 紧紧的跟在我的身后 尤之培跟在我的后面 和我商议 二哥呀 老大要是问我屁股上的伤 哪来的 你就说我勇斗僵尸 然后被一个小僵尸偷袭了 咬的 行不行啊 这个时候了 你小子还死要面子呢 我回过头 望着尤之培忍不住的笑 尤之培走到我身边 要是让曾禄那小子知道 我逃跑的时候 被僵尸咬到屁股 他一定会数落我一顿 而且是什么难听 就挑什么说 我就拜托了你了 二哥 好吧 那我就跟他们说 是你 永召僵尸的时候 被一个小僵尸啊 偷袭了 二哥 我就知道你是一个 讲义气的好兄弟 尤之培拍着我 我的肩膀对我赞赏 你让我这样说呀 那我欠你那两顿肉 可就没有了 卧槽 哪有你这样的 一码事归一码事 你也不能让我今天晚上 那血白流呀 尤之培跟在我的身后嘟呢 我们俩则是有说有笑的来到了村口 张局长见我们俩走到警车旁 他赶紧摇下车窗 喂 小兄弟啊 刚刚我听到的赵家庄里有叫喊声 你们这次一定是遇见僵尸了吧 一共两级教室 一大一小 全都被我们斩杀掉了 我对张局长点着头 张局长听我这么说 他悬着的心瞬间落了下来 并且长输了一口粗气 哎呀 哎 那你们俩有没有事啊 张局长看向我和尤之培关心的问 我指着我身后的尤之培 我没事 我这兄弟啊 不小心被僵尸咬到了屁股 啊 那那他有没有事啊 张局长一脸紧张的指着尤之培向我问了过来 我笑着对张局长回答 你放心 他没事 哎呀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这件事啊 真是谢谢你们俩了 我看了一眼手表 张局长 您太客气了 您帮了我们那么多 这次啊 我帮您也是应该的 那两具僵尸的尸体 就在村子里的大柳树旁 善后工作 就交给您处理了 张局长 这时间也不早了 明天呢 我们还要上课 麻烦您派人送我们几个回学校吧 小李啊 你开车送这几个小兄弟回去 我留下来 做善后工作 张局长转过头 对小李吩咐 好的张局长 小李应了一声 就从面包车里跳了下来 然后就向前面那辆警车走去 当我拉开前面那辆警车的车门 钻进副驾驶的时候 黄涛跟曾陆还在熟睡中 由于油脂培右面的屁股被咬伤 他只能用半个左屁股坐在后车座上 脸上不时的露出呲牙咧嘴的表情 看起来十分的滑稽 小李透过倒车镜 看了看一脸痛苦的油脂培 用不用送你这个兄弟去医院呢 不许啊 你送我们去学校就可以了 我对小李摇着头 哦 好吧 小李应了一声 就开着车向市里的方向干去 小李开车给我们四个送到学校门口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九点半了 哎 那刚才不是还在赵家庄吗 这怎么又回学校了 黄涛睁睁的站在学校门口 一脸懵逼 曾陆打了一个哈欠 跟着黄涛附和 哎呀是啊 这怎么就回学校了 我们僵尸还没看到呢 哎呀 赵家庄的僵尸 已经被我和二哥除掉了 所以咱就回来了 油脂培仰着头一脸骄傲 油脂培拿出这个样子 就像是自己做了一件 十分了不得的大事一样 啊 那我们回去睡觉吧 哎呀 太困了 黄涛说完这话 就向男生宿舍走去 油脂培追上黄涛和曾陆 哎 你们是不是应该夸我一下再走啊 嗯 老四 你很厉害 黄涛点着头 对油脂培敷衍了一句后 继续向前走去 男生宿舍九点关大门 我们回来的时候 宿舍大门早都关上了 最后 我们只能麻烦王叔 给我们哥几个开门 王叔打开宿舍门 看向我们四个 哎呦啊 你们哥四哥干嘛去了 这么晚才回来 啊 我们四个出去吃饭了 刚回来 我随便找了一个借口 我要是告诉王叔啊 我们去对付僵尸了 他一定会认为 我们哥几个是喝大的 王叔打量了我一番 刘少 你身上穿的是道袍吧 听王叔他这么一说 我才想起来 哟 我身上还穿着道袍呢 刚才下的小李的车 我就想着要把身上的道袍脱掉 结果给忘记了 我笑着对王叔敷衍 啊 是道袍 我这是穿着玩的 啊 好了 你们哥几个赶紧上楼休息吧 我也要去睡觉了 王叔对我们哥四个说完这话 就回到了自己的寝室 我们四个回到寝室后 黄涛和曾璐他们俩 衣服都没脱 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老四 你把裤子脱了 我一会儿啊 用糯米水给你清洗一下 屁股上的伤口 对油脂培说完这话后 我就提着糯米 来到了卫生间 我将糯米倒进洗脸盆里 放了大约有三分之一朵 然后我又用自来水浸泡糯米 油脂培他光着屁股走进了卫生间后 我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油脂培屁股上的伤口看 二哥 你这样盯着我的屁股看 让我有些不好意思 油脂培一脸尴尬 听了油脂培说的这番话 我真是哑口无言了 你以为我愿意盯着你的大肥屁股看啊 那好 你自己来清理你屁股上的尸毒吧 我懒得理你 我说完这话就要往卫生间外走 油脂培见我要走 他赶紧回过身将我的胳膊拉住 二哥 二哥 好二哥 你别走 送佛送到西 好人做到底 你快把我屁股上的尸毒 清理干净吧 那你把屁股 举起来 我回过身 没好气的对油脂培说 此时我觉得我这句话呀 说的好像有点毛病 是二哥 油脂培对我应了一声 就将他那大肥屁股撅了起来 我用手在洗脸盆里捧了一把糯米水 就浇到了油脂培右面屁股的伤口处 当乳白色的糯米接触到油脂培屁股的伤口处时 我先是听到滋拉滋拉的响声 这件乳白色的糯米水 瞬间变成了黑色 并散发着一股腥臭味 油脂培不由的发出一声痛苦的声音 头上的冷汗一滴一滴的往下躺着 曾露眯着眼睛 走进卫生间看到油脂培 撅着屁股对着我 他满脸惊讶 二哥 老三 你们俩这是干嘛呢 老四中了尸毒 我正在给老四清理尸毒 我红着脸对曾露解释 哦 那你们俩继续清毒啊 我就当什么都没看见 我也不会告诉老大的 曾露说完这话 就退出了卫生间 到了别的寝室上厕所了 我看得出来 曾露他根本就不相信我刚才说的话 没用上五分钟 油脂培右面屁股上的尸毒 就被我清理干净了 随后我画了一张治疗外伤的符咒 贴在了油脂培的屁股上 油脂培穿上裤子苦着脸 哎呀 今天晚上 我就不该嘚瑟的跟你去捉僵尸 此时啊 油脂培肠子都要毁清了 我则是一脸苦闷的看着油脂培 哎 你还是好好的跟老三解释一下 咱们俩 刚刚在卫生间里做了什么 当曾露从别的寝室上完厕所回来后 油脂培想要上前跟曾露解释 曾露呢 则是对油脂培摆了白手 不想听他解释 曾露躺在自己的床上啊 就睡着了 油脂培指着已经睡着的曾露 哎呀 二哥 这三哥也不给我解释的机会啊 哎 那你就明天再跟他解释吧 我也困了 我要睡觉了 我将盗袍还有铜钱键放进老式皮箱里 然后推到了我的床底下 等我这两天有时间了 我得将师傅留给我的这个老式皮箱 送到一道堂里 毕竟学校人多 而且还杂 一旦把这些东西给丢了的话 那可就坏了 这东西啊 别人拿了可能没用 但是对我来说是十分的重要 当我躺在床上时 还是有点睡不着 脑海里重复播放着 今天晚上在赵家庄对付僵尸的画面 今天虽然成功的斩杀了两具僵尸 但我却十分的不满意 之前买的黑狗血凝固的没用上 黑驴蹄子也完全让我忘在了脑后 对付僵尸的时候啊 我还有些猛撞 明明能砍到僵尸身上的那一剑 我却劈到了柳树枝上 结果让油直培被僵尸咬了一口 在最后对付小僵尸的时候呢 我还犹豫了 如果不是油直培下手杀了那个小僵尸 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下手对付他 今天我和油直培面对的只是低级的黑将 如果我们俩今天面对的是跳尸的话 我想我们俩未必能对付得了 最后总结就是今天对付僵尸的时候 我的心不够稀 再就是过于猛撞 第二天早上起床后 我跟往日一样 先是到卫生间里简单的洗漱了一番 然后向学校食堂走去 早上吃饭的时候 我正巧碰到了刘月 我对她笑了一下 想要主动跟她打个招呼 刘月呢 则是没好气的瞪了我一眼 最后啊 我也什么都没跟刘月说 而是知识的 端着餐盘找了个空位置 坐下来吃饭 我刚吃了两口 沈月端着餐盘 坐在了我的对面 热情的打着招呼 刘月师兄 早啊 沈月 早 我抬起头 一脸没笑的望着沈月 打了一声招呼 热情师兄 我给你打电话 你怎么都不接 你是故意不接我电话的吧 沈月他刚刚还是满脸笑容 此时 他的脸色 瞬间变得很难看 哦 呃 我平时电话都打着敬音 你给我打电话 我应该是没听见 我要是听见的话 我肯定会接 我这话说的也都是真的 沈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正巧在家 哄凤娇姐的孩子 我电话打得敬音 根本就没听见 当我看到沈月的未接来电后 我也没有给他回 我跟江薇薇已经有些纠缠得不清不楚了 我不想再跟这个沈月也纠缠不清 我现在只想好好的将我这大学四年念完 至于女朋友什么的 我暂时还不想考虑那么多 沈月没有在咄咄逼人 好吧 那我原谅你了 我一边吃着饭 一边跟沈月聊着天 刘月则是在不远处的地方 眯着眼睛 向我和沈月看了过来 那个女孩 一直在盯着咱俩看 你认识她吗 沈月指着刘月问我 我回过头看了刘月一眼 对沈月摇了摇头 不认识 她看你的眼神可不怎么友善 你是不是欺负那个女孩了 沈月刨根问底的向我问了过来 我吃饱了 你慢慢吃吧 再见沈月 我从凳子上站起来 对沈月说完这话 就向食堂外走去 我不想回答沈月这个问题 我之所以离开 也是在逃避这个问题 沈月从凳子上站起来 跺着脚对我喊着 听到沈月说的这番话 我头也没回的 继续向食堂外走 刘月望着 站在原地生气的沈月 她的脸上挂着一丝 幸灾乐祸的笑容 沈月看到刘月脸上露出 那丝幸灾乐祸的笑容 她一脸不高兴地迈着大步 静止地就向刘月的餐桌旁走了过去 你刚刚在笑什么呢 沈月对刘月说这话的时候 语气有些愤怒 刘月先是将手里的筷子摔到沈月的身上 然后她站起身子 用手指着沈月的鼻子 我笑不笑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咔的一声嘴响 沈月挥起右手 对着刘月的脸就是一巴掌 沈月将刘月的半张脸 瞬间打红打肿 我爸妈都不舍得打我一下 你居然敢打我 我我跟你骗了 刘月说完这话后 她伸出右手就要抓沈月的头发 沈月见刘月要抓她的头发 她先是向后退了一步 然后抬起右脚 对着刘月的小腹就踹了过去 刘月的手啊 还没抓到沈月的头发 她就被沈月一脚踹趴在地上 沈月这一脚踹出去的力度不轻 刘月趴在地上 试着想要爬起来 结果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你爸妈能惯着你不打你 可不代表别人也能惯着你 你给我记住了 做人不要太自傲 最好收敛点 你要是再对我不客气 我还会揍你 沈月对刘月说完这话 就向食堂外走去 刘月抬起头 一脸愤怒的望着沈月离开 这个时候 一个男同学蹲在刘月的身边 想要伸手去扶刘月起来 姑娘 我扶你起来吧 拿开你的脏手 我不用你服 刘月将肚子里的怒火 发泄到蹲在他旁边的 好心男同学的身上 真是不可理喻 那个男同学啊 对刘月说完这话后 他站起身子就离开了 此时周围的人 则是纷纷指责刘月 刘月从地上爬起来后 他捂着自己的小腹 就向女生宿舍走去 同时刘月的心里 也开始记恨其身孕 当我回到班级的时候 我看到只有周佳佳一个人呆在教室里 他左手按着计算机 右手拿着笔记 在记录什么 我走到周佳佳的身边 周佳佳 你这是在干嘛 我在算 扎川店九月份的寄出账 周佳佳头也不抬的对我说 现在由你来管账啊 我二叔他轻松了很多 右手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聊天 你先回到你自己的位置坐好 我得算账 周佳佳对我说完这话后 他又开始认真的算起账了 我望着周佳佳一脸苦笑的摇了摇头 然后啊 就向自己的座位走去 我心里也明白 这段时间周佳佳在扎川店帮忙啊 也不是为了钱 就是为了偿还我的人情 我留守不是那种白眼狼 周佳佳做的这一切 我也都记在了心里 三哥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你等中午会起事的时候 我让你看看我的屁股 游直培跟在曾陆的身后解释 曾陆啊 对游直培摆着手 老四 我对你的屁股可不感兴趣 你不用给我看 三哥 我他妈怎么解释 你才会相信我呀 游直培跟在曾陆的身后啊 都快哭了 黄涛笑着走到我的身边 拍拍我的肩膀 老二 即便你是同情恋 我们也会拿你当兄弟 你不要想太多了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听了黄涛的话后 我感到一阵头打 游直培一脸无奈的看着我 哎呀 二哥呀 我跟三哥还有老大解释一路了 他们俩就是不相信我说的话 一直认为咱们俩是同性恋 这事还是由你来解释吧 由于我们哥四哥说话的声音很大 班级里的同学们也几乎都听见了 刚刚有些喧嚣的教室呢 瞬间安静了下来 班级里的同学们一脸吃惊的看着我和游直培 江薇薇和周家家则是皱着眉头看着我 他们俩看向我的眼神 还有些复杂 哎呀 二哥你倒是解释啊 游直培见我一脸沉默的什么话都没说 他很焦急 我摇摇头 哎 算了 不解释了 哎 二哥 你可别不解释啊 游直培拉着我的手 当他拉着我的手的那一刻 班级里的同学们惊得是嘴巴大张 我指着游直培抓着我的手 哎呀 本来咱俩没啥事 可你这么一抓着我的手 同学们肯定又误会了 游直培一听我这么说 他赶紧将抓着我的手放开 游直培张红着脸站起身子 问班级里的所有同学 哎 我和留守不是同性恋 你们相信吗 不信 班级里超过百分之七十的人摇着头 对游直培说出这么两个字 游直培浑身无力的坐在凳子上肚了 哎 完了 这次我真的是挑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接下来 班级里一片安静 同学们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我和游直培看 我则是觉得没什么 游直培看到同学们盯着我们俩看 让他感到浑身不自然 游直培小声的在我耳边嘟闹 哎 二哥 你要不要站出来解释一下 同学们现在看咱们俩的眼神都不对了 要解释啊 你自己去解释 我懒得解释 哎呀 这件事还真是说不清了 游直培叹了一口粗气 黄涛和曾璐没有再过问我和游直培的事 他们没问是怕伤到我 而我也没有向他们俩再解释 中午我们哥四个在食堂吃完饭后 就回到了自己的寝室 当我们四个回到寝室时 游直培锁上寝室的门 赶紧将自己的裤子脱下来 露出雪白的大肥屁股 给曾璐看 游直培对曾璐掘这个屁股 哎 桑哥 你看我屁股上的两个牙洞 就是昨天僵尸给我咬的 二哥昨天晚上在卫生间里 给我清洗尸毒 哎呀 根本就不像你想的那样 哎 老四啊 我可没在你屁股上 看到所谓僵尸咬的牙洞啊 曾璐坐到了自己的床上 游直培听曾璐这么一说 他迈着大步就向卫生间里跑去 游直培在卫生间里 撅着屁股对着镜子照 他确实没看到自己的屁股上 有僵尸咬的牙洞 游直培从卫生间里走出来 一脸疑惑的问我 哎 二哥 僵尸咬的牙洞怎么没有了 哪儿去了 昨天僵尸咬在游直培屁股上的牙洞 并不深 当我将他屁股上的尸毒清理干净后 我又在他的屁股上贴了一张治疗外伤的符筹 没用上一晚上的时间 游直培屁股上那两个小牙洞啊 已经彻底的愈合了 最后呢 连个疤都没有留下 哼 不知道 我简单的对游直培回了三个字 此时游直培的内心是崩溃的 黄涛拍着游直培的肩膀安慰 哎呀 老四啊 你不用解释那么多了 我们是不会笑话你和你二哥的 哎呦 我的妈呀 这件事算是解释不明白了 我也不解释 啊 你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游直培哭脏个脸 一屁股坐在了床上 曾璐和黄涛没有再纠结我和游直培的事情 他们俩跟以前一样 曾璐坐在电脑前玩着游戏 黄涛则是掏出电话玩着微信 游直培走到我身边 从兜里掏出一盒烟递给了我一根 二哥 你要不要来根烟呢 哼 你自己抽吧 我不抽 我对游直培摆着手 好吧 游直培回到自己的床上 开始闷头抽烟 我个人认为啊 我和游直培这件事是亲者自亲 嘴长在他们的身上 他们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 我是懒得解释那么多了 因为这件事我越是对大家解释 就越是解释不清 我掏出电话登陆微信后 同时收到了周佳佳还有江薇薇发来的微信 他们俩发来微信啊 是询问我到底是不是同性恋 对于这个问题 我也没对他们俩做出任何的答复 我将电话放在枕头边后 就睡着了 今天下午我们班就两节课 放学后我和寝室那哥仨刚走出教室 江薇薇就从我的身后追了出来 江薇薇拦住了我 留守我想跟你聊聊 哎呀 黄涛和曾璐望着江薇薇 先是叹了一口粗气 然后他们俩同时摇了摇头 就向教学楼外走去 油脂培则是紧紧地跟在黄涛和曾璐的身后 我一边向前走 一边问江薇薇 江薇薇 你想跟我聊什么 你和油脂培 你们两个真的是 江薇薇她瞇着眼睛望着我 她这句话只说了一半 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而是反问江薇薇 那你是怎么想的 你觉得我们俩是吗 我觉得你们俩应该不是同行恋 那就不是 既然你们俩不是 你为什么不站出来跟同学们解释一下 现在你和油脂培的事都成了大家议论的焦点了 就连别的班级同学都知道你和油脂培的事了 江薇薇还是不解 我一脸无所谓 轻者自轻 我即便站出来跟同学们解释 同学们也不会相信我说的话 背后该怎么议论我还是怎么议论 我没必要浪费那口事 你这话说的也有道理 江薇薇点着头 我和江薇薇走出教学楼 没有回男生宿舍 我一直将她送到了学校大门口 带她坐上出租车离开后 我穿过马路将对面的闸串店走去 当我走到闸串店的时候 小华和柳慧阿姨正在店里穿肉 二叔坐在凳子上抽着烟 我看到二叔他满头大汗 应该是刚忙完 我笑着走到二叔面前 呦 二叔 您这是刚忙完吧 我刚刚忙完 二叔对我点着头 随后二叔从兜里掏出一盒烟 抽出一根底给了我 后摆着手 我不抽二叔 您自己抽吧 年轻人哪 不抽烟也好 这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二叔 既然您知道这烟不是好东西 您这一天还抽那么多 我倒是想不抽 可这玩意儿 一旦粘上就解不掉了 二叔 我有段时间没有回家了 我一会儿要回去看看我封娇姐和孩子 那你就赶紧回去吧 昨天晚上我回去的时候 你封娇姐还念叨你 怎么不回去看她呢 二叔对我点着头 我跟二叔小华 还有柳慧阿姨 打了一声招呼后 便坐上公交车 向我所住的那个小区赶去 在小区门口下了车 我也没买什么东西 凤娇姐在月子里也吃不了什么 我将给孩子买衣服 我也不知道该买多大的 我决定啊 一会儿回去 给凤娇姐一千块钱 她自己喜欢吃什么 就买点什么 这年头啊 还是给钱最实质 当我打开家里的门时 我听到孩子在卧室里嗷嗷哭 我推开卧室门没有发现凤娇姐 就看见孩子自己躺在床上蹬着腿哭 我上前一步走到孩子的身边 弯下腰就将孩子抱着起来 当我抱起孩子的那一刻 孩子立即停止了哭泣 我一只手抱着孩子 一只手掏出电话给凤娇姐打 此时我心里有点埋怨凤娇姐 她怎么能像这么小的一个孩子 一个人扔在家里呢 实在是有点过分了 凤娇姐 你现在在哪儿 打通凤娇姐的电话 我在电话里询问她 我在模拥房给孩子买纸尿垫 孩子纸尿垫没有了 哦 那你买吧 不用着急回来 我在家里哄着孩子呢 那好 那我就多买点孩子用的东西再回去 凤娇姐说完这话 就放心的把电话挂断了 当我抱着孩子走出卧室的时候 我转头看到客厅西面的卫生间里 散发着一股灰蒙蒙的阴灰之气 我将我的小外甥姑娘放到了沙发上 然后掏出一张降妖除魔符咒贴在了她身上 接着我又掏出一张降妖除魔符咒捏在手里 然后缓缓的向卫生间里走了过去 当我打开卫生间门的那一刻我看到三个巴掌大的鬼鹰站在马桶后面的水箱上面 他们俩看到我进来的那一刻 一同从水箱上跳进了马桶里 瞬间消失不见了 当那三个鬼鹰消失后 卫生间里飘散的阴灰之气也瞬间消散了 我一脸凝重的站在卫生间里望着马桶没有离开 当我听到客厅里凤娇姐女儿传来的啼哭声 我这才从卫生间里退了出去 当我抱起凤娇姐的女儿时 她立即停止了哭泣 然后瞪着一双大眼睛盯着我看 此时我所有的心思都在卫生间里 我心里在想那三个鬼鹰为什么要待在我家的卫生间里 过了半个小时左右 凤娇姐打开门提着两大包东西气喘吁吁的走了进来 我抬起头望向凤娇姐瞒眼 凤娇姐 你怎么能把孩子自己一个人扔在家里啊 孩子这娘店没了 我要是抱着她下去买的话就太不方便了 我先是把她哄睡了才下的楼 凤娇姐说完这话就给自己倒了一杯温水喝了下来 对了 凤娇姐 我还有件事想要问你 什么事 你问吧 凤娇姐坐在我身边一脸微笑的看着我怀里的孩子 我望着凤娇姐一脸严肃 你之前是不是留过三次缠 嗯 留过三次 凤娇姐对我点了点头 得到凤娇姐的证实 我没有再问下去 凤娇姐一脸疑惑的向我问了过来 怎么了 弟弟 有什么地方不对吗 哦 没事 我就是问问而已 我对凤娇姐挤出一丝微笑 刚才我在卫生间里看到的那一幕 我没有对凤娇姐说 我怕吓到她 凤娇姐没回家的时候 我心里一直在想着 那三个鬼影是不是凤娇姐以前留过的孩子 当我从凤娇姐嘴里得到她的回答 确实留过三个孩子时 那我就可以确定 我在卫生间里看到的那三个鬼影 就是凤娇姐以前留的那三个孩子的怨魂 原本我打算回来看一眼 孩子和凤娇姐就回学校 我觉得我现在是回不去了 要是不将那三个鬼影抓到 他们会继续的待在我的家里 鬼影身上散发的怨气 虽然影响不到我们大人 但能影响到凤娇姐这个还没满月的女儿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我一脸认真的看着凤娇姐 凤娇姐 你这样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 不如让小华留在家里照顾你吧 不用了弟弟 我一个人在家可以照顾孩子 闸串店那么忙 要是让小华回来照顾我的话 那所有的活都会压在我爸和柳慧阿姨身上 自从回来这个孩子以后 我给你们添的麻烦够多的了 我得自己自立起来 不能什么事都依靠你们 凤娇姐说这话的时候 眼睛有些发红 当我听到凤娇姐说这番话的时候 我知道她已经彻底的长大了 都是一家人 就别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了 我笑着对凤娇姐说 此时我心里很欣慰 我以前没钱就伸手跟父母要 父母给我钱 我也觉得是应该给的 也从来不会为父母考虑 当我有了孩子之后 我才知道做父母的有多不容易了 凤娇姐望着我怀里的孩子发自内心的说 我和凤娇姐聊到下午五点多的时候 我先是打开放在客厅北面的红色石木柜子 给黄三太奶还有黄三太爷上了三炷香 然后我跑到厨房里 开始给凤娇姐做饭 看到凤娇姐 她一个人又是给孩子喂奶 又是给孩子换尿布 我觉得凤娇姐还真是不容易 她能有今天也都是自己惹的 这怪不了任何人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容易一时脑热做错事 当你做错了事的时候 逃避是没有用的 只有站出来勇敢承担一切才是对的 你做了错事 即便是你逃避了 你的父母也将会承担你所做错事的责任 这世间都是因果循环的 你做了一件善事 以后或者下辈子就会有善果吃 如果你做了一件恶事 那你以后或者下辈子就等着自食恶果吧 我做完晚饭 凤娇姐也把孩子哄睡了 由于二叔他们晚上九点半以后才能回来 我和凤娇姐也没有刻意的等我二叔 我们俩坐在厨房里先吃了起来 我昨天晚上还在我爸面前念叨着你怎么也不过来看我和孩子 没想到你今天就回来了 凤娇姐给我说完这话就加了一块鱼肉放在我的碗里 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忙 就连星期天放假也有很多事情要做 今天回来看你啊 也是好不容易抽出时间来的 我对凤娇姐笑着 我和凤娇姐吃完饭后 我们俩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着电视 一边聊着天 我们俩聊的话题则是离不开卧室里的那个孩子 躺在卧室里的孩子突然哭了起来 凤娇姐皱着眉头从沙发上站起来就向卧室里跑去 我则是紧跟在凤娇姐的后面 当凤娇姐打开卧室人的一刻 我看到三个鬼鹰围在孩子的身边蹦来蹦去 当那三个鬼鹰看到凤娇姐时 他们的脸上露出一副愤怒的表情 我没有跟着凤娇姐走进卧室 而是站在门口处望着哭泣的婴儿 假装看不到那三个鬼鹰 这孩子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 睡一会儿就哭 睡一会儿就哭 就是睡不沉 凤娇姐将孩子抱在怀里 孩子还是在哭闹 凤娇姐 让我来抱会儿孩子 我说完这话 就从凤娇姐的怀里 将孩子接了过来 当孩子被我抱到怀里的时候 孩子瞬间停止了哭泣 当我接过孩子的那一刻 我身上所带的阳气 将笼罩在孩子身上的阴灰之气 迅速驱散 孩子也瞬间停止了哭泣 凤娇姐望着我怀里的孩子 最近孩子哭闹 我是怎么哄都哄不好 你将这孩子一抱过去 孩子就不哭了 真是太神奇了 可能是这孩子看着我顺眼吧 事情也不是我所说的这样 孩子之所以哭闹 正是那三个鬼鹰闹的 我身上扬起重 那三个鬼鹰不敢靠近我 他们只站在凤娇姐的身后 看着我怀里的孩子 我看得出来 这三个鬼鹰不是存心来害这个孩子的 他们应该是喜欢这个孩子 毕竟这个孩子是他们的妹妹 哎 凤娇姐 这个孩子名字起了吗 当初你给起的 女孩子叫刘家 家也是好的意思 她的小名叫家家 凤娇姐望着我怀里的孩子一脸幸福 听了凤娇姐的话后 我点了点头 啊 凤娇姐 我突然想吃山楂罐头 我又懒得下楼 你啊 能不能下去帮我买瓶山楂罐头啊 我转过头看着凤娇姐 我这一次是故意支开她 要对付那三个鬼鹰 当然可以了 我这就去给你买 你在家等着我 凤娇姐一脸微笑的对我说完这话后 她从沙发上站起来 穿上外套 就往楼下走去 那三个鬼鹰跟着凤娇姐走到门口停住了身子 然后他们三个又反了回来 三个鬼鹰跳在茶几上 用两只小手煮着下巴 静静地看着我怀里的孩子 从他们的眼神中 我能看出一丝羡慕之意 鬼魂来世想要投胎为人 需要前世纪很大的阴德 当人死了以后 魂魄被带到阴曹地府 也就是阴间 魂魄不会立即安排投胎 而是要在阴间生活一段时间 可能是十年 也可能是百年 甚至更久 因为在之前有些鬼魂也在等着排队 这就像是去超市排队结账一样 只要你前面的人全都结完账 你才能结账 等地府鬼差通知你可以投胎了 你才能去奈何桥 喝碗孟婆汤 然后到轮回台转世 而这三个鬼鹰转世投胎成人 也是特别的不容易 然而他们还没有诞生下来 就变成了可怜的英灵 我心里也有点同情这三个鬼鹰 同情归同情 但我不能让这三个鬼鹰啊 成天缠着家家 未满月的孩子体质差 三个鬼鹰身上散发的阴气 会影响到家家的健康 这是我发现的糟 如果我发现的晚的话 那后果就有点不堪设想了 在阳间作恶多端的人 死后他的魂魄有两个归处 一是下到十八层地狱 受到刑罚之苦 二是被打入畜生道 来世投胎为畜生 你在前世亏欠一个人很多事 那么你来世很有可能变成牛马 到你亏欠的那个人的家里还债 只有你还完债 你的下一世才能够再次投胎为人 前世的债金时还 你金时欠下的债就会来世还 那些欠钱不还的 不守诚信之人 来世是不会投胎为人的 我将怀里的孩子放在沙发上 然后悄悄地将我兜里的收魂葫芦掏了出来 那三个鬼鹰的注意力都在家家的身上 他们三个没注意到我的举动 我拔出葫芦堵塞 将葫芦口对准那三个鬼鹰 嘴里默念着收魂咒语 当我念完咒语的时候 我手里的葫芦像个吸尘器似的 将三个鬼鹰的魂魄往葫芦里吸 那三个鬼鹰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被我用收魂葫芦收了进去 使用这个收魂葫芦啊 也要看个人的实力高低 以我现在的能力 收取实力低的怨魂 是一点问题也没有 想要收服实力高的怨魂 现在还不行 除非啊 将实力高的怨魂 打得生活不能自理 我才能将他们的魂魄 收到这个收魂葫芦中 上次在积淀学院 对付的那个红衣女鬼 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将三个鬼鹰收在收魂葫芦里后 我慌乱的心一下子安稳了很多 不管大人们犯下了什么过错 但是孩子是没错的 我则是希望 这个孩子能够在一个好的环境下 健健康康的成长 我也会竭尽所能的 去帮助凤娇姐照顾这个孩子 不会让孩子走上我这条路 回头想一想 这些年自己过的实在有点太苦了 如果不是认识了我师父 我现在不可能有这个房子 不可能有自己的闸串店 更不可能像现在这样 舒服的坐在沙发上哄着孩子 我或许会在哪个酒吧当服务生 或许会在哪个烧烤店当服务员 也或许会在哪个网吧当夜间网馆 过了大约十多分钟 凤娇姐推开门走了进来 凤娇姐不但给我买了山楂罐头 她还给我买了许多零食 她这是把我当成小孩子 我望着凤娇姐手里提着那一大包零食 凤娇姐 你怎么给我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你今天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我这个当姐姐的 要是不破费点 那就太小气了 凤娇姐将手里的零食放在茶几上 我从兜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 一千块钱放在了茶几上 凤娇姐 我这趟回来 也没给孩子和你买什么东西 我给你一千块钱 你自己需要什么 那就买点什么 弟弟 这钱你还是拿回去吧 我现在住你的 吃你的 用你的 再拿你的钱 可就有点不对了 凤娇姐 没有拿我放在茶几上的钱 凤娇姐 咱们姐弟之间呢 就不要这么客气了 你现在自己一个人 带着孩子不容易 这几年都无法工作赚钱 我这个当弟弟的 会借我最大的能力去帮你 况且咱们都是一家人 应该有难同当 有福 咱们得同享啊 谢谢 凤娇姐说了这声谢谢后 她的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 我从兜里掏出纸巾 走到凤娇姐的身边 将她的眼角处的泪水擦去 当那三个鬼鹰被我收到收魂葫芦里后 佳佳躺在沙发上 自己玩了一会儿 就闭上眼睛安静的睡着了 这次 佳佳睡得很熟 她的脸上不时的露出一副微笑 看着佳佳脸上的微笑 我和凤娇姐都很欣慰 晚上八点的时候 我给黄涛他们发了个威胁 告诉他们三个 我今天晚上不回去睡了 我打算在家里 多陪陪凤娇姐和孩子 待到晚上九点半左右 我二叔和小华 一脸疲惫的回到了家 二叔和小华他们 从早上六点开始 一直忙碌到晚上九点结束 这工作时间 实在是有点太长了 而且 闸串店那活儿 也不轻快 二叔 小华 你们坐在沙发上 先休息一会儿 我到厨房里 给你们两个 热下饭菜 我从沙发上站起来 对二叔和小华 说完这话 就向厨房走去 二叔脱下外套 问凤娇姐 我外孙女呢 在卧室离自己的床上 躺着睡觉呢 凤娇姐指着她的卧室 我得去看看我外孙女 二叔笑呵呵的 边说边向凤娇姐的卧室走去 自从凤娇姐这孩子出世后 二叔的脸上时常挂着一副微笑 虽然孩子没有爸爸 但他还是特别的喜欢凤娇姐生的这个孩子 凤娇姐很懂事地倒了一杯温水递给了小华 小华 你快喝口水 谢谢你了 凤娇姐 小华接过凤娇姐手里的温水 便咕咚咕咚地喝了起来 当初把小华接到我家 我有点担心任性习惯的凤娇姐会欺负善良老师的小华 让我没想到的是 他们俩相处的跟亲姐妹似的 凤娇姐也从来没有欺负过小华 对小华很是照顾 虽然凤娇姐的年龄比小华大 但小华要比凤娇姐成熟很多 对二叔和小华吃完饭后 小华到卫生间里洗了个澡 跟我打了声招呼 就回到他和凤娇姐的卧室睡觉去了 二叔将九月份赚的钱放在了我的面前 揍手啊 九月份咱们扎串店的进出账 都是周家家算的 给小华 柳慧 周家家开完工资 咱们一共赚了六万块钱 都在这里了 当初借我同学的五万 这钱得还给我同学 虽然人家没跟咱们要 咱们也不能干那种 有钱不给人家的事 剩下的一万块钱 二叔 你拿着用来周转 我点出一万块钱 放到了二叔面前 好 二叔也没跟我客气 他随手就将一万块钱收了起来 二叔点燃一支烟 其实啊 周家家那姑娘真不错 我今天呢 跟周家家开玩笑 要把你介绍给她 她跟我说啊 你看不上她 二叔跟我说这话 其实就是在试探我 我委婉地对我二叔说 二叔 我这大学四年呢 只想好好地念书 对于这些男女之事 我还不想考虑这么多 侄子 这年头啊 好女人可没多少了 你得抓紧时间 弄一个在手里握着 别等到你想要找媳妇的时候 好的都被别人挑走了 就剩下一堆破烂呢 你可要好好地想一想 我也不跟你说了啊 我得回屋睡觉了 二叔说完这话 就向卧室里走去 凤娇姐打了一个哈欠 从沙发上站起来 哎 哄了一天的孩子 我有点困了 弟弟 你也早点睡吧 晚安 凤娇姐 我点着头 对凤娇姐道了一声晚安 我躺在沙发上 看了一会儿电视 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 我醒来的时候 二叔和小华 已经离开了家 我发现我的身上 盖着一条毛毯 我猜啊 这不是二叔 就是小华给我盖的 我随手拿起二叔 昨天放在茶几上的 那五万块钱 就走了出去 当初对闸串店隔壁的店铺 我在黄涛那儿 借了五万 虽然这五万块钱 黄涛从来没有跟我提过 但我心里也从来没有忘记过 我七点从家离开 当我来到教室的时候 已经是七点四十了 从我家到学校 也就不到二十分钟的路程 由于早上七点到八点 是上班高峰期 公交车在路上有点堵 所以我到学校有点晚了 我将五万块钱 从黑色的塑料袋里拿出来 放在了黄涛面前 老大 这是我在你那儿借的五万块钱 现在我还给你 你点点看 哎呀 老二 这钱你先拿着用吧 啊 我又不缺钱用 黄涛没有接那五万块钱 一脸微笑地望着我 在黄涛眼里 这五万块钱并不算什么 他也不在乎这五万块钱 但借的就是借的 借钱就没有不还的道理 老大 我现在也不缺钱了 等我缺钱了 我再跟你借 这钱 你拿回去吧 好 黄涛点了一下头 就将那五万块钱收了下来 曾璐在一旁 吐了一口唾沫 哎呀 现在啊 像二哥这样有诚信的人 是越来越少了 我一个高中同学 借了我五百块钱 我要了两年都没要出来 简直太过分了 那是你交友不良 只能怪你自己 游之培在一旁插了一句嘴 上午上课的时候 我脑子里在想着那三个鬼鹰的事 如果我将那三个鬼鹰放出去 他们还是会回到凤娇姐的身边 唯一的办法就是超度那三个 带有怨气的鬼鹰 带他们三个身上的怨气散去 我就将他们送到地府 我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 今天我们班就一上午的课 中午放学后 我没有跟那哥儿撒去食堂吃饭 我回到寝室 提着我那口老实皮箱 就向外走 我打算今天晚上在一道堂 给那三个鬼鹰做一场超度法事 中午我来到一道堂的时候 我看到一道堂里没有人 但是门是开着的 小尸姑推开红扇堂的门 在对面对我招呼了一声 留守 我在你和师叔这儿了 我知道了 我放下手里的老实皮箱 对小尸姑应了一声 就向对面的红扇堂走去 当我来到红扇堂的时候 我看到小尸姑 和师叔 还有王妮他们三个 坐在餐桌前吃饭 看到他们三个吃饭 我这肚子也有些饿了 别傻站着了 我知道你小子没吃饭 赶紧坐下来吃饭吧 何师叔一脸微笑的 对我招呼了一声 好的 何师叔 我对何师叔应了一声 就不客气的 坐在了餐桌前 拿起筷子便吃了起来 我一边吃着饭 一边向夏万婷的母亲问去 诶 诗诗 您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是今天上午回来的 这次能在家里 待上一个星期 下次我还要到上海出差 王妮笑着对我说 你这来回跑 确实是太辛苦了 还不如待在家里 什么都不干 反正我四师兄 也养得起你 说这话的是我小尸姑 小尸姑说完这话后啊 何师叔在一旁 对着王妮点头 王妮笑着对小尸姑说 女人应该有自己的事业 不能完全依靠男人 我要是不出去上班 就在家待着的话 你二师兄的压力会很大的 我出去上班 你二师兄的压力 还能减小一些 我这工作 也就是出差 跟人家谈个合同 出不了多大力气 收入也可观 让我辞职不干 我还有点舍不得呢 我个人觉得 王妮这番话说的 是一点毛病都没有 小尸姑点着头 嫂子说的也对 女人是得有点自己的失作呀 我和小尸姑 在红扇堂吃完饭后 就回到了一道堂 人家两口子 有一段时间没减了 我和小尸姑待在那 不走的话 就有点不懂事了 回到一道堂 小尸姑一脸没笑地 向我问了过来 你小子今天 怎么有空过来了 我坐在沙发上 对小尸姑说 今天学校只上半天课 下午放假 我就过来了 小尸姑 这一道堂也没什么事 您下午就回去吧 我来看这一道堂 你能撑得起来吗 小尸姑一脸疑惑地望向我 小尸姑 能不能撑起来 我都要撑着 我总不能老指望着您吧 您得给我个锻炼的机会 小尸姑提起自己的包 走到一道堂门口 对我嘱咐 嗯 你说的这话很有道理 那我今天就休息一下午 你要有什么事处理不了的话 就别去麻烦你和尸叔了 毕竟人家媳妇刚回来 她得陪媳妇嘛 有事情给我打电话就行 我肯定第一时间赶到 好的小尸姑 有事啊 我会给您打电话的 我点着头对小尸姑应了一声 小尸姑对我点了点头 就走出了一道堂 我在一道堂里闲着没事干 我拿出毛笔 朱砂还有黄符纸 就开始练习画符 我上次在张老师的寝室里 看到张老师那行云流水的画符方式 让我是十分的羡慕 也希望自己以后能变成像张老师那样的高人 我认真地画了大约两个小时的符筹才停了下来 我现在画符跟两个小时之前比较起来 画符的速度提高了很多 一个人只有经常练习做一件事才会进步 你不去练习 那只会停在原地不动 甚至还会倒退 真子齐背着小书包走进一道堂 留守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中午的时候就来了 我放下手里的道德经 抬起头对真子齐说 真子齐在一道堂里望了一圈 没有发现我小时姑的身影 那我小时姑呢 她哪儿去了 下午啊 由我来看这一道堂 就让小时姑回去了 真子齐支支吾吾的望着我 对了 留守 那个我有件事想要跟你说 你是不是又在学校惹祸了 我眯着眼睛望着真子齐 真子齐连忙对我摇头 没有 我这次没有在学校惹祸 是别的事情 那你说吧 是什么事 我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真子齐苦着个脸子 我们老师让我把头发剪了 可是我不想剪 真子齐啊 一直留着一头披肩长发 上学的时候 她用一个簪子将头发扎在头顶 留长发扎成发际 也是我们道家人的习惯 我望着真子齐的头发点着头 既然啊 老师让你把头发剪了 那你就剪了吧 你这头发实在是有点太长了 不行 我好不容易将头发留了这么长 我才不要剪 真子齐说这话的时候 这头摇晃得跟个波浪鼓似的 我一脸严肃的看着真子齐 真子齐 你要记住 你现在是个学生 别的孩子怎么做 你就要怎么做 而且你要做得比他们好 你任性可以 但是你要任性在对的地方 我觉得你这头发应该剪 真子齐听我说完这话后 她一脸不高兴的将头低了下来 什么话都没说 我从凳子上站起来 走吧 我带你剪头去 哦 真子齐 她不情愿地对我应了一声 就跟着我向医道堂外走去 我带着真子齐 在八十八号胡同附近的理发店 理发 理发的那个小伙子 不但没有收真子齐的钱 而且还给了真子齐一百块钱 因为真子齐的头发比较长 理发店回收了真子齐的长头发 回来的路上 真子齐一边流着眼泪 一边摸着自己的头发 真子齐啊 一边哭着 一边对我说 完了完了 头发没了 头发没了 哎呀 瞧你那出息 没了头发就跟要了你命似的 你个完蛋样 我笑着望向真子齐 真子齐泪眼朦胧地望着我 你说得轻松 我这头发留了六年 我师父的在天有灵 知道我理发了 他一定会责怪我的 我心想这真子齐啊 虽然比同龄的孩子成熟很多 但他终究还是个孩子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受到委屈 只会藏在心里 而他呢 受到委屈 则是可以哭出来 表现出来 我觉得当个孩子也挺好的 原本我打算和真子齐 在医道堂凑合着吃点泡面 就不去麻烦何师叔他们了 最后啊 王妮亲自来医道堂 把我和真子齐 叫到了对面的红扇堂 去吃饭 王妮对我和真子齐特别的好 只要他在红扇堂里吃饭 他肯定会把我 还有真子齐叫过去 并不停的给我们俩 加鱼加肉 要是真子齐有喜欢吃的菜 他是一口也不吃 全部留给真子齐 王妮外表看起来有点冷冰冰的 但是他和何师叔一样 是一个善良的人 当初我将王妮介绍给何师叔 我怕的不是何师叔看不上王妮 我怕的是王妮啊 看不上何师叔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他们俩不但走到了一起 还一起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这也是他们修来的缘分 在红扇堂吃完饭后 我带着真子齐回到义道堂 开始布置法坛 真子齐看到我在布置法坛 一脸疑惑地问我 嗯 刘少 你这是要干什么 我要给三个鬼鹰做超度法事 嗯 那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吗 你到斜对面的蜡烛店呢 给我买两只白蜡烛回来 我转过头对真子齐嘱咐 嗯 好的 真子齐点着头对我应了一声 就向斜对面的蜡烛店跑去 给怨魂做超度法事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超度怨气极重的怨魂 首先要选对日期 还有时间 有的怨魂做了一天的超度法事 未必能消除他身上的怨气 可能需要做到七天 或者是七七四十九天 才可以消除他身上的怨气 我今天要超度的对象 是三个怨气较轻的鬼鹰 我不用刻意的选择日期 还有时间 只要天黑 就可以做超度法事了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 我到纸扎店 买了两串圆形纸钱 在一道堂的门口烧了起来 我一边烧着纸钱 一边对周围游荡的那些孤魂野鬼说 一会儿 我要在一道堂里 给三个小英灵 做一场超度法事 还请各位孤魂野鬼 不要打扰我 一定不会打扰 一定不会打扰的 对对对 一定不会打扰 周围那些孤魂野鬼 将我烧的纸钱 揣进了兜里 对我点头答应 烧完纸钱后 我又从一道堂里拿出一捆香点燃 然后每三柱为一份 插在了一道堂周围 共八十八号胡同里的那些孤魂野鬼食用 正所谓拿人钱财 体人消灾 这些鬼啊 收了我的好处后 他们没有走开 而是待在一道堂的周围 帮忙维护着秩序 我布置好的法坛上放着一把铜钱剑 一个三清灵 还有一个木雕的令牌 一个装着大米的香炉 我将兜里的收魂葫芦掏出来 放在正中央的位置 然后我又画了一张巨音符 将放置在法坛两侧的白蜡烛点燃 用巨音符点燃的白蜡烛散发的是幽蓝色的火焰 当你将手放在白蜡烛的火焰上时 不会出现你预想到的灼热感 而是会感受到一股阴冷的寒气 像针一样的扎着你的手 给愿魂做超度法式 大多数人选择用巨阳符来点燃白蜡烛 当巨阳符咒燃烧成灰烬后 周围的阳气会迅速的聚集过来 阳气不但和阴气相渴 阳气跟怨气也是相渴的 我之所以不用巨阳符咒点燃白蜡烛 是因为收魂葫芦里的英灵太弱小了 我怕用巨阳符咒聚集过来的阳气 伤害到葫芦里的那三个英灵 一旦让三个小英灵魂飞魄散 让我真是好心办了坏事 我先是抽出三根香点燃 然后插在了装满大米的香炉里 我茅山派弟子留守 再次为三个英灵做超度法式 还请各路鬼神 莫要打扰 我说完这番话后 便恭敬的对着四面八方开始鞠躬 我转过身 面对法坛上的葫芦时 我右手拿起铜钳剑 左手拿着三清灵 我捂着铜钳剑 摇着三清灵 嘴里念叨着台上洞悬灵宝 往生救苦妙精 甄子齐坐在沙发上 一脸认真的看着我做超度法式 怎么会这样 当我做完法式后 我发现收魂葫芦里 那三个英灵身上的怨气 一点也没有消散 甄子齐在一旁插了一句嘴 提醒着我 留守 我师父做超度法式的时候 都会买一只活的大公鸡献剑 我听了甄子齐的话后 我伸出右手 对着我自己的脑袋 使劲地拍了一下 我就觉得这次做法式 好像缺少点什么东西 那你小子怎么不早说呀 让我白忙活一顿 我转过头 没好气地问甄子齐 甄子齐一脸无害地望着我 看你那么认真的做超度法式 我没好意思打扰你 我出去啊 找只公鸡回来 你在一道堂里待着 我对甄子齐说完这话后 我就向一道堂外跑去 此时外面的天已经彻底的黑了 现在是晚上七点十分 也不知道附近的菜市场啊 关没关门 可能是老天太眷顾我了 当我来到市场门口的时候 我发现市场的门没关 但市场里卖菜的那些人呢 都已经开始收摊了 我走到卖活琴店的门口 气喘吁吁地对店老板说 老板 我急需一只大公鸡 好嘞 你等我一下啊 我到后面给你拿一只 老板对我应了一声 就跑到后面 给我拿了一只大公鸡出来 老板 这只大公鸡多少钱呢 这只大公鸡 十一斤 二十块一斤 你是江道长的徒弟 我就收你二百块钱 我跟师父来这个活琴店呢 买过公鸡 但这也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没想到这个老板 居然还记得我 谢谢您了老板 我接过老板手里的大公鸡 掏出二百块钱 递给老板后 我就向一道堂跑去 当我回到一道堂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七点四十了 我将大公鸡扔在法坛前 便气喘吁吁的坐在了沙发上休息着 来回跑这么一堂啊 还真把我给累到了 刘少 那你休息一会儿 超度月灵的法事 我来替你做 真子齐对我说完这话后 他站起身子 就向二楼厨房走去 真子齐从厨房里拿了一个干净的碗 放在了法坛上 然后他将地上那只活蹦乱跳的大公鸡 抓了起来 真子齐右手拿起法坛上的铜钱剑 便对着鸡脖子就抹了过去 油脂培的动作干净利索 一看就是鼠手 公鸡的脖子被抹出一道口子后 真子齐立即将右手里的铜钱剑放在了法坛上 他双手紧紧地抓着大公鸡 让脖子里的血往碗里流 接了半碗鸡鞋 真子齐就将手里的那只大公鸡扔在了地上 随后真子齐将那半碗鸡鞋 倒进了装满米的香炉里 然后他又点燃了三炷香 插在了香炉里 接着 真子齐拿起铜钱剑 还有三清灵就在法坛前捂了起来 他嘴里念的不是太上洞玄灵宝 往生救苦妙经 而是原始天尊说封都灭罪经 道家与佛教 超度亡灵和怨魂的经文有很多 各自超度的方式也都不一样 但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子的 那就是让亡灵和怨魂消除身上的怨气 还有他们生前的罪孽 早日投胎转世 真子齐念完超度经文后 他将手里的铜钱剑还有三清灵放在了法坛上 此时香炉里的三炷香只烧了一半 他又将香炉里的三支香拔出来 扔在了地上 随后他又从香炉里抓了一把染着鸡血的大米 甩在了我的收魂葫芦上 只见收魂葫芦上散发的淡淡怨气 瞬间消散不见了 我心里有些佩服这个真子齐 别看这小子年龄不大 他在超度怨灵这一方面 可比我强很多 这一点我得承认 真子齐拍了拍手 微笑着回过身 好了完事了 哎呀 你小子还真是厉害 我对真子齐竖起了大拇指 真子齐挠着头不好意思 这都是我师父教我的 只要我们的道堂 接到超度亡灵怨魂的法式 我师父就会派我去 对这方面 我比较轻车熟路 现在这三个鬼鹰身上的怨气 已经全部散去 将他们三个送到阴曹地府 才是他们最好的归宿 他们总是游荡在阳间 最后的结果 便会是魂飞魄散 我随手拿起收魂葫芦 就向一道堂外走去 还没等我走出八十八号胡同口 我就看到黑白无常 压着一群鬼魂向前走 这群鬼魂呢 有老有少 有男有女 他们的脖子上带着行驾 这些鬼魂就像冰糖葫芦似的 被一条铁链子穿在了一起 新老爷 范老爷 你们俩等一等 我大声的对黑白无常 两位老爷招呼 黑白无常两位老爷 听到了我的喊声后 他们俩同时停下脚步 向我看了过来 小兄弟 你有什么事吗 谢碧安 他一脸疑惑地问我 白无常的个子很高 大约在两米一二左右 我每次看着他的时候 都是仰着头望着他 黑无常身材则是矮胖 身高和我差不多 第一次见到黑白无常啊 我还很害怕 现在见到他们俩 他已经不那么害怕了 但我面对他们俩的时候 内心还有一丝恐惧 我陪着一副笑脸 对谢碧安拱手 我有件事 要麻烦你们 说吧 什么事啊 谢碧安将手背到后面 我望着谢碧安拜托 我手里有三个小鬼鹰 我希望谢老爷 能将这三个小鬼鹰 带到地府 哦 这个问题 倒不是很大吗 哈哈哈哈 谢碧安对我点着头 啊 谢老爷 那就谢谢您了 我对谢老爷说完这话后 就将随身携带的 那个收魂葫芦拿了出来 我拔掉收魂葫芦堵塞 就将那三个鬼鹰的魂 我放得出来 当我将那三个鬼鹰 从收魂葫芦放出来的时候 那三个鬼鹰 攥着小拳头 露出一副 呲牙咧嘴的表情 看着我 他们三个 恨不得上来 狠狠地贬我一顿 哦 这三个鬼鹰 还挺顽皮的 哈哈 谢碧安说完这番话后 他对着三个鬼鹰挥了一下手 三个鬼鹰背对着黑白无常 他们还没明白怎么一回事 就被谢碧安收到了他那宽大的袖子中 我知趣地对谢碧安说 谢老爷 接下来该怎么做 我知道 哦 我就喜欢跟你们这样的聪明人打交道 既然没什么事啊 那我就先走了 谢碧安对我说完这话 就要跟范吴舅离开 我见谢碧安要离开 我再一次喊住了他 谢老爷 等等 您还有什么事吗 谢碧安对我说这话的时候 脸上露出一副不耐烦的表情 我想问问你 我师父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 他还好吗 我问谢碧安这话的时候 是眼圈含着眼泪 他很好 谢碧安只对我说了这三个字 然后他便带着身后的那些鬼魂 向八十八号胡同口附近的城隍庙 走去我则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的望着他们离开 我在纸扎店给谢碧安买的纸钱以及纸扎用品花了我一千多块钱 这钱花的让我有点心疼我这也算是花钱给我奉交姐还音债了 我是真心希望那三个鬼鹰下辈子能投生到个好人家 即便不能大富大贵也要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成长 在民间关于黑白无常的传说有很多 白无常念白世人尊称他为七也 黑无常念黑世人尊称他为八也 据说两个鬼差的名字也是有信仰意义的 谢碧安名字的意思就是酬谢神明 则必能得到平安 犯无救名字的意思是犯罪之人必然无救 据说两人呐原始衙门差异 有一次因压戒的要犯在途中逃跑 二人商议分头寻找并约定在桥下会合 不料到了约定时辰 谢碧安因下大雨耽搁 无法赶到桥下会合 犯无救在桥下苦等 见河水暴涨仍旧不愿离去 因身材矮小最后逆臂桥下 后来谢碧安感到见犯无救殉难 自己痛不欲生 因自己身材太高无法投河 于是在家上吊自尽 故其常为吊死鬼形象 将舌头伸出口外 二人归天后 玉皇大帝感念其忠意 乃册封二人为明界大神 将白无常谢碧安的纸钱 以及纸扎用品烧完后 我就向一道堂返了回去 回到一道堂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九点半了 之前我布置的法坛 已经被真子齐撤走了 我没想到这小子还挺能干活的 真子齐指着墙上的挂钟 留守 这都九点半了 你晚上就别走了 在一道堂凑合睡一晚上吧 这个时间回去啊 还要麻烦王叔给我开门 就算真子齐不挽留我 我今天晚上也不打算回去了 嗯 今天晚上我不走了 当我点着头对真子齐 说完这话后 真子齐心里有些小高兴 她觉得自己一个人在一道堂睡 有点太孤单了 真子齐从二楼拿了一床被子给我后 她就乖乖地跑到楼上睡觉去了 原本她还想跟我说两句话 毕竟啊 这时间已经很晚了 明天我们俩都要起来上学 我在二楼的卫生间里冲了个澡 下楼躺在沙发上 我就睡着了 人啊 要是没有了烦心事 那活得就很轻松 什么都不用想 想吃就吃 想睡就睡 人要是烦心事多了 那真是吃不香 睡不香 我以前呢 常常为了钱发愁 现在我虽然还是没钱 但是我也不用再为钱而发愁了 钱是个好东西 但是我觉得 钱不用太多 只要够花 嘿 就可以了 第二天早上 我五点半就起床了 人睡得早啊 起得也就早 我先是到二楼洗漱了一番 然后跑到一楼 给三清祖师爷上了三炷香 接着 我又给师父的灵位 上了三炷香 当我拿出钥匙 打开我仓库门的时候 仓库里那些被封印的怨魂 主动跟我打着招呼 哎呦 留手好啊 嘿嘿 留手 走 仓库里那些怨魂看到我啊 说什么话的都有 我一边点燃着香 一边对仓库里的这些怨魂说 呦 你们最近吃蜂蜜了 嘴这么甜 哎呀 你小子 我们大家是得罪不起 见你要是不说点好听的话 你不给我们上香怎么办呢 大家七嘴八舌的对我说 我被他们说的是满脸通红 我红着脸 对仓库里那些鬼魂说 真有意思 我留手是那种记仇的小人吗 是 是 大家口径一致 很不给面子的 对我说了一声是 行行行行 这香了 你们也别闻了 我拿出去 供奉我祖师爷去 我对这些怨魂说完这话 就向外走去 见我要走 那些怨魂立刻就改口 哎哎 留手你站住 哎 你绝对不是那种记仇的小人 哎 你 哎 你绝对是个君子 对 你绝对是个君子 五千年少有的君子 他们生怕我不给他们香吻 我嘴巴微微翘了翘 转过身 这样说话就对了 以后你们说话的时候 都注意点 别拿起话就说 这样不好 哎 仓库里那些怨魂呢 则是重重的叹了一口气 什么话都没说 我给这些怨魂上完香后 我推开仓库的门 就向外走去 我站在仓库的门口啊 没有离开 这个留手简直太欺人了 啊 他都赶不上 真子齐那小兔崽子 就是就是 他太虚伪了 我们不说好听的 他就不给我们上香 太过分了 仓库里那些怨魂 七嘴八舌的就一轮了起来 我推开仓库 就一脸严肃 哎 你们刚才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然而仓库里静悄悄的 谁都不敢多嘴说话 再让我听见你们说我坏话 我就饿你们三天 我拉着个脸子 对这些怨魂说完这话后 我才退出仓库 这些怨魂说的话呀 我是一点都没有放在心上 我发现我现在特别爱逗他们玩 当我从仓库退出来的时候 甄子齐打着哈欠 推开他卧室的门 就走了出来 甄子齐揉着眼睛望向我 留手 起得可真早 我昨天晚上睡得早而已 祖师爷 我师父 还有仓库里这些怨魂 我都上完香了 你就不用再上了 我得回学校上学了 你也早点上学去 不要迟到了 我知道了 甄子齐对我点着头 行 那我就先走了 等我放假了 我再过来看你啊 我对甄子齐说完这话 就向一楼走去 我坐着公交车回到学校的时候 是早上六点半 我在学校外面的一家早餐店 花了五块钱 吃了一顿早餐 我刚出早餐店门口 一个五六十岁 浑身脏兮兮的老人 走到我的面前 小伙子 需要算也挂包 老人家 我不算挂 这钱呢 您拿着买两个包子吃吧 我见这个老人家可怜 于是我从兜里掏出 二十块钱递给他 谢谢你了 小伙子 这个老人家 接过我手里的二十块钱 对我身居了一躬 并道谢 您客气了 我对老人家说完这话 就向学校大院走去 小伙子 你这个人面善 但你犯小人 最近 你恐怕会有血光之灾 你自己最好小心点 老人家 老人家对我说完这话后 他就离开了 对于这个老人家说的话 我也没放在心上 这个老人家 对我说的这番话 跟现在 在路边算命的那些 骗子说的话一样 先是跟你说 你有血光之灾 当你反身 询问他们怎么办的时候 他就开始各种忽悠你 最后 让你拿出一笔钱来 再把你的生辰八字 要过去 帮你消灾解难 这些路边算命的套路啊 都是一样的 他们也就能骗一些 无知的老百姓 我一个大学生 要是让他骗了的话 那我可就太无知了 况且 我的身份 不仅仅是个道士 我还是个出马弟子 我没有回寝室 而是直接来到了 我们班的教室 当我推开教室门的时候 我看到周嘉嘉 眼睛无神地望着窗外的操场 周嘉嘉的最近 总是第一个来到班级 我已经发现好几次了 我走到周嘉嘉的身边 哎 你这是在想什么呢 都想出神了 六少 现在同学们都在议论 你和油脂赔是gay 你们两个真的是 周嘉嘉转过头 瞪着一双大眼睛 放着我 听了周嘉嘉这句话 我是倍感头疼 我一脸苦笑 哎呀 那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你觉得 我们俩是gay吗 我现在也有点迷糊 我感觉你俩不像 可你又对女人不感兴趣 江薇薇那么优秀的女孩 喜欢你 你都对人家爱大不理的 周嘉嘉望着我 我很认真的对周嘉嘉说 不是我对女人不感兴趣 在路上 看见漂亮的女人 我也会多看两眼 但是 我们现在还在上学 我应该做的 就是将这四年大学念完 你应该知道 在大学里谈恋爱 毕业的分手率 在99%以上 我不想耽误自己的青春 也同样 不想耽误了别人的青春 路上 在咱们班 我觉得你才是一个真男人 那些戴着面具的伪君子 真的没办法和你相比 听得出周嘉嘉这话是发自内心的 他嘴里所说的伪君子 我也知道是谁 什么真男人不真男人的 我做事就图个问心无愧而已 我笑着对周嘉嘉说完这话 就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七点四十左右 油脂培和曾璐他们哥俩 有说有笑的从外面走了进来 我没有看到黄涛的身影 便问油脂培和曾璐 哎 老大他人呢 啊 老大他昨天回家了 昨天晚上也没回寝室睡觉 估计过一会儿就能来 曾璐坐在我身边对我回答 过了十分钟左右 黄涛他一脸疲惫 乐呵呵的走进了教室 同学们看到黄涛进来 大家热情的跟黄涛打着招呼 我望着黄涛 哎 老大看你这一脸乐呵呵的样子 你是不是捡钱了 哎呀算是捡钱了 黄涛对我点着头 油脂培好奇的瞪着他那双小眼睛望着黄涛 哎 老大那你捡了多少钱呢 都在这个黑色的方便袋里 你自己看看 黄涛将手里的黑色方便袋 扔到了油脂培的身边 当油脂培打开黑色的方便袋时 我们看到里面装的全都是纸灰 公本就没有钱 油脂培将他面前装有纸灰的黑色塑料袋 扔到了黄涛的面前 拉着个脸子 不是老大 你这样有意思吗 弄一袋纸灰来逗我们哥仨玩呢 这可一点都不好笑 啊 怎么会是这样子 这里面明明装的是钱呢 黄涛看着袋子里装的纸灰 他整张脸变得是沙白 油脂培在一旁对黄涛打去 老大 你接下来的台词啊 应该是我可能遇见鬼了 老二 我可能真遇见鬼了 黄涛说这话的时候 他的身子都颤抖了起来 此时坐在我前面的同学 不由的转过头 向我们哥几个看了过来 我笑着对黄涛使了个眼神 这件事 还是等中午放学再说吧 咱们不要再提了 黄涛也懂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上午上课的时候 黄涛他低着头心不在焉的想着是 我也没有问他什么 毕竟有些事是不能当着同学面说的 好不容易等到中午放学 黄涛连饭也没吃 就拉着我们向寝室走去 曾路跟油脂培也没去食堂 他们俩则是紧跟在我和黄涛的身后 回到寝室后 我转过身问黄涛 老大 你现在可以说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昨天晚上 我跟我两个朋友在烧烤店喝酒 喝的有那么点多 当我们三个出了烧烤店后 他们俩先坐着出租车就离开了 这说来也奇怪 我在烧烤店门口等了半个小时的出租车 我也没等到一辆 然后我就顺着马路边一直往前走 按理说我应该是往市里走 可能是我喝多了的缘故 我没有下市里走 而是向市郊区走去 我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 我突然就发现 这路边有一个小屋子 透过屋子的玻璃窗户 我看到有三个人正在打麻将 于是我推开门就走了进去 因为外面有点冷 我想进屋暖和暖和 我跟他们三个说 麻将是四个人打的 你们三个人打有什么意思 于是我就坐下来 跟那三个人打起了麻将 我这一打就是一个通宵啊 我们一直玩到早上六点多才散场 而且我还赢了他们不少的钱 我将赢的钱用黑色的塑料袋装了起来 我在打车回来的途中还打开黑色塑料袋 查看了一眼 这塑料袋里装的都是真潮啊 谁曾想到 拿到教室 这就变成指挥了 黄涛说完这话后 他头上的冷汗 花花的往下躺着 油纸赔在一旁插嘴 哎老大 你胆子可挺大呀 居然敢跟鬼打麻将 而且还把他们的钱给赢了过来 你就等着他们晚上过来找你要钱吧 当黄涛听了油纸赔这番话后 他傻白的脸瞬间变黑 我瞪了油纸赔一眼 老四 你别在这儿吓唬老大了 老二啊 你说这件事我该怎么办 我赢了那三个鬼的钱 他们会不会过来找我 黄涛对我说这话的语气 带有一丝哭音 身子也跟着颤抖了起来 我一脸凝重的望着黄涛 这件事应该不是个大事 老大 你带着我去你昨天打麻将的地方看一看 好 事不宜时 那咱们赶紧走 黄涛他迫不及待的点着头 哎 老三 你到教室里 把老大早上提的那袋指挥拿出来 咱们去 还给人家 我转过头对曾禄吩咐 原本我想让油脂培去拿 油脂培跑起来的速度啊 有点不敢让我功呗 我只好让曾禄这个腿脚快的去拿 好的二哥 曾禄他痛快的对我应了一声 就向教学楼方向跑去 我则是带着黄涛还有油脂培 我们三个向学校大门口走去 等到曾禄他提着指挥走到我们三个身边的时候 我又带着他们三个向学校附近的一家佛店走去 在佛店里 我让黄涛掏钱买了三捆纸钱 三捆香 然后黄涛带着我们三个人打着车 向市郊区的方向赶去 黄涛坐在出租车上 心里有些忐忑不安 头上冒出的冷汗就一直没有断过 黄涛对出租车司机指着前面不远处的十字路口 司机师傅 前面那个十字路口停一下 好的 出租车司机点着头对黄涛应了一声 黄涛下车对我们几个指着前面长满杂草的荒地 那个房子我今天早上走的时候还在这 现在怎么突然没有了 我顺着黄涛手指的那片长满杂草的荒地就走了过去 黄涛他们三个紧紧地跟在我的身后 当我们三个走到那片荒地的时候 我看到了三个无碑坟包 老大 看来你还真是见鬼了 我指着前面那三个坟包回过头对黄涛说 黄涛看到眼前的这三个坟包 再联想到昨天晚上跟那三个人打了一通宵的麻将 他双腿一软 吓得差点坐在地上 我从增禄手里将那个装着纸灰的方便袋接了过来 然后将黑色的纸灰倒在三个坟包的坟头前 接着我将买来的香点燃又分别插入到三个坟包的坟头前 我回过身对黄涛说 老大 你现在可以将你买的那三捆纸钱 在这三个坟头前烧了 黄涛点着头对我应了一声 就拿着他买的那三捆纸钱走到了三个坟包前烧了起来 我站在黄涛的身边对我面前的三个坟包拱着手 我这兄弟 昨天无心闯到你们的地盘 并赢了你们的钱 我今天带着我这兄弟 把赢你们的钱还给你们 然后再烧点纸钱给你们当做是赔罪 希望你们三个能够见谅 还请三位见谅 不要跟我一般见识啊 以后也不要来找我的麻烦 黄涛烧完纸钱后 他跪在这三座坟头前 各自磕了三个头饼念叨着 当我们哥四个转身要走的时候 我们清楚的听到身后传来了三声谢谢 黄涛和曾璐他们俩吓得拔腿就往前跑 言辞的对我说哎呦二哥你这人哪都好 就是爱接人短这毛病不太好 你得改啊 当我们回到学校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半了 我们哥四个在杂串店随便吃了点东西 就回到了教室 我在教室里小声的问黄涛 老大 我给你画的护身符 你一定没有戴在身上吗 你给我的护身符 我放在家里没戴 黄涛对我点着头 我望着黄涛一脸严肃 我给你的护身符 你们最好天天戴在身上 不要随随便便的放在别处 护身符不但可以保佑你们平安 还能起到辟邪的作用 你要是戴着我画的那张护身符 就不会发生昨天晚上的事了 啊 我知道了 此时黄涛也有点懊悔 没有把我给他的护身符戴在身上 黄涛还是很害怕 老二 昨天晚上跟我打麻将的那三个鬼 会不会来找我呀 应该不会吧 咱们该做的都已经做了 他们要是再来找你的 就是他们的不对了 我摇了摇头安慰黄涛 游职培拍着自己的胸破 老大 有我在你别害怕啊 那三个鬼要是敢过来找你 我一定打他妈个屁滚尿流 这点实力 我游职培还是有的 算了吧 我信不过你小子 我只相信老二 黄涛看了游职培一眼 摇了摇头 曾璐在一旁插了一句嘴 老四 对于这方面的事 我也信不过你 哎呀 连最基础的信任都没有 我跟你们哥仨 我真是没碍了 游职培一脸无奈的对我们哥仨说完这话后就不再说什么了 下午在班级里上课的时候我的右眼皮啊不停的跳着 正所谓左眼跳财右眼跳哉 我总觉得会有什么事情能发生 下午放学后 我还没走出教室 刘悦便带着十几个小丫头气势汹汹地堵在我们班教室门口 游职培指着站在我们班门口的刘悦还有那群小丫头打去我 哎呦二哥你妹妹带了这么多姑娘来是不是给咱们班男生介绍对象啊 老二的妹妹带了这么多人来不像是在给咱们班男生介绍对象啊 倒是有点像打架呀 黄涛眯着眼睛望着站在门口的刘悦 看到刘悦带着这么多小丫头堵在我们班门口 我有点迷惑 不知道他这是想要做什么 此时啊 我们班级里的学生只走了一半 还有一半同学没有离开 他们看到刘悦带着十几个小丫头堵在我们班教室门口 大家全都疑惑地向我看了过来 谢峰看我的时候 脸上依然挂着一丝邪小 黄涛他走到刘悦的身边 哎 嘿嘿 月月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黄涛 这事跟你没关系 我要找留守 刘悦用手指着我 当刘悦说完这话的时候 我一脸疑惑地向刘悦看了过去 此时我心里在想 我好像没做过得罪刘悦的事啊 他为什么带着这么多小丫头 气势汹汹地挡在我们班的门口 要找我呢 我是越想越想不明白 刘悦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走到刘悦的身边问他 曾禄和油脂培这两个小子怕我会吃亏 他们俩紧紧地跟在我的身后 刘悦一脸气愤地对我说 刘悦 你把今天早上跟你一起吃饭的那个婊子给我叫过来 我今天要跟他算米账 那天早上我从食堂走出来 沈悦把刘悦揍了的事我是一点都不知道 今天刘悦找上门跟我要沈悦这个人是彻底的把我给搞糊涂了 我一脸懵逼的望着刘悦 刘悦 我好像没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刘悦啊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黄涛在一旁插了一句嘴 刘悦没有理会黄涛 他伸出右手指着我的鼻子 刘悦 你废话少说 赶紧把那个婊子给我叫出来 要不然这件事我跟你没完 此时 我心里的怒火一下子就燃烧了起来 谢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饶有兴趣的看着我们的热闹 他巴不得我和刘悦吵翻天 抱歉刘悦 这件事我帮不了你 我挤出一丝微笑 对刘悦说完这话后 我就向外走去 我刚迈出去一步 刘悦就挡在了我的面前 不让我走 刘悦 我没让你走 你就不许走 你给我站着 刘悦显得很强势 我们寝室内哥儿仨听到刘悦说的这句话 他们心里是无比的愤怒 挡着我的 是我同父同母的亲妹妹 他们哥儿仨又不能说什么 我望着刘悦压着火气 这件事 与我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吧 那天早上你走了之后 他走到我面前动手打了我 我怀疑是你让他打我的 你说这件事跟你有没有关系 当刘悦说完这话后 我心里惊了一下 我没想到沈悦会打刘悦 虽然你不认我这个哥哥 但我确实是你的哥哥 我即使再不看 我也不会找别人打你 这其中 应该是有点误会吧 哎 你哥留守不是那样的人 我向你保证 黄涛在一旁插了一句嘴 对刘悦说 曾璐也在一旁对刘悦说 哼 别说你是我二哥的妹妹 就算你不是我二哥的妹妹 他也不会找人打你的 是啊 我二哥他可不是个小人 游志培点着头 也跟着附和 谢峰一脸嘲笑地望着我 这年头知人知面不知心 亲兄弟还明算账呢 哥哥对妹妹做出这样的事 也不稀奇 谢峰 你在这添油加醋地说话 有意思吗 我回过头 一脸愤怒地望着谢峰 谢峰笑着对我回道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这叫忠言逆耳 你他妈的不是在说话 你他妈是在放屁 而且是放狗屁 曾璐他忍不住地指着谢峰 大声骂道 谢峰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 指着曾璐 曾璐啊 我怎么觉得 你现在说话就像是在放屁呀 啊 谢峰 我看你他妈就是前奏 曾璐说完这话 就向谢峰走了过去 我随手就将他的胳膊拉住 随后黄涛也冲到了谢峰的面前 挡住了曾璐 不让曾璐对谢峰出手 谢峰一脸邪笑地对曾璐叫嚣着 曾璐啊 你有种就过来打我 快过来 打我呀 老大 二哥 你们俩别拦着我 我今天必须要好好的救去他一顿 此时曾璐气得是满脸通红 如果我和黄涛此时不拦着曾璐的话 曾璐冲上前去 一定会狠狠地揍谢峰一顿 我猜想谢峰他应该不会还手 他会任由曾璐打他 最后的结局 那就是曾璐被开除学籍 老大 你把老三先拖走 我对着拉着曾璐的黄涛说 我怕曾璐留下来会跟谢峰发生冲突 黄涛对我应了一声 就喊着班级里的两个男同学 帮忙将曾璐给拖走了 谢峰 你他妈给我动着 曾璐临走的时候 对谢峰扔下这么一句狠话 我现在就在这儿等着你 你有本事就放马过来 谢峰一脸无所谓 看到谢峰那副渐渐的嘴脸 我真想上去给他两个大耳光 刘月他咄咄逼人地对我说 刘少 你只要把那个婊子给我叫过来 咱们两个今天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你要是不叫的话 那咱们两个今天就没完 刚才我已经跟你说了 这件事我帮不了你 我对刘月摊开双手 俗话说 一个巴掌拍不下 我认为沈月不会无缘无故地去打刘月 一定是刘月那天早上在沈月的面前说了什么难听的话 沈月才会动手打刘月的 我没想到沈月那么漂亮的一个姑娘脾气还挺暴躁的 谢峰走到刘月的身边 皮笑肉不笑的 刘少 你也真是可以 你亲妹妹被你一个女朋友打了 你不袒护你妹妹 你居然袒护一个外人 我也真是佩服你 胳膊肘往外拐呀 谢峰 这件事跟你好像没有一分钱关系吧 我拉着个脸子 这年头不怕没好事 就怕没好人 谢峰是嫌我和刘月之间的火不大 他这分明是要火上浇油 如果我的妹妹被人家欺负了 我谢峰就算是豁上自己的性命 也要为自己的妹妹讨个说法 而不是待在这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谢峰对我说完这话后 他便走到了刘月的身边 谢峰很亲密地对刘月说 亲爱的 要是有什么事处理不了 你就给我打电话 我一定随叫随到 嗯 好的 刘月一脸感动地看着谢峰 谢峰望着我冷哼一声 就向教室外走进 望着谢峰的背影 我心里是无比的愤怒 刘月 我对刘月说完这话 绕过她的身子就向前面的楼梯口走进 砰的一声 我走了还没到两步 刘月从后腰抽出一根钢管狠狠地砸在我的后脑勺上 只见鲜血顺着我的后脑勺哗哗哗往下躺着 我万万没想到刘月会对我下次狠手 游直陪站在一旁瞪着一双小眼睛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她也没想到刘月会对我下手 游直陪惊得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当我回过头看向刘月的时候 刘月一脸蛮横地瞪着两个眼睛在看着我 此时我的脸上没有愤怒 而是挂着淡淡的微笑 你 你笑什么 刘月吱吱呜呜地望向我 刘月也没想到自己能下这么狠的手将我的头打破 刘月 我现在对你真的很失望 既然我朋友他打了你 你这次又打了我 这件事 咱们就算是两清扯平了 我对刘月说完这话就转身继续向前走去 这次刘月没有再拦着我 游直陪走到刘月的面前 对着刘月的脚底下吐了一口唾沫 呸 对自己亲哥哥下如此狠手 你还真是个狠毒的女人 二哥 等等我 随后游直陪就向我追了过去 此时班级里的同学都为我感到有些悲哀 同学们看向刘月的眼神充满了憎恨 沈月打了刘月 不管这件事怪不怪沈月 我都无法将沈月交到刘月的面前 让刘月打沈月一顿 如果说刘月打我这个门棍能够扯平的话 这结果还是蛮好的 刘月站在原地精神恍惚的看着我从他的视线中离开 此时他的心里有那么点自责 他觉得自己做得好像有点过分了 游直陪追上我 望着我的后脑勺紧张地问 二哥 咱们还是赶紧到医院看看吧 这后脑勺留的血可不少啊 那多浪费钱呢 这点小伤啊 不用去医院 一会儿回到寝室啊 我画两张符贴上就好了 哎呀 二哥呀 你心多大呀 自己后脑勺被你亲妹妹开瓢了 哎 你居然还能笑得出来 我也是服了你了 游直陪对我竖起大拇指 听了游直陪这句话 我心里很痛 但我的脸上依旧是挂着笑容 有时候啊 笑只是一个表情 与心情无关 游直陪一脸气氛 刘月 她就是你妹妹 她要不是你妹妹的话 我今天非给她两个大嘴巴子 我 我就没见过这么狠心的女人 好了 这件事都过去了 咱们 就不要再提了 我对游直陪摆着手 当我回到寝室的时候 我看到曾璐一脸不高兴的躺在自己的床上生闷气 黄涛正在严厉的批评曾璐今天太过鲁莽了 我走进寝室 黄涛回过头看了我一眼 老二 你这是什么情况啊 后脑勺还有后背全都是血 我这不小心碰他 我可不相信你说的话 老三 你二哥这是怎么一回事 黄涛见我不跟他说实话 他一脸凝重的问游直陪 我则是对游直陪使了个眼神 不让他跟黄涛说实话 我二哥 后脑勺被他亲妹妹用钢管开瓢了 游直陪没理我对黄涛说了实话 我在一旁没好气的瞪了游直陪一眼 二哥 咱们班那么多同学都看到 你那亲妹妹把你后脑勺开瓢了 就算我不跟老大说 咱们班的同学也会跟老大说的 游直陪在一旁嘟嘟囊囊的 游直陪这话说的也没错 就算他不跟黄涛说 我们班级里的其他同学也会跟黄涛说 曾陆在一旁打抱不平 二哥 你妹妹他还真不是个东西 居然对你下如此狠手 老二 我现在就去找你妹妹讨个说法 他这样做简直太过分了 黄涛对我说完这话 他甩开膀子就向寝室外走去 我们也跟你一起去 我们也跟你一起去 曾陆跟游直陪一同站起来 要跟黄涛走 我拉住黄涛的胳膊 老大 你还是憋屈了 这件事已经扯平了 就这样算了吧 如果黄涛这个时候去找刘月 替我讨个说法的话 这件事就算是没完没了了 我挨的那一下子 也算是白挨了 哎呀 老二 你这人就是太老实了 你这个样子 吓到社会 别人只会欺负你 只是一点小伤而已 正所谓 大事化球 小事化疗 这件事 无论谁对谁错 我都不想再追究下去了 我对黄涛说完这话后 我坐在自己的书桌前 将抽屉打开 然后拿出毛笔 朱砂 以及黄符纸 画起了符笼 我先是将画好的止血符符 贴在了后脑勺上 然后我又画了一张 治疗外伤的符符 贴了上去 寝室那哥仨坐在床上 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 同时他们的脸上 还挂有一丝凝重的表情 我从凳子上站起来 对寝室那哥仨笑着 干嘛这样看着我 我又没什么事 老二 你妹妹和谢峰的事 我不想再管了 她太无情无义了 黄涛一脸慎重地对我说 好吧 那就不要再管了 所以她怎么样吧 此时此刻 我对刘玉 已经心灰意冷了 曾璐一脸关心地望着我 二哥 你那头还疼不疼啊 不疼 一点都不疼 我对曾璐摇着头 游之陪一脸无奈地望着我 哎呀二哥呀 你小子就嘴硬吧 疼不疼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则是笑了笑 没说什么 伤口处的疼 没有我心疼 本来我还想私下里找刘玉 好好地谈谈 无论我的父母对我怎么样 我真的不想跟刘玉 搞得那么僵 此时的我不仅仅是心痛 更多的 还是失望 寝室那颗仨对我真的不错 曾璐帮我将身上的衣服脱了下来 然后拿到卫生间里就开始洗了起来 黄涛则是带着油脂培去学校的市场买肉 买菜买酒 晚上我们四个准备在寝室里涮锅 下午五点多一点的时候 姜薇薇推开我们寝室的门走了进来 看到姜薇薇来 我还有点惊讶 我转过头问姜薇薇 姜薇薇 你怎么来了 咱们班的同学在群里说你的头 被你妹妹用钢管打破了 于是我就赶过来了 看看你的头怎么样了 姜薇薇一脸心疼地望着我 没事小伤而已 正好你来得巧 今天晚上我们跟几个在寝室里上锅 你也一起吃吧 你妹妹真是太过分了 姜薇薇一脸气愤地坐在我身边嘟囔了一句 我则是笑了笑 什么都没说 油脂培插了一句很是愤怒 确实太过分了 这要是我亲妹妹给我脑瓜子开了个瓢 我肯定会狠狠揍他一顿 好了 咱们就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了 赶紧吃饭吧 说这话的是黄涛 此时黄涛能看出来 我的心里有些不舒服 他不想大家再继续探讨下去 我此时的心里确实很不舒服 被自己的亲妹妹打破脑袋 我心里还有那么点委屈 那不说了 咱们吃肉喝酒 油脂培咧着嘴坐在桌子前笑嘻嘻的 我也是从心里羡慕油脂培 一提到吃了 这家伙能将所有的烦恼全部抛在脑后 黄涛拿起一双筷子递向江薇薇 江薇薇赶紧过来吃饭 江薇薇应了一声就走到了桌子前坐了下来 吃饭的时候 当油脂培提起刘月时 黄涛则是对油脂培甩了个大白眼 意思是不让油脂培继续说这件事 油脂培呢 也明白黄涛的意思 他再也没有提起刘月 这顿饭我们大家吃了两个多小时 除了江薇薇没有喝多 我们哥四个喝的都有点多了 平时不怎么喝白酒的增禄 今天和油脂培一人喝的一斤多 我被刘月打破后脑勺 就连着寝室这哥仨呀 心情都不是很好 吃完饭后江薇薇站起身子 时间不早了 我也该回去了 老二啊 你去送送江薇薇 我们三个喝的有点多了啊 黄涛对我嘱咐 即便是黄涛不说 我也会送江薇薇 走吧江薇薇 我送送你 我一脸微笑的对江薇薇 说完这话后 就带着江薇薇 向寝室外走去 六手 你的头还疼吗 江薇薇对我说这话的时候 她的眼里含着泪 我仍是一脸微笑 不疼 早就不疼了 谢谢你的关心 江薇薇摇着头叹了一口粗气 什么都没说 我和江薇薇走出学校大门口 我招呼了一辆出租车过来 我拉开出租车的后门 对身边的江薇薇说 这天已经黑了 你快点回家吧 回家后啊 别忘记给我打个电话 嗯 江薇薇走到我的身边 先是对我点了点头 然后她莫名其妙的 在我的右脸亲了一口 就上了出租车 我则是一脸懵逼的站在原地 有些不知所措 六手 再见 江薇薇她坐在出租车的后面 红着脸对我道了声再见 就让出租车司机开车离开了 这个姑娘不错 挺适合你的 出租车刚驶出去没多远 夏婉婷的身影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刚刚江薇薇亲我右脸的那一口 也都被夏婉婷看见 此时夏婉婷的心里则是有些酸酸的 我极力地对夏婉婷解释 我跟她只是同学关系 夏婉婷 你千万别想歪了啊 六手 你可别逗我了 我也算是过来人 你们俩要是只是同学关系 她一个女生 怎么会主动亲你的脸 夏婉婷笑着对我说 此时夏婉婷脸上挂着的笑容 有那么一点无奈 我一脸苦笑地对夏婉婷解释 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亲我 我跟她真的只是同学关系 我没骗你 好了 咱们不要再继续谈论这个问题了 她亲不亲你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不是你的女朋友 也没全力管你的事 夏婉婷说出这话的时候 我能听出一股酸酸的味道 哎 我们俩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 夏婉婷 你千万不要误会 好了不说这个了 我今天下午突然有些心慌 我觉得你可能是出了事 所以我就跑过来看看你 你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没什么事 还有美女头怀送吻 真是不错 夏婉婷对我冷嘲热讽的 我今天打球的时候 不小心把后脑勺磕破了 没什么大事 我闭口不提姜薇薇的事 我也不敢跟夏婉婷实话实书 是刘月把我的头打破的 我要是跟夏婉婷说呀 夏婉婷一定会去找刘月的麻烦 夏婉婷皱着眉头 你这么大个人了 怎么那么不小心 那你现在有没有事啊 要不要去医院拍个CT看看 夏婉婷的眼神里 我能看出担忧之色 这点小伤 对我一个男人来说并没有什么 根本就不用起一眼 你重启量也就是个男孩 跟男人就不挂边 夏婉婷打趣我 听到夏婉婷说的这番话 我的脸羞得通红 夏婉婷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我心里也清楚 我们寝室里四个人 如今只有我一个人是处男 寝室里那哥儿仨 以前还经常笑话 我是处男 其实我还打算这两天去看看你 可没想到你先来看我了 我望着夏婉婷 我在和夏婉婷说话的时候 路过我身边那些学生 用一种看神经病的眼神 在看着我 毕竟他们的眼里 只能看见我 而看不见我身边的夏婉婷 他们也只能听见我自己说话 对此 我是一点都没在乎 你可得了吧 从来都是我主动来找你 你可从来没有主动找过我 夏婉婷说这话的时候 脸上的表情还有一丝生气 啊 你们做鬼的飘忽不定 你说我主动的去哪找你啊 你如果想要找我的话 那一定会找到我 说多了那都是借口 夏婉婷说的这话 都是把我噎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既然你没什么话跟我说 那我先回去了 吕方大哥还等着我呢 夏婉婷见我不说话 她撅着小嘴 一脸不高兴地对我说 当夏婉婷提起吕方的时候 又轮到我心里有些酸了 我望着夏婉婷挽留她 夏婉婷 你再陪我一会儿吧 行 那我就再陪你一会儿 夏婉婷对我点着头 我和夏婉婷来到了男生宿舍旁边的小林子里 现在已经是十月下旬了 弟弟的天气已经彻底的变冷了 平日林子里有不少男女待在这林子里谈情说爱 现在呢是一对都看不到了 这片林子显得特别的冷清 我妈她和你和师叔相处得怎么样啊 夏婉婷向我问起了她母亲和和师叔的事 他们俩现在小日子过得是十分的甜蜜 两个人之间呢也相敬如宾 嗯 既然他们相处得很好 那我就放心了 夏婉婷点着头对我说 现在让夏婉婷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的母亲 如今她知道自己的母亲与我和师叔在一起过得很幸福 她也是很高兴 夏婉婷望着天上明亮的月亮 六叔 咱们俩认识一年多了吧 哎 是啊 已经一年多了 当初刚认识你的时候 你还想弄死我呢 因为当时我很孤单 而且你还与我配了明婚 我就想让你天天陪在我身边 后来我看你是个好人 就放了你一马 夏婉婷对我笑着 提起我和夏婉婷去年发生的事 就像是昨天发生的 一切都历历在目 让我无法忘怀 和夏婉婷在一起的时候啊 我总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一转眼就要到晚上九点了 在此期间 黄涛给我打了两个电话 我出去这么长时间 她对我有些不放心 你们男生宿舍快要关门了 你还是赶紧回去睡觉吧 这时间也不早了 我也该回去了 夏婉婷 你以后能经常过来看看我吗 我望着夏婉婷一脸奢望 我与夏婉婷之间的感情 有些剪不断 理还乱 夏婉婷点着头 委婉地对我回答 只要我有时间 我一定会经常来看你 那好 今天亲你的那个女孩很适合你 你可以考虑一下 跟那个女孩子在一起 夏婉婷说完这句话后 她的身影瞬间消失在我的眼前 我叹了一口粗气 摇了摇头 就向男生宿舍走去 你小子再不回来 我就得出去找你了 当我走进寝室时 黄涛从床上爬起来对我说 我七点出去送到姜薇薇 直到快九点才返回寝室 黄涛啊 有些不放心我 我坐在我的床上 对黄涛一脸感激 老大 谢谢你 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 哎呀 咱们寝室啊 我啊 曾禄 游之培 都是毒生子 你有那个亲妹妹 还真不如没有呢 咱们九零后这代人呢 其实最孤独 以前接触我那些人 打斗都是处着我们家里那些钱 你们哥仨 与那些人不同 咱们相识到今天 已经两个多年头了 咱们之间的感情 也大于金钱 黄涛说的这番话 是一点错都没有 我们四个兄弟的感情 确实大于金钱 咱们哥四个 之间相互照样 也都是应该的 以后你小子 也别说那么多客气的话 今天晚上 我喝的虽然有点多 但我说的也都是心里话 哎呀 说这些干什么 好了 不说那么多了啊 我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咱们赶紧睡觉吧啊 黄涛对我说完 这话后 他躺在床上 就睡着了 我来到寝室的时候 游直培和曾璐这两个家伙 早就躺在床上睡着了 认识他们哥仨呀 我觉得真是我的幸运 我也会好好珍惜 我们之间的这份友谊 前几天 大家讨论我和游直培 是同性恋的话题 还没有结束 班级里的同学们 又开始讨论着我亲妹妹把我打了的事 我是一个很低调的人 可总会成为同学们的焦点 为此 我也是很无奈 第二天早上我回到教室的时候 原本喧闹的教室突然变得安静了下来 我心里也都清楚啊 大家刚刚都在谈论我的事 当我走到江薇薇身边的时候 江薇薇的脸上露出两朵红玉 昨天晚上江薇薇亲我的画面 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 江薇薇亲我的这件事 我可不敢告诉寝室那哥仨 我要是告诉他们的话 最大的油脂培一定会让班级里的同学全都知道 昨天发生的事 大家也都别再议论了 人家兄妹的事跟我们无关 大家管好自己的嘴 谁要再谈论这件事啊 就是跟我黄涛过不去 黄涛一脸严肃 同学们听了黄涛的话后点了点头 虽然同学们 不会当着我们哥四个的面 议论我的事 但他们私下里还会议论 而我呢 是一点都不在乎 这嘴长在人家的脸上 我只能管好自己的嘴 我管不了人家的嘴啊 中午我在食堂吃饭的时候 周佳佳走到了我的身边 六手 我有点事要跟你谈谈 我在食堂门口等你 好 我点着头对周佳佳应了一声 周佳佳得到我的答复 便向食堂外走去 曾璐很三八地问我 二哥 你最近和周佳佳的关系还挺亲密的 你们俩这什么情况啊 老二 我还想问你 周佳佳那么眼高的一个女人 他居然屈身到你的闸串店当服务员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黄涛也问我 哎呀 我和周佳佳什么情况都没有 他到我的闸串店帮忙啊 也是还我一个人强 你们可不要想多了 我一脸认真的对黄涛还有曾璐解释 事情也确实如我说的那样 周佳佳就是为了还我的人情 才到闸串店帮忙的 曾璐望着我小声地说 二哥 你不会是双性脸吧 男女都喜欢 听了曾璐的话 我忍不住地将嘴里的饭粒 全都喷到了曾璐的脸上 就连他的餐盘里的饭菜 也被我喷上了饭粒 二哥 你这故意报复我吧 曾璐他一边用手擦着脸上的饭粒 一边苦着脸子对我说 其实我确实是故意将嘴里的饭 吞到曾璐的脸上的 活该 我让你嘴欠 你们哥仨先吃吧 我吃完了 我放下手里的筷子 对启示那哥仨说完这话后 我就向食堂外走去 让人等久了 可不是一件非常礼貌的事 当我来到食堂门口的时候 我看到周家家 眼睛无神地望着前方 我不知道他此时在想什么 我笑着走到周家家身边 周家家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我昨天下午放学走得早 直到今天早上才知道你的事 班级里的同学们都在议论你 大家说什么的都有 一没来的时候 谢峰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黑你 说你和你妹妹不和 你故意找人把你妹妹打了 周家家一脸凝重地望着我 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毕竟嘴长在他们的身上 我一脸无所谓 周家家对我说的这件事 我并没有放在心上 当我得知谢峰 在同学们的面前黑我时 我也没感到意外 留守 我相信你不是谢峰说的那种人 咱们班的同学也都相信你 谢谢你的相信 对了周家家 这件事 我希望你不要告诉我二叔 我笑着对周家家嘱咐 嗯 你放心吧 我周家家可不是乱交舍头的女人 周家家笑着对我回答 我跟周家家没聊几句就分道扬镳了 她回了女生宿舍 我呢 则是向男生宿舍走去 今天我们班也就半天的课 我原本打算今天下午去医道堂 后来想想啊 还是算了 我后脑勺的伤还没好呢 要是让小尸姑看见的话 她一定会询问我是怎么弄的 在小尸姑面前撒谎 她一下子就能看出来 我等头上的伤彻底的恢复好了 我再去医道堂 回到宿舍 我将治疗外伤的符咒贴在后脑勺上 然后捧着道德经便看了起来 油脂培这小子则是坐在自己的书桌上 练习着画符 最近这段时间油脂培表现得十分不错 每天都会抽出时间练习画符 也不需要我督促他 曾璐走到油脂培的身边 老四 去不去网吧玩游戏 不去 我要在企事里练习画符 你自己去玩吧 油脂培他一直坚定的对曾璐说 你要是跟我去的话 我请你吃炸鸡 我请你喝啤酒 当曾璐说完这话的时候 油脂培舔了一下嘴唇 有些心动 我则是在一旁笑了笑 什么都没说 我再给你加个酱猪蹄 你看怎么样 曾璐继续加码 成交 咱们现在就去网吧 油脂培先是将手里的毛笔扔到书桌上 然后他站起身子就对曾璐点着头 然而这个结果也在我的预料之中 如果将油脂培放在战争年代 只需要一个酱猪蹄 他就可以把整个组织出卖了 中午在食堂吃完饭后 黄涂他家里有事就先离开了 等油脂培和曾璐这哥俩走了以后 寝室里也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师父 我们班有个男同学老是针对我 我对他是一忍再忍 而他总是过来找我的麻烦 跟我过不去 谢风跑到老吴的道堂 一脸委屈 谢风嘴里说的这个男同学不是别人 正是跟他过不去的曾璐 老吴眯着眼睛看着谢风 你小子还真是个没用的废物 师父 那个男同学是留守一个寝室的兄弟 他仗着留守会些道法 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 而且那个留守老是在我面前侮辱你 说你修的是邪道不是正道 他还跟我说 跟你学道就是不学好 谢风哭三个脸子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 老吴有些不相信谢风的话 他觉得谢风说的这番话 有点添油加醋的味道 谢风跪在地上竖起右手三根手指对老吴发誓 师父 我说的话句句属实 我对天发誓 我要是欺骗您的话 我千大五雷红 看到谢风跪在地上对天发誓 老吴也就相信了谢风的话 老江啊 老江啊 不是我老吴无情 是你这徒弟先口无遮拦的 既然你不在人世了 那我就替你好好的教训一下 你那木无尊长的徒弟 老吴扮着个脸子嘟囔 谢风在一旁听到老吴这么说 他心里都要乐开花了 谢谢观看